在所有人眼里,顾清是乡下来的小诊所医生,殊不知,他是国外文明的鬼手神医,最具权威的外科医生。三年前,天之骄子陆景言心里注入一道光,从此沦陷,为追求顾清苦手寒夜。三年后,一场车祸让陆景言沦为残废。为救陆景言,顾清与之联姻,却发现那场车祸不仅夺走了他的健康,还夺走了他的记忆。他跟他说,我不会喜欢你。他微笑着告诉他,没关系,我还没答应你。 因为双腿残疾,他自卑黯然,从不敢奢望他指缝里流出的光,他却步步紧逼,不给他逃脱的机会。只有他会蹲下与他说话,也只有他会在他情绪暴躁的时候,轻柔地摸摸他的头,跟他说没关系。面对他笑意盈盈的模样,他压抑的情感轰然崩塌。 1V1,无误会。第一章,北城新闻大地震。三月,北城接连新闻大地震。一是北城首富陆家长子陆景言出车祸,导致下山瘫痪。 二是身为豪门世家的陆家,选择跟爆发户顾家联姻。三是联姻的男女对象备受争议。 男方是已经瘫痪的陆景言,女方则是顾家养在乡下的大女儿。 此时,众人议论的主人公顾青还在乡下。顾青坐在客厅里,手机传来短信提示。 他看了一眼手机,是助理发来的短信。 Evelyn,这边有个情况比较特殊的病人,已经约了您半年时间了,您看什么时候有空,可以乖看看吗? 顾青白皙的手指摁了关机键,他低头,轻透的眸子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悲哀。 诡异胜手,事件名医,又有什么用吗? 他连自己的亲奶奶都救不了,刚拿上手术刀,奶奶就等不及走了。 身后是父母卧室传来的争吵声,农村的房子不格音。 叶之雪,你不要太过分了,我妈刚过世,葬礼刚办完,你就嚷嚷着要回去。 顾云飞,公司一大堆是等着我们处理,还有弱弱的成人礼,这些哪个不比一个死人重要? 我们把顾青接回去,还得教教他成立的规矩,不然,他一个乡下野丫头嫁到陆家去,丢的可是我们顾家的人。 叶之雪,你不要左一个乡下野丫头,右一个乡下野丫头好不好? 她也是你的亲生女儿,她要不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怎么会来接她? 叶之雪嗤之以鼻,顾青轻审了一声,这就是她的亲生父母呀。 父母是从普通打工人一步步走向成功的,理所当然,前期打拼阶段没时间待她,她从满月就跟着奶奶。 但是父母以前虽然忙,却经常记挂着她,这一切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从他们把生意做大,然后成立公司,在她七岁时生了一个妹妹。 从那之后,父母对她的关心少了,顾家的生意却是蒸蒸日上,一路前进,机身豪门。 妈妈偶尔打电话回来,言语间总是骄傲的夸妹妹是他们家的福星, 却不问她一句学习如何或者身体好不好,仿佛只是为了告诉所有人, 他们有了一个能带来福气的女儿。 妹妹三岁的时候,他们回来过一次,那次爸爸提出要带奶奶和她去北城生活, 当时顾卿发现妈妈脸上的笑容很勉强,后面不知道妈妈跟爸爸说了什么, 总之最后爸爸没有带走她和奶奶,回去后妈妈又怀孕了,生了个弟弟。 至此,这对夫妻全部心思都在那一双儿女身上,除了会打钱回来, 时隔十五年中途没有回来过一次。 要不是奶奶去世,他们估计已经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妈和一个女儿。 星号,处理完奶奶的后事,顾卿跟着父母一起去北城, 他们极力要求她去北城,言语恳切,仿佛很爱她。 顾卿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毕竟北城的新闻网上随便就能搜到。 快要到北城家里时,叶之雪主动找顾卿搭话。 清清,记住了,别人问你在哪上大学? 你就说,你是锦城一科大毕业的硕士生,刚准备去实习。 叶之雪一直以为女儿就是在小诊所上班的医生, 毕竟青城只是一个在山澳处的小县城。 而且,女儿连大学都没上,多半是跟这里医生学的皮毛医术。 听老太太提过几嘴,说顾卿学艺什么的, 她自己就下意识给顾卿下了定义。 锦城一科大的医学专业在全国医学专业排名第一, 她这么说,也是为了让不让自己丢脸。 不然到时候传出去,说她叶之雪的女儿只是个乡下小诊所的医生, 岂不是让人看笑话? 顾卿吃笑,叶之雪还是那么爱面子, 可她也真是从不愿意了解她这个女儿。 一个月前,锦城一科大还特意邀请她去给学生们演讲。 身为母亲,从不过问她的学习, 只因为一次她生病缺考两大主科, 得知她总分很低,便笃定她考不上大学。 连奶奶打电话想给她们分享她考上名校的好消息, 都被她们以生意盲为由匆匆挂断了。 她们不愿意关心,奶奶和她也就没了分享的兴趣。 顾卿看她一眼,冷淡地回答说, 我不是锦城一科大的学生。 她死板地回答让叶之雪不满, 跟个鱼目脑袋一样,一点都不知道变通。 她当然知道她不是, 她要真是锦城一科大的大学生, 她会让她撒谎吗? 没什么本事还死却, 说出去,她都觉得脸上没光。 一点都不像若辱, 模样生得虽然没顾亲惹眼, 却很优秀。 正想数落她几句, 听见前面的顾云飞咳了几声, 叶之雪这才闭了嘴。 不提工作问题, 叶之雪想到, 交纵的小女儿若辱, 言语间带着些宠溺。 对了, 妹妹性格被宠得交纵了一些, 你让着她点, 别惹她不高兴, 小丫头一生气就不吃饭。 顾亲觉得可笑, 马上就满18岁的人了, 还不懂事, 确实被宠得离谱了, 话音刚落, 车子停在一栋豪华的别墅前。 顾亲先下车, 一个穿着JK制服的女生朝这边跑来, 这是顾弱。 爸爸, 妈妈, 你们终于回来了。 看见顾亲, 顾弱语气明显顿了一下, 眼神打亮着顾亲。 顾亲身上穿着简单的米白色卫衣和鹅黄色休闲裤, 脚上踩着一双白色板鞋。 很普通的打扮, 但是她很漂亮, 五官过分出色, 皮肤也是极好的, 给人一种清冷淡雅的感觉。 完全不像是长期待在乡下的。 顾弱知道, 这是顾亲和她同父同母, 但是从来没有一起生活过的大姐。 在北城, 顾弱从来都是家里的大小姐, 父母的宝贝。 顾弱突然回来, 让顾弱心里莫名有些不舒服。 哎呦, 弱弱, 你这个不省心的小丫头, 怎么穿这么点衣服就出来了, 也不怕冷。 叶之雪看顾弱只穿了一件单薄的T恤, 赶紧把身上的外衣脱了给顾弱裹上。 顾弱欢喜地依偎在叶之雪怀里。 嘻嘻, 妈妈, 我一点也不冷。 母慈子笑的画面很美好, 可惜顾卿没有体验过。 两人有说有笑地往屋里走, 叶之雪全然忘了, 她还有个大女儿刚到这个家。 期间顾弱回头看了顾卿一眼, 眼神不明。 顾云飞看见小女儿, 心里也欢喜, 没忍住画茶子, 给顾卿介绍说道。 那是你妹妹顾弱, 弱弱很优秀, 高考成绩很好, 已经收到了锦城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第二章, 拿手抒刀的手。 说到这里, 她似乎才反应过来, 几年前跟母亲通话, 好像提到过一次, 说顾卿没有参加高考, 所以叹了口气。 要是你能跟弱弱一样, 优秀就好了。 顾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甚至觉得可笑, 关于顾弱的事情, 连一点小习惯, 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 对她却连大学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问清楚, 就断定她不如顾弱。 顾家的一切, 顾卿都感到陌生, 这明明也是她的家, 她却是第一次踏入。 叶之雪带顾卿来到她的房间, 看似很关心她, 笑着跟她说, 要是有什么不喜欢的, 尽量跟妈妈说, 啊, 顾卿点了点头, 语气平淡, 谢谢妈。 走, 你这孩子, 见外了吧, 我是你妈, 跟我客气做什么。 见叶之雪交代完这些, 还没离开, 顾卿问她, 还有什么事吗? 叶之雪和顾云飞拼搏了那么多年, 靠着一个机遇才挤入豪门。 在豪门圈子里, 他们属于爆发户, 很多人还是瞧不上他们家。 而陆家, 无论底蕴还是人脉, 亦或是财力, 都是真正意义上的顶级豪门。 所以, 这次陆家提出要跟他们家联姻, 叶之雪断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能跟陆家联姻好处有多少, 他闭着眼睛想都知道。 可陆景颜已经残废了, 他怎么都不愿意让疼爱的小女儿嫁过去, 所以才决定把大女儿带回来, 但看着大女儿倾透的眼神, 叶之雪竟然生出了一丝丝微弱的愧疚。 这个女儿从小没待在身边, 愧疚是真的, 没有什么感情也是真的。 不过转念一想, 顾卿一个在乡下长大的丫头, 书也没读好, 就在青城一个小县城当医生, 能嫁到陆家那样的家庭去, 即便陆景颜是残废, 也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他这是在帮女儿谋更好的后路。 亲儿, 你现在好好休息一下, 晚上妈带你去见个人。 她没说见谁, 但顾卿知道陆景颜吗? 她在网上看到消息, 说她出车祸残废了。 她不知该笑还是该难过, 终究还是不该对所谓的父母抱有期待。 不被父母偏爱的孩子, 心里藏着的, 是最无力的不甘和无奈。 好, 顾卿点头答应了, 只不过, 她不是为了叶之雪答应, 她会来北城, 全是为了陆景颜。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看顾卿听话, 叶之雪对她多了思满意。 成, 那你休息, 妈不打扰你了。 临走之前, 不忘记再说一句。 晚上见那个人的时候, 你记住, 人家问你在哪上大学, 你说是景城一科大的硕士, 不会穿帮, 妈妈会帮你搞定。 叶之雪离开后, 顾卿躺在床上, 抬起手时, 明显感觉到她的右手在发抖。 已经六天了, 自从她拿上手术刀, 没有把奶奶就回来那一刻开始, 这只手就没有停止过颤抖。 身为一名外科医生, 拿手术刀的手会发抖, 这是最致命的问题。 心里想的是太多, 顾卿不知不觉间, 竟然陷入了诡异的怪梦。 而另一边, 顾卿躺在沙发上, 看见群里, 大家都在问她, 大姐长得漂不漂亮。 顾卿心里有些堵, 岂只是漂亮。 虽然顾卿打扮很普通, 但她那张脸, 清冷又漂亮, 惹眼的过分。 皮肤也不像她想象中, 常年待在乡下的样子, 甚至过分白皙。 和顾卿相比, 她就只能算是清纯可爱。 追问的人太多, 顾卿心思微妙, 心里不得见, 回了一句, 一般, 不愁。 明知这是一个很快就被拆穿的谎言, 她还是下意识那样说, 陆家要跟顾家联姻的事, 整个北城都知道。 顽裤们十分好奇, 陆景妍那样一个曾经的天之骄子, 会娶到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听顾卢用不丑来形容, 众人沉默了。 M, 一般这么说的, 基本上就是好看不到哪里去, 或者根本称不上好看。 陆景妍实惨, 顽固群里, 还有陆景妍的亲弟弟陆景明。 此刻她黑着脸, 握着手机, 我靠一声, 转头看向她妈。 妈, 我哥就是腿不行, 你没必要让她娶一个什么都不好的女人吧? 顾卢说, 她姐长得特别丑。 陆夫人闻言, 心中悲切居多, 她又何尝不想给自己的儿子寻个好伴侣, 但是儿子出了腿, 男性功能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身为陆家的当家主母, 她不能任由那些对陆家不好的言论传播出去, 所以只能选择最好拿捏的顾家大女儿。 大人做事, 没有你小孩子插手的余地。 她故作冷漠地说道, 陆景妍气得半死, 陆夫人却没空理会她的心情, 不乏从容地去了二楼。 刚刚叶之雪给她发了短信, 说希望今晚能安排两个孩子见面。 推开儿子的房门, 陆夫人看着阴暗的房间, 强忍淡定走到窗边, 伸手拉开窗帘。 刺眼的光闯入房间里, 驱散了屋子里的阴暗。 男人躺在床上, 漆黑的眸子深邃如同古井幽谈, 英俊的五官冷硬凌厉, 侵略性十足。 她没有睡着, 陆夫人直接步入正体。 我给你安排了相亲, 你今晚跟我去见一见女方, 只能同意。 既然只能同意, 那还相亲干什么? 直接领证就行了。 陆景颜面无表情地说, 陆夫人对儿子心疼居多, 但也有一丝道不轻的狠。 外面谁也不知道, 那场车祸除了带走儿子的健康, 还带走了丈夫的性命。 儿子已经这样了, 完全不能公开丈夫的死讯, 否则公司很多人都会不安分。 你不反对最好, 不过, 出于礼节, 原你必须见一面。 陆夫人离开后, 陆景颜仿佛又陷入了黑暗, 漆黑的眸子染上了痛苦和自嘲。 如果不是他, 父亲就不会死。 顾青在傍晚十分清醒, 顾若过来叫他。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顾若说道, 大姐, 你马上就能嫁进陆家了, 恭喜你, 陆家可是北城的顶级豪门啊。 顾青二十五岁, 还在国外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顾若的小心思根本瞒不住他。 顾若不喜欢他, 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一边叠被子, 一边等着他接下来的话。 第三章, 他配不上你。 果然, 见他没回答, 顾若又说道, 不过, 陆家虽然好, 但是陆景言已经残废了, 有传言说, 一般双腿瘫痪的人, 那方面也有问题。 大姐, 我真不希望你嫁过去, 这样跟守活寡有什么区别? 看似为他担心, 实际上, 顾若只是不希望他嫁进陆家。 就算陆景言身体出了问题, 那也是他心动过的对象。 而且, 真要嫁进陆家, 意味着, 以后顾青会过得比他更好。 顾青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直言道, 你不喜欢我没关系, 不用假装为我担心, 毕竟, 说到这里, 顾青停顿了一下, 看见他惊讶的瞪大双眼, 继续说道, 我也不喜欢你。 显然, 顾若没想到他会那么直接就拆穿了他的虚情假意, 他眼神无措,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直到顾青走出房间, 他才反应过来气得一跺脚, 骄横地说道, 神气什么啊, 真是没礼貌, 果然是在乡下长大的乡巴佬。 顾青根本没走远, 就在门口, 转身和他对视, 说道, 你爸你妈也是乡下长大的, 介意不介意我跟他们说一声, 你觉得再乡下长大的都是香巴佬。 顾若愣愣地看着顾青, 在顾青那双清冷的毛子注视下, 仿佛他所有的心思都无所遁形。 顾若更讨厌顾青了, 但他这次没有反驳顾青, 气呼呼地走了。 顾青只是对了顾若几句, 没想到顾若刚下去, 叶之雪就上来了。 他脸色看起来很不好, 顾青猜测顾若告状了, 大约是说他这个做姐姐的欺负他。 你跟若若说什么了? 叶之雪用质问的语气问顾青, 明显对他不满, 刚来就把妹妹惹哭, 他怎么没发现大女儿心机这么重? 不问青红皂白的指责语气, 让人讨厌。 顾青扯了扯唇, 他跟你说什么了? 现在是我在问你。 见顾青居然反问他, 叶之雪没来由的火大, 果然在乡下这么多年是养肺了, 一点规矩也不懂。 他说我是在乡下长大的香巴佬, 我跟他说你和爸也是乡下长大的, 按他的意思你们也是香巴佬。 胡说, 若若才不会说这种没礼貌的话。 叶之雪气得要死, 把妹妹气哭就算了, 还学会了撒谎。 厉害啊你顾青, 长本事了。 顾青觉得可笑, 非要质问他, 他回答了他又不信。 怎么, 只想听他愿意听的答案。 顾青从来不是软柿子, 气人的本事也是一流。 叶之雪不信, 他就说, 你觉得我是撒谎, 那我就是撒谎吧, 毕竟你只相信顾若, 但是让我道歉, 不可能, 你要看不惯我, 我现在就可以回乡下, 让顾若嫁给陆景言去。 他知道叶之雪的目的是什么, 毫不犹豫拿出来赌叶之雪的嘴。 你…… 叶之雪果然气到了, 想到带顾青回北城的目的, 他才把肚子里那股火气压了下去。 他就不明白了, 都是他生的, 怎么差距那么大。 弱弱优秀又贴心, 跟他说话向来只会撒娇, 惹得人心都化了。 顾青则是又没出息, 还死把爱撒谎, 果然没养在身边就不轻。 你收拾准备一下, 跟我出去见人, 还有, 衣服换了, 我让刘婶给你拿套衣服。 顾青愿意来北城, 完全不是因为这对过度偏心的父母。 看到新闻的那一刻, 顾青就认出了陆景言, 他没兴趣把自己打扮得像的花孔雀, 所以他下楼时穿的还是自己的衣服。 在楼下等着的叶之雪一看, 不满极了。 你怎么没换衣服? 不想换。 顾青懒散地回答, 你。 叶之雪突然发现, 顾青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听话好拿捏, 不过当务之急, 是敲定他和陆景言的婚事。 行了行了, 不想换就算了, 走吧。 纨绘群里, 陆景明继续追问顾若顾若, 你姐姐工作是做什么的? 虽然都在群里, 但是以顾若的身份, 平时别想跟陆家小少爷有联系。 看陆景明主动找他说话, 顾若一时间心思涌动, 生怕怠慢了陆景明, 回答得很积极。 听我妈说, 他在一个小县城里当医生。 当医生? 医生的话, 应该能更好照顾他哥。 陆景明勉强接受了他丑的事实。 叶之雪想要欺骗外人, 说顾青是景城医科大学毕业的硕士生。 顾若费了天大的力, 才考上景城医科大, 迎来别人的欣赏。 他可不想顾青不劳而获。 带着自己的小心思, 顾若装作不经意地透露道。 不过, 我姐没参加高考, 大学也没上, 应该是跟县城里医生学的皮毛。 什么? 连大学都没上。 突然之间, 顾青医生的身份都带了水分。 陆景明很难受, 也很不爽。 他哥可是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娶一个丑女就算了, 还是个没什么文化水平的。 到底是没忍住, 陆景明给他哥发了条短信。 哥, 你不要跟那个顾青结婚了好不好? 他配不上你, 听他妹说, 他连大学都没上, 长得丑就算了, 还没文化。 陆景明此时已经等在了香风阁的包间里, 这里环境优美, 舒适悠闲。 只可惜, 无论是陆景明还是陆夫人, 都没心思欣赏窗外的风景。 对于陆夫人来说, 这场相亲只是一个交易, 于陆景明来说, 只是一场见证他无能的验场。 听到手机提示, 陆景明看了一眼弟弟发来的消息, 英俊的面容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 陆夫人也看见了陆景明发来的消息, 他闭了闭眼, 说道, 景言别恨妈, 妈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儿子结婚, 私下领养一个孩子装作轻生的, 关于他的那些不好的舆论, 才会不攻自破。 陆景言唇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 他没有资格谈恨, 是他害得母亲失去了父亲。 不过陆景言还是给陆景明回了一条消息, 注意你的礼貌。 陆景明一看, 气个半死, 都这个时候了, 还让他注意礼貌, 他哥到底会不会抓重点。 而另一边, 顾清和叶之雪已经到了香风阁。 顾清身高腿长, 穿的还是平板鞋, 叶之雪穿着高跟鞋, 小跑着才追得上顾清。 第四章, 不完整的男人, 他在一旁碎碎面。 我跟你说, 你千万别跟别人说你学历只是高中生, 说是景成一科大学的硕士生, 记住了没? 他就话重提, 顾清没兴趣。 到了约定的包间, 叶之雪整理了一下仪容, 顾清则抬手敲了敲房门。 陆夫人知道, 是顾家的大女儿来了。 这门婚约是他一手安排的, 现在两个孩子马上就要见面, 他心思却复杂不已。 曾经, 景颜是他的骄傲如果不是这场车祸, 他的孩子该配上最优秀的女人, 而不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女孩。 陆夫人心思很微妙, 他不希望别人嫌弃他儿子, 却又瞧不起为了金钱甘愿祸害女儿下半生的顾家。 进来, 他端着架子, 听到回应, 顾清把门推开。 陆夫人和陆景颜同时朝门外看去, 女生穿着简单的卫衣休闲裤, 长发梳在脑后, 额前留着几缕细碎的绒发。 妆容很简单, 但她却很漂亮, 干净清透, 是一眼就能吸住别人眼球的漂亮脸蛋。 比起这北城的名媛淑女, 容貌不输半分。 她看起来安静又清冷, 气质上很出挑。 陆夫人愣了一下, 眼里闪过一丝惊艳, 好标志的姑娘。 陆景颜则皱了眉头。 你是, 顾家。 陆夫人迟疑地问出口, 身后的叶之雪挤了进来, 脸上堆满讨好的笑容。 亲家, 是我, 小叶啊。 她一手拉着顾清, 笑容满面地说, 这是我女儿, 顾清。 看见陆夫人惊艳的神色, 叶之雪十分满意。 顾清长得像顾云飞, 这张脸很拿得出手。 叶之雪庆幸顾清, 还有一丝让她骄傲的价值。 这是顾清。 陆夫人看着顾清, 这张标志漂亮的脸蛋和出众的气质, 实在无法把她跟小儿子说的丑联系在一起。 这都叫丑的话, 北城怕是没有漂亮的姑娘了。 她眼里闪过一丝欣喜, 庆幸这姑娘不像小儿子说的那样。 虽然她想给儿子选个好拿捏, 不会把儿子的事情抖出去的儿媳, 但还是不希望太丑, 毕竟是陆家的儿媳妇, 太丑了也带不出去见人。 叶之雪一看陆夫人这表情, 就知道她很满意顾清, 心底止不住骄傲, 到底是他生的, 论长相, 她家顾清比北城那些名媛千金 不知道漂亮多少倍。 亲家, 这就是顾清。 她笑着又说了一句, 啊, 快请坐, 陆夫人语气热露了几分。 两位妈妈客套寒暄, 顾清的视线却看向了对面的陆景颜。 男人穿着纯黑色的衬衫, 她坐在轮椅上, 腿上盖着薄薄的毛毯。 察觉到顾清的视线扫过她的腿, 陆景颜垂在膝盖上的手下意识握紧, 一双眸子却冷淡平静, 似乎并不在意别人看她双腿的视线。 两人眼神对视, 顾清丝毫没有被抓包的尴尬, 她体面地朝她露出微笑。 她还是和以前一样, 冷酷凌然, 哪怕坐在轮椅上, 周身的气势依旧那么地让人不可忽视。 两人对视间, 陆夫人招呼叶之雪和顾清坐下。 叶之雪把顾清夸得像仙女下凡, 要多优秀有多优秀, 无非就是怕陆夫人最后不满意。 陆夫人对顾清的外貌条件很满意, 不过她很不喜欢叶之雪那极力推荐的模样, 仿佛这不是一场相亲, 而是在卖什么货品。 儿子的腿已经这样了, 即便陆家再好, 也落了下城。 叶之雪把自己女儿的地位摆得太低了。 让陆夫人产生一种错觉, 只要能让女儿嫁进他们陆家, 叶之雪不在乎女儿到底会不会被人看底, 或是被人欺负陆夫人是瞧不上这种母亲的。 顾清和陆景颜两个当事人话都少, 只能靠陆夫人和叶之雪在那里活跃气氛。 两方聊了一会儿, 陆夫人问道, 顾小姐, 我听你妈说, 你是从景成医科大学毕业的硕士生, 是吗? 陆夫人很在意这个问题, 对方是医生的话, 那会更方便照顾自己的儿子。 终于提到这个问题, 叶之雪深怕顾清和之前一样死板, 否定这个说法, 她下意识掐了顾清一把。 这个动作, 她以为做得很隐蔽, 却还是被陆夫人和陆景颜看见了。 陆夫人微不可见地皱了下眉头, 陆景颜则一副冷漠的表情, 顾清抬眸看向陆夫人, 从容地放下碗筷, 取了一旁的餐巾擦了擦嘴, 这才说道, 不是, 陆夫人脸色微愣, 叶之雪则脸色大变, 该死的, 她果然还是那么死板, 她怎么就生了那么一个不知变通的女儿? 当面拆她的台, 以为自己很厉害吗? 叶之雪气得都快心梗了, 偏偏这个时候, 她还得想尽办法圆场, 正要说什么, 忽然听见顾清说, 我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叶之雪震惊地看着顾清, 脸色变了好几次, 偏偏顾清还一副淡然的表情, 叶之雪都快呕死了, 她知道顾清在乡下被养歪了, 但是没想到撒谎的本事这么厉害, 说她是锦承一科大毕业, 都抬举她了, 她居然还敢说自己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真当所有人都是傻子吗? 撒谎也不知道挨着编辑, 陆夫人也很惊讶, 她看了顾清一眼, 又看了一眼脸色尴尬的叶之雪, 恍惚间心里明白了什么, 眉头皱得更深了, 陆景颜则沉默地看了顾清一眼, 顾清再次朝她仰起淡淡的微笑, 她的笑容很有亲和力,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因为她的笑, 陆景颜原本压抑的心情, 莫名有了一丝好转, 她仓促地别开了视线, 眉头紧锁, 一种说不出的自卑笼罩在心头, 不是因为她的优秀, 而是她温柔美好的笑, 能上耶鲁大学很优秀, 陆夫人语气淡淡地说道, 态度明显没有之前热露, 上耶鲁大学的哪个不是顶尖才子, 只谈优秀都是谦虚说法了, 叶之雪知道, 陆夫人已经看出顾清在撒谎了, 但她还得硬着头皮接, 哼,是挺优秀, 这不, 优秀的我都记错了, 学校都记成了我们若若马上要读的学校了, 因为这一出, 饭桌上的气氛异常尴尬, 陆夫人直奔主题, 顾清这孩子, 我很满意, 相信景妍也很喜欢, 我们两家的婚约, 妈, 陆景妍打断了陆夫人剩下的话, 第五章, 我想帮你, 陆夫人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眼神带着警告的意味, 陆景妍没理会, 我想跟顾小姐谈谈, 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陆夫人还能说些什么, 她知道儿子要说的是什么, 她这儿子要真有那么听话就好了, 多半是想劝退人家姑娘, 沉沉地叹了口气, 陆夫人保持着体面, 看来, 景妍想跟青丫头私底下联络一下感情, 亲家, 我们先出去, 叶之雪开口叫亲家, 那是八姓不得想攀亲, 陆夫人这一句, 却是提醒陆景妍, 别妄图改变结局, 叶之雪受宠若惊, 没想到顾清撒了那么大的谎, 陆夫人还能不计较, 她高兴地A了一声, 笑道, 成, 是该给两个孩子留些相处的空间, 她拍了拍顾清的肩, 语气暗含警告, 亲儿, 记得好好照顾景妍, 她现在可是女未婚夫了, 顾清低头喝了口茶, 唇角浮现一丝淡淡的笑意, 她讨厌叶之雪, 可说陆景妍是她未婚夫这句话, 她心里是开心的, 等两人走了, 陆景妍才开口, 我的腿已经废了, 以后一辈子都会这样, 低沉的声音冷酷沙哑, 像是许久没有开口说过话一般, 冷漠的语气听起来有些无情, 但是顾清明白, 她是在提醒她, 她将要嫁的是什么人, 嗯, 还有呢, 顾清抬头看向她, 想到那些难以启齿的问题, 眼眸里的黑暗几乎将她淹没, 但她还是撕开了自己的伤疤, 说出事实真相, 我已经不算一个完整的男人了, 给不了你幸福, 也给不了你一段正常的婚姻, 母亲想给她找一个伴侣, 目的除了堵住那些舆论, 还有维护公司的稳定, 可这些不该作为囚禁一个女人婚姻的理由, 嫁给她, 无异于葬送自己的婚姻和幸福, 她毁了, 没必要搭上别人, 顾清绕过圆桌, 来到她面前, 现在的陆景颜, 看谁都得仰着头, 可顾清却缓缓蹲在了她面前, 仰头看着她, 自从出车祸以后, 这是陆景颜第一次不用仰视别人, 我能摸一下你的腿吗? 顾清问, 她问得很诚恳, 青头的毛子干净简单, 不染一丝尘埃, 仿佛在问的, 不是一个下肢瘫痪的残疾人, 而是在与一个正常人交流, 她不向其他人, 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她的伤疤, 自从出车祸以后, 家里每个人看她的眼神, 都带着怜悯与惋惜, 他们没有说什么, 眼神却时时刻刻都提醒着她, 陆景颜, 你已经是个废人了, 除了双腿不能行走, 你连一个正常男人都不是, 众所周知, 下身瘫痪的人, 常常伴随着性功能障碍, 她就是其中一例, 外界早有流言, 揣测她还能否认到, 当那种流言对应的是真实事件时, 所带来的伤害, 比利刃穿心还要让人窒息, 陆景颜漆黑的眸子如同深渊, 凝视着顾青,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顾青点头, 眼神依旧平静, 知道, 在此之前, 他们并不认识, 陆景颜却从她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感觉, 她摸不清那样的感受, 她下意识答应了她, 好, 终于得到她的允许, 顾青眼底绽放出温柔的笑意, 陆景颜晃了下神, 顾青的手指已经触碰到了她的腿, 陆景颜能看到, 但她腿部没有任何感知力, 她看见对方纤细的手指从她的膝盖开始, 一点一点, 慢慢往上游走, 这要是寻常人, 可能会觉得她在跟她调情, 但陆景颜不是寻常人, 她现在是个下肢瘫痪, 没有任何感知的废人, 顾青的手指停留在她大腿上, 轻轻点了点, 仰头问她, 能感觉到吗? 陆景颜摇了摇头, 顾青的手指继续往上, 眼看已经到了她大腿根部, 陆景颜下意识抓住了她的手, 你做什么? 她语气有些凌厉, 顾青浅笑一声, 配合着她的手离开了她的大腿位置, 陆景颜, 我想帮你, 帮我, 陆景颜沈笑, 帮我什么? 帮你治好你的腿, 这话犹如平地, 炸开一声惊雷, 她表情太过认真, 让陆景颜觉得荒谬的同时, 竟然有了几分莫名其妙的期待, 回过神来, 陆景颜自嘲地笑了笑, 无数名医看了她的情况, 都说无能为力, 她竟然对一个刚见面的女人产生了期待, 你知不知道, 这样的玩笑, 对一个残疾人伤害有多大, 哪怕她比他, 都比这样的玩笑要来得温柔, 陆景颜握着她的手慢慢推开, 我是认真的, 顾青来北城, 全是为了陆景颜, 她不想半途而废, 陆景颜冷漠地看着她, 那我能知道, 你为什么要帮我, 又凭什么觉得你能帮我吗? 顾青迟疑了一瞬, 她其实已经看出来陆景颜把她忘了, 你不记得在美国唐人街发生的事了吗? 陆景颜很确定, 她没有见过顾青, 她长得很漂亮, 是人群中一眼就能吸引别人目光的女人, 如果见过, 她不可能对她没有一丝印象, 她缓缓摇头, 我去过唐人街很多次, 但我没见过你, 果然是这样, 顾青叹了口气, 也许跟她这次车祸有关, 她现在不清楚她的具体病情, 只能看了再做决定, 也是, 不然她怎么能忘记她呢? 再健忘, 也不至于忘记自己追求过的人是什么样的, 除了失忆, 而她现在最大的可能就是失忆了, 陆景颜, 我现在不确定你的病情, 等我看完你的病历之后会给你具体答复, 但是, 你能不要急着推开我吗? 陆景颜看着她迟迟没有说话, 对上她那双仿佛能看透人心的眼眸, 拒绝人向来干脆的陆景颜, 头一次迟疑了, 沉默了半赏, 她竟然脱口而出, 好, 过了半赏, 又补充了一句话, 只要你治好我的腿, 我可以给你们顾家想要的一切, 但是我的情况不适合结婚, 嫁给我, 你只会守活寡, 顾清愣了一下, 随即想到什么, 下意识地朝她裤子那里看了一眼, 你, 那一眼, 让陆景颜觉得狼狈羞耻, 对上她轻亮的双眸, 她甚至有种想要落荒而逃的感觉, 第六章, 别推开我, 她双手紧紧地握住轮椅上的扶手, 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才克制内心的自卑, 用极度平静的语气道, 如你所想, 一个残废的人, 还伴随着什么病况, 我都有, 她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顾清也懂了她想表达的意思, 对上她黑暗的眼眸, 总觉得那里被一片阴影覆盖, 顾清的心莫名疼了一下, 完全无法想象, 曾经那个金贵骄傲的陆家大少爷, 会变成现如今这番模样, 她不是因为不想联姻而拒绝, 而是因为自卑, 她下意识握住了她的手, 陆景颜, 她双目灼灼, 眼神炙热, 那样的眼神灼烫了陆景颜, 自她出车祸以后, 她几乎隔绝了所有人的关心, 因为不想看到任何人怜悯的眼神, 她是第一个被她推开之后, 告诉她别推开她的人, 就连她的母亲都主动推开了她, 鬼使神差的, 她答了一句, 好, 话音落, 她瞬间灿笑如花, 明晃晃的笑容美丽温柔, 就这么说定了, 陆景颜就这么迷失在了她甜美的笑容中, 忘了自己的目的, 恍惚间她才反应过来, 这个刚见面的女人似乎拉低了她的底线, 很多在外人面前不能退步的事, 在她这儿都莫名其妙退步了, 到最后还说了订婚和结婚的事, 她原本的目的是来劝她拒绝的联姻的, 却演变到了这般地步, 顾清跟陆景颜在里面谈了不到二十分钟, 就把联姻的事情说好了, 相亲结束, 两家分开, 叶之雪刚坐上车, 脸上堆挤的笑容立马垮了下来, 想起刚刚陆夫人那别有深意的暗示, 她就觉得丢脸, 她忍不住鼠落顾清, 你个没皮没脸的死丫头, 我之前叫你说的话, 你全都忘记了是不是, 我让你说是从锦城一科大毕业的, 都不得了了, 你竟然跟别人说你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撒个谎也不知道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吗, 顾清打断她, 我没有撒谎, 她眼神平淡, 毫无波澜, 更没有一丝谎言被戳穿的羞耻感, 叶之雪差点都要相信了, 但是她知道顾清没有读过大学, 不过就是一个高中学历罢了, 看见顾清死活不愿意承认自己说谎, 叶之雪气氛的同时, 心里又多了几分嫌弃, 真是再乡下也惯了, 什么坏性子都学, 说她是从锦城一科大毕业的, 都是抬举她, 若若辛苦努力三年, 才好不容易考上锦城一科大学, 你知道考上一个名牌大学有多难骂, 别说是耶鲁大学那样的顶尖名校, 她斜斜地腻了顾清一眼, 骂道, 现在好了, 扯了天大的谎话, 缘都缘不回来, 你没看见你说自己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 陆夫人都没怎么接话了吗, 谁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我们顾家的脸都被你一个人丢尽了, 撒谎成性, 叶之雪会这样想, 顾清一点都不意外, 毕竟在她眼里, 她就是一个没文化没教养的乡下丫头, 她从不愿意了解她, 一个做母亲的做成这样, 也真是失败极了, 听到叶之雪拿顾若跟她对比, 顾清觉得有些好笑, 顾若辛苦努力三年才考上的大学, 现在正努力邀请她去当讲师, 如果叶之雪知道这件事, 恐怕得气疯吧, 她讥讽道, 我说我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 你觉得是撒谎, 那从锦城一科大毕业的, 就不是撒谎了吗, 顾清看着叶之雪, 面对自己的母亲, 心底的所有期待消失殆尽, 她声音冷得发寒, 你别忘了, 是你教我说的谎话, 而且撒谎诚信的是你, 不是我, 叶之雪被堵了一嘴, 有些惊讶, 回过神来, 正要张口训斥她没礼貌, 顾清打断她, 我没兴趣听你讲这些, 你想要的不过是跟陆家联姻, 现在目的达到了, 你满意, 我也满意, 没必要说别的, 正好这时, 车子驶入顾家别墅, 顾清没再给她回话的机会, 下车禁止往大门走去, 被自己的女儿堵得说不出话, 叶之雪看着她的背影, 眼里的不满升到顶点, 野丫头就是野丫头, 不知天高地厚就算了, 还没半点规矩, 跟自己的母亲这样说话, 肯定是在的时候, 那个乡下那死老太婆娇的, 要不是因为陆景颜双腿残废, 不算个正常男人, 他舍不得让小女儿一辈子的幸福被葬送, 又怎么会同意把顾清从乡下接回来, 果然只有养在身边的, 才是最亲的, 顾家别墅有四个楼层, 一楼是起居室, 二楼是家里人的卧室, 三楼几个房间是杂物间, 四楼是客卧, 说起来好笑, 分明是一家五口, 可只有顾清的房间被安排在了三楼的走廊尽头, 杂物间旁边, 而二楼多出的那间房是专属于顾弱的书房, 如果没有联姻这件事情, 他们或许这辈子都不打算将他接到这里来, 所以叶之雪对他的态度顾清并不惊讶, 只不过心里还是会有说不清到不明的不甘, 他往楼上走, 听见上方传来一阵脚步声, 他抬头看过去, 一个身高一米七几的男孩从楼梯上迎面走下来, 男孩穿着嘻哈套装, 俊俏的脸蛋还有稚气没有退进, 顾清没见过他, 但从他大大咧咧的走路姿势跟穿衣打扮上, 不难知道, 他就是那个素未蒙面的弟弟, 顾清看见顾成的同时, 顾成也看见了顾清对方扎着一个马尾, 身上穿的也很普通, 可他的相貌却不如他的穿着那样普通, 他生得惹眼漂亮, 顾成几乎一瞬间就猜到, 这是他大姐, 之前听纹裤群里那些人讨论, 说他大姐长得丑, 那会儿他还觉得有些尴尬, 现在他只觉得被打脸了, 精致的五官未失粉带, 却漂亮极了, 眼里有种说不出的清朗, 看见跟自己有几分相似的眼眸, 顾成更加肯定, 这个女人就是他那个大姐, 说他丑的消息, 到底是谁造谣的, 本来顾成对这个大姐没有感情, 但也不排斥, 可谁让他一来就欺负对他最好的二姐, 顾成冷吃一生, 就算长得好看又怎样, 第七章, 樊打找茶弟弟, 顾成想起顾若在他面前诉的苦, 心里对顾清就越发不满, 他二姐好心提醒他在外人面前要讲礼仪, 可他却把二姐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还反过来将二姐骂了一通, 顾成跟顾若两姐弟从小到大感情好, 他绝对不允许别人欺负他二姐, 心里这样想着, 他双手插在兜里, 撞似随意地抬脚下楼, 顾清只在顾成脸上停留了两秒, 就收回了视线, 顾若都不欢迎他这个外人, 这个从未见面的弟弟, 他更没什么指望, 怎么讨厌他这个外来者都无所谓, 只要别在他面前作妖就行, 但是他们姐弟俩似乎狠心有灵犀, 总想让他动粗, 顾清在经过顾成身边的时候, 余光瞥见他突然伸出来的一只脚, 顾清冷笑, 想绊倒他, 让他摔下楼, 不等顾成得逞, 顾清先一步抬脚踩在他脚背上, 顾成的姿势是往前走的, 被顾清踩住脚背时, 脚已经快抬起来了, 被这么一扮, 身体下意识往前倾, 顾清顺势往他背后一推, 顾成反应不及, 被顾清推下了楼梯, 他惊恶地失声叫出, 啊, 刚叫出声, 就从楼梯上面滚了下去, 顾清转身, 冷眼俯视着地上的顾成, 他双膝跪在地上, 两只手撑着边上的扶手, 顾成膝盖疼得钻心, 一时间没有力气站起来, 刚到家的夜之雪, 看见这一幕, 吓得瞪大了双眼, 成成, 他紧张极了, 赶紧跑过去, 将顾成扶起来, 顾成正准备骂出脏话, 听到夜之雪的声音后, 瞬间变成了委屈, 妈, 大姐她把我从楼上推下来了, 顾清今天的行为, 本来就让夜之雪感到非常不满意, 现在又将顾成从楼上推下来, 这让她怒气更胜, 之前为了两家联姻, 她才能忍她的恶劣性格, 但儿子就是她的命, 谁敢欺负儿子, 就是拼了命, 她也要教训对方, 她冷眼瞪着顾清, 立一声质问, 为什么要推你弟弟, 顾清冷冷地看着装委屈的顾成, 心里审笑, 不愧是两个好姐弟, 就连演戏的套路都是一样的, 面对夜之雪的质问, 她回答得漫不经心, 她先伸脚伴我, 我只是以牙还牙, 给她一个教训而已, 她语气很淡, 不是急于解释, 而是在冷静地陈述事实, 顾成到底是个十五岁的小孩, 看见顾清一副冷静的模样, 心里莫名有点慌了, 怕夜之雪相信她的话, 她抓住夜之雪的胳膊, 拖着哭腔插开话题, 妈, 大姐她就是故意把我推下楼的, 我没有想要绊倒她, 啊, 我腿好痛, 是不是骨折了, 这段时间陆家长子陆景言, 双腿残疾的事情, 成为了整个北城的新闻, 大家都因为这个天之骄子的陨落, 而叹息, 夜之雪一听儿子腿疼, 就有点草木皆兵, 她连忙安慰儿子, 别怕, 妈马上送, 你去医院, 不过顾清不嫌不淡的态度, 彻底惹怒了她, 拿手机打了救护车电话后, 夜之雪才有心思收拾顾清, 才刚把你接回来, 就想在弟弟妹妹面前搞下马威了是不是, 看来我今天不教训你, 你都不知道谁是你妈了, 说完, 夜之雪两步并三步地冲上楼梯, 来到顾清面前, 抬手朝她脸上扇过去, 眼看那一巴掌就要落到顾清脸上, 顾清及时将她手腕倾住, 并用力摁了下去, 夜之雪惊讶地看着她, 你绝敢, 她刚开口说话, 握着她手腕的力气就增大了, 疼得她倒吸一口凉气, 顾清与她视线相对,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说了, 是她先准备绊倒我, 我才退她下去的, 夜之雪, 我从不期盼你能公平对待我, 但你也别想因为别人而欺负我, 你想要我嫁给陆景言, 得到你想得到的一切, 就最好别得罪我, 否则, 你只能让你最疼爱的小女儿嫁过去了, 说完, 顾清松开她的手, 夜之雪被猛地甩开, 身体下意识往后退了两步, 差点摔下楼梯, 还好及时扶住了扶手, 顾清头也不会上楼去了, 夜之雪还没从她说的话中回过神, 愣愣地看着她肃然冷漠的背影, 脑海中浮现出顾清那双眼睛, 她清澈的双眸中透着一股狠劲, 此刻, 对她本就没什么了解的夜之雪感到陌生极了, 印象中, 弱弱出生之前, 这丫头和她通电话, 还是唯唯诺诺的, 她一直觉得她是很好掌控的, 最可怕的是, 她感到陌生的同时, 还有种隐隐的不安, 如果之前换衣服与不按照她的要求说谎的那两件事, 说明顾清不是一个好拿捏的角色, 那这几句话便足以证明她的心迹城府不是一般的神, 短短几句话, 说明了她时刻关注着北城的事, 也说明了她完全清楚, 他们为什么把她从乡下接回来, 那么清楚他们的目的, 还愿意过来, 她是在打什么主意, 夜之雪顿时有些质疑, 这件事究竟是不是正确的, 送她去陆家, 到时候她成了陆家人, 那陆夫人答应给他们家的好处, 顾清会不会从中作梗, 夜之雪心思复杂, 还有很大一部分情绪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羞耻, 她在顾清身上盘算的那些心机, 自以为一个从小在乡下长大的丫头, 是不会看穿的, 毕竟在乡下长大的孩子, 大部分都有些面对外面世界的胆怯, 因为她也是从乡下走出来的, 刚到大城市那几年, 她有多么怕生, 她自己是知道的, 没想到顾清什么都明白, 自己在她面前仿佛是个跳梁小丑, 可心中却又不失怪异的愧疚, 她好歹是自己的女儿, 自己的心有多偏, 她比谁都清楚, 但是转念一想, 顾清作为自己的女儿, 不就应该为自己分担忧愁吗? 而且让她嫁给陆家, 以后她一辈子的荣华富贵想不尽, 可顾清那个死丫头, 却用那样的语气和态度跟她说话, 果然是跟那老太婆待久了, 成了没教养的野丫头, 顾成也被顾清那番话给惊讶到了, 但她没那么多心思, 只是心里更加印证了二姐说的话, 她这个大姐顾清, 真的是一个心思恶毒, 野蛮粗暴又没出息的乡野丫头, 第八章, 她没有撒谎, 陆家这边, 陆夫人坐在沙发上, 一边沏茶, 一边与陆景言谈话, 那位顾家大小姐模样还算不错, 就是从小没跟在父母身边, 也没受到过好的教育, 陆夫人并不是贤贫爱妇的人, 但在教育背景方面, 多多少少是在乎的, 他们陆家身份地位在北城说二, 没人敢称一, 她并不在乎女方的家世, 但要是文化程度相距太大, 总是不好相处的, 想起餐厅里, 顾清说她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陆夫人心思淡然, 顾家那孩子谎撒得确实有些大了, 不过没关系, 这些都可以等她嫁过来后, 好好调教扭转回来, 她递给陆景言一杯茶, 陆景言结果搭在双腿上, 她一只手托着杯底, 一只手掌着茶盖, 低沉的嗓音缓缓而出, 她没有撒谎, 听了她这话, 陆夫人倒茶的动作顿住, 她放下茶壶, 问她, 什么意思, 你怎么知道她没撒谎, 陆景言没再开口, 她垂下眼眸, 视线落在茶杯边缘的那滴水珠上, 脑海中却是浮现 顾清与她对话时的模样, 她蹲在她面前, 抬头看着她, 细长的手搭在她毫无知觉的双腿上, 认真的承诺, 我会帮你, 在这之前, 她并不认识她, 这也是她们第一次见面, 但有些人似乎就有种特别的魔力, 很微小, 却很坚韧的魔力, 会让人很愿意相信对方, 而顾清就有这种魔力, 从她开口说自己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 她就没怀疑过她, 那样一双干净的眸子, 那样真诚的眼神, 她觉得她不屑于撒谎, 陆夫人见陆景言沉默, 忽然想起刚才顾清跟她单独聊了一会儿, 或许是她那时对她说了些什么, 自从那场车祸之后, 陆景言的脾气变得更加孤僻寡淡, 时常听她只说一两句话, 忽然就没了兴致, 然后默不作声陆夫人张了张嘴, 但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最终叹了口气, 罢了罢了, 不管这顾清到底撒没撒慌, 既然注定了要成为她陆家的儿媳妇, 以后好好教育就是, 自然, 陆夫人是不信奈话的, 毕竟当时那丫头说自己是耶鲁大学毕业时, 叶之雪意外的态度太明显了, 有那样优秀的女儿, 她又怎么会舍得不带在身边, 也不知道那丫头跟儿子说了什么, 竟然让她聪明锐利的儿子也信了她的话, 顾清躺在床上, 看着不久前跟陆景言家上的微信, 她没多犹豫, 点进对话框给她发消息, 到家了吗? 陆景言看见这条消息, 蹴了下眉, 思考了一会儿, 回了一个字, 嗯, 看见这个字, 顾清突然笑了起来, 以前追她的时候, 话可没那么少, 她的微信是一个纯白色的头像, 而陆景言是一个纯黑色的头像, 如果放在别的男人身上, 这种回答不是故作高冷, 就是不耐烦想快点结束聊天, 但陆景言真不是, 她就是这样的人, 对不感兴趣的人态度永远冷淡, 顾清清楚她的性格, 她问道, 把你的病例单发给我看看, 陆景言握着手机的手指手紧了下, 陆架给她请过的名医数不胜数, 但最终都没着好她的腿, 陆景言不是没期待, 有天能和正常人一样下地行走, 但她经历过太多次失败了, 她低下头,目光落在被宝毯遮盖的双腿上, 眉头紧锁, 她应该再尝试一次吗? 正当陆景言陷入困惑时, 手里握着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她点开看了一眼, 顾清发来三个字, 相信我, 明明只有简单的三个字, 却让陆景言感觉胸腔被一股热流充斥, 陆景言眸色变身, 她真的还能再站起来吗? 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抹撒, 她想, 已经失败了那么多次, 或许也不差这一次, 她应该试一试, 顾清躺在床上等了大致五分钟, 终于收到了陆景言发来的一份文件, 她不觉仰起唇角, 回复她, 给我点时间, 等看完病例, 我再跟你商量治疗方案, 陆景言回复, 好, 这句话后, 顾清没回复了, 陆景言也没再说话, 顾清仰面盯着天花板看了会儿, 想起过去的总总, 还是忍不住问她,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她那时, 都已经准备答应她的追求了, 只是后来发生了很多事, 让他们没了联系, 看见这句话, 陆景言回想起跟她在湘峰阁单独谈话时, 她也问过她, 是不是不记得美国唐人街发生的事了, 陆景言促眉仔细回想, 可对于顾清还是完全没有印象, 她疑惑地说道, 抱歉, 我没什么印象, 你以前认识我吗? 果然如此, 这是顾清看见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 那场车祸让陆景言失了意, 但在她的记忆中, 她是没有失忆的, 所以, 她只是简单地以为自己以前见过她, 而她没见过自己, 这种情况有些复杂, 好似只忘记了她一个人, 看来得一步一步慢慢治疗了, 算了, 以后再说, 顾清忙着看病例, 现在主要问题是她的腿, 记忆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陆景言看着聊天框里顾清发来的这句话, 薄薄的唇线抿成一条直线, 晚上, 顾若从外面回来, 她身后跟着两个庸人, 庸人手里捧着块高出头顶的书籍, 这些全都是各国医术大师的著作, 她自己怀里也拿着一本七八厘米厚度的医书, 能被她单独捧着的, 是她最喜欢的, 看见叶之雪坐在沙发上, 顾若连忙跑过去跟她分享, 妈妈, 你看, 我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我偶像艾文的出版书了, 顾若一边说, 一边翻开给她看, 她的作品真的很棒, 而且每一次的见解都特别厉害, 我觉得她都堪称当时画佗了, 说到这, 她又皱起眉毛叹气, 但是她实在是太神秘了, 从来都没有露过面, 除了一个英文名, 国籍, 性别, 长相, 我们对她一无所知, 这么厉害的人, 要是可以跟她见一面就好了, 顾若从小到大学习就好, 一直都不需要叶之雪操心, 看见女儿这么用功, 叶之雪十分欣慰, 摸着她脑袋笑着说道, 我们家若若真怪, 不仅学习认真, 还听话懂事, 家业是要给儿子继承的, 所以, 女儿不需要学习怎么管理公司, 只要能在某些领域有些名气, 让她脸上有光就行, 她停顿了下, 想起顾青那张冷冰冰的脸, 冷声说道, 不像你姐姐, 一天到晚, 便招法的气人, 还好儿子只是皮外伤, 要是伤到根本, 她要顾青付出代价, 听见顾青被叶之雪骂, 顾若心里莫名舒适, 第九章, 我们联手, 她喜欢陆景颜, 但是她的喜欢没有盲目到, 让她嫁给一个残疾人的地步, 她不嫁, 但也不愿意让别人嫁给她, 所以对于顾青, 她心里是有敌意的, 压制住心里的得意, 顾若做出关心的样子, 问道, 妈妈, 大姐做错什么事了, 让您这么生气, 叶之雪像是找到了烦恼宣泄口, 把顾青在陆家人面前撒的谎全都跟顾若说了一遍, 那可是耶鲁大学, 她以为是什么三流院校吗, 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说自己是里面的学生, 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别人, 我们在撒谎吗, 我今天的脸算是被她丢完了, 我自己推下楼, 要不是阿诚没事, 我非扒了她的皮不渴, 顾若文言觉得不可思议, 她这位大姐, 未免太过一想天开了吧, 还真是个香巴佬啊, 一点见识都没有, 撒谎也不知道撒个靠谱的谎, 竟然把自己跟耶鲁大学捆绑在一起, 真当别人都是傻子吗, 顾若忍着笑安慰了叶之雪几句, 这才回了房间, 她习惯性看一下, 纹裤群里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点开一看, 发现自己被陆家二少陆锦铭重点艾特了, 能被陆家人关注, 她必然是开心的, 顾若把消息划到上面去, 重新看了一遍, 群里面最先有人艾特陆锦铭, 问他哥哥陆锦炎跟顾青的相亲状况, 陆锦铭回答得很敷衍, 看得出他对这个未来嫂嫂并不待见, 接着陆锦铭就艾特顾若, 问他, 你那个姐姐, 什么情况你清楚吗? 性格怎么样? 顾若知道妈妈想让顾青嫁给陆锦炎, 叶之雪让顾青谎称仅成一颗大的事情, 直接说是顾青骗陆家说自己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学生, 杨斌这个和陆锦铭玩得最好的小顽酷最先发出嘲笑, 耶鲁大学? 我没听错吧? 草, 这种谎都能撒? 不, 格局真大, 陆锦铭看了后, 只觉得眼前一黑, 他妈到底给他哥找了个什么样的人啊? 长得丑就算了, 没什么文化就算了, 居然还是个撒谎精, 真是见鬼, 果不其然, 群里的人看见后骂声连连, 顾若一点家族荣誉都没有, 看见别人贬低他自己的姐姐丝毫没觉得蒙羞, 反而弯纯笑了起来, 但他还是在外人面前维持着单纯善良的形象, 他为顾青辩解说, 我姐姐他这么说, 是因为害怕被人看不起, 所以才想出这种办法, 他人很好的, 也没什么坏心思, 只是一直在乡下生活, 到了大城市, 难免胆气害怕, 你们不要这么说他, 群里那些人很快回复, 行了顾若, 如果我们知道他是你清俭, 你也别为他圆谎了, 又有些人说, 是啊, 他这种人说什么害怕被人看不起, 不就贪慕虚荣, 爱攀比吗, 自己没什么本事, 乱说谎, 还让家里人跟着一起丢脸, 看见群里人言语中都对顾青充斥着轻蔑跟不满, 顾若满意地笑了起来, 陆景明应该会去阻止两家人联姻吧, 和他想象中一样, 陆景明看到群里那些人说的话, 被气了都半死, 这种女人要是真的嫁给了他哥, 陆景明要是能乖乖听话, 那也能勉强接受他, 现在看来, 他这么一个撒谎精, 如果真的进家里来了, 指定会闹出什么祸事, 他哥性格寡淡, 对很多事情都不在意, 没这个女人心机深, 万一到时候被他算计怎么办, 不行, 他绝对不允许他哥拜在这个女人手上, 陆景明这样想着, 立刻在顽固群里面找到顾若的微信号, 向他发出添加好友的邀请, 顾若收到好友邀请这条消息提醒的时候, 差点以为自己看走眼了, 陆家二少陆景明竟然主动向他发出了好友申请, 除了惊讶疑惑, 顾若更多的是感到欣喜, 他们家虽然也算北城的豪门, 但其实只是北城豪门的底层, 而陆家则是北城豪门顶尖的存在, 因为杨斌跟陆景明关系好, 陆景明才会进入这个群, 实际上陆景明跟他们是完全没有什么交集的, 他努力压抑着兴奋, 快速同意了陆景明的好友申请, 又假装矜持地问他, 陆少, 请问有什么事吗? 陆景明很快回复, 咱俩见个面, 顾若差点尖叫出声, 虽然说他之前喜欢的是陆景言, 但是陆景明在众多公子哥里, 也是数一数二的人才, 而且现在陆景言已经残废了, 能跟陆景明走近, 是多少女人都羡慕不来的, 顾若咬着唇绊, 快速打字, 陆少, 这样真的方便吗? 会不会太突然了? 陆景明白眼差点翻到天上去, 这个女人在想些什么? 他单手敲字, 解释自己约他见面的目的, 你也不希望顾青嫁给我哥吧? 我们联手, 一起想办法阻止这场联姻怎么样? 顾若原本以为陆景明可能对自己有意思, 没想到, 他竟然也这么讨厌顾青, 讨厌到要和自己联手一起将顾青拉下去, 让他和陆景言联不了姻, 更没想到, 陆景明竟然打算和他联手, 这对于他来讲, 真是一个意外之喜, 既能阻止顾青嫁给陆景言, 又能和陆景明拉近关系, 可谓是一箭双雕, 顾若恨不得立马点头答应陆景明一起联手, 但在他面前, 还是要装作在乎顾青的样子, 不然他讨厌得太明显, 天真善良的形象就没了, 男人嘛, 不就喜欢女人看起来乖巧又善良的模样? 陆绍, 这是我们两家父母决定的联姻, 我们不能那么做的, 而且能嫁给陆大少, 是我姐姐的福气, 我作为妹妹, 应该为她感到高兴才是, 怎么可以阻止呢? 陆景明跟顾若以前在私底下没接触过, 现在只跟他聊了几句, 就没了好感, 他见惯了尔虞我扎的场面, 别人图几个字, 就能分清是人话还是鬼话, 对于顾若这种茶里茶漆的发言, 陆景明一眼就看出来了, 如果他真的是为他结吼, 他就不会把顾青做的那些丑事, 在群里面广而告知了, 姐姐不是好姐姐, 这妹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第十章, 你可真善良, 陆景明最厌恶这种又当又利的人, 要不是为了他割下半辈子的幸福, 他才懒得跟这种愚蠢的女人来往, 为了达到目的, 陆景明忽略顾若隔着网线都能散发出来的茶香, 继续跟他虚与威仪, 配合他茶色表演, 嫁丢我哥真的是他的福气吗? 他从小在乡下长大, 又没上过大学, 没见识没文化, 嫁到我们这种家庭, 他能适应吗? 到时候参加宴会跟人应酬, 怕是连话都答不上两句, 而且, 我哥虽然残废了, 但他脑子没坏, 他还是那个商场上运筹帷幄, 学识渊博的陆景颜,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对等, 和我哥在一起, 你姐姐不会幸福的, 顾若才不在乎顾青受不受委屈, 幸不幸福, 他只在乎怎样才能破坏顾青跟陆景颜的联姻, 真想现在就和陆景明见面, 聊一聊怎么阻止联姻的计划, 不过还是得等一等, 他不能表现得这么心急, 消息发出后没收到回复, 陆景明知道顾若还在假装矜持, 接着引导他, 他对外谎称自己是名校毕业, 被人冷眼相看就算了, 可你们顾家若是在外面被传, 是通过不持手段才跟我们陆家联姻, 到时候被北城嘲笑的, 可是你们整个顾家, 不得不说, 陆景明精准地掐住了顾若的心, 知道他故意装善良, 就给他递台阶, 果然, 这句话发送出去后没多久, 顾若就回复了, 你说得对, 我姐姐胆小, 嫁到陆家肯定会受欺负, 而且, 我们顾家也一定会因为我姐姐说谎, 而悲伤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地骂名, 要是我姐姐真的嫁进你们家, 还会连累你们陆家被人笑话, 陆景明看着他发来的长串消息, 打心眼里瞧不起他, 蠢货, 谁敢瞧不起他们陆家, 谁敢笑话他们陆家, 前一秒还口口声声说顾青能嫁入他们陆家是福气, 后一秒马上就同意了, 看他这态度是同意跟自己合作了, 陆景明刚这样想就收到顾若的消息,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很不好, 但是为了我姐姐, 为了我们顾家, 我答应跟你合作, 则, 说得可真勉强, 都快把自己捧到道德的制高点上了, 要不是陆景明实在不希望顾青嫁给他哥, 他才不屑跟这种人说话, 陆景明冷哼一声, 回他, 你可真善良, 顾若看到这句话, 不禁红了脸, 陆景明是在夸他吗? 从小到大赞扬他的人很多, 但像陆景明这样身份地位的男人是第一个, 而且, 他没记错的话, 外界人都传陆景明骄纵肆意, 从不轻易夸人, 难道陆景明对他有意思? 顾若看着那行字, 心里忍不住浮想连篇, 现在陆景言已经是一个双腿残疾的废人了, 那陆是最优积成人, 除了陆景明, 没有其他, 陆景明对他这种态度, 应该是有好感的吧, 套不住陆景言, 套住他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呢, 顾若十分窃喜, 娇羞地回复他, 陆少谬赞了, 我也只是关心我姐姐而已, 谈不上善良, 毕竟那是我亲姐姐, 我不为他着想, 谁为他着想? 陆景明看见他这句话, 都懒得回了, 真是个蠢女人, 顾若没忘记主要任务, 又问, 那我们在哪里见面, 什么时候见面啊? 陆景明暂时还没想好, 潦草回复, 等我消息, 顾若回了就好的, 后面还跟着一个很萌的表情包, 陆景明没在搭理, 丢下手机, 去了他割书房, 咚咚咚, 陆景明在书桌前看文件, 听见敲门声并没有抬头, 他淡淡地应了句, 静, 话音刚落, 门就从外面推开, 陆景明横冲直撞地进来, 急切说道, 哥, 那个顾青是不是说, 他自己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 我告诉你, 你千万别相信他, 他就是一个, 出去, 不等他说完, 陆景明冷声打断, 陆景明了解自己的弟弟, 知道他想说什么, 陆景明很惊讶他的态度, 但还想继续, 哥, 他刚开口, 陆景明抬头看向他, 凌厉的眉骨微微促起, 漆黑的眸子透着一丝冷恋, 陆景明知道这是警告的意味, 他从小就怕他哥, 面对他哥严肃时的模样, 心里下意识打退堂鼓, 不敢再说什么, 只能怀着不满出去, 陆景明看了一眼陆景明离开的方向, 眼神有些空洞, 陆景明被撵出去后, 想起他哥刚才很不在意的态度, 又联想起顾若的表现, 顾青和顾若是两姐妹, 顾若这么糟糕, 顾青应该也好不到哪里, 陆景明突然被气笑了, 这顾家的两姐妹, 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个绿茶表, 一个撒谎精, 就算他哥现在残废了, 那也不是他们能高攀得起的, 这场婚姻, 他还非阻止不可, 陆景明心里这样想着, 立刻确定好时间地点, 给顾若发去消息, 跟他说好明天见面, 一日, 一辆火红色的高调轿车, 行驶在道路上, 驾驶位上的男人目视前方, 刚拐进一个路口, 放在外套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陆景明拿出手机, 看了眼来电提醒后接通,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还想问你怎么了, 陆夫人在电话里面问, 今天为什么没来公司, 陆景明不想告诉他, 自己没去公司的原因, 敷衍道, 今天休假, 我有重要的事要办, 陆夫人满不在意, 除了吃喝玩乐, 你能有什么重要的事, 赶快回公司, 又是这句话, 在他眼里, 他永远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 永远只会吃喝玩乐, 陆景明原本不想让陆夫人知道, 他今天出来的目的, 是为了破坏两家联姻想办法, 但他很讨厌被他妈当小孩, 脾气上来, 他没好气地说道, 我出来, 当然是为了我哥的终身大事, 你不关心我哥, 我还不能关心我哥吗, 顾清这种女人, 要长相没长相, 要学识没学识, 根本就配不上我哥, 我不知道你在盘算什么, 但是我哥就算残疾了, 也是陆家的大少爷, 再怎么也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妻子, 你竟然找了个这么没品的女人, 和我哥联姻, 难道你就不在乎我哥愿不愿意, 不在乎他的终身幸福了吗, 陆景明吼出的话, 让陆夫人陷入沉默, 第十一章, 命中注定的嫂子, 陆景言是他的儿子, 说不在乎那是假的, 但是在乎又能怎样, 陆夫人心里比谁都清楚, 那场车祸, 不仅仅是让儿子双腿残疾这么简单, 他闭上眼, 回想起当时听见医生说, 自己的儿子因车祸后遗症, 男性功能障碍这句话时, 内心是多么的无助与痛心, 光是陆景言双腿残疾这几个字, 就让外界无数媒体争先恐吼的报道, 如果再被知道他患上影疾, 那外界不知道该怎么传, 到时候, 恐怕所有舆论都会对准他们家, 家里是有两个儿子没错, 可两个儿子的才能, 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一个有能力, 但是没了延续后代的能力, 无法继承公司, 一个有延续后代的能力, 却头脑简单, 所以, 从那时候开始, 陆夫人就在心里发誓,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陆景言的病情, 为了已决后患, 他只好快速地为陆景言确定联姻对象, 顾家也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 如果按照陆景明所说, 跟一个门当户对的世家名媛联姻, 他不敢保证有一天不被算计, 毕竟这类人多半心思深沉, 而且还有家族势力支撑, 而顾家不论实力地位还是头脑, 都是很好控制的, 再加上顾清在乡下长大, 说好听点是不安事事, 说难听点就是没有见识, 这样的人才是最好掌控的, 就算哪天顾清知道了陆景言的病情, 他也有足够的把握让他闭嘴, 不过这些事情, 他不想让陆景明知道, 陆夫人沉沉地叹了口气, 你还小, 说了你也不懂, 你只需要把公司该学习的事情学好, 至于你哥的事情, 那是我和他该商量的, 你不许插手, 好了, 我要开会了, 陆景明还没来得及反驳, 说电话就被那边挂断了,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陆景明烦躁不已, 又是这种话, 每次都用教育小孩的口吻跟他说话, 一股无名的怒气瞬间上涌, 他低声骂了句粗口, 把手机往一边扔, 只是没想到, 手机误砸到方向盘, 车子一下偏了方向, 眼见就要撞到一个行人, 陆景明急忙扭转方向盘, 打了个急转弯, 这才跟行人错开, 好不容易避开行人, 踢在嗓子眼的那口气, 还没来得及松下去, 下一秒, 车子猛地撞上道路边的栏杆, 安全气囊弹了出来, 但他脑袋却因为一个急转弯, 撞到了车窗, 陆景明感觉有股热流从脑袋上滑下, 之后就晕了过去, 四周的行人被吓住了, 赶紧帮忙打120, 顾清闲着无聊, 开车出来兜兜风, 发现前面几辆车都停了下来, 他降下车窗, 想看看什么情况, 忽然, 道路边有人喊, 有没有人是医生, 这里有没有人是医生, 有人发生车祸了, 车祸, 顾清皱眉, 毫不犹豫地解下安全带, 快速跑进人群中查看情况, 出车祸的车是一辆红色法拉利, 顾清来到现场, 从车窗看见驾驶位的男人已经昏迷不醒, 顾清对周边的几个群众迅速说道, 车头前部撞击的有些剧烈, 可能会导致燃油管道受损, 车子会有自然的风险, 大家快帮忙把伤者抬出来, 不要压到胸腔, 安置好伤者后, 顾清立刻跪在地上, 快速把陆锦明贴身的衣物解开, 直到露出最里面的一件衬衫, 他先掀起陆锦明的眼皮查看一番, 又检查他的呼吸, 然后立刻对他进行心肺复苏, 两个循环后, 见伤者还没反应, 他继续施救, 他动作沉稳, 且表现得十分冷静, 让围观群众莫名觉得安心, 没多久, 众人看见伤者陆锦明眼珠在转动, 顾清也看见了, 不由松了口气, 太好了, 陆锦明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场噩梦, 头痛得厉害, 只觉得耳边有一道好听的声音在拉扯着自己, 尽管那道声音念着没什么情绪的数字, 他还是很想看看那道声音的主人是谁, 经过一番努力挣扎, 他终于使劲睁开了双眼, 看见陆锦明彻底苏醒, 顾清终于露出笑容, 你醒了, 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他笑容温和, 温声细语中带着关切, 陆锦明看着他的脸呆呆地眨了眨眼睛, 忘记回他, 顾清以为他刚醒来, 神志不清又重复道, 除了头上,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陆锦明耳边一直循环着他温柔的关心, 他傻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心里顿时萌生出一个坚定的想法, 这才是他想象中大嫂的模样, 美丽温柔, 落落大方, 关心弟弟, 只有这样的女人, 才配得上他哥, 顾清看他傻愣愣地盯着他看, 想着他可能是刚出车祸, 受到了惊吓, 还没回过神, 刚好这时候救护车也到了, 看救护车来, 顾清就从人群中退出去了, 陆锦明正想问他叫什么名字呢, 结果就被几个医护人员一气呵成地抬上了救护车, 顾清看了一眼远去的救护车, 是他的错觉吗, 怎么感觉这个小男生有点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陆锦明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立即叫人开车前往医院, 赶到医院病房, 看见陆锦明包了的香蕉, 正悠哉悠哉地往嘴里塞, 看见陆锦明进来, 陆锦明赶紧把香蕉往旁边一扔, 哥, 你来了, 陆锦明没先搭他的话, 侧头跟身后的助理吩咐, 你先出去, 我有事会叫你, 助理恭敬地点头, 然后转身出去, 降门带上, 陆锦明双手滚动轮椅, 来到陆锦明面前停下, 事先落在他被绷带包扎好的脑袋上, 他眉头微皱怎么回事, 陆锦明有些心虚, 父亲因为那场车祸去世, 他哥也因此失去双腿, 从那之后, 家里人对开车这件事就格外小心, 要是让他哥知道他这样子, 是因为车祸造成的, 肯定又要让他们担心, 陆锦明笑着敷衍,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破了点皮, 陆锦明没说话, 静静地看着他, 陆锦明知道从小到大, 他在他哥面前永远撒不了谎, 他眨了眨眼, 视线闪躲, 就是车头不小心撞到栏杆上了, 轻微脑震荡, 不严重, 一个意外而已, 第十二章, 对他放尊重点, 陆锦明沉声道, 你的命值几次意外, 陆锦明知道他哥是担心他, 低下头说, 对不起, 哥, 让你担心了, 你别告诉妈, 在来医院的路上, 陆锦明便让人问了陆锦明的状况, 确实没什么大碍, 自从车祸后, 母亲便没睡过什么好觉, 他也不想让他再为这种事担心后怕, 你好好休息, 待会儿我会叫人来接你回家, 至于妈那儿, 你不用担心, 公司还有事等着处理, 我先走了, 陆锦明看他推着车轮要走, 想到车祸后发生的事, 赶紧抓住他, 哥, 你千万不能跟顾清联姻啊, 陆锦明不想听这些, 念在他刚受伤的份上, 没有过多指责他, 只淡淡开口, 松手, 看他还是丝毫不在意, 陆锦明急了, 哥, 你相信我, 顾清不是什么好人, 顾家那两姐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要知道, 一个家庭里面教育不出两种人, 爱撒谎的人心机很深的, 想到在车祸现场, 睁开眼看见的那个漂亮温柔的姐姐, 她使劲抓住陆锦明的手臂, 十分激动地说道, 你别娶顾清, 我有一个很好的大嫂人选, 刚才出车祸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特别漂亮温柔的姑娘, 就是她救了我, 而且, 我看她年龄跟你也差不多, 我看见她的第一眼, 就觉得你俩是天生一对, 只有那样的姑娘, 跟你才半配, 只是我还没来得及跟人要联系方式, 就被抬上救护车了, 她说得头头是道, 最后肯定道, 哥, 要不你现在去找顾家退婚吧, 你去娶那个好看的小姐姐, 人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找到, 你看行不, 陆锦明这些发言, 在陆锦年的眼里, 是荒唐无理且幼稚的, 他看向陆锦明, 眸光威了, 是谁叫你在背后这样评论一个女生的, 陆锦明被他眼神吓得禁声, 我与顾家的联姻是不可能取消的, 你也别老是说一些小孩子稚气话, 陆锦明将轮椅转了个方向, 准备离开, 突然, 他想起什么, 偏头说道, 还有, 顾卿不是你口中的撒谎精, 他以后会是你的大嫂, 对他放尊重点, 陆锦的家规, 绝对不是在背后随便一轮别人, 陆锦明被他哥的严肃的态度吓到了, 直到听见咔哒的关门声, 他才回过神, 好啊, 好啊, 顾卿这个女人, 到底是使了什么阴谋诡计, 他哥才跟他见了一次面, 就被他骗得团团转, 居然这么维护他, 陆锦明陷入短暂的沉思后, 更加坚定了一件事, 无论如何, 一定不能让顾卿这种女人嫁给他哥, 现在他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非常合适他哥的人选, 怎么都不可能放弃的, 金黄的梧桐叶铺了满地, 街上的景象看上去有些萧瑟, 餐厅某个包厢有两人相对而做, 一男一女, 不过两者年龄相差很大, 男人看上去年近六十, 病脚的头发已经花白, 而他对面的女人才二十来岁的年龄, 乌黑的长发披在身后, 背影鲜瘦, 此人正是顾卿, 男人笑着说道, Evelyn, 自从美国分别后约了你这么多次, 你这个大忙人总算能跟我见一面了, 男人正是景成一科大学德高望重的冯正端冯教授, 在美国时, 顾卿与他共事过, 顾卿知道他这句话是调侃, 端起面前的茶杯, 笑着回道, 确实是有些私事耽搁给冯老赔罪, 以茶代酒, 敬您一杯, 当初在美国, 冯正端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觉得他冷冰冰不说话, 给人印象很不好, 况且他年纪太小, 以为他处事能力应该不行, 经历唐人间那件事情后, 他彻底地被他的实力给说服了, 与其说, 他很喜欢这个小姑娘, 还不如说是崇拜, 像Evelyn这种年轻又有实力的心意被医者已经不多了, 冯正端心里很高兴, 端起茶杯, 跟顾清碰了个杯, Evelyn, 咱俩这关系, 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冯正端说道, 其实, 我这次请你出来, 是想诚心邀请你来我们学校开一次讲座, 顾清听后思索片刻, 奶奶在自己的手术台上去世, 他不得不承认还没从阴影中走出来, 况且, 他的手时不时还会发抖, 再加上这段时间分析陆景年的病情, 费心费神, 他分不出心思去给人讲课, 顾清略含歉意地说道, 冯教授, 首先感谢贵孝能邀请我, 不过, 我手里有个很重要的病人等着我治疗, 医学方面的讲座, 你知道是很慎重的, 我现在实在没经历, 所以只能拒绝您了, 不过, 等我将手里这个病人医治好, 贵孝如果还愿意邀请我, 我一定不辜负冯教授的期望, 冯正端一听, 笑着连连点头, 好好, 这句话我可记住了, 到时候, 你要拒绝的话, 我可要跟别人说, 医学界的翘楚, 糊弄老头了呀, 顾清点头,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他的态度, 让感到冯正端十分满意, 你先吃着, 我去烫洗手间, 冯正端走出包厢, 去往洗手间, 从里面出来, 原路返回的时候, 听见背后有人喊他, 他转过头去, 看见一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 顾若惊喜地朝他小跑过去, 冯教授, 真的是您啊, 顾若考进景城一科大, 并且在他的课堂上, 是积极发言的那一批, 故而冯正端也认识他, 顾若同学也在这里吃饭, 顾若想到陆景明, 羞涩地点点头, 嗯, 和一个朋友, 他又问, 冯教授, 你一个人吗? 我跟冯正端停顿两秒, 想起Evan的神秘, 猜测他不愿意说, 便道, 跟我的一个偶像吃饭, 偶像? 顾若惊讶, 能成为冯教授的偶像, 那个人一定很优秀吧, 冯正端点头, 是十分优秀, 而且年轻有为, 顾若希望能多跟老师交流, 这样能让老师对他有个好印象, 他赶紧说道, 对了, 冯教授, 我前几天买了很多医学方面的书籍, 其中有一本是我的偶像Avelyn写的, 不过里面有些太专业的术语, 跟难懂的医学见解, 我都不太能理解, 回去后, 我能不能在微信上面私信您, 向您请教呀, 第十三章, 年轻的偶像, 听见顾若说他的偶像, 正是跟他吃饭的Avelyn, 冯正端笑了起来, 顾若这个同学平时就喜欢大胆发言, 看他对医术热爱到这种地步, 冯正端十分高兴, 当然可以, 有什么不懂的, 尽管问, 学医就是要有攻破难题的决心, 冯正端说道, 看你对医学这么热爱,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什么好消息, 顾若好奇, 你的偶像Avelyn不出意外的话, 今年会来我们学校开一次讲座, 不过只限两百个名额, 我可以给你一个特定名额, 顾若激动万分, 真的吗, Avelyn真的会来我们学校开讲座吗, 冯正端点头, 千真万确, 得知这个好消息, 顾若连连鞠躬, 谢谢冯教授, 谢谢冯教授,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见到Avelyn了, 她在我心里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医者, 冯正端笑着挥了挥手, 不用谢, 我偶像还在等我, 先走了, 顾若点点头, 突然想起冯教授说的偶像, 到底是多厉害的人, 才能成为冯教授的偶像, 顾若带着这份好奇, 放轻脚步跟在冯正端身后, 看到她走进雅间, 顾若伸长脖子去看, 这个背影, 是个女人, 还是个, 很年轻的女人, 这么年轻的女人, 也能成为冯教授的偶像, 顾若不自觉走进几步, 想看清楚那个人的长相, 无奈对方是侧对着门口坐, 只大概看出她的身材很好, 乌黑的长发将侧脸遮掩, 根本看不清女人的模样, 菜都吃完了, 里面传来冯正端的声音, 像是在开玩笑, 顾若想要看清楚, 下一秒, 门就被关上了, 顾若还想看看, 能成为冯教授偶像的女人, 到底长什么样呢, 不过她只是想了会儿, 并不是很在意, 毕竟, 现在最重要的是, 她马上就能见到, 喜欢多年的偶像了, 虽然说, Avelyn的名字是偏女性的, 但是顾若总觉得, 那些伟大传奇的医学作品, 一定是出自男性底下, 在她的幻想中, Avelyn是一个拥有混血面孔的帅气成熟男性, 顾若已经陷入无限想象, 去洗手间的路上,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准备发朋友圈炫耀, 分享双份喜悦, 得知超爱的偶像Avelyn会来学校开讲座, 并且得到了冯教授给的特定名额, 刚发出去, 很快收到了同学们的点赞回复, 天哪, 是那个传说中的外科传奇Avelyn吗? 我没看错吧, 不是说她从不露面吗? 顾若你也太牛了, 从哪打听到的? 那也是我的偶像, 那也是我的偶像, 恨没有考上仅成一科大, 求个现场直播, 大哭, Avelyn的名声没几个人不知道的, 顾若看着几乎炸开锅的朋友圈, 内心十分得意, 另外一边, 对了, 冯正端很有兴致地跟顾青提到, 刚才我在外面遇到一个学校的小姑娘, 那小姑娘就差把你捧上天了, 人家很崇拜你, 顾青开玩笑, 是吗? 怎么不带她来要个签名? 冯正端指着她笑, 你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性子, 要真把人带来, 都不知道你躲哪儿去了, 顾青不置可否, 端起茶杯喝了口茶, 另外一边, 顾若从洗手间出来后, 进了另一个包厢, 他捋了捋头发, 朝对面的人说道, 不好意思, 陆绍, 让你久等了, 陆锦铭在他去洗手间的空隙, 交了杯饮品, 他咬着吸管, 没应他的话, 顾若不在意, 又问, 对了, 上次你约我出来,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等了你好久都没等到, 有事耽搁了, 陆锦铭懒得跟他说多余的话, 提醒道, 聊正事, 顾若眉头微醋, 怎么觉得他冷冰冰的, 好像有点爱答不理的样子, 但转念一想, 像陆锦铭这种身份的人, 有点脾气, 也是应该的, 顾若收回思绪, 乖巧地点头, 不知道陆少爷有什么好主意, 陆锦铭道, 我要有主意, 也不会等到现在了, 要说对付商业对手, 他有千千万万的主意, 但对付这种手无寸铁的女人, 他是真的一点都想不出来, 顾若咬着唇绊, 一副很难绊的模样, 那我想想吧, 其实陆锦铭向他提出联手合作的那一刻, 顾若就已经想到了一个十全十美的主意, 过不了几天, 就是他的生日宴, 如果在那种大场合, 顾青被发现偷了东西, 陆家是绝对不会接受, 这种污点满满的女人嫁进去的, 那这场联姻就会无疾而终, 顾若已经想象到, 顾青当众丢脸的模样了, 真想马上就能看这出好戏, 然后他身上那种清冷不屑一顾的态度, 让顾若恼怒, 加上顾青并不像他想象那般讨好他, 所以顾若对他越来越讨厌, 不过像这种上不得台面的计谋, 不能由他想出来, 顾若皱着眉做出难以思考的表情, 我也没什么办法, 不如我问问我朋友吧, 他主意一项很多, 陆锦铭哪能不知道顾若心里的弯弯绕绕, 只是懒得揭穿他, 不在意的恩了一声, 顾若拿起手机假装发消息, 没一会儿, 他惊喜道, 他回了, 顾若拿着手机, 好像真的在认真看消息, 实则对着一片空白, 过了一会儿, 他才跟陆锦铭说, 我朋友说, 让我们想办法诬陷我姐姐, 就说他偷东西之类的, 陆家名声在外, 肯定不能接受这样的儿媳妇是吧, 再加上我姐姐在学历上蒙骗你们, 这样一来, 你们就有了取消联姻的理由, 陆锦铭闻言, 身子靠在椅背上, 别有深意地盯着顾若看了半晌, 顾若跟他对视上下意识心虚, 他咬着唇瓣有些为难道, 陆少爷也觉得这个办法不太磊落吧, 没事, 我现在就回去我朋友, 陆锦铭看着他扭捏作作的模样, 在心底冷哼, 好一个无中生有, 真是够虚伪的, 不过他选择了默认, 目的达到旧城, 管他磊落干什么, 事情谈完后, 陆锦铭并不想跟顾若多呆, 随便找了个理由先走了, 出了餐厅, 他拿出手机给好友杨斌打电话过去, 那边很快接通, 咋了, 明哥, 陆锦铭开门见山, 上回拜托你的事, 让你查出那天救我的那个女生, 有信没有, 第十四章, 注意保暖, 说到这事, 杨斌责了一声, 不是我不想帮你查, 是你提供的信息也太抽象了吧, 什么声音温柔, 长得漂亮, 黑色长发, 这些在街上一抓一大把, 况且那边陆的还没有监控, 就凭你那几个字, 让我怎么找啊, 没有找到他心仪的嫂子, 陆锦铭很郁闷, 但他知道, 凭这点信息确实很难找到, 怪不了杨斌, 得得得, 改天请你吃饭, 我自己再想办法, 顾清接收到陆锦铭发来的病例单后, 这几天一直埋头研究, 希望能为他找到最优的治疗方案, 终于, 经过他几次连夜分析后, 找到了合适他的方案, 顾清从一堆医书中抬起头, 一只手揉着太阳穴, 一只手翻开盖在书桌上的手机, 他点开跟陆锦铭的聊天框, 里面对话的内容, 还停留在上次交流病情那里, 他给陆锦铭发去消息, 有空吗? 突然收到顾清的信息, 陆锦铭握着手机陷入沉默, 自那天两人聊过后, 他没有再主动联系过他, 而他也没有追问过什么, 只是漫无目的地, 等待着一个没有希望的消息, 他以为, 那天的承诺只是昙花一现, 看到他的病例之后, 他放弃了, 再次看到他的消息, 陆锦铭心中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 他回了三个字, 怎么了? 顾清等了好一会儿, 才收到陆锦铭的消息, 怎么了? 短短三个字, 顾清似乎看见了对方冷漠中透着疏离的模样, 顾清在椅子上转了一圈, 思索着, 这段时间我已经把你的情况了解清楚了, 由于你腿部特殊的原因, 手术难度较高, 我现在也不太适合做手术, 不过, 我可以先用中医方法给你治疗, 陆锦铭, 中医, 他意外他居然还会中医, 顾清却以为他是在担心, 盲说道, 你放心, 我中医医术比西医医术好, 而且你的情况, 适合先用中医方式调理, 最后再进行手术, 我向你保证, 在我手下, 你的腿有70%的治愈成功率, 70%, 陆锦铭瞳孔猛的一缩, 他知不知道70%意味着什么, 因为医生说话都喜欢有所保留, 70%的成功率, 意味着基本上失败几率不大, 在这之前, 所有医生对他手术成功的定义, 都是只有2%30%, 只有他敢说70%, 陆锦铭忽然觉得荒谬又期待, 不知道他是出生牛毒不怕虎, 还是他真的有这份本事, 他颤抖着手指回复他, 好, 你什么时候方便, 直接找我, 顾清, OK, 消息发送过去, 顾清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 对了, 我刚回国没多久, 还没在医院任职, 以后需要做手术的时候, 医院, 陆锦铭很快回他, 不用担心, 医院我来安排, 顾清坐在书桌前, 侧边的窗户没有关紧, 屋外已经被夜色掩盖, 呼呼的风声沿着缝隙钻进来, 他只穿了件薄薄的针织衫, 被风一吹, 他打了个寒颤, 起身将窗户关紧, 这个场景, 让他想起曾经陆锦铭在他身后轻拥着他, 小心翼翼地说, 清儿, 那么冷, 就不要推开我了, 让我给你暖暖, 小心翼翼中, 还有点臭不要脸的味道, 时过境迁, 物是人非, 在他被他打动之后, 他和他失去了联系, 而他则发生了几乎可以他改变人生轨迹的意外, 要不是外婆出事回国, 看到关于他的新闻, 他都不知道他失联的原因竟然是出车祸, 想了想, 顾清给他发了条消息, 故意逗他, 我的未婚夫, 最近天气转凉, 记得保暖, 特别是腿部, 可以多用热毛巾示腹, 多按摩, 让肌肉保持活动, 别让我担心, 陆景岩收到消息, 陆景岩眼目深邃, 视线停留在未婚夫三个字上, 沉默了半赏, 好, 我会记得, 他开始在意自己的态度会不会过于冷淡, 修长的拇指在手机上敲击, 你也注意保暖, 顾清发完最后一条消息后, 就去了浴室洗澡, 原本没指望他能回什么的, 没想到洗完澡出来, 看见手机上多了两条未读消息, 两条都是来自陆景岩, 顾清看完他的回答, 唇角往上扬起, 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陆景岩还没失以前的画面, 外人都说他沉默寡言, 不好接近, 可在他面前时却乖得跟个小孩似的, 总是怕他不开心, 一惹他生气, 就会立马低着脑袋说, 好, 我记住了, 以后不会再惹你生气了, 顾清拉回思绪, 现在的首要任务, 是将陆景岩的双腿治好, 至于其他的, 心急不了, 顾弱的生日宴到了, 顾家别墅被装扮得华丽无比, 顾弱的生日宴邀请了众多富家子女, 宾客们都聚集在一楼大厅, 断断续续的嬉笑声传到三楼, 顾清没想过凑这份热闹, 换了身衣裳, 从别墅侧门下去到车库取车, 这辆车是顾云飞送他的, 顾云飞和叶之雪对他都没什么感情, 但是相比较叶之雪的利用和不满, 顾云飞对他愧疚居多, 没几分钟功夫, 顾清开着一辆黑色轿车从别墅大门驶出, 通往顾家的道路上, 陆景明开着一辆银色卡宴迎面驶来, 如果不是为了阻止两家联姻, 他才不会去孤若的生日宴, 他扶着方向盘, 车开得很慢, 看见对面来车, 陆景明随意瞥了眼, 错身过时, 一瞬间定了身, 对面车窗半将, 驾驶卫里面坐着一个极其漂亮的女人, 那个女人是, 嫂子, 陆景明一声大喊, 将车子连忙打了个急转弯, 脚踩着油门加速, 跟在那辆车的屁股后面, 在眼后视镜上的银色轿车, 觉得碍眼极了, 他单手转动方向盘, 车子漠然变了方向第十五章, 被迫失败的计划, 这边庄园别墅区域没多少车辆, 道路的分岔口却极多, 他脚踩着油门, 不停转着方向盘, 陆景明看着前面不断绕弯的车, 知道对方发现自己了, 眼看就要消失在视线, 但他不敢再加速了, 那场车祸, 给他们家都带来了阴影, 上次已经发生了意外, 这次不能再发生了, 可要是不加速的话, 他命中注定的嫂子就要跑了呀, 陆景明陷入纠结, 当他回神时, 发现对方已经无影无踪, 而他的车子驶入了一条正在维修的道路, 陆景明, 草, 顾家这边, 顾若, 时间差不多了, 你该上台主持宴会了吧, 是啊, 你不是说宴会开始后, 你会选一位舞伴, 跳开场舞吗,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 你那神秘舞伴是谁了, 几位朋友开始催促顾若, 顾若当然知道时间差不多了, 但是陆景明还没有来呢, 他得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 陆景明专程来参加他的生日宴, 顾若看着他们嘴角含笑, 哎呀, 你们再等等吧, 我还有位客人没来呢, 朋友惊讶, 什么客人这么重要呀, 顾若咬着唇瓣, 模样扭捏, 有位眼尖的女生暧昧道, 哇哦, 顾若, 你的脸都红了呢, 我猜那位恐怕不是客人这么简单吧, 顾若忍不住在心里点头, 但在面上维持着矜持, 他轻轻推了女生一下, 假装不经意地说出, 那位客人是陆家二少, 你可千万别乱传了, 什么, 他话一出, 周围的人安静一瞬, 接着纷纷露出惊讶羡慕的表情, 是真的吗, 陆景明要来, 我没有听错吧, 陆景明可是除了他朋友杨斌以外, 几乎从来不参加任何人的生日宴的, 顾若, 老实交代, 你跟陆二少发展到哪一步了, 一群同龄小女生格外暧昧地看向顾若, 顾若想起陆景明夸他善良的话, 原本还不太能确定陆景明对他的态度, 但是听他们这样一说, 心里有了小小的猜测, 男生都喜欢天真善良的女生, 陆景明又不是那等会虚以威仪的人, 他应当是对他有好感的吧, 顾若这样想着, 上了粉的脸蛋更加通红,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 陆景明还是没有到, 之前还在羡慕他的那几位女生, 此时低声八卦, 什么情况, 不是说陆二少回来吗, 都这么久了, 也不见一个人影, 天呐, 顾若该不会是被放鸽子了吧, 嘘, 小声点, 别被他听见了, 顾若跟他们的距离不远, 听见他们谈话的内容, 原本陷入无限期待的内心, 已经被羞耻包裹, 他双手紧了紧, 忍下心中的尴尬, 面上仍然保持着甜美的笑容, 跟宾客敬酒, 顾若饮完一杯红酒, 走到阳台, 打电话给陆景明, 而另一边, 陆景明还被困在施工道路上, 这里人烟稀少, 黑夜让人更加分不清方向, 陆景明只能打电话, 叫人来接他, 刚挂断电话, 手机又响了起来, 他按下接听键, 还没开口, 对面就连忙问道, 陆少, 我的生日夜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还有多久才到呀? 陆景明好不容易才跟他心目中最适合的大嫂再次遇见, 结果车子被甩, 还进了条维修道路, 丢了大嫂, 又迷了路, 心情本来就很烦躁了, 现在顾若又打电话来, 催命一样的催他, 陆景明脾气上来, 很不耐烦的说道, 我来不了了, 陷害顾亲的计划, 我会让杨斌配合你, 你直接联系他就行, 陆景明跟杨斌两个人关系很好, 在外面看来, 算是形影不离, 所以知道陆景明会去顾若的生日宴, 杨斌也说会跟着去, 顾若听见他这话, 眉头紧紧皱成一堆, 什么意思, 陆景明不来了吗? 可刚才他还在那群人面前, 信誓旦旦地说陆家二少会来, 现在这样, 他的脸面往哪个? 顾若努力压制住怒气, 温身问道, 陆少爷, 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让你走不开吗? 不是说好了一起联手吗? 计划还没开始, 你怎么突然放鸽子了? 被困得陆景明郁闷至极, 懒得再搭理他, 直接将电话挂断, 顾若听见耳边传来盲音, 死死捏住手机, 满眼皆是不可置信, 他胸膛急促地上下起伏, 想要发火, 但是他知道, 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现在最重要的是对付顾青, 破坏他跟陆景明之间的联姻, 顾若将怒气压下去, 转头给杨斌打电话, 那边很快接通电话, 顾若言简一概地问, 喂,杨斌, 我是顾若, 你到了吗? 其实杨斌也没见过顾若几次, 对他了解不深, 但听好友陆景明提起过他, 总之, 不是什么好东西, 杨斌对他没什么好印象, 但出于礼节, 还是解释道, 不好意思, 顾小姐, 我爷爷刚才突然病倒, 我要在他身边照顾, 走不开, 你放心, 礼物我会叫人送上, 放在平常, 像杨斌这样身份的男人, 因为无法来到他的生日宴会, 特意吩咐人给他送礼物, 顾若会很高兴, 但是偏偏在对付顾青这么重要的时刻, 他不能到场, 顾若情绪明显不好, 行了, 我知道了, 他挂断电话, 咬了咬牙, 好啊, 一到关键时刻, 个个都有事, 看来, 现在只能靠他自己了, 顾若抬脚往楼上走去, 到三楼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停下, 他抬手敲门, 姐姐, 是我, 我的生日宴开始了, 你快下来吧, 回复他的, 是一片沉默, 顾若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直接按住门把手, 将门从外面打开, 里面十分安静, 顾若一边进去, 一边喊顾青的名字, 但是根本没有人应答, 顾若有了几分猜测, 但还是不愿放过房间的每个角落, 打开浴室跟衣物间, 根本就没有人应, 他紧握成拳的双手都在发抖, 踩着高跟鞋走到门口, 叫住从走廊经过的佣人, 你看见我姐姐去哪了吗, 佣人摇头, 说没看见, 没看见, 人难道会凭空飞了不成, 顾青究竟是什么时候走的, 他怎么会一点都没发现, 第十六章, 别再来烦我, 顾若气得不行, 连说话的语气都变得僵硬,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等佣人走后, 他终于忍不住了, 双手在空中捏成拳, 气得直接打翻了顾青桌上的文件夹, 他看也没看, 扭头出去, 回到宴会厅, 他面上的扭曲还未散去, 叶之雪招待完宾客, 回头看见他脸色不对, 赶紧来到他身边, 他摸着顾若的脸蛋, 温声询问, 怎么回事呀宝贝, 脸色这么难看, 是不是不舒服呀, 他哪里是不舒服, 他只是被气得脸色发白而已, 顾若压制住怒意, 咬了咬唇绊, 很快, 好看的杏眼变得蕴红, 盈盈泪珠充斥眼眸, 那模样, 要多委屈有多委屈, 果然, 叶之雪一见他这样, 瞬间慌了神, 怎么了宝贝,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你告诉妈妈, 妈妈替你做主, 顾若抿了抿唇, 双眸含泪, 甜甜的嗓音带着一丝脆弱, 他小声说道, 妈妈, 没有人欺负我, 我只是有点难过而已, 难过, 叶之雪追问, 怎么回事, 顾若吸了吸鼻子, 低声说, 今天是我的成人礼, 我原本是很开心的, 因为除了有我那些朋友们以外, 是我们全家第一次能聚集和我一起过生日, 我刚刚上楼, 想叫姐姐下来跟我一起吃生日蛋糕的, 可是, 说到这, 顾若开始掉起了眼泪, 叶之雪皱眉, 语气很不好, 然后呢, 他不愿意下来, 顾若摇头, 啜气道, 我去他房间门口敲门, 没有人应答, 结果打开门一看, 他根本就不在房间里面, 顾若看见叶之雪眉头皱得更紧, 脸上也有了怒意, 他咬了咬唇, 演出得逞的笑意, 继续加大火力, 今天是我成人礼, 这么重要的日子, 姐姐竟然不在, 妈妈, 你说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啊,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 让姐姐生气了, 所以他才躲着我, 不理我, 顾若一边说, 一边掉眼泪, 看上去好不可怜, 叶之雪心疼极了, 把他搂在怀里安慰, 没有没有, 怎么会呢, 我们若若这么优秀, 谁会不喜欢, 不管你的事, 都是你姐姐的原因, 怪你姐姐从小在乡下长大, 没规矩惯了, 不适应大城市的生活, 尽管他们站在角落, 但来来往往还是有目光投过来, 叶之雪轻轻拍着他的肩膀, 柔声道, 别哭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先去好好招待客人, 你姐姐那儿, 妈妈会好好说他, 顾若抹了抹眼泪, 点点头, 乖巧地说, 嗯, 我知道了妈妈, 但是, 你也别把姐姐骂得太狠, 说不定, 她是有比我成人里更重要的事才走的, 叶之雪心疼小女儿的善解人意, 对一声不吭就离开的顾青更是来气, 她一天到晚无所事事, 能有什么比你成人里更重要的事情, 看叶之雪脸色难看, 顾若知道, 顾青今天一定少不了骂, 她因为计划, 没能正常实施的烦躁心情, 在此刻终于平衡了不少, 母女俩互相宽慰了对方一番, 来到后院的一个偏僻角落, 拿出手机给顾青打电话, 顾青此时正驾着车, 看见手机来电提醒上的名字, 不用想就知道对方会说些什么, 果然, 电话刚一接通, 对面就劈头盖脸的赤问, 顾青, 你跑哪儿去了, 今天是你妹妹的成人里, 你为什么不在, 赶快给我回来, 顾青单手转着方向盘, 有些好笑地说道, 顾若的成人里, 关我什么事, 叶之雪气得快要发疯, 这个女儿没有一次会听她的话, 她是你的亲妹妹, 给弱弱过生日, 你倒好, 自己不管不顾, 偷偷跑了, 怎么, 还要让我们亲自请你出面, 你才肯露面吗? 啊, 好一个一家人团聚, 叶之雪不过是想借着这次生日宴, 让外面的人知道, 他们顾家对待这个乡下的女儿, 是多么多么好, 这样传出去, 顾家的名声才好听, 顾青都不屑戳破她的心思, 她笑道, 顾若的成人里你知道找我, 那我的成人里, 你在哪儿, 你们一家人又在哪儿, 那个时候, 难道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 这话一出, 叶之雪沉默了, 心中有片刻的愧疚闪过, 顾青大概也猜出她的心思, 但她知道她就算有愧疚, 也持续不了多久, 特别是在她那双宝贝儿女面前, 顾青也懒得再和她废话, 冷声说道, 我说了, 别再来烦我, 之前对你说的那些话, 没其他意思, 就是危险, 如果你在因为那些机灵狗碎的事情, 让我心烦, 那么你想要得到的一切, 我都会让你得不到, 说完话, 她直接挂断电话, 叶之雪被顾青那番话说, 猛了, 直到听见耳边传来几声机械的盲音, 她才反应过来, 刚刚顾青是多么的狂妄无礼, 这是什么态度, 竟然对她这样说话, 叶之雪死死抓紧手机, 气得脸都变绿了, 要不是因为现在正式宴会, 到处都是宾客, 她恨不得立刻叫人去把顾青找回来教训她, 另外一边, 顾青挂断电话没多久, 手机又响了起来, 她以为是叶之雪还没骂够, 结果发现是之前的一位病人打来的, 顾青接通电话, 怎么了, 杨爷爷, 电话那边传来年迈略显沙哑的声音, 顾医生, 你现在还在国外吗, 顾青实话回复, 没有, 我已经回国了, 现在在北城, 那可太好了, 我也在北城, 她这话一出, 对方格外惊喜, 杨爷爷连忙解释给她打电话的目的, 我右腿引急又复发了, 刚刚疼得差点昏倒, 请了医生到家里来看, 也不起什么效果, 之前您给我配的药都用完了, 您看您现在方便过来一趟吗, 顾青本来就没什么事, 只是不想待在顾家, 出来散散心罢了, 不存在方不方便, 况且, 面对自己的患者, 不论什么时候, 他都会拼尽全力, 第一时间赶到, 他N了一声, 您告诉我地址, 我现在就过去, 对方很快报来一串地址, 顾青输进导航, 黑色轿车明显加快了速度, 第十七章, 想让孙子追求你, 不到一小时, 顾青就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一座独立的宅院, 门外有人专门等候, 看见顾青从车上下来, 一位中年男人走进询问, 请问, 是顾医生吗? 顾青点点头, 他面露笑容, 伸出一只手指引, 请跟我来, 顾青由他带领着, 进入一个房间, 房间里的展示柜上, 摆满了功勋奖章, 一位满头大汉的老人, 靠坐在床上, 旁边有个年轻的男人, 正给他喂水喝, 看见顾青从门口走来, 杨建国连忙吩咐人, 快, 快去叫人把医疗用品拿出来, 顾医生来了, 接着又跟身旁的孙子杨斌说道, 你去给顾医生搬个椅子, 杨斌赶紧点头, 去一边搬来椅子, 回头正要喊人, 看见顾青的那瞬间愣住了, 绝美的脸蛋和出众的气质, 绝对是上等美人, 就是看起来太年轻了, 这是杨斌心中冒出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是, 这个女人真的是他爷爷口, 终神通广大的顾医生吗? 杨斌眨了眨眼, 回过神, 赶紧朝顾青露出一个礼貌的笑容, 顾医生, 请坐, 顾青唇角含笑, 汗手表示谢意, 那一笑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仅仅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杨斌却觉得有一瞬间心脏被人戳了一下, 佣人很快将医疗工具拿出来, 顾青坐下后, 从里面拿了把剪刀, 对杨建国说道, 我需要把你的裤腿剪开, 杨建国已经被伤痛折磨得全身是汗, 但是眉头却不见皱一点, 他点头, 顾医生不必顾虑, 尽管操作就是, 顾青脸点头, 用剪刀将右边裤腿剪到大腿的位置, 动作一气呵成, 不见丝毫停顿, 显然十分熟练, 没了裤子的遮掩, 大腿上肿胀的印记格外明显, 伤口周边甚至发青, 腿上的影集, 是杨建国年轻时参与某个战役时, 不慎被敌人打了一枪, 留下的陈年老伤, 伤口虽然是很久之前的, 给他带来的折磨, 却无时不在, 尤其在这秋冬换季之时, 让他疼得每日每夜合不上眼, 看到他肿胀的膝盖, 周围的几个人, 下意识撕得倒抽一口凉气, 杨斌眉头紧皱着, 眼中全是心疼, 顾青面上没任何情绪, 仔细看了伤势后说道, 我先给您扎针, 可能会有点疼, 您远着点, 杨建国听后, 喝笑一声, 老爷子我更痛的都经历过了, 这点痛算什么, 杨老爷子饱刀未老, 顾青真诚赞叹, 顾青不是第一次为杨建国治疗, 所以杨建国知道他中医术很厉害, 提前叫人准备的是中医医剧, 在外界, 顾青是以外科医生闻名的, 但其实比起西医, 他最拿手的是中医术, 顾青去美国留学的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想要去那边学习, 希望能将中西医完美结合, 给病人治疗时选择最优方案, 他十分熟忍地从医代理陆续取出大小粗细不一的银针, 精准地扎在杨建国的穴位上, 杨斌就在一边看着, 见他手指翻飞, 灵活的湿针, 且面色沉稳, 莫名觉得他特别厉害, 扎完最后一根银针, 杨建国的唇瓣已经发白, 额头上的青筋明显瘴气, 杨斌皱着眉, 紧张地问道, 我爷爷他好像很渴, 要不要喂点水? 顾青在一边血要方子, 冷静说道, 不用, 这是正常现象, 待会儿就好了, 果然, 没过几分钟, 杨建国的气色看上去好了许多, 忍过了那股痛劲, 现在感觉腿部热热的, 不再寒得发痛, 杨建国忍不住发出一声感叹, 还得是你啊, 顾医生, 我这双腿, 除了你, 别人都缓解不了, 听了爷爷的话, 杨斌这才放下心来, 但是, 这也太神奇了吧, 他将目光投向顾青, 他坐在椅子上, 脑袋微锤, 全神灌注的血要方, 恶钱两缕青丝锤下, 举手投足间, 有种说不出的魅力, 让人很难挪开眼, 杨斌见过很多美人, 但长得这么漂亮的他, 还是头一次见, 而且面对他, 他不会有那种, 男人看到漂亮女人的心思, 会觉得, 他神圣不可侵犯, 具体是什么感觉, 杨斌说不出, 反正不是男女间的那种爱慕, 更像是, 仰慕可远观, 不可泄完的明月, 感觉对他生出一点心思, 都是对他的亵渎, 二十分钟后, 顾青将杨国健腿上的银针, 陆续拔出, 他细心交代, 药物已经配好了, 杨爷爷, 这次您不能再因为别的事情中断治疗了, 您的病情实在拖得太久, 要想完全治愈的话, 不太可能, 但是能让你减痛一大半, 待会儿您用完药, 好好睡一觉, 还有, 现在这种天气, 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在外人面前威风凛凛的老爷子, 在顾青面前, 却像个怕老师的学生, 他尴尬地打着哈哈说道, 多谢顾医生, 您放心, 我这次一定按时用药, 绝不敷衍, 他这态度, 连一旁的杨冰都看待了, 他爷爷什么时候, 在别人面前尴尬过了, 看杨爷爷老小孩的模样, 顾青杨纯笑道,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到此了, 看他要走, 杨建国连忙叫孙子, 别儿, 你去给顾医生结账, 顾青摇头浅笑, 这些药都不是我提供的, 我也只是替您扎了下针而已, 再说了, 您为我们付出这么多, 能为您减轻伤痛, 是我的荣幸, 杨建国是退役军人, 真正上过战场的老前辈, 顾青对他很尊敬, 听他这么说, 杨建国对这个小姑娘, 是越来越喜欢, 他欣慰地笑道, 顾医生小小年纪, 不仅医术高超, 言谈举止也了得, 说到这, 他看了眼孙子杨冰, 笑着对顾青说, 要不是我这孙子无能, 我还真想让他追求你呢, 杨冰脸一下子通红, 爷爷, 您说什么呢, 顾青像是习惯应对这种情况, 平静又不失礼貌地回到, 杨少爷很有孝心, 他以后的妻子一定也不会差, 杨建国虽然知道顾青会拒绝, 但听见他真的拒绝后, 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失落, 这样的孙媳妇, 是他求都求不来的, 第十八章, 神仙大嫂V.S.中医姐姐, 等顾青走后, 杨冰终于按捺不住好奇, 问道, 爷爷, 这个顾医生好厉害啊, 是什么来头啊, 杨建国不打反问, 你开始看见他, 是不是在心里怀疑, 他一个这么年轻的小姑娘, 有什么厉害的, 杨冰有些别扭地挠了挠鼻子, 但还是诚实点头, 杨建国哼笑一声, 颇有些神气地说道, 他就是那位, 在美国给我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医生, 杨冰瞪大眼睛, 惊讶万分, 什么, 他这么厉害, 想起顾青刚才扎银针的画面, 杨冰不解, 他不是中医吗, 怎么还会做心脏移植手术啊, 杨建国笑了起来, 意味深长地说道, 他可厉害着呢, 杨冰听后有些惊讶, 他很少听见爷爷对一个人, 有这么高的评价, 同时心中, 对那位漂亮的顾医生更加崇拜了, 时间不早了, 杨冰替杨建国上药, 上完药之后, 等爷爷睡着他, 才走出房间, 也是这时候, 陆景明打来电话, 他一开口就问, 你今晚怎么也没去顾弱的生日宴, 陆景明刚被司机接回家, 就打电话给顾弱, 原本想询问计划实施的怎么样了, 结果就听顾弱说, 今晚不仅他没来, 杨冰也没有到, 最重要的是, 顾青也不在场, 所以计划失败了, 他在电话里面的声音格外委屈, 还拖着点哭腔, 计划失败就失败了, 反正顾青又不是马上就会嫁给他哥, 婚礼举办前, 他有的是时间跟机会让顾青嫁不了他哥, 不过他现在好奇的是, 杨冰怎么也没有到场, 陆景明耐着性子, 随意安慰了巨孤若后, 挂掉电话, 转播给杨冰, 杨冰一边回房, 一边跟他解释没去的原因, 我是准备出门的, 我爷爷救急复发, 我就留下来照顾他了, 陆景明知道杨冰爷爷的老毛病有多严重, 文言立刻关心地问道, 那现在怎么样了, 杨冰摇摇头, 脑海出现一张清冷精致的脸, 放心吧, 有个特牛的医生, 过来扎了几针就好了, 陆景明松了口气, 那就好, 等等, 杨冰突然慢慢拍地反应过来, 陆景明最开始的问题, 你刚刚问我怎么也没去顾若的生日宴, 难道你也没去吗? 嗨, 别提了, 电话那边传来陆景明悠悠地叹气声, 我去顾家的路上, 好不容易遇见我的神仙大嫂, 结果把人跟丢了, 你的, 神仙大嫂, 杨冰满脸问号, 你不是讨厌顾青吗? 他什么时候称你的神仙大嫂了? 陆景明十分嫌弃地气了声, 我说的才不是他这个撒谎精, 说到这, 陆景明脑中浮现当时车祸, 他躺在地上睁开眼看见的那张美丽面孔, 以及在一时朦胧间耳边传来的温柔好听的声音, 我说的是之前车祸, 就我的那位美丽的小姐姐, 想起今晚的偶遇, 陆景明笑得合不拢嘴, 俨然一个狂热痴汗, 我跟你讲, 今天他披着长发, 开车从我对面驶来, 错身而过的时候, 我从窗户里面看了他一眼, 都觉得美呆了, 就连最后他开车甩我的时候, 我都觉得帅呆了, 你当时要是也在, 绝对也跟我一样激动, 那模样, 真的是又美又洒, 不愧是我看中的神仙大嫂, 他越说越兴奋, 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骄傲, 仿佛对方真的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大嫂, 对着好友疯狂夸耀, 杨斌持怀疑态度, 这也太夸张了, 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想起今晚来给爷爷治病的那位顾医生, 杨斌不等对方反驳, 他笑了起来, 有种比较高下的意味, 不过, 你那神仙大嫂, 肯定比不上我今天遇见的那位中医姐姐, 温柔, 知性, 有涵养, 而且医术高明, 真一诈, 要一敷, 我爷爷就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最重要的是, 人还长得特别好看, 陆景明哼一声, 很不服气, 绝对不可能, 我看中的大嫂, 肯定更好看, 你肯定是没见过多少美人才这么说, 说完, 还不忘嘴尖地补充一句, 杨斌你最近审美是不是有问题啊? 被质疑审美, 杨斌忍不住回对, 你才有问题, 我看你看中的那个大嫂, 肯定是个丑八怪, 陆景明瞪大了眼睛, 对着手机吼, 你不许骂我大嫂, 杨斌戳他废管子, 谁是你大嫂? 人家都不认识你, 你还好意思叫人家大嫂? 陆景明气得脸红脖子粗, 对着手机跟他吵起来, 两个刚成年没多久的成年男人, 陷入了幼稚的争论中, 最后也没分出个所以然来, 顾青昨晚分析陆景明的病情, 一直到天快要亮的时候才去睡觉, 醒来已经快要中午了, 他从枕头边拿起手机, 给陆景明发消息过去, 顾青, 你今天下午有空吗? 我们见一面, 聊聊关于治疗病情的细节问题, 陆景明收到这条消息时, 在去往一场发布会现场的路上, 看见顾青发来的消息, 他正愣了两秒,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很快就可以做手术了, 但他这种不被其他医生看好的情况, 真的能做手术吗? 陆景明心里五味杂陈, 除了隐隐的忐忑, 他不得不承认, 他是有所期待的, 他想站起来, 他想和以前一样, 做一个正常人, 陆景明垂眸, 修长的拇指敲击着键盘, 有空, 如果你方便的话, 现在就可以见面, 看见陆景明发来的消息, 顾青心里清楚, 他是多么的渴望能让双腿好起来, 顾青回复他, 当然可以, 消息发送过去没一会儿, 陆景明发来几家不同菜式的餐厅, 顾青翻了下, 选了家法式餐厅, 待会儿见, 他发了消息后, 放下手机下床去洗漱, 陆景明关了手机, 抬头吩咐司机, 掉头去Milo, 司机听后, 恭敬地回了声, 是, 在路口掉头, 坐在副驾驶的助理偏头, 有些为难地说道, 陆总, 那发布会, 陆景明淡淡道, 那么多负责人, 不差我一个走牌场的, 陆景明说的是实话, 这场发布会, 确实并不是非要他在, 不过是过去坐镇罢了, 第十九章, 熟人的亲密感, 况且这段时间, 公司是多, 他忙得连轴转, 昨晚才睡了不到四个小时, 这种可有可无的场合, 不去也好, 助理这样想着, 点点头说, 好, 那我跟那边说一声, 一个小时后, 顾青驾车到达目的地, 这是一家很有韵味的法式餐厅, 内部装饰华丽典雅, 来到一间雅间, 侍者敲门后打开门, 提醒道, 陆先生, 您的客人到了, 等顾青走进去, 侍者才默默退了出去, 陆景言坐在轮椅上, 看着向他走来的顾青, 他穿了身长及脚踝的白色长裙, 肩上搭着一件鸵色披肩, 长发披在身后, 像断面一般光滑, 他身上的衣服不是什么高定, 也不是什么名牌, 却比那些世家名媛更加出众, 或许有句话说得对, 时尚的镜头, 看脸和身材, 还有气质, 有了这三样, 穿什么都能穿出高级感, 他完美地具备着这些特征, 陆景言眸光微善, 有种熟悉感扑面而来, 却转瞬即逝, 让他抓不住见陆景言眼神定定地看着他, 顾青玩耳一笑, 伸手朝他打招呼, 陆先生, 好久不见, 对上他明晃晃的笑颜, 陆景言明明是正大光明打量他, 却有一种偷东西被发现的即逝感, 他略微低头, 汗手示意, 顾小姐请坐, 顾青也不逗他, 坐下后开门见山道, 你发给我的病历, 我都仔细分析研究过了, 应该没太大问题, 你确定个时间, 咱们开始治疗吧, 陆景言沉默片刻, 缓缓说道, 给我医治过的那么多医生中, 你是第一个对我的病情, 能有这么肯定的把握的, 你真的能有把握吗? 顾青知道, 他不是在质疑他, 而是在质疑他自己的身体状况, 经历过那么多的失败, 或许他早已经不敢抱有期待了, 顾青食指交叉, 抵着下巴, 看着他的眼睛说道, 说好的相信我, 怎么现在开始摇摆不定了? 他有意将语气放轻, 听起来颇有些亲密的意思, 对上他目不转睛的双眸, 陆景言眨了眨眼, 挪开视线, 看见他这模样, 顾青扬了扬唇, 继续催促, 怎么, 难道你真的不相信我? 陆景言下意识抬头, 发现顾青正直勾勾地盯着他, 那双眸子比夜空中的万千星辰还要明亮, 陆景言近乎仓促地将脸偏向一边, 过了几秒, 他才低声说道, 抱歉, 陆景言知道他此刻很反常, 可他也解释不清楚, 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以往面对形形色色的女人, 他都能面不改色地应对, 唯独面前这个女人, 他总有种说不清的感觉,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似乎是, 失措, 见他逃避的动作, 顾青沉默一会儿, 突然扑斥一声, 陆景言抬头看过去, 就见顾青杨纯笑了起来, 他眉头微醋, 你, 陆先生这么严肃做什么, 他笑起来跟平常清冷的感觉不太一样, 眉眼弯弯的, 很有亲和力, 陆景言反应过来他在故意逗他, 扯了扯唇角, 逝者陆续上菜,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聊了起来, 陆景言话少, 其实大部分是顾青挑起的话题, 还没说几句话, 因为逝者上完菜, 转头要走的时候, 裤带里的对讲机不小心将陆景言搭在膝盖上的薄毛毯, 刮掉在地上, 逝者连忙鞠躬道歉, 顾青起身将地上的毛毯捡起, 对他说, 没什么大事, 你出去吧, 陆景言看见顾青从地上捡起毛毯, 来到他面前不禁皱了皱眉头, 顾青之前就知道陆景言有轻微的洁癖, 所以才阻止服务员想要把毛毯捡起来给他盖上的行为, 他将捡起来的毛毯折好放在一旁的椅子上, 陆景言正想说不用搭毛毯了, 刚张开嘴, 就见顾青在他身旁蹲了下来, 他动作自然地展开他身上的披肩, 轻柔地盖在他的双腿上, 鲜长白皙的手指细心整理褶皱, 时不时触碰到他的大腿, 可惜陆景言并没有任何感知,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有种难以言喻的情绪充斥着肺腑, 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对他有种熟人的亲密, 难道就因为他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妻, 这毛毯还是太薄了, 回去记得换一条, 陆景言回过神后, 他已经坐回到对面椅子上, 他视线不受控制落在他手指上, 微微点头, 谢谢, 顾青抬眸看了他一眼, 醋眉道, 你的脸怎么突然这么红, 闻言陆景言看向他, 眼中闪过疑惑, 顾青视线停在他脸上, 刚刚还好好的, 就这么点时间, 他脸颊变得飞红, 就连眼神都有些迷离, 他起身走到陆景言身旁蹲下, 伸手扶开他额前的碎发, 手心贴着他的额头, 因为抬手的动作, 顾青的身子往他身上倾, 陆景言脊背僵直, 鼻端传来好闻的香味, 视线中是一张精致白皙的脸, 心脏似乎被烫了一下, 他垂下眼眸, 心脏更是一缩, 顾青身上的披肩盖在了他腿上, 没了披肩遮挡, 玲珑有致的身材在修身的真枝连衣裙下, 展现得淋漓尽致, 陆景言侯杰滚了滚, 想把头偏过去, 却被顾青叫住, 别乱动, 语气有点凶, 可让他有种莫名的心安, 陆景言没有发觉自己主动将头低下, 他闭上眼睛, 双手紧紧抓着轮椅的扶手, 你这个温度, 肯定是发烧了, 顾青眉头稍醋, 起身按了下餐桌上的呼叫铃, 刚开始他还以为他只是害羞, 没想到真的发烧了, 没一会儿, 侍者从外面进来, 顾青礼貌吩咐, 麻烦你帮忙去买些退烧药, 试者恭敬地说了生好的, 然后出门, 很快退烧药送到了, 顾青看了下说明书, 然后倒了杯水, 把药递给陆景言, 把这些药都吃了, 谢谢, 陆景言看着桌上的药愣了秒,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 话说到一半对上顾青明亮的双眼, 他忽然低笑一声, 摇头说, 没事, 等他把药吃完, 顾青问道, 做手术的医院你找好了吗? 前期治疗结束之后, 后期需要到医院做手术, 第二十章, 未婚妻, 陆景言点头, 找好了, 是我们陆家名下的私人医院, 那就好, 保密性够强, 顾青看他状态实在不好, 今天就这样吧, 你确定好治疗时间, 跟我说一声就行, 一周后, 陆景言近乎迫不及待地回答, 确定好时间, 两人就分开了, 陆景言回到车上, 眼见的助理看见他腿上的毛毯变了, 他问, 陆总, 是发生什么了吗? 助理的视线太过明显, 陆景言又怎么可能注意不到, 随手翻开腿上的文件, 他咳嗽了一声, 没事, 助理察觉到他声音不对, 陆总, 您是不是不舒服? 陆景言没抬头, 淡淡开口, 发烧了, 助理急忙道, 我现在就下车去给你买药, 不用, 药我已经有了, 陆景言补充道, 别让我妈知道, 那场车祸发生后, 陆夫人格外害怕陆景言生病, 作为她的私人助理, 是知道这一点的, 助理点点头, 说了声, 是, 提到买药, 陆景言回想起刚刚在餐厅, 对顾清的欲言又止, 他那时是想问他, 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为什么这么担心他, 但心底比谁都清楚, 或许他, 只是出于一个未婚妻, 对未婚夫的照顾罢了, 也或许是陆家确实有他需要的东西, 可他却有种隐隐的奢望, 奢望些什么呢, 他也不知道, 一时间, 脑海中又回想起, 之前顾清问他的两句话, 一次是第一次见面, 他问他, 是不是不记得美国唐人街的事情, 一次是在微信上, 他又问他, 是不是真的不记得他, 不可名状的情绪, 从四面八方袭来, 陆景言脑袋有些浑浑噩噩, 他合上文件, 靠着身后的座椅, 抬手捏了捏眉骨, 好让自己清醒, 将多余的情绪赶出脑外, 这天, 好友林嘉年给陆景言打来电话, 林嘉年, 明天你来趟医院, 我给你做个检查, 林嘉年是毕业于锦城医科大的硕士生, 在医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那场车祸以后, 陆嘉虽然替陆景言找过其他名医治疗, 但总的来说, 还是一直交由林嘉年照顾的, 距离跟顾清商定的治疗时间, 只剩一周, 林嘉年无论作为他的主治医生, 还是朋友, 陆景言认为他都有权利知道这件事, 因此他没有对林嘉年隐瞒, 我下周就要做手术了, 嗯, 啊, 什么, 电话里的人瞬间炸了, 做什么手术, 你什么意思, 陆景言解释, 有一个人说, 他对我的病情有70%的把握, 我想试试, 等等, 你说什么, 林嘉年惊讶不已, 生怕自己耳朵出问题, 重复道, 70%, 谁敢跟你保证说能有70%的把握, 就连我对你的病情都只有30%的把握, 好完之后, 林嘉年沉默几秒, 斟酌自己的用词, 景言, 我知道你很想快点好起来, 但是这种事是急不得的, 你可千万别病急乱投医啊, 陆景言坐在轮椅上, 俯瞰着办公楼下的景物, 这些我知道, 他的眼前扶过那双清澈明亮的双眸, 缓缓说道, 但是, 我想相信他, 林嘉年真想知道, 到底是谁, 能让他相信这荒唐的事, 他问, 他叫什么名字, 是哪位名义, 陆景言, 顾清, 顾清林嘉年开始搜寻记忆, 他认识国内外很多著名医生, 唯独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而且, 这一听就是个女人的名字, 林嘉年问, 这谁啊, 没听过, 什么来头, 什么来头, 应该说是顾家的大小姐, 还是说是他们陆家的联姻对象, 陆景言想起顾清敦在他面前说别推开我, 他默了一瞬, 猴杰微动, 未婚妻, 听见这三个字, 林嘉年足足在原地待置了半分钟, 你说什么, 林嘉年眉头紧皱, 你那未婚妻不就是从小没跟在父母身边长大的顾家大小姐吗, 他不常关注这些消息, 但是陆景言是他朋友, 他多多少少听过一些, 景言, 你知道那些人是怎么传他的吗, 林嘉年激动道, 他都没上过大学, 上哪里学的医术, 还对外谎称自己是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你跟他也才吃过一次饭吧, 怎么就那么相信他说的话了, 不等陆景言回答, 林嘉年连声否定, 不行不行, 这种女人根本就不靠谱, 你先等等, 千万别乱来, 我再想办法帮你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陆景言正要开口, 结果对面就已经挂了电话, 他下意识皱了眉头, 林嘉年说得对, 他也才第一次见他, 怎么就那么信任他了, 可理智上明知道好友是在为自己担心, 听见他这么说顾清, 他却不舒服了, 林嘉年作为新一辈杰出青年医生, 常常受到母校的邀请给学生讲课, 刚才已经讲完了最后一节课, 他正准备去找人打听打听, 结果刚走出办公室, 就碰到从走廊对面过来的顾若, 林嘉年眼前一亮, 顾若是顾清的妹妹, 刚好可以找他打听打听情况, 他快步走过去, 顾若, 顾若跟身边两个女生并排着走, 正准备去上下节课, 听见林嘉年喊他的名字, 旁边两个同学疑惑地看向他, 顾若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他知道林嘉年是陆景岩的好朋友, 虽然身世比不过陆景岩, 但比他们家厉害多了, 在他们学校, 还是许多女生暗恋对象, 他拢了龙耳边的碎发, 敏唇微笑, 林教授, 有什么事吗? 林嘉年点头, 有件事想问你, 你现在方便吗? 顾若看了眼旁边两个同学, 他们朝他头去一眼略含羡慕的目光, 拾去地先走了, 他对同学投来的羡慕眼神很受用, 用甜甜的嗓音对林嘉年说, 林教授, 有什么问题? 您尽管问吧, 林嘉年并不客气, 直接问道, 你姐姐顾青是学医的吗? 顾若愣了下, 他把他叫住就只是为了询问顾青, 陆景明是这样, 连林嘉年也这样, 所有以前他想要接触, 却接触不到, 现在过来找他的人, 居然都是为了顾青。 第21章, 我是来接顾青小姐的。 好啊, 既然这么想知道顾青的情况, 那他可得好好让他们知道, 顾青是多么的优秀。 心里的失望只存在一秒, 很快, 他若无其事地说道, 我姐姐也算是个医生吧, 听说之前他在老家小县城的诊所上班, 跟着个赤脚大夫学的中医, 治疗普通的小感冒,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小诊所? 治疗普通感冒? 一个中医来做手术, 听着顾若不确定的语气, 林嘉年觉得陆景年真的是中邪了, 这顾家大小姐还真是为了能够加入陆家, 无所不用其极。 撒谎名校毕业就算了, 居然连手术的事情都敢大包大揽。 林嘉年跟他道了生谢就走了, 顾若看着他的背影, 唇角慢慢往上扬起。 虽然不知道他会将这个消息带给谁, 但只要想到顾青在别人眼中是个废物的代名词, 他就浑身舒畅。 况且这也不算撒谎, 顾青确实只在小县城里面当个赤脚大夫。 陆景年开完会议, 助理把手机递给他。 陆总, 林先生给您打过四通电话。 陆景年松了松领带, 接过手机。 知道了, 你先出去。 助理离开, 陆景年给林嘉年回拨过去。 对面刚接通, 就噼里啪啦说了一堆。 陆景年我告诉你, 你千万不能让顾青给你做手术。 我刚刚打听到了, 顾青他之前就是在一个小城所里工作, 跟县城里的门诊医生学的医术, 压根没受过这儿八经的医学系统教育。 你的情况, 我研究了这么久, 也才只有30%的把握。 甚至70%的把握。 陆景年, 难道你不觉得很可疑吗? 他语气严肃, 继续说道。 还有, 这么重大的手术, 是绝对不能随便交给别人的。 景年, 你要为自己负责。 你这病情经历过太多次失败案例了, 做一次手术有多慎重, 你是知道的。 我也想过很多手术方案, 但没有一个方案能够确保无误。 而且, 现在医疗技术发展迅速, 现在机会不大, 我们可以等。 但要是这一次失败, 造成不可挽回局面, 说不准, 你真的就, 就一辈子坐在轮椅上了。 这句话, 林嘉年不忍心说出口, 但陆景年知道他的意思。 他握着手机发症, 迟迟没有打断他。 林嘉年还在继续说, 顾清只是在一个小诊所工作, 他进了手术室, 恐怕连手术刀都不会拿, 绝对不能让他给你做手术。 林嘉年想起一个人, 连忙说道, 这样, 国外著名的外科医生Evelyn你知道吧? 他是最权威的外科医生, 我之前就替你联系过他了, 只是因为一些特殊情况, 对方迟迟没有回应。 景年, 你再给我两天时间, 我一定想办法联系上他。 陆景年知道好友在为自己担心, 他低着头沉默了会儿。 林嘉年说得很对, 他对他的那种信任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他目光颤了颤, 也许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他受伤之后 会蹲下来跟他说话的人。 嘉年, 谢谢你, 我会重新慎重考虑。 一日, 顾清收到助理夏金瑶发来的消息。 夏金瑶? Evelyn, 您快救救我吧。 您还记得之前拒绝过的那位特殊的病人吗? 我都快被他折磨死了。 从昨晚到现在, 消息从来没停过。 对方说有台手术, 非要等着您来做, 要不然, 您就来看看情况吧。 做手术? 顾清回想起那天奶奶躺在手术台上, 自己刚拿上手术刀, 奶奶就撒手人寰的样子。 从那之后, 右手一握上手术刀, 就会抖个不停。 距离奶奶去世已经快一个月了, 她又刻意让自己克服这个阴影。 但每次一拿上手术刀, 医生来说是无比致命的。 顾清叹了口气, 回复他, 不是我不想做, 而是我现在实在没办法拿手术刀。 我需要时间克服这个问题。 而且,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位特殊的病人等着治疗。 顾清想了想, 又回道。 你直接回绝了, 如果对方在骚扰你, 就让他加我的微信, 让他直接跟我说。 没办法, 助理只好如实相告, 收到回复的林佳年大受打击, 甚至有种很无力的感觉。 本来就是靠着跟夏金瑶认识的关系, 才能联系到Evelyn人家都已经拒绝得那么明确了, 他哪里还好意思再继续求情。 不过加上微信总是好的, 说不定以后有机会。 然而, 他发送添加好友邀请出去之后, 等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十个小时, 毫无动静。 时间很快过去, 到了约定给陆景岩治疗的时间。 顾清在头一天晚上收到陆景岩的消息。 陆景岩, 明天我让司机去你家接你。 顾清, 好, 过了会儿, 他又回复, 你不用紧张, 平常心就好, 前妻治疗而已。 陆景岩在书房里面坐在轮椅上望着窗外的一颗树狮神。 看见顾清这句话, 他伸手盖在无知觉的双腿上, 漆黑的毛子低垂着,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第二天一早, 顾若从外面沉跑回来, 看见别墅门口停着一辆高档的黑色豪车。 顾若长相在北城名园里, 能算上不错的。 之前就有不少公子哥追求他, 成人礼之后, 追求者就更多了。 看见一辆高档的轿车停在自家门口, 他自动将对方纳入追求者之一。 顾若不懂车, 但单独看着车的外观, 就甩之前那些好几条街。 他脸上控制不住地扬起笑容, 整理了一下头发, 小跑着走过去, 抬手敲了敲车窗司机降下车窗, 顾若双手环在胸前, 假装烦恼。 不好意思, 能麻烦不要等在我家楼下吗? 我说过了, 我已经有喜欢的对象了, 烦请你家少爷不要再来打扰我。 他一边装作不在意, 一边伸长脖子往车后坐望, 没想到却是空的。 面对顾若自恋的问话, 司机面无表情地说道, 抱歉, 我是来接顾清小姐的。 顾若脸上的笑容立刻僵住。 你说什么? 司机面无表情地重复一遍。 抱歉, 我是来接顾清小姐的。 顾若觉得自己的胸腔 像是个不断往里面充气的氢气球, 随时随地就会炸掉。 他垂下双手挤出一个扭曲僵硬的笑。 这样, 我去把他叫出来。 第二十二章, 收起你的鳄鱼眼泪。 叶之雪在餐桌边搅拌着咖啡。 看见顾若进来, 他笑着说道, 若若回来了, 来, 快过来吃早餐。 顾若忍住心中怒火, 走过去对叶之雪说, 妈妈,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 看见家门外停了辆车。 我还以为是之前追求过我的那个赵公子, 找我吃饭呢。 结果我一问, 竟然是来找姐姐的。 顾清, 叶之雪眉头皱起, 他刚来北城, 能认识什么人。 想了下, 他皱眉不满地说道道, 肯定是什么没出息的狐朋狗友。 看他不太在意, 顾若咬了咬唇半, 忽然笑道, 对啊, 我当时也这样想, 但是又觉得不对劲。 他话锋一转, 皱起眉。 如果真的只是朋友, 那还好, 可要是不小心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扯上关系就不好了, 毕竟姐姐她现在在名义上可是陆下的未婚妻啊。 要是真的乱来, 传出去坏了名声可不好。 到时候, 听他说完, 叶之雪将手里的杯子往桌上拾进一放, 滚烫的咖啡溅在桌面。 叶之雪冷声说道, 他要赶在外面勾三搭四, 让我顾家和陆家的联姻失败, 我就敢把他的腿打断。 顾若抿唇将笑眼盖, 伸手搭上叶之雪的手腕。 好了妈妈,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或许姐姐不是这种人。 叶之雪眉头皱得很深, 明显认准了顾青就是那种勾三搭四的女人。 三楼, 顾青收拾好后, 提起准备好的药箱走出房间。 来到楼下, 看见叶之雪跟顾若母女俩在餐桌用餐。 好温馨的画面, 他视线只停留一秒, 就收回了目光。 站住, 叶之雪立声叫住往门口走的顾青。 顾青停下脚步, 并未转身。 有事, 叶之雪脸色难看, 一副随时要教训他的模样。 他质问道, 大清早的, 这么着急, 是去找哪个野男人? 顾青愣了一瞬, 转过身看向他, 然后又将视线停在旁边的顾若身上, 顾若对上他冷漠的视线, 起先还能若无其事地跟他对视, 但到后面被他无形的气场压下去。 他吞了吞口水, 挪开视线。 顾青哼笑出声, 最后将目光回到叶之雪身上。 诬陷人也要讲究技巧, 不是长了一张嘴就能空口白牙。 叶之雪拍桌子, 站起来指着他骂道, 我教育你, 你就这样跟我说话的。 你教育我? 你拿什么教育我? 顾青在小女儿面前完全不给他留面子的做法, 让叶之雪的愤怒达到顶点。 我拿什么教育你, 就凭我是你妈, 我就有资格教育你。 这话让人觉得可笑, 顾青确实笑了, 只是那笑嘲讽居多。 原来你也知道你是我妈, 我以为你只是顾若和顾成的妈呢。 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他们说什么, 你凤若神底。 说着, 顾青看了顾若一眼, 笑着说道, 收起你那些小心思, 门外接我的是陆锦年的司机, 小小年纪, 他是在嘲讽顾若故意说给叶之雪听的那些话。 很不巧, 刚刚下楼之前在楼上听到了鸡嘴, 他这话说得十分不客气, 顾若煞世间白了脸, 他还想继续在叶之雪面前伪装乖巧, 不敢怎么反驳, 只能委屈地掉眼泪, 顾青连他掉眼泪的机会都不给。 收起你的鳄鱼眼泪, 我才是被你诬陷的人, 我都没哭。 你一个胡乱冤枉别人的人哭什么? 怎么? 难不成你还委屈上了? 觉得我不该这么说你。 哼, 顾青低声笑了笑, 没功夫跟这对母女俩浪费时间, 留给他们的是一道冷漠的背影。 顾若没想到顾青嘴巴那么能说会道, 心里呕得要死。 至于叶之雪, 则是被顾青说的话弄得不自在。 他确实偏心, 可有些事情, 即便明知道也没办法扭转。 现在的顾青, 让他除了愧疚之外, 还有一丝说不清到不明的讨厌。 也许是因为顾青那执拗的性子, 像急了他那时去的婆婆。 妈看到叶之雪眼里一闪而过的愧疚, 顾若生怕叶之雪愧疚之后对顾青更好, 抢了对她的疼爱。 却不知, 她的心思叶之雪明白一半, 却还是下意识偏向她。 顾青提着医药箱上车, 没多久就到达了陆景岩给的地址。 司机恭敬地说道, 顾小姐, 我们少爷在医院里面等你, 看着眼前的私人医院。 顾青沉默了一会儿, 她之前在微信里不是跟陆景岩说过, 前妻先用中医手段治疗吗? 怎么今天就要到医院里治疗? 收起心里的疑惑, 她先到医院顶楼的VIP病房跟陆景岩会面。 陆景岩考虑过后, 还是决定相信顾青。 林嘉年因为没能替陆景岩找到, Avelyn又实在不放心把陆景岩交给一个根本不懂医术的人, 所以也跟着一起来看情况。 她说是可以协助顾青, 但其实她已经做好了将手术全权交给她的准备。 两人在病房等着, 片刻门口传来敲门声。 陆景岩说道, 进来, 林嘉年目光一直落在门口那儿, 门从外面推开, 一个身穿V领毛衣, 水洗牛仔裤的女人从门外进来, 对方身材纤细, 却窈窍玲珑, 一张白皙的脸蛋漂亮惹眼。 这是一个外貌非常出色的女人, 看得出来她没化妆, 但还是很难让人挪开眼, 尤其是那双眼睛格外清透。 林嘉年难得愣了神, 直到她走到面前打招呼, 她才注意到她手上提着一个中医药箱。 林嘉年诧异道, 你就是顾清。 顾清看见她跟陆景岩在一起, 礼貌地点了点头, 林嘉年整个惊呆了。 谁说的顾家大小姐长得丑, 长得一般, 这还一般。 不过现在不是关注这些的时候, 林嘉年最在意的是陆景岩的手术, 但看她提着一个中医药箱,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不是说好今天做手术吗? 陆景岩也疑惑地看向顾清。 顾清看了眼旁边的林嘉年, 又看向陆景岩。 我不是说前妻先用中医方法治疗一段时间, 等时机适合了, 再进行手术, 这样更稳妥一些吗? 你要不要再看一下聊天记录? 第23章, 陆景岩是我的未婚夫。 顾清总算懂了, 为什么第一天治疗就要安排医院了, 原来她以为今天直接手术。 陆景岩拿出手机翻出聊天记录, 的确是她心急, 只注意到了手术这个词, 完全没注意到她前面说了什么。 抱歉, 是我疏忽了。 不做手术, 林嘉年松了口气, 不过她没有完全不管, 面对顾清, 她提出合理的怀疑。 顾小姐, 据我所知, 你只在家乡的县城里面学过一些皮毛中医术, 请问你真的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几年的情况不能乱来。 虽然顾清打算先用中医术治疗, 但林嘉年还是不放心。 顾清知道林嘉年不相信自己, 这很正常, 没有谁会一开始就对另一个人抱着十分的信任。 她语气淡淡地说道, 放心吧, 我还没那个胆子, 余弄陆家少爷, 没有把握的话, 我不会说。 林嘉年主攻的是西医, 对中医只了解些皮毛, 顾清真要用中医方法治疗的话, 她确实插不了手。 知道他们不放心, 顾清看向一旁的陆景言, 仰起唇角, 笑道, 陆景言是我的未婚妇, 我害谁也不会害她。 这句话出来, 两个人都论了一下, 陆景言抬头看向她, 侯姐滚动两下。 未婚妇这个称呼从她嘴里说出来, 显得很随意, 并没有刻意暧昧。 之前她一直觉得, 这个称呼不过是权力交换后的产物, 是不带一丝情感的。 可从她嘴里听见这个词, 她竟然觉得有些意外地动听, 陆景言从她身上挪开视线, 对林嘉年说, 嘉年, 我知道你担心我, 但是, 我愿意相信顾小姐。 林嘉年站在两人中间, 往右边看了看顾清, 往左边看了看陆景言。 算了, 再怎么, 人家也是会成为夫妻的。 她一个外人, 有些事情还是不要插手叫好。 再说了, 只要不是做手术瞎折腾, 她就没什么好阻拦的。 林嘉年沉默了一会儿, 低咳一声, 既然你选择相信顾小姐, 那我作为朋友, 也只能支持你了。 顾清打开中医药箱, 问陆景言, 那, 可以开始治疗了吗? 陆景言搭在轮椅扶手上的双手紧了紧, 点头说, 可以。 闻言, 顾清玩耳一笑, 蹲在她面前, 将她腿上的毛毯掀开, 从药箱里取出一把剪刀。 陆景言还没反应过来, 她这是要做什么? 顾清就动作流利地把她裤腿剪开了, 然后随手一掀, 把剪开的裤腿布料撩至大腿根部。 毫无遮掩的情况, 双腿暴露出来, 陆景言有瞬间觉得难堪, 但她知道这是必要过程, 下意识将头撇向一边。 顾清将她眼里的难堪看得清清楚楚, 其实她的腿很好看, 哪怕很久没有锻炼, 腿部肌肉依旧有形, 毕竟从她受伤到现在也才半年时间。 她以前是个爱健身的人, 她笑了笑, 嗓音柔柔地夸赞, 你的腿很漂亮, 陆景言明显愣了一下, 漂亮, 她扭头看向她, 想从她眼里看到一丝玩笑, 可是没有, 她眼里只有认真, 那眼神似乎在欣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对上她温柔的眼神, 陆景言觉得心脏重重地跳动了一下, 她张了张嘴, 故意曲解, 你觉得漂亮这个词形容一个男人合适吗? 那, 好看, 她笑眼弯起, 似乎对她很纵容, 陆景言那种奇怪的感觉又来了, 莫名心惊, 顾清懂得适可而止, 不再继续逗她, 伸出两只手在她的腿上轻轻按压, 反复两三次后, 起身看向一边的林嘉年, 能麻烦你过来帮一下忙, 把她扶到床上去吗? 林嘉年点了点头, 当然, 她把陆景言搀扶着躺在床上, 顾清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打开药箱, 从里面选出一根银针, 林嘉年双手还胸, 站在一边看着, 她的食指与中指捏着银针, 在找到针灸部位后, 食指摁在银针头部, 扎进陆景言的腿里, 林嘉年有些意外地挑了下眉, 单看姿势的话, 跟她认识的那些中医挺像的, 挺标准, 陆景言平躺在病床上, 望着天花板, 顾清按住一个穴位, 抬头问她, 有什么感觉吗? 陆景言摇头, 没有, 在意料之内, 顾清又取出一根银针, 扎进她腿部的另外一个穴位, 她又问, 这里呢? 有感觉吗? 陆景言眨了眨眼, 低声说, 没有, 顾清接着又取银针给她扎上, 重复问她, 现在呢? 陆景言抿了抿唇, 她很想说出些什么, 但毫无知觉的双腿, 似乎在清楚地告诉她, 她没有救了, 面对顾清的问话, 她这次没有再说话, 放在身侧的两只手, 死死握着拳, 看她只摇头不说话, 顾清知道, 她内心开始为自己感到失望了, 她伸手搭在她握紧的拳头上, 温声安慰道, 我问你什么感觉, 只是为了确定, 你神经受损的更多细节情况, 你没感觉, 不代表无药可救, 虽然你的病情特殊, 但你不要害怕, 也不要自暴自弃, 我们慢慢治疗, 有的是时间, 陆景言侧眸看着她手背上的, 那只纤细的手, 温热的手心温度传达手背, 顺着皮肤纹理, 蔓延至心脏, 温柔的话语, 像是令人心安的咒语, 她喉结一紧, 谢谢你, 顾清笑了起来, 你对我说过很多次谢谢了, 跟我不用那么客气, 接着又取银针, 继续给她针灸, 跟开始一样, 她每扎进一根银针, 就会询问陆景言的感觉, 虽然答案如一, 但至少她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病况, 半小时后, 顾清一边将银针取出, 一边说道, 针灸属于慢性治疗, 每周都要扎两至三次, 给你的药方子, 我也配好了, 你让你的助理, 拿到中医药房去抓药, 我会根据你的恢复情况, 我觉得她的医术也许是被她低估了, 不过总感觉这两人的相处模式怪怪的, 还有, 她好像在哪里听过顾清的声音似的, 有点熟悉, 等顾清取出银针, 交代完后, 一直站在旁边的林嘉年问顾清, 我们以前见过吗? 第24章, 跟我联姻你很委屈, 顾清奇怪地看着林嘉年, 思考了几秒, 确定自己不曾见过她, 如是说道, 没有, 林嘉年醋了醋眉, 刚才听见她说话的声音, 总觉得很耳熟, 但就是想不起来, 听见她否认, 林嘉年也没再多想了, 她点点头走到陆景颜身边, 扶着她坐在轮椅上, 对陆景颜说, 看你没什么大事, 我刚接了个电话, 医院有点急事, 先走一步了, 陆景颜点头, 你去忙, 林嘉年走后, 病房里只剩下陆景颜和顾清, 安静的空间里, 陆景颜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她看了眼来电提醒, 接通电话, 妈, 怎么了? 电话里, 陆夫人说道, 通知你一件事情, 你跟顾清的婚期已经定下了, 就在下个月, 陆景颜皱眉, 并不喜欢陆夫人控制的语气, 不等她回答, 陆夫人又道, 有些事情你得谨慎考虑, 我知道你不喜欢顾清, 但为了陆家, 你也不要企图反抗, 你要时时刻刻记得, 你是陆家的一份子, 为了陆家, 付出这一点算不得什么, 就算你觉得委屈, 那也要受着, 说到最后一句, 陆夫人带着不容拒绝的口吻, 陆景颜侯杰滚了两下, 低声回答, 我知道了, 她不是逆来顺受的人, 也不会一味听从母亲的话, 明白她和顾清的婚姻, 只能算是名义上夫妻, 见到顾清之前, 她是抱着拒绝的态度, 去见顾家小姐的, 见到她之后, 她下意识地不想去反抗, 无关忽容貌, 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陆景颜偏头看了眼, 正在收拾医药箱的顾清, 对上她的视线, 顾清坦然一笑, 我都听见了, 陆伯母说知道, 你不喜欢我, 但是为了陆家, 你得顾全大局, 她提上医药箱, 仰起唇角, 看来跟我联姻这件事, 你很委屈, 说着, 她抬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别担心, 不喜欢也无所谓, 我不会勉强你做你不喜欢的事, 真觉得委屈的话, 到时候我来拒绝吧, 她态度轻松自然, 好似全部在意, 这明明是正常的态度, 毕竟他们刚认识, 但陆景颜却觉得, 胸口有一瞬间的堵塞, 我, 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 陆景颜说了个字后, 低谋沉默不语, 他想说他没有不喜欢她, 可这句话的前台词, 是他喜欢她, 可是, 他应该不会那么快, 就喜欢一个刚认识没多久的人, 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没资格, 一个双腿残疾, 性功能障碍的男人, 拿什么谈喜欢, 拿什么谈爱情, 这些通通都不属于他, 顾卿看着他突然落寞的样子, 忽然想起, 之前他死气白赖地追求他的神态, 那会儿他有时烦了, 会叫他滚得远远的, 最好一辈子都别出现在眼前, 他那时怎么说来着, 哦, 他说, 我这辈子非你不可, 等以后结婚了, 我们日夜相见, 滚得远远的不可能, 回荡在脑海中的话, 化成一堆泡沫, 见他一直低着头不说话, 顾卿终究还是舍不得, 看他落寞的样子, 走到他跟前, 他弯下腰, 伸手揉了揉他脑袋, 跟你开玩笑的, 我没生气, 况且,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不是吗? 我们以后, 有的是时间相处, 可以慢慢培养感情, 说到后面那句话, 顾卿歪了下脑袋, 对着他笑, 像是红小孩一样的语气, 陆景言眼睫颤动, 愣愣地看着面前的女人, 看着他干净的眼神, 跟温柔的笑脸, 陆景言有一瞬间, 忽然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这样的画面, 但是怎么想, 都想不起来, 温热的掌心扫动着他的发顶, 传来酥麻的触感, 陆景言喉结滚了滚, 是错觉吗? 他每次对他做出的肢体动作, 都格外自然, 甚至于有些亲密, 他似乎很愿意靠近他, 这样的结论, 只在心底存在一秒钟, 就被陆景言立即否定补, 他现在这副模样, 是不会有人愿意靠近的, 他所图的, 也许只是陆家少夫人能得到的东西, 陆景言想说, 不是所有感情都是能培养出来的, 但是对上他的双眼, 陆景言一句否定的话都说不出来, 搭在腿上的手指取了取, 他垂下眼, 点了点头, 鬼使神差地说, 嗯, 你说得对, 看他这样说, 顾清直起身, 认真说道, 今天的治疗就到这里, 回去后, 如果你有哪里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及时跟我联系, 知道了吗? 他话语中带着关切的口吻, 陆景言抿了抿唇, 低声回答, 好, 我知道了, 顾清站直了身体, 垂眸看着他毛茸茸的脑袋, 再加上他突然这么听话, 他感到十分满意, 又忍不住抬手在他脑袋上揉了一把, 嗯, 真乖, 跟刚刚安慰的时候不同, 这次像是奖励听话的小朋友, 他揉完脑袋后, 提着医药箱就走了, 坐在轮椅上的陆景言愣神了, 呆呆地看着早已经没人影的门口, 乌黑的头发被揉得有些凌乱, 中间一撮头发立了起来, 发尾往下垂着, 那模样, 看上去有些憨傻, 顾清回到家, 顾云飞跟叶之雪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看财经新闻, 顾若在一旁给二人泡茶, 切儿回来了, 顾清原本打算直接上楼, 叶之雪主动把他叫住了, 他看了他一眼, 不想跟他多说, 点头淡淡开口, 我先上楼休息了, 见他要走, 叶之雪连忙说道, 举办婚礼的时间, 我们和陆家已经商定好了, 你跟景言两个记得挑个好日子拍婚纱照, 我知道, 就算叶之雪不提醒, 顾清也会记得, 看他还是一副不冷不淡的模样, 叶之雪心里总是不安, 担心这臭丫头嫁到陆家去之后, 真的会在陆家给他们支持的项目里从中作梗, 他忍着不舒服, 温声与他说道, 秦儿, 你是不是还在生妈妈的气? 我只是因为担心你, 怕你被一些有心人带坏了, 所以才那样骂你, 你要知道, 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叶之雪早上那样误会顾清, 其实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些愧疚感的, 只是那一丝愧疚感比不上利益重要, 听他这样说, 顾清忍不住在心底讥笑, 诬陷他的时候, 一口咬定抓着不放, 知道是冤枉了他, 就说是担心他, 为了他好, 叶之雪这样, 不过是打着为他好的棋子, 来当他污蔑自己的挡箭牌罢了, 第25章, 我要见顾清, 生气是对在意的事情和在意的人才会这样, 顾清停下脚步侧过脸看向他, 轻笑出声, 你别想太多,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他情绪平淡的, 好像是在跟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话, 叶之雪盯着他一言不发, 画着精致妆容的脸, 瞬间紧绷起来他知道, 今早是他冤枉了他, 所以才专门等到他回来, 想给他道个歉, 没想到这臭丫头竟然这么不知好歹, 他这话的意思, 是说他不重要了, 他可是他轻骂, 也是, 那死老太婆养大的丫头, 能懂得领情就怪了, 就是了白眼狼, 真是白费了他一片好心, 顾若坐在旁边看着, 原本一直没说话, 听到顾清毫不留情的讽刺, 他看向顾清, 妈妈都已经主动跟你缓和关系, 向你道歉了, 你对妈妈说这样的话, 是不是太没有礼貌了, 顾若这样说, 是想让顾云飞觉得顾清没教养, 好好地教训他一番, 顾清便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有没有礼貌, 要分人的, 知道吗, 对你们, 我还不需要礼貌, 说完这句话, 顾清看了一眼欲言又止的顾云飞, 转身上了楼, 顾若被他对得愣在原地, 回过神后气个半死, 恨自己总是不会骂人, 常常说不过顾清, 果然在乡下长大的, 就是嘴皮子厉害, 不过转念一想, 他除了嘴皮子厉害, 也没别的本事, 心里便顺畅了不少, 叶之雪则被顾清嚣张的态度, 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捂着胸口, 对坐在沙发上的顾云飞说道, 你看看, 你看看, 他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说的什么话, 什么叫做对我不需要尊重, 我可是他妈, 顾云飞视线落在地上, 沉默良久, 对于顾清, 他是愧疚多于感情, 早在几年前, 顾云飞就想要把顾清跟老太太接到北城, 但后来因为叶之雪各种吵闹不怨, 也就搁置了, 直到现在, 他母亲去世, 才将顾清一个人接回来住, 中间空缺的那些年, 作为一个父亲, 他是着想要去弥补, 但人是情感动物, 他跟顾清已经太久没有生活在一起了, 两人单独相处时, 总觉得中间隔了些难以跨越的鸿沟, 看到顾清对叶之雪这么说话, 他没觉得他没教养, 只觉得自己作为父亲太失败, 顾云飞, 你哑巴了, 你看看, 你女儿被你妈交成什么样子了, 叶之雪还在控诉他的不满, 顾云飞深深地叹了口气, 抬头看着他, 认真说道, 你也说了, 你是他妈, 可你有好好教育过他一天吗, 叶之雪脸色微变,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忘了这么多年, 是谁陪你从一无所有, 到现如今的家财万贯吗, 要不是为了陪你打拼, 会没有时间教育女儿吗, 怎么, 你现在是在怪我吗, 顾云飞不想和他争吵, 青儿刚刚从乡下回来, 什么都不懂, 很正常, 你作为他的母亲, 要好好教导他, 不是一味地责怪他, 你们说他没有礼貌没有家教, 别忘了, 我们亏欠了他二十几年的教育, 要是让他从小跟在我们身边, 他也不至于成这副模样, 顾若刚想对顾云飞说, 顾云之前对他的那些不礼貌行为, 以及将弟弟顾成推下楼梯的事情, 看见顾云飞对顾云的愧疚之情这么深, 顾若不得不把想说的话都憋了回去, 他看了眼顾云飞皱眉心疼的表情, 又看了眼叶之雪闽纯深思的模样, 内心的委屈瞬间涌至极点, 为什么, 为什么顾云一回来, 爸爸妈妈的心思就全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了, 委屈的同时, 顾若还有种浓浓的危机感, 现在爸爸妈妈只是暂时地将心思放在顾云身上, 但是时间一长, 他们是不是就会只爱顾云, 毕竟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顾云是要嫁给陆家大少爷的, 到时候他就是陆家少妇人了, 爸妈肯定会更捧着, 想到这顾若牙齿指不住打仗, 不行, 他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爸爸妈妈只能爱他, 家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只能放在他身上, 爸爸, 妈妈, 你们别再为姐姐的事情分神了, 顾若扶着叶之雪坐在沙发上, 笑着说道,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吧, 叶之雪原本还在想, 自己是不是真的对顾云太过苛刻, 听见小女儿这样说, 注意力瞬间被分散, 他问, 什么好消息啊, 顾云飞也好奇地看向他, 察觉到爸爸妈妈的注意力都被他抢回来, 顾若甜甜一笑, 我上次跟朋友吃饭的时候, 遇到了学校的教授, 像是怕父母忘记, 他略微骄傲地提醒道, 就是很喜欢我的那位教授, 对于小女儿的事情, 叶之雪基本都能记住, 他笑道, 就是冯正端教授是吧, 顾若点点头, 我跟他打了招呼后, 他跟我透露了一个消息, 说到这里, 他故意停顿, 看见父母脸上都露出好奇的表情, 他才笑着继续, 我们学校在今年会邀请世界名医Avelyn来给我们医学院开一场讲座, 冯教授知道她是我的偶像后, 怕我抢不到讲座的名额, 专门给我留了一个特定名额呢, 叶之雪惊讶道, 真的啊, 你之前不是说那个Avelyn很神秘吗, 你们学校竟然能把她请到, 费了不少功夫吧, 不过, 你们教授, 专门为了你留出一个名额, 也看得出她是很看重你的, 他把顾若搂在怀里, 嘴里直夸, 我们家若若真优秀, 顾若十分享受这种滋味, 靠在叶之雪怀里满意地笑了起来, 女儿能受到教授的重视, 顾云飞自然是开心的, 但除此之外, 更让她关注的是那位传说中的一介大拿Avelyn, 是的, 人这一生逃不过的话题, 无非就是生老病死, 无论是多么有钱有权的人, 都不会轻易放弃一个结交优秀医者的机会, 他听说过Avelyn的名号, 但也仅仅是知道而已, 并没有太深的了解。 第26章, 偷鸡不成18米的滋味如何? 顾云飞追问到这位Avelyn在医学方面有哪些成就, 探见爸爸对自己的偶像感兴趣, 顾若兴奋道, Avelyn可厉害了呢, 几年前在美国的时候, 她组织了一场逆转性的心脏移植手术, 从此在医学界里面传开名声, 除此之外, 她的好多高风险, 成功的手术案例都被记录进了教科书, 她可是我们每个医学生的榜样。 顾云飞听后陷入沉思, 她挤进上层圈子这些年, 了解到这圈子里面的人是多么地注重身体状况。 如果她能够跟这位Avelyn认识, 无疑是多一份人脉。 想到这, 顾云飞拍了拍顾若的肩膀, 对她说, 既然你有机会认识这么厉害的人, 那到时候讲座结束, 可别忘了要给联系方式。 这句话就算她不说, 顾若也会问的, Avelyn可是她最喜欢的偶像。 她笑着点点头, 爸爸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放过这次的好机会。 陆锦铭得知, 她哥哥跟顾青的婚礼已经定下时间后, 直接惊呆了。 她之前还以为, 有的是时间搞砸这场不对等的婚姻, 但是她万万没想到, 她妈跟顾家那边的人会这么快地把时间定下来。 看来现在必须得快点实施计划, 不然顾青那个撒谎精就真的嫁进他们家了。 她想跟顾青见一面, 看看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妖魔鬼怪。 她不信, 她治不了她。 陆锦铭来不及细想, 进卧室找到手机给顾若打电话过去。 虽然她对顾若没什么好印象, 但是现在十万火急, 她也只能通过顾若去联系她了。 电话打过去, 没一会儿就通了。 上次生日宴后, 两人就没有再联系了。 顾若看到陆锦铭打来电话, 想起生日宴她放鸽子的事情, 心中仍然有不满, 但是想想, 她能打来电话, 想必也是惦恋她的。 顾若清了清嗓子, 轻声问道, 陆少爷,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陆锦铭没工夫跟她拐弯抹角, 直接说道, 我要见顾青。 顾若的脸瞬间僵住, 隔了几秒, 扯动嘴唇。 是? 什么? 她难以置信, 生怕自己听错了。 陆锦铭言简一概, 你转道给顾青, 明天我要跟他见一面。 或者, 你把我微信推给他。 顾若不可置信, 为什么要跟顾青见面? 为什么每一个找他的人,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都是为了他? 林医生是这样, 陆锦铭也是这样。 顾若试探性地问道, 陆少爷, 你找我姐姐干什么呀? 陆锦铭很不喜欢他试探性地过问, 这我没说道。 我找他当然是有事,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只管通知他就好。 顾若并不想让他跟顾青见面, 因为他之前在顽固群里面说过, 顾青长得并不好看, 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如果陆锦铭真的见到他了, 那他的谎言就被拆穿了那可真是太不巧了。 我姐姐他这几天, 好像总往外面跑, 都不在家, 我连见上他一面都难。 顾若扯了下唇, 面无表情的撒谎。 再说了, 我姐姐他性子挺孤僻的, 我们家里人平常都跟他说不上几句话, 更别说你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 而且我也没有他的威信。 他说是性子孤僻, 但给人营造出来的却是一个高高在上, 目中无人的形象。 陆锦铭对他的话半信半疑, 顾青傲慢无礼倒是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他作为他的妹妹, 不可能夸张到连句话都说不上。 从他的态度中, 陆锦铭察觉出他不愿意帮这个帮, 至于为什么不想让他跟顾青见面, 他懒得追究。 陆锦铭点点头, 对着手机说, 行, 既然你不愿意搭这个线, 那我自己想办法。 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听到这话, 顾若慌了, 以陆锦铭的身份, 要真想见顾青不是什么难事。 他见顾青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 但如果他真的见到顾青, 发现他长得很漂亮, 是不是就不会再阻止他跟陆锦铭的婚礼了。 顾若越想, 心里越慌, 他现在虽然不喜欢陆锦铭了, 但是他不甘心顾青这么轻松地嫁给他以前触不可及, 暗恋多年的男人。 他做不到, 他不甘心。 顾若眉头紧皱, 死死地咬着唇绊, 一脸焦急的模样。 他大脑不断地想着办法, 他要阻止顾青跟陆锦铭见面。 看见床头柜上, 刚才庸人端上来的那碗热粥, 顾若眼前一亮, 他想到了一个绝佳的计划。 陆锦铭又没有见过顾青, 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如果在他们两人见面之前, 顾青的脸毁了容, 就算陆锦铭真的见到他, 也绝对不会允许一个无眼女来当自己的大嫂。 想到顾青容貌近毁, 顶着一张丑陋的脸, 顾若忍不住失声笑了起来。 一日, 顾青洗漱完毕, 下楼去餐厅吃早餐。 半小时前, 就站在厨房里的顾若听见动静, 转起慢悠悠地走到厨房门口。 顾青吃着庸人准备的面包, 余光瞥见一抹粉色的衣角, 正悄悄往他这边靠近。 整个顾家只有顾若的睡衣是这个颜色。 他刚才一直躲在厨房, 他又想到什么陷害人的愚蠢办法。 顾青挑了下眉, 余光一直注意着顾若。 见顾若好似突然崴了脚, 往他这边扑来。 他放下面包, 刷的一下站起身避开。 顾青起身的动作, 让椅子往后面缩了一段距离。 毫无预兆的动作把顾若吓了一跳, 条件反射往后面退, 忽略了手里还端着一碗热粥。 他往后裂起, 手里盛满的热粥直接泼洒出去, 滚烫的粥见到他的手背上。 疼得顾若失声尖叫, 直接将碗扔出去, 但是碗边已经沾了粥, 手一滑, 一些热粥又见到他脖子上顾若顿时疼得掉出眼泪。 他知道顾青刚才突然起身, 一定是故意吓他的。 顾若捂着手背, 抬头睁大眼睛瞪着顾青。 顾青抢在他破骂前开口, 投机不成十八米的滋味怎么样? 妹妹挺难受的吧? 毕竟这周看起来挺烫的。 第27章,监控视频。 顾若疼得眼眶红了一圈, 被顾青直接揭穿, 他抿了抿唇, 死活不承认。 你, 你在胡说什么? 我听不懂。 顾青看着与他有几分相似的容貌, 心里想着这是他的亲妹妹呢。 可就是他的亲妹妹, 意图让他毁容。 来北城之前, 他有想过这个跟他没见过两次面的妹妹, 对他会没什么感情, 不愿意与他亲近。 但他没有想到, 他的亲妹妹, 竟然讨厌他到这种地步。 顾青压下心中思绪, 神情冰冷, 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 顾若, 你讨厌我, 我也讨厌你, 这一点我俩心知肚明, 但是我没招惹你, 你也别想招惹我。 如果你安安安分分地,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想要的东西, 我不屑跟你争, 但以后你再对我做些小动作, 我一定让你十倍百倍奉还。 顾若最不喜欢他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明明他才是从小在家里长大的千金小姐, 而顾青只是在乡下长大的野丫头, 凭什么他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现在这个时间, 顾云飞跟叶之雪都去了公司, 顾成也跟朋友玩去了, 站在他这边的人都不在家, 显得他此刻有些孤立无援。 顾若捂着被烫红的脖子对顾青威胁说,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告诉爸爸妈妈, 说你欺负我, 故意把滚烫的热粥泼在我身上。 既然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顾若也就懒得在他面前装什么好妹妹了。 面对他毫无杀伤力的威胁, 顾青扬唇轻笑, 忙着告状, 还不如先去医院。 去晚了, 说不准就毁容了。 后面那两句话, 他尾音上扬带着浓浓的挑衅意味。 顾若是个极度爱美的女生, 听见毁容两个字, 脸色瞬间苍白, 刚刚脸上被剑了几滴, 他看着顾青气得牙齿打颤。 贱人, 你这个贱人。 顾若气得肺药炸掉, 但是现在最要紧的是, 是去医院。 他吩咐司机, 很快就到了医院。 确定自己不会毁容之后, 顾若躺在VIP病床上, 拿出手机, 拍了张自拍照发在朋友圈, 并配文。 住院了。 很快, 顽固群里面有几个塑料姐妹出来艾特塔, 关心道, 怎么回事呀顾若, 怎么伤成这个样子? 十几个人询问的时候, 他才拿起手机。 顾若, 你们别担心,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了, 就是我姐姐刚回来, 对家里人没什么亲近感。 我就想着, 今早亲自给他熬一碗粥, 就是我递给他的时候, 他不小心把碗撞了, 所以粥就见到我身上了。 因为顾青谎报学历的事被传开了, 群里面的人几乎对他都没有好感。 听顾若这样一说, 立即有人说道, 什么不小心啊? 我看他就是故意的。 接着有人跟着说道, 就是, 他肯定是嫉妒你长得好看, 故意想让你毁容。 看见他们这样想, 顾若满意地仰起嘴角, 但他还得在外人面前维持善意。 你们别瞎猜了, 我姐姐性格虽然不怎么好, 但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打完字后, 他在后面配了个委屈的表情。 陆锦鸣看见上面那些消息, 眉头微醋。 对于顾若说的那些话, 他并不太相信。 好歹也是亲姐妹, 应该不至于这么狠。 况且, 跟顾若相处几次后, 他了解到他就是个表里不一的女生, 并不值得信任。 群里也有跟他一样存疑的人, 对方艾特出顾若。 你这样解释, 他们也不信。 都说群众的双眼是雪亮的, 你们家客厅不是有监控吗? 直接给个监控, 让他们看看, 不就知道顾青是不是故意的了? 很快有人迎合。 是啊, 看看监控就知道了。 顾若早就想到这一步, 在车上的时候, 就提前用手机调取家里的监控视频, 并且先剪辑好了视频。 不过不能这么快速地发给他们看。 他对群里的人说道, 可以的, 我现在去看看监控。 过了将近五分钟, 他选出相册里剪辑好的一段视频, 发到顽裤群里面。 一个身披长发的女人坐在餐桌上, 背对着镜头。 接着, 厨房门口多了一个穿着粉色睡裙的女人, 手里端着一碗粥。 很清晰地看得出来, 这个女人就是顾若。 而前面那个长发的女人, 不难知道是顾青。 视频紧接着的画面, 顾若端着碗, 在距离顾青一米的位置。 顾青突然站起来, 抬手掀开了顾若的碗, 导致顾若手里的那碗粥 直接泼洒在他手臂上。 这样的角度, 完完全全就是顾青故意的。 只有顾若知道, 其实顾青压根没有碰到他的碗, 只是站起身时, 扬了下手。 不过, 他把中间的视频剪掉了。 群里面那些人看完视频后, 纷纷一边倒安慰顾若。 陆景明看后, 也是眉头紧皱, 表情一言难尽。 虽然顾若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比起他, 一个能动手毁掉女孩子容貌的人, 心地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之前只认为顾青是个爱攀比的撒谎精, 现在一看, 他还是一个善妒的女人。 要是他哥真的娶了她, 家里一定会闹得鸡犬不宁。 不行, 他绝对不能让这种女人进入家的家门。 对, 只要在婚礼正式举办之前, 一切都还有转机。 陆景明重新振作起斗志, 从床上起身直奔陆景年的书房。 他急得房门也没敲, 直冲房内。 哥, 我跟你说, 你一定一定不能跟顾青这种女人结婚, 你不知道他这种人有多坏。 既然忍心对自己的亲妹妹下死手, 还差点把人弄毁容了。 你要是真的娶了她, 以后家里肯定被她搞得乌烟瘴气。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给你看视频。 闭嘴。 陆景言将文件往桌上一扔, 发出喷的一声, 陆景明吓得一机灵。 陆景言阴色冷漠。 我记得我之前提醒过你, 顾青是你未来的大嫂, 不允许你这样评论她。 陆景言双手交叉放在办公桌上, 漆黑的双眸盯着陆景明看。 是不是爸爸去世了, 我的话就不管用了。 第二十八章, 冷取道我是他的福气。 陆景明从来没见过他大哥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 想要反驳, 迎上他严肃的视线, 却觉得自己像个不懂事的小孩。 他捏了捏一脚, 低下头小声说, 哥, 我没有这样想。 陆景言很了解他, 知道他还是不甘, 不是不甘于听他的话, 而是不甘于承认顾青是他未来的大嫂。 他命令道, 抬头看着我, 陆景明抿了抿唇, 慢悠悠地抬起脑袋看向陆景言。 陆景言神情严肃, 目光凌厉, 给人的压迫感十足。 虽然很喜欢他大哥, 但是每当他严肃的时候, 陆景明后背就会忍不住冒冷汗。 他想挪开视线, 但是不敢, 只能默默吞口水, 等待陆景言开口。 陆景言沉默半赏, 立声说道, 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该关心的是你的学业, 空余的时间就帮着我处理公司的一些事情, 其余的不需要你来插手。 今天过后, 再让我听见你诋毁顾小姐, 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 陆景明很想反驳说, 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他好, 是他被顾青这个坏女人蒙蔽了双眼。 但是在他哥强烈的气场压迫下, 陆景明只能憋着一肚子气, 点头说知道了。 走出房间后, 他越想越憋屈, 烦躁地抓了把头发。 恰实, 听见楼下传来庸人问候陆夫人的声音, 他瞬间双眼一亮, 对啊, 他哥被顾青蒙蔽了双眼, 他妈妈又没有。 他妈妈最讨厌的就是善毒的女人, 说不定知道这件事后, 就会去找顾家取消联姻。 眼见就要被浇灭的火苗, 瞬间燃起希望。 陆景明快步下楼, 跑到陆夫人面前。 陆夫人从外面回来, 刚坐上沙发, 端起一杯茶, 递到嘴边还没来得及喝下去, 被突然出现的陆景明吓得呛了一口。 妈, 你没事吧? 陆景明连忙拍着她呗。 陆夫人咳嗽了好一会儿, 喘过气后, 邪腻了她一眼。 慌慌张张的, 干什么? 陆景明赶紧说道, 妈, 你不能让顾青当你儿媳妇。 我之前只以为她是一个撒谎精, 现在看来, 她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心思歹毒的女人。 趁现在还没举行婚礼, 妈你, 赶紧去顾家取消联姻, 好就隔于水火之中。 她说得很快, 陆夫人先是正愣地看了她两秒, 随后问道你是吃错药了吗? 陆景明猛住, 随后双手抓着她的肩膀, 急切道, 妈, 我是认真的。 陆夫人沉默了, 跟顾家联姻这件事, 是她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 看见陆景明这么愚蠢莽撞的行为, 陆夫人把她的手挥开, 骂道, 我说过, 不许插手你哥的事, 你是不是把我的话荡耳旁风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跟着你哥, 你已经几天没去公司了, 陆景明又被骂了一通, 心情很不好, 把头撇向一边, 我对管理公司没有兴趣, 陆夫人心中的怒气一下被点燃,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 说, 你对什么感兴趣? 她被猴腿不吭声, 陆夫人双手抱胸, 看她一副长不大的样子, 气不打一处来, 都是一个妈生的, 你哥哥这么聪明懂事, 就你这么不争气, 滚出去, 滚字还没落音, 陆景明便握着拳头, 快步出门, 烦死了, 没一个人听她的, 看个视频会死吗? 一个个只知道骂她, 顾家别墅门口停靠着一辆黑色轿车, 司机站在车旁边等候着, 坐在沙发上的叶之雪, 看见顾清从楼上下来, 她起身叫住她, 亲儿, 今天去拍婚纱照, 注意察言观色, 千万别被人看笑话, 顾清在乡下长大, 没什么见识, 叶之雪怕她见到那些婚纱首饰, 做出一些没见过世面的举动, 丢顾家的脸, 顾承在旁边搭话, 是啊, 姐姐不懂那些品牌, 就跟在陆先生身后, 就是了, 她选哪件婚纱, 你穿哪件就好, 别到时候不会挑, 让别人觉得, 我们顾家的女儿没品味, 顾若受伤住院的事情, 叶之雪和顾承都知道了, 要不是因为今天这件事耽搁不得, 叶之雪绝对不会就此放过她, 顾清察觉到顾承语气里面的不爽, 笑了一声, 这场婚姻, 我才是主角, 我想挑哪件婚纱, 就挑哪件婚纱,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叶之雪皱眉说道, 胡闹, 你是什么主角, 这场婚姻, 陆先生才是主角, 你这样没规没矩, 到时候惹陆先生生气, 毁婚怎么办, 伯母似乎不太信任我的为人, 叶之雪话刚落音, 门口传来一道低沉好听的声音, 三人寻着声音扭头看过去, 陆景颜坐在轮椅上, 身后的助理推着她进来, 陆,陆先生, 叶之雪脸上立刻堆起笑容, 您怎么来了, 顾若从楼梯上下来, 看见陆景颜那一瞬间, 心脏还是控制不住的乱跳, 尽管她的双腿已经残废, 但她还是那么金贵俊了, 哪怕是坐在轮椅上, 给人的感觉都是高不可攀, 顾青看着她, 有一身的错愕, 直到陆景颜到她身边, 拉起她的右手, 顾青才回过神经间拍婚杀照, 顾青是我的未婚妻, 我来接她, 不是应该的吗? 陆景颜抬眸, 看着叶之雪, 虽然她态度礼貌, 眼神却冷漠地足以冻死人, 漆黑的眼眸, 没有一丝情绪波澜, 宛如一汪看不见底的深谈, 不过听见她竟然亲口承认顾青, 叶之雪错愕了一瞬, 很快意识到她这是承诺不会毁婚, 笑着说道, 应该, 应该, 当然应该, 陆先生能亲自来接顾青, 是她的福气, 叶之雪这番话, 跟刚才陆景颜在门口听到的那些话, 让她眉头稍醋, 她作为顾青的母亲, 张口闭口说出来的都是贬低自己女儿的话, 陆景颜张嘴正要说什么, 被顾青抢先一步, 能娶到我, 也是她的福气, 你不用这样贬低自己的女儿, 陆景颜愣了一瞬, 眉头烧羊, 叶之雪表情僵住, 顾若也睁大眼睛瞪着她, 顾青是疯了吗? 顾家跟陆家相比, 差了十万八千里, 她竟然敢称陆景颜娶到她, 是她的福气, 这么大言不惭的话, 居然也敢说, 第二十九章, 骗子, 叶之雪愈怒地瞪了顾青一眼, 正要教训她, 陆景颜恩了一声, 点头说, 她说得对, 能与顾小姐联姻, 是我陆景颜的福气, 这下叶之雪彻底呆住了, 顾若也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仔细一看, 她的唇角还挂着似有若无的笑意, 顾青和陆景颜并没有在顾家多说什么, 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顾家, 车内, 顾青侧身看着旁边的男人, 眼神肆无忌惮, 一副心情很好的样子, 起先陆景颜还能目不斜视盯着前方, 过了几分钟后, 终于抵不住她明目张胆的眼神, 她侧眸看了她一眼, 问道, 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 顾青像是才反应过来自己盯了她许久一样, 哦了一声, 我在想, 你当当说的话, 是真是假, 陆景颜微微醋眉, 哪句话, 每句话, 其实她也就说了两句话, 见她不语, 顾青双手撑在座椅上, 身体往她那边倾斜, 两人都坐在车后座, 陆景颜比她高出了半个头, 感受到她的靠近, 陆景颜下意识往后靠, 顾青偏不给她机会, 仰头看着她, 不是说, 你会叫人来接我吗? 怎么你也跟来了? 昨天晚上, 陆景颜给她发消息, 说今早会有人去接她, 她这样说, 顾青自然以为只有司机了, 却没想到, 她竟然也来了, 陆景颜是准备自己先去婚纱店, 今早司机出发时, 不知道怎么想的, 她忽然也想跟着来, 她也说不出什么理由, 顺道, 她撞四慢不惊心, 顾青慢悠悠点头, 长长地嗷了一声, 陆家跟顾家在相反的方向, 鬼才信她的谎话, 她主动来接她, 那是不是意味着, 她对她下意识的情感, 在慢慢恢复, 想到这, 顾青阳纯笑了起来, 见她坐直身子, 闭目仰身, 陆景颜想到, 她之前的欲言又止, 想问她, 还有什么困惑, 想想又算了, 她问了, 她也搭不上来, 车子很快到达目的地, 入冬之后, 清晨的街道弥漫着雾气, 陆景颜坐在轮椅上, 助理准备推着她走, 顾青过去握住扶手, 我来吧, 助理站在一边有些为难, 直到陆景颜微微点头, 她才跟在两人后面, 婚纱店内, 服务员早已经在门口等候, 看见顾青推着陆景颜进来, 他们立即弯腰问候, 店内供应着暖气, 明灿的灯光映照在橱窗里, 将洁白的婚纱衬托得更加神圣, 年轻的导购员面带微笑地跟陆景颜说了声, 陆先生好, 随后将目光放在顾青身上, 这位就是陆太太吧, 长得真漂亮, 陆太太? 陆景颜想说还不是, 顾青抿唇到了声线, 陆景颜侧眸看了她一眼, 她脸上笑容真切, 似乎对这个称呼没什么不满, 看到陆景颜沉默, 服务员立即跟陆景颜说道, 陆先生, 您看看您喜欢什么款式的, 我, 我不挑, 你的任务是服务陆太太, 陆景颜淡淡说道, 顾青颜伪烧羊, 导购员尴尬一笑, 随即连声应道, 是是是, 顾青挑了几套婚纱, 导购员就几套找出与他相搭配的西装给陆景颜, 顾青最终选了件仪字领的托尾婚纱纱, 纱纱后面是白色的丝绸绑带, 需要人协助, 适者去给陆景颜拿西装了, 顾青穿上后, 拉开幕帘, 在外面等候的陆景颜听见响动, 抬头看过去, 愣了一下, 顾青站在他对面, 乌黑的长发盘在脑后, 如凝脂的肌肤在洁白婚纱映衬下, 显得更加白皙光滑, 他今天化了淡妆, 清冷精致的五官, 有种毫不矛盾的明艳感, 你看傻了, 叫了他几声没有反应, 顾青笑着调侃他, 陆景颜这才回神, 低头咳了一声, 顾青知道他是害羞了, 笑意更胜, 还背过身, 偏头说道, 我够不到后面, 帮我绑下昏纱带, 为了方便他, 顾青特意蹲下身, 陆景颜低头一看, 入眼便是一片雪白的肌肤, 微微突出的两道蝴蝶骨, 格外吸引人的注意力, 尤其是左边那道有颗小黑质点缀的蝴蝶骨, 莫名诱人, 还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见他愣着没动作, 顾青主动拉起他的手, 把绑带递到他手上, 并催促他, 陆先生, 可以快点吗? 被他催促, 陆景颜才回过神, 他动作略显仓促, 微凉的指尖不小心触碰到他背部, 温热的触感, 如电击一般席向陆景颜, 他猛地将手抽出, 我, 我还是叫导购员来帮你吧, 他难得有些语无伦次, 双手握着车轮往后退, 看着他忙于退缩的动作, 顾青忽然想起, 之前他跟他说过, 不要忙着推开他他那时, 也答应了, 可现在还这副样子, 顾青站起身, 轻声说了句, 骗子, 尽管很小声, 陆景颜还是听见了, 他垂下双眸, 盯着自己的双腿, 他是一个成年人, 知道顾青刚才的动作, 是不介意他的肢体触碰, 可他不是一个完整的成年男人, 有些东西, 不是他能够奢望的, 他不是三岁小孩子, 也不是懵懂无知的青少年, 知道这个世界上, 没有天上掉馅饼的说法, 这场婚姻, 他毫无怨言, 必然是有想要得到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 一定不会是他, 看见他低垂着头, 一言不发, 顾青心里发酸, 知道他此时此刻, 是极度不自信的,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想要让他变得跟以前一样, 还需要时间, 他不急着逼他接受他, 顾青笑道, 那好吧, 我还是等着服务员来帮我弄吧, 陆景颜抬头看向顾青, 他笑意盈盈, 脸上丝毫没有因为被拒绝而生出的怒气, 说话的语气也格外温柔, 给陆景颜一种, 仿佛他能包容他一切的错觉, 面对他轻松自然的态度, 陆景颜显得局速小心, 就像是想要吃糖, 但不敢向大人开口的小孩, 他觉得自己很奇怪, 明明不该被一个刚认识没多久的人牵动情绪, 他的视线在顾青脸上停留几秒, 又垂下双眸, 不过, 顾青开了口, 听见顾青的声音, 陆景颜抚抬头看过去, 他一只手拉着试衣间的木帘, 轻敏的双眸带着一丝娇巧, 认真说道, 你之前答应过我, 不会把我推开, 这次我就原谅你了, 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 话音未落, 他已经将纯白色的木帘合上了, 第三十章, 未婚夫有点害羞, 陆景颜在原地震愣一瞬, 接着听见自己心脏传来咚咚咚的声音, 有股难以言喻的情绪在胸腔不断燃烧, 致使他眉头皱起, 不是因为烦躁, 是因为他想知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以一种微妙的感觉藏匿在他内心深处, 导致他每次拒绝顾清时, 心脏就像是被什么重物坠住了一样, 会突然失去平常的理智, 陆景颜双拳紧了紧, 抬头看向面前紧闭的木帘, 莫名的冲动驱使他滚动着轮椅来到示意间面前, 他伸手将纯白的木帘拉开, 示意间内, 顾清背对着他, 低头整理婚纱裙摆, 瘦削白皙的后背赤裸着, 垂赶机家的几条丝绸绑带垂在半空, 背面看着有种凌乱的美感, 陆景颜侯杰滚了滚, 收回视线, 滚着车轮进入示意间, 他停在顾清背后, 抬手拉起他后背的绑带, 身后传来轻微的拉扯感, 顾清没多想, 只以为是服务员进来帮忙了, 他微微抿唇, 笑着跟身后的服务员说道, 不好意思, 麻烦你了, 我未婚夫有点害羞, 顾清一边说, 一边整理婚纱, 模样好似漫不经心, 说话的语气, 却带着似有若无的宠溺陆景颜, 拉着绑带的手瞬间收紧, 该说是他足够细节吗, 他没有说他不方便帮忙, 让别人第一时间联想到他坐在轮椅上, 而是说他害羞, 陆景颜眨了眨眼, 轻声说道, 不麻烦, 算是回应他的话, 顾清听见声音, 立刻回头, 惊讶道, 怎么是你, 他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脸上毫不掩饰的笑意, 格外坦荡大方, 陆景颜眼睫一颤, 说道, 现在是有点害羞, 但有些事情总要适应, 毕竟我们以后是夫妻, 陆景颜突然有这样的顿悟, 顾清感到意外, 他歪了歪头, 问道, 你真这样想, 陆景颜没多犹豫, 嗯, 顾清笑着点点头, 那就麻烦你了, 未婚夫, 未婚夫三个字, 他说得很轻, 像是一片羽毛从心口飘过, 不足以重视, 但落在湖面也能泛起一阵涟漪, 这三个字从他口中说出, 他竟然会感到有种莫名的安心, 你怎么总爱分神, 顾清话中含着笑意, 陆景颜的思绪被搅散, 回过神才发现, 顾清已经在他面前蹲下, 等着他帮忙了, 抱歉, 他道了生歉, 拉起几条绑带, 开始给他系, 他尽可能小心一点, 不过动作间, 手还是不可避免的会触碰到他的后背, 你的手很冰, 顾清说道, 陆景颜动作顿住, 以为是让他感到不适, 刚要道歉, 想着要不还是等服务员来帮忙, 就听见他关心道, 你是不是经常失眠, 陆景颜愣了下, 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他点点头, 是, 其实那场车祸, 给他带来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从那天起, 他每晚都被噩梦所纠缠, 他自怨自艾, 痛苦自己变成废人, 可他这条废人的命, 是父亲拿命换回来的, 他几乎没有一天, 完整睡到过天亮, 看见他微微拧起的眉, 顾清眉在开口, 他心里多多少少清楚他为什么会失眠, 陆景颜替他系好绑带, 没多久, 服务员就来了, 他鞠了个躬, 面带歉意地对陆景颜说道, 不好意思, 陆先生, 下面的人在拿货的时候出现问题, 让您久等了, 陆景颜微抿着唇, 淡淡说道, 没事, 过了一会儿, 两人换好婚纱跟西装, 由工作人员带领着他们前往拍摄地点, 驾车半小时到达目的地, 摄影师见两人下车, 连忙笑着迎上来, 陆先生, 陆太太, 顾青打量着走过来的摄影师, 他是个挺着杜男的青年, 笑起来两只眼睛眯成一刀缝, 不过看上去有些憨太可爱, 顾青笑着跟摄影师点了点头, 接下来麻烦你们了, 拍婚纱照是一个繁琐的过程, 开始拍摄时, 摄影师让他们按照他的设计摆姿势, 要求新郎新娘并排, 新娘捧着花低头笑, 新郎坐在轮椅上, 单手揽着新娘的腰, 侧头目光, 寒情地看着新娘, 顾青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捧花, 站在陆景延身边, 新娘很漂亮, 笑一笑, 摄影师一个劲地夸顾青好看, 以此调动气氛, 又一边提醒他该怎么笑, 直到找到最佳的拍摄点, 接着又指挥陆景延, 揽住顾青的腰, 陆景延瞥了一眼顾青的腰, 婚纱的设计中, 腰部两边是露出来的, 以薄纱覆盖, 他这样直接搂上去, 和直接触摸他的皮肤, 没多少区别, 摄影师等了十几秒, 不见陆景延动作, 从相机里抬起头, 笑着调侃, 陆先生, 您这是看你美丽的新娘子, 看傻眼了吗? 顾青侧目看向陆景延, 眼底带着明晃晃的笑意, 对上顾青带笑的视线, 陆景延像是触电一般, 立即收回目光, 低着脑袋, 在摄影师的催促中, 陆景延最后还是伸手搭在了顾青的腰间, 由于他坐着轮椅, 顾青身材高挑, 陆景延胳膊抬得有些高, 咔嚓一声响后, 摄影师看着相机里的照片, 不甚满意, 照片中, 新娘给的情绪和动作都很足, 但是新郎, 搂腰的动作显得无比僵硬, 那眼神也是没一点暧昧情愫, 甚至有些严肃, 摄影师看向陆景延, 笑着说道, 陆先生, 咱们这是拍婚杀照, 用不着这么正经, 您可以尽量把对新娘的情绪外露一点, 眼神要有感情, 知道吗? 眼睛夸张的一睁一闭, 双手圈了个圆圈, 比在眼睛上, 顾青被他搞怪的动作逗笑, 陆景延先长的手指收拢了一下, 好, 我知道了, 看他点头, 摄影师表示十分欣慰, 又重新指导两人, 然而, 陆先生, 您这眼神坚定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要入党呢? 摄影师看着刚拍下的照片, 忍不住吐槽, 新娘完美的找不出一丝不足, 新郎薄唇紧敏, 眼神刚毅, 这哪里是在拍婚杀照?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在拍入党宣传呢? 重复了几次, 拍出的照片, 还是不够自然, 摄影师经历显得有些不佳, 原本高亢的嗓音, 现在变得有些沙哑, 陆景延显少有这种窘迫的情况, 其实从那场车祸之后, 他这是第一次坐在轮椅上拍照, 说没有一丝不适应是假的, 而且看着这样光鲜亮丽的顾青, 他总觉得自己与之格格不入, 他垂下头, 双手抓住没有丝毫直觉的膝盖, 顾青站在他身旁, 看出他的迥意, 趁摄影师喝水的空隙, 伸手搭在陆景延肩上, 凑到他耳边低语, 别担心, 你不要考虑摄影师, 只要看着, 我就好了, 自然一点。 第31章, 顾青吻了他, 摄影师回来后, 又指挥两人换了一个, 姿势他特意挑了的互动性不算太强, 动作也比较简单的拍照姿势, 来来来, 咱们这次走分为赶啊。 摄影师喊道, 新娘坐在新郎的腿上, 双手还住新郎的脖子, 听见腿这个字, 陆景延眉心跳动一下, 他的双腿按常理来说是可以完成这个动作, 但是他的肌肉无力, 万一失误就会让他摔倒。 顾青察觉到他的敏感, 忽略他的双腿, 玩笑着说道, 别怕, 我不中, 陆景延看着他, 心里某个地方像是被灌进一汪暖流, 他明明知道, 他不是担心这个, 他张了张嘴, 正准备说些什么, 被摄影师打断, 新郎要是怕新娘摔跤, 可以用手护住他的后背跟脑袋, 等他反应过来, 顾青已经侧坐在了他的腿上, 只是两只脚尖都垂在地上, 陆景延腿部没有知觉, 并不知道顾青其实没有坐上去, 只是虚空挨着, 他细长的手臂缠住他的脖子, 他的皮肤冰冰凉凉的, 还很软, 肌肤相贴的感觉, 让陆景延身子瞬间僵住, 手下意识地护住他的背部, 他的双腿虽然毫无知觉, 但是胸膛却清晰地感受到一处温软, 坐在他的腿上后, 顾青因为腿部在支撑, 下半身没有支撑力, 所以上半身几乎贴在他身上, 他稍稍垂眸, 便能看见他弯弯的睫毛跟挺翘的鼻梁, 还有上了口红的唇瓣, 因为距离近, 陆景延还闻到他身上散发的淡淡新香, 很好闻的味道, 让空气中似乎都带着点甜, OK, OK, 很好, 摄影师继续指挥, 现在新郎新娘贴近一点, 闻言, 顾青勾住陆景延脖子的双手, 使了点力, 将他脑袋往下带, 陆景延顺势低头, 两人对视上, 摄影师似乎觉得还不够有感觉, 又道, 再近一点, 再近一点, 陆景延这次在顾青勾他脖子前, 主动往前靠近, 顾青弯唇一笑, 很满意他的动作, 摄影师看见新娘的情绪很到位, 恨不得赶紧按下快门, 可是视线一转到新郎身上, 感觉新郎浑身都透露出僵硬的感觉, 他择了一声, 说道, 要不这样吧, 你们两个鼻尖碰着鼻尖, 再亲密一些, 顾青点点头, 下巴轻痒, 鼻尖刚好抵到陆景延的鼻尖, 摄影师在顾青贴近陆景延的那瞬间, 抓拍了一张照片, 而这边, 顾青的动作让陆景延眼睫颤抖了一下, 搭在他后背的手不受控制地收紧, 顾青感受到后背传来的微微痛感, 轻撕了一声, 前几天撞到了, 陆景延瞬间松立, 偏头看他, 低声道, 抱歉, 弄疼你了, 顾青摇了摇头, 不在意地说道, 没事, 继续, 他维持着这个动作不动, 陆景延却再次走神, 弄疼你了, 好像曾经对谁说过, 发现他的心不在焉, 顾青微微仰头, 做出了一个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动作, 他主动吻上了他的唇, 微凉的唇瓣与柔软温热的唇瓣相处, 像是闪了一道极强烈的火花, 瞬间窜进陆景延的大脑, 刹那的功夫, 陆景延失去了一切思考以及行为活动的能力, 只有脖子上突出的不断跳动的轻筋提醒他, 顾青吻了他, 摄影师看见脸上顿时露出满意的笑容, 瞬间抓拍下来, 完美, 实在是太完美了, 摄影师看着自己抓拍下来的成片万分满意, 不停赞叹, 听见摄影师的赞美, 顾青这才与陆景延拉开一点距离, 距离拉开后, 顾青发现一件有趣的事, 陆景延的两只耳朵红得快要滴出血来, 这是他害羞的证据, 而且他没有生气, 看见陆景延这副模样, 顾青忍不住想逗他, 这么想, 他也就这么做了, 故意弯唇笑起来, 贴在他耳畔, 和气如蓝, 是你先分心, 我才想出这个办法的, 不然一直拖下去, 摄影老师会失去耐心的, 他刻意将嗓音放柔, 歪着脑袋盯着陆景延的眼睛, 有种撒娇耍赖的意味, 对上他灼灼的视线, 陆景延喉结一紧, 垂下眼眸躲避他的眼神, 用自己没有察觉到的低雅的嗓音说道, 可, 可以, 听到他肯定的回答, 顾青满意的点点头, 也不再继续逗他了, 笑着从他的腿上下去, 腿部支撑太久, 妈了, 脚掌像是细密的针在扎, 陆景延看他站在一边活动双腿, 并且眼神怪异, 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他没有多问, 经过这小段插曲, 两人后续的拍摄意外的协调, 至少没再出现摄影老师所说的入档般坚定的眼神, 婚纱照拍摄在晚上十点过结束, 陆景延先送顾青到家, 再吩咐司机调头回陆家, 车上, 陆景延拿着助理递来的合同, 翻开后, 却看不进一个字, 脑海中不断重复闪过顾青吻他的画面, 温软的触感仿佛还停留在他的唇上, 陆景延这样想着, 鬼使神拆的伸手附在唇上, 助理叫了他好几声, 都没得到回应, 从后视镜中一看, 发现陆景延正摸着嘴巴, 他提高音量喊了一声, 陆总, 您是牙龈发炎了吗? 沉浸在回忆中的陆景延被突然拔刀的音量惊醒, 接着立即将手指收起, 拿着合同说道, 没, 我, 试看合同里出了点问题, 什么? 听见合同出现问题, 助理瞬间紧张起来, 扭头一看, 张到一半的嘴顿时僵住, 那个, 陆总, 您, 合同拿反了, 陆景延低头看见排排道着的字, 如梦惊醒, 赶紧将合同换了个方向, 见助理一脸惊讶地看着自己, 他低咳一声, 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今天, 拍摄有点累, 累? 助理心中震惊, 他还是第一次听见陆总这个工作狂魔说累, 助理虽然惊讶, 但还是点点头, 说了声陆总辛苦, 拍完婚纱照, 顾青便开始忙碌起来, 之前他还在国外, 便开始向他邀约的可以用中医治疗的病人, 他都慢慢开始着手, 除了新病人以外, 还有之前的老病人也要常去复诊, 这天, 恰好是杨老爷子的复诊时间, 顾青在外面一直忙到将近傍晚, 忙完后, 直接驱车前往杨家, 而此时的顾家别墅, 顾弱的换衣间内, 叶之雪站在他身后, 按住他的肩膀, 与众心肠地说道, 若若, 今天杨总夫妻三十年结婚纪念日, 肯定会有很多上流人士出席宴会, 你到时候去了, 一定要记得跟那些人打好关系, 知道了吗? 第三十二章, 你认识顾医生, 杨家跟顾家原本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 但是顾弱万万没有想到, 杨斌竟然还给他发来了请帖, 顾弱拿到请帖的那一刻很惊讶, 叶之雪第一反应就是怀疑杨斌对他有益, 对于这个猜想, 顾弱自然是高兴的, 但是除了上次他爽约他的生日宴, 他跟杨斌之间没有什么往来, 又或者可能是因为他是陆锦铭的好兄弟, 而自己跟陆锦铭走得近, 所以他也愿意跟他玩, 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 只要能结交到对他有利的人就好, 妈, 这些就算你不交代, 我也知道, 顾弱有些骄傲地仰着头, 对着镜子调整脖梗上闪闪发亮的珍珠项链, 妈妈, 我这样好看吗? 看见女儿精心地打扮, 叶之雪感到欣慰, 好看好看, 他在整理脑后的发丝突然想到什么, 对了, 那个杨老爷子不是身体常年都不舒服吗? 你是学医的, 可以想想办法运用一些护理小技巧之类的办法帮帮他, 再买些养生品什么的送过去, 杨总那两口子可是出了名的孝顺, 你要是把杨老爷子哄高兴了, 一定少不了好处, 杨家的身份地位在北城虽然比不上陆家, 但也是不可小觑的, 要是能跟杨家打好关系, 他们顾家的身份地位都得往上升好几层, 这些道理顾若自然是知道的, 他转过身看着叶之雪, 笑道, 妈, 这些事儿你更加不用操心, 我早就叫人准备好了, 放心吧, 女儿能这么了解自己心里的想法, 叶之雪很是高兴, 宠溺地摸了摸他粉嫩的脸蛋, 我家女儿真懂事, 说到这, 他想起顾青脸色垮下来, 你那个姐姐早被你奶奶养坏了, 我是指望不上了, 看见顾青在叶之雪心中的印象已经烂成泥了, 顾若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假意欣欣的宽慰, 而是握住她的手, 十分乖巧地说道, 妈妈, 你这不还是有我吗? 听了顾若的话, 叶之雪骄傲地笑了起来是啊, 老大养肺了, 还有老二呢, 而且, 若若这丫头从小到大都优秀, 刚出生就给他们家带来了福运, 让他们家一夜暴富, 长大后更是别人口中学习优秀的孩子, 以后说不定还能成为大家称颂的名医, 为他们家增添荣光, 果然啊, 孩子还是得自己带才好, 探探顾若和顾青的区别, 就知道差距在哪了, 在到达杨家之前, 顾若心里也存着杨斌对他有益的猜想, 直到杨斌跟他礼貌本分地点了点头, 然后吩咐人带着他去宴会厅, 顾若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自己只是众多宾客中的其中一个, 少爷, 这些礼品真要送到老爷子那吗? 站在杨斌旁边的助理, 指着左边几箱礼盒问道, 这是顾若送过来的, 杨斌本身对顾若没什么好印象, 这次会邀请他, 不过是因为上次在他的生日宴放了鸽子, 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但顾若阴情虚伪地想要和他拉拢关系, 杨斌是打心眼里瞧不起的, 杨斌顺着助理手指的方向看了眼, 挥了挥手, 拿去仓库, 宴会结束后分送给佣人, 助理点点头, 吩咐人把礼盒收起来, 杨家分为前院跟后院, 宴会厅设置在前院, 顾若发现宴会实在是很无聊, 周边那些人相互都认识, 他根本插不进话, 他有些泄气地离开了宴会厅, 端着一杯红酒到通往后院的小桥上散心, 突然, 前面一抹白影掠过, 顾若瞬间清醒, 那是顾青,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顾若眼睛一下瞪大, 不自觉跟着顾青往前, 看到他走的方向是杨老爷子的院子, 顾若心中警铃大作,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跟杨老爷子攀上关系, 虽然不相信, 但他还是担心, 顾若加快脚步往前跟着不远处的人, 没走几步, 突然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你在跟踪谁呢? 鬼鬼祟祟的, 陆景铭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对面身披长发, 一身白衣, 是个女人, 只是, 那身影好熟悉, 顾若一下子惊醒, 陆景铭前不久还跟他提过, 想要跟顾青见面, 如果让他知道, 前面那个女人就是顾青, 看见她的长相之后, 他就承认顾青做他大嫂, 不去破坏这段联姻了怎么办? 这也就算了, 那他之前对他撒得谎, 岂不是就不攻而破了? 不行, 他绝对不能让他见到顾青, 想到这, 顾若立刻回头拿出手机转移话题, 没跟踪谁, 就是好奇, 到处逛逛, 对了, 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见我姐姐吗? 我可以给你她的微信, 到时候你跟她好好聊就是, 陆景铭果然被他这句话转移了主意, 将信将疑道, 真的, 顾若点点头, 当然, 陆景铭从西装口袋里拿出手机, 那我信你这次, 加上微信后, 陆景铭拿手机给他看, 确认道, 是这个, 顾若看了一眼, 笑着点头, 对, 确认完, 陆景铭收回手机就走了, 见他转身离开, 顾若赶紧打开手机, 点开微信, 切换到小号, 在新朋友那一栏通过了陆景铭的好友邀请, 他都不想让陆景铭跟顾青见面, 又怎么会存到给他一个真的微信号码, 况且他都没有加顾青的微信, 将近零点, 宴会结束, 后院这边, 顾青也刚给杨老爷子做完中医理疗, 杨老爷子这段时间调理得很好, 此刻倚靠在床头, 精神很足, 他带着歉意说道, 每次都要麻烦顾医生这么久, 我这个老头子实在是过意不去, 顾青抿唇笑了笑,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这是我的职责, 两人又闲聊了几句, 顾青便离开了, 前院宴会厅的人走得差不多了, 陆锦铭跟杨斌打了声招呼, 也准备走, 刚一转身, 顿时愣在那里, 身着白色毛泥大衣, 水洗牛仔裤的女人从他面前静止走过, 对方皮肤白皙, 睫毛卷翘, 侧脸轮廓精致美丽, 最重要的是那清冷独一分的气质, 那是, 大嫂, 叫出声后, 陆锦铭立刻捋了捋舌头, 追上前拦住他, 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顾青被人拦住, 微微醋眉, 偏头疑惑地看向面前的年轻男人, 你是, 见他忘了自己, 陆锦铭连忙兴奋地道, 我我我, 就是上次我出车祸, 你救的那个人, 说到这个, 顾青想起来了, 他稍稍点头, 问道, 请问有什么事吗, 还是你有哪里不舒服, 陆锦铭点头如捣蒜, 像是有千言万语, 不知道从何开口, 我有事, 你等我慢慢说, 你认识顾医生, 第33章, 我要给你见一面, 陆锦铭才开口, 杨斌便走过来问道, 顾医生, 陆锦铭反应了两秒, 不可思议地看了眼顾青, 又问杨斌, 他该不会就是给你爷爷治病的那位顾医生吧, 杨斌点点头, 嗯, 是啊, 陆锦铭看向顾青, 张开的嘴, 夸张地可以塞进一个鸡蛋, 人长得这么好看就算了, 医术还这么了得, 杨斌看他一副痴汗脸, 不确定地问, 你认识顾医生, 陆锦铭闭上嘴, 咽了口唾沫, 点头说, 他就是上回我出车祸救我的那个人, 接着又凑到他耳边, 语气激动, 也是我心目中的神仙大嫂, 这也太有缘了吧, 杨斌感叹, 合着之前他们俩争了个寂寞, 顾青听见他们的对话, 看向陆锦铭, 笑道, 上次只是举手之劳, 你没事就好, 他笑得随意, 陆锦铭却愣神了, 不愧是他看中的大嫂, 笑起来真好看, 发现好兄弟又露出一副不值钱的痴汗笑, 杨斌用手肘顶了顶他胸膛, 陆锦铭瞬间回神, 想起什么, 略显急切地对顾青说道, 对了, 顾医生, 既然你能把杨爷爷这种情况的病人治好, 那你一定很厉害, 我有件事情想请求你, 我哥哥双腿残疾, 这种情况能治好吗? 陆锦铭本来想说让他做他大嫂的事, 但知道这事一说出来, 他肯定挨骂, 所以选了个迂回的方式, 说不定大哥看到这么温柔又漂亮的顾医生, 马上就醒悟了, 看他语气着急, 顾青露出一个宽慰的笑容, 你这样口头描述太过抽象了,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能不能治好, 这些都是个未知数, 我需要看到病人的具体情况, 正好他这段时间在研究陆锦铭的病情, 陆锦铭皱了皱眉, 又问, 那你之前有治疗过双腿瘫痪这种情况吗? 顾青, 在我手下, 有过两例, 治好了吗? 他连忙问, 顾青微微点头, 经过几年的治疗跟后期恢复, 都能下地走路了, 听见他的答复, 陆锦铭欣喜若狂, 早就忘了什么大扫不大扫的事, 赶紧说道, 顾医生, 拜托你就救我哥哥吧, 顾青说道, 我需要看看病人的情况, 顾青到现在都没有克服心理的难关, 做不了手术, 但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他觉得自己应该尝试着慢慢改变, 去接触病人, 方便加个你的微信吗? 顾青不会随意打扰你的, 陆锦铭握着手机, 有些急促地说道, 顾青想了下, 点头说, 可以, 看他点头答应, 陆锦铭唇角上扬起来, 加上微信, 顾青把手机放回口袋, 你回去后, 可以先询问病人的意见, 愿不愿意跟我见面? 如果愿意的话, 我们再商量着协调时间, 陆锦铭连连点头, 好好好, 我一定跟我哥说, 顾青微微敏唇, 那这样, 我就先走了, 听他说要走, 然后陆锦铭立即笑着, 朝他挥手说再见, 一直到顾青走出宴会厅的大门, 他还保持着这个动作, 杨斌终于看不下去了, 把他手拨下去, 瞧你这副痴汗样, 人都走没影了, 还傻嘻嘻地笑, 陆锦铭双手还胸, 抬起下巴, 一脸骄傲道, 谁叫我大嫂长得好看, 医术又好, 就算要我天天对着他笑, 都没问题, 杨斌作为他的损友, 看不惯他神气兮兮的模样, 他十分做做地嗨呀一声, 故意提到, 忘了告诉你, 我爷爷之前, 可还想让我追求顾医生来着呢, 这可怎么办, 要不我跟你争一争, 看他是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还是愿意给你当大嫂, 听见他这话, 陆锦铭一下子炸毛, 你想得没, 那是我先预定的大嫂, 反正你不许跟我哥争, 你要跟我哥争, 我就, 他手指着杨斌憋了足足三秒, 最后放出自以为算狠的狠话, 我就跟你绝交, 换做以前, 杨斌根本不可能是他哥的对手,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他哥残疾了, 放下狠话后, 也不看杨斌是什么态度, 陆锦铭直接扭头就走, 当然, 他不是生气, 是忙着回家, 杨斌站在冷风中, 一脸猛地看着陆锦铭的背影, 嘴里碎碎念, 不是, 就开个玩笑吓唬一下, 他至于这么认真吗, 还绝交呢, 陆锦铭回到家, 躺在床上, 面朝天花板, 他手里握着手机, 视线停留在前不久, 加上的顾医生的微信上面, 对方的头像是一片纯白色, 给人一种沉默寡言的感觉, 但是陆锦铭知道, 他是一个知性温柔的姐姐, 他这样想着, 点开了对方的头像框, 删去在备注栏那一行的顾医生三个字, 转而输入神仙大扫四个字, 改完后, 陆锦铭欣赏了一番自己的杰作, 才满意地转回微信首页, 他今天刚从顾罗那里, 要到的顾清的微信, 现在已经加上了好友, 因此, 微信头像就在他的神仙大扫下面, 看着对方那张金灿灿的火凤凰头像, 陆锦铭撇了撇嘴, 有些嫌弃地评价道, 真是老土又没品味, 他点进跟顾清的对话框, 编辑一段文字发送过去, 陆锦铭, 顾清, 我要跟你见一面, 给个时间, 先不说他觉得顾清配不配地上他哥, 光是之前顾清谎报学历, 陷害妹妹的种种劣迹, 就已经让陆锦铭对他厌恶, 所以与他说话的态度也不见得有多好, 换做以前, 他是绝对不会跟这种人有任何来往, 但是, 眼看顾清这个坏女人就要嫁进他们家了, 不管怎么样, 他都必须跟他见一面, 他倒要看看, 这个顾清究竟有什么本事, 能把他哥哥骗得团团转, 陆锦铭盯着手机, 静静地等待顾清的消息, 顾家这边, 顾若坐在化妆台面前, 对面化妆镜中的女人妆容精致, 五官却几乎凝成一堆, 不难看出, 他心情差到了极点, 房间门在这时被敲响, 门外传来叶之雪的声音, 若若, 你今天认识了哪些人呀? 跟妈妈聊聊, 顾若咬了咬唇绊, 一边卸下脖梗上的项链, 一边说道, 妈妈, 你别问了, 我太困了, 今天先睡了, 虽然叶之雪很想听听他怎么结交名流贵人的事情, 但是听见女儿这样说, 他也只好作罢, 第34章, 陆锦铭对峙顾青, 叶之雪点点头, 硬道, 那好吧, 你好好休息, 我们明天再聊, 听见脚步声走远, 顾若瞬间将手里的珍珠项链扔到一边, 从他刚回来时, 叶之雪就看出他心不在焉, 上前问他是不是玩得不开心, 他当时摇头说只是有点累了, 找了个借口上楼回房间, 其实他根本就不累, 他只是纳闷, 顾青怎么会出现在杨家, 最重要的是, 他又怎么会出现在杨老爷子的院子, 杨老爷子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像顾青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人, 也敢去他的院子里面, 顾若为此感到疑惑, 除此之外, 还有隐隐的不安, 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是怎么想, 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他告诉自己, 当时也许只是看走眼了, 毕竟顾青这种身份, 是绝对不可能会认识杨老爷子的, 顾若这样想着, 才让坠坠不安的情绪稳定下来, 他拿出手机, 准备看看, 纨绘群里又有些什么事发生, 点进微信, 发现还登陆着的小号, 并且有一条未读消息, 这个小号, 顾若还没公开过, 所以他看见消息就知道是陆锦铭发来的了, 他点进跟陆锦铭的聊天框, 看见陆锦铭说要和顾青见面, 顿时勾起唇角, 说话的态度这么差, 看来他对顾青的印象真的是坏到极点了, 想到这, 顾若笑出了声, 不过光是这种程度还不够, 他想要看到的, 是陆锦铭想方设法, 都要去阻止顾青跟陆锦铭的婚礼, 顾若知道, 像陆锦铭这样心高气傲的人, 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对他指手画脚, 他垂眸看着手机, 手指飞速地编辑着文字, 写完, 他检查无误后按下发送键, 另一边, 陆锦铭接到消息, 瞬间从床上坐起来, 他瞪着眼, 不敢置信地再看了一遍对方发来的消息, 顾青, 别顾青顾青地叫, 你这样很没有礼貌, 我马上就是你哥哥的妻子了, 你作为陆锦铭的弟弟, 应该叫我一声大嫂, 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陆锦铭气的胸口上下浮动, 先不说他是故意用这种态度对他的, 就算他没有礼貌, 也轮不到他来指指点点, 怎么, 还没做他大嫂, 就端起谱了, 等真进了陆家门, 那还得了, 陆锦铭发消息过去, 你还没嫁丢我哥, 我想叫什么就叫什么, 你管不着, 顾若看到他发来的消息, 得意地挑了下眉, 看来陆锦铭的耐心不多了, 他得再加把劲, 让他彻底讨厌顾青, 赶紧想办法阻止联姻, 顾若打开输入法, 编辑文字, 你以为我想管你, 换做别人, 我才懒得管, 但你是锦铭的亲弟弟, 我嫁给锦铭后, 就是陆家的人了, 我只是作为你的大嫂教育你罢了, 现在不叫你怎么称呼我, 到时候让别人听见, 会说我们陆家的人没家教, 到时候丢脸的, 不只是你一个人, 还有我们整个陆家, 陆锦铭彻底被顾青发来的这番话, 给激怒了, 他这身份适应得可真够快的, 一口一句我们陆家, 还没嫁进门呢, 就开始在他面前摆架子了, 陆锦铭面带怒意, 重重地敲击着键盘, 我警告你, 别忘想教育我, 只要我没承认, 你这辈子都别想让我叫你大嫂, 再说了, 婚礼还没举行之前, 一切都只是个未知数, 你这么自信, 到时候挤不进陆家门, 可别哭得太难看, 消息发送过去, 陆锦铭就退出微信, 把手机扔到床头果然,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跟顾青这个心机深沉的女人, 说了几句话之后, 他对顾医生的好感, 直接上升到恨不得现在就替他哥去找他上门提亲的地步, 他哥就该配顾医生那种温柔大方, 美丽端庄的女人, 呸, 都是一个性, 咋就差距那么大呢? 安静的房间内, 陆锦铭握拳重重往床上一锤, 不行, 他最重要的不是搭理顾青那个疯子, 而是要尽快想办法, 让他哥哥跟医生姐姐见上面, 他相信, 见过面后, 他哥一定会喜欢上顾医生的, 不过, 如果他直接说, 让陆锦铭跟医生姐姐见一面, 以他哥的性格, 一定不会同意的, 但是神仙姐姐可是医生, 如果以治病为理由, 他哥哥答应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这样一来, 既可以治病, 还可以培养两人的感情, 真是一举两得, 陆锦铭幻想着他哥被顾医生治好后, 在一起的美好画面, 熊熊斗志顿时燃烧起来, 说做就做, 他翻身下床, 穿上拖鞋, 急步走出房间, 而另外一边, 顾若看着陆锦铭发来的消息, 眉眼止不住地往上扬起, 这狠话, 足以证明他已经气急败坏, 他来, 顾青在他眼里的形象, 算是彻底烂成泥了, 此即此, 他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 嘴里哼着轻快的歌曲, 进浴室里面卸妆, 只要陆锦铭阻止了顾青和陆锦铭的婚姻, 那么, 顾青就永远不会有跟陆锦铭接触的机会, 他的谎言自然就不会被揭穿, 陆家别墅, 陆锦铭去到陆锦铭房间, 经历之前没有敲门, 闯进他房间被骂之后, 他这次站在门口, 非常规矩地敲了几下门, 听见里面传来一声, 走过去没话找话, 哥, 看书呢? 陆锦铭把书反盖在被子上, 抬眼看着他, 说吧, 什么事? 陆锦铭拉出书桌旁的椅子, 在他床边坐下, 能有什么事? 我就想跟你随便聊聊, 这句话别人可能就真信了, 可陆锦铭是他哥哥, 如果没事要说, 他大半夜的绝对不会跑来他房间, 陆锦铭拿起书继续阅读, 既然你不说, 那就出去, 这话一出, 陆锦铭慌张地把他手里的书放到一边, 哎, 我说我说, 陆锦铭眼神淡淡, 静静地看着他, 对上他冷静的眉眼, 陆锦铭抿了抿唇, 他很想告诉他哥, 顾卿这个女人对他的态度有多么恶劣, 有多么高高在上, 盛气凌人, 但是经过上次, 他在他面前说顾卿坏话, 被他骂得狗血喷头的教训后, 陆锦铭选择以更好的方式来说, 是这样的, 我刚认识了一个很厉害的医生, 提到顾医生, 陆锦铭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他厉害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杨爷爷的病情, 那么多的医生都束手无策, 但是他就能稳住, 第35章, 拒绝见面, 哥, 我加上了他的微信, 你安排个时间, 什么时候跟他见一面吧, 我相信, 像他这么厉害的医生, 一定能够治好你的腿的, 陆锦铭说得激动万分, 丝毫没注意到陆锦铭微醋的眉宇, 治好了杨爷爷的腿脊, 听见这话, 陆锦铭忍不住扯了下唇角, 他听过太多厉害的医生了, 可终究还是没人能治好他, 陆锦铭垂下眼眸, 拿起书翻了一页, 淡淡开口, 不便, 我的病情, 我自己清楚, 再厉害的医生, 对我来说也没有用, 说到这, 他眼前忽然浮现顾青的面容, 怎么就独独对他抱着期待, 独独相信他呢, 他微抿着唇, 又道, 我现在已经在接受治疗了, 这些事情你不用操心, 之前一直是林嘉年负责陆锦年的治疗, 听到他说现在已经在接受治疗了, 陆锦铭也就以为是林嘉年在给他治疗,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林嘉年之前跟他们说, 他能保证手术成功的几率只有30%, 陆锦铭不是信不过林嘉年的医术, 只是现在身边有一位感觉更加优秀的医生, 他肯定会更倾向后者, 顾医生说, 这样的案例他治好过两例, 应该更厉害吧, 见陆锦铭不肯答应他见面, 陆锦铭使出三寸不烂之舌, 一个劲夸赞, 哥, 求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认识的那个医生是真的很厉害, 你忘了几年前杨爷爷那种病情了吗? 国内国外, 寻边那么多医生, 都没人能有把握做的一场艰难的心脏移植手术, 唯独那个医生感, 而且还把手术做得很成功, 哥, 你就信我这次跟他见一面, 说不定真能治好你的病呢? 看到陆锦铭依旧垂眸看书, 没有要松口的意思, 陆锦铭顿时机的口无遮拦, 难道你就不想治好双腿, 重新站起来吗? 陆锦铭的手顿了顿, 接着继续把书往后翻, 陆锦铭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立即捂住嘴, 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解释道, 我只是觉得那个医生真的很好, 他连杨爷爷都能治好, 一定可以治好你的, 你就跟他见一面吧, 陆锦铭已经耐着性子听他说了一场串话, 表明态度后见他还不愿作罢, 脑袋有些胀痛起来, 他终于放下手里的书, 抬眸看向陆锦铭, 冷声说道, 杨爷爷的病情和我不一样, 不能相比较, 至于那位医生他有多厉害, 也只是你一个外行人的以为, 与我无关, 我也不需要跟他见面, 更不用接受他的治疗, 说完他下出最后一道命令, 很晚了, 你回房间休息吧, 陆锦铭原本还幻想着他哥会同意, 听见陆锦铭坚定决绝的话语, 他瞬间泄了气, 除了泄气之外, 他感到既难过, 又憋屈, 他这么说, 还不都是为了他好, 陆锦铭忍不住在心底吐槽, 既然他哥不愿意他插手, 那他以后也懒得再替他操心了, 爱谁治疗谁治疗, 爱取谁就取谁, 他这样想着, 有气无力地呕了一声, 便回房间去了, 这段时间, 顾卿常常在杨家和顾家之间往返, 终于在持续给杨爷爷治疗了将近半个月后, 他从杨爷爷腿上取出最后一针, 笑着说道, 杨爷爷, 恭喜您, 以后都不需要再用针灸治疗了, 不等杨建国开口, 站在旁边的杨斌一听, 心喜道, 真的吗? 顾医生, 我爷爷他以后真的不用再针灸了吗? 顾卿肯定地点了点头, 杨斌立即朝他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你, 顾医生, 顾卿扶住他的肩膀, 杨爷爷能好得这么快, 也是因为有你这份孝心在, 是啊, 坐靠在床上的杨建国拉住杨斌的手, 用浑浊的双眼看着他, 神情中满是心疼, 这段时间忙着照顾我, 累得瘦了好多, 杨斌用他有力的大手盖住杨爷爷苍老的手掌, 双眼看着他温和地说道, 爷爷, 我一点都不累, 你能恢复健康最重要, 看见爷孙俩温情的画面, 顾卿忽然想起自己的奶奶, 要是他奶奶也在, 就好了, 这个世界上除了奶奶, 他没有一个亲人, 感觉到鼻头一酸, 顾卿眨了眨眼, 将思绪压下, 他对杨斌说道, 杨爷爷的身体虽然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但是一些小毛病还是需要药物来稳定, 我现在开一些药方, 你待会儿就拿去熬来给杨爷爷喝下, 杨斌点头, 好, 我知道, 杨斌是个很孝顺的孩子, 杨爷爷每次喝的药都是他亲自熬的, 顾卿开完药方后又给交代了一些事宜, 等他点头明白, 才说道,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虽然我以后不会上门针酒, 但是杨爷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尽管跟我说, 只要没有什么意外, 我一定到, 顾卿把他爷爷治好, 杨斌对他感激万分, 连声跟他说了好几声谢, 顾卿走后, 他拿着他给配好的药, 去院子里面开始煎药, 煎药的过程中, 杨斌拿出手机, 对着砂锅罐子拍了张照, 他笑得跟着小孩一样, 跑到朋友圈里面炫耀道, 吃了这些东西, 爷爷的腿终于好一大半了, 开心, 顾家别说, 坐在客厅沙发上玩手机的顾卿, 恰好刷到杨斌发的那条朋友圈, 心中顿时感到惊喜, 他之前送去杨家的那些中药补品真的都有用, 想到这, 顾卿内心不禁骄傲起来, 他随手挑选的补品, 都能让杨斌爷爷的病情好起来, 看来, 他果然是有医学天赋的, 那他又看了一遍杨斌说的话, 脸上控制不住的杨起笑容, 要恢复, 杨斌一定会对他另脸相看, 在一旁看电视的叶之雪听见, 扭头看向他, 好奇地问道, 若若, 看什么呢, 笑得这么开心, 顾卧摸了摸因为激动, 导致有些滚烫的脸颊, 十分得意地把手机递给他看, 妈妈, 你看杨斌的这条朋友圈, 叶之雪拿着手机看, 过了会儿, 他惊喜地哀哑一声, 抬头问顾卧, 他熬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就是你上次送的那些补药? 第三十六章, 原来你还会关心我, 顾卧扬了下眉, 很是骄傲地说道, 不然还能是什么呢, 别人都送奇珍一宝, 价格昂贵的珍品藏品, 只有我送的是补药, 叶之雪高兴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双手捧着顾卧的脸蛋, 笑得合不拢嘴, 真不愧是我的女儿, 真厉害, 叶之雪心里满意得很, 他就说吧, 弱弱才是他们家的福星, 当初就是因为怀上了弱弱, 他们才一夜暴富, 有了资产做投资, 得以挤入豪门, 通过联姻, 他们是能得到陆家的好处, 但是陆夫人有多看不起他们家, 叶之雪是能感觉得到的, 他们家能在陆家拿到的好处, 只会是暂时的, 叶之雪想要的好处是长久的, 能得到杨家人的尊重, 拓展人脉, 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人不喜欢听到父母这样夸赞自己, 顾卧笑得眉眼弯弯, 脸上尽是骄傲与得意, 经过这件事情, 叶之雪更加肯定一个道理, 在上层圈子里面, 永远不缺名流贵妇, 最缺的就是名医, 越是身份高贵的人, 越注重自己的身体, 所以, 你记住, 一定要好好学医, 到时候, 自然有数不尽家门显赫的富豪名媛, 排着队来跟你结交, 叶之雪已经开始想象, 那些比他身份地位高出许多的人, 舔着脸来巴结自己的模样了, 想想那滋味, 就觉得美妙, 他说的这些, 顾若自然是懂的, 他乖巧地点头, 捏着甜甜的嗓音, 对叶之雪说道, 妈妈, 你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学医, 你忘了, 要不是我送的那些补品, 杨斌他爷爷估计现在还躺在床上, 痛苦不堪呢, 所以说, 在学医这方面, 我是很有天赋的, 听他这么说, 叶之雪感到欣慰无比, 还想再说什么, 就看见顾青从大门外走进来, 顾青自然也看见了沙发上母女情深的画面, 不过对此, 他已经感到麻木了, 正打算像往常一样静止走过, 突然被叶之雪叫住, 你又跑哪儿去了, 叶之雪问道, 换做以前, 叶之雪也懒得管他去哪儿了, 但是今天顾若让他很开心, 忍不住就有了对比, 明明都是他生的, 怎么差别就这么大, 想到这, 叶之雪气不打一处来, 对此感到很不平衡, 面对他的质问, 顾青脚步稍顿, 转头看了他一眼, 原来你还会关心我, 顾青的态度让叶之雪不满, 他刷得一下站起来, 你在我面前神气什么, 有本事去外人面前神气, 见顾青停下脚步, 叶之雪看了眼身边的顾若, 一脸的骄傲自豪, 你看看你妹妹, 从小就听话懂事, 现在上大学了, 在学校里面, 各个老师都夸奖他, 前不久, 随随便便挑的一个补品, 就能把别人的病情扭转, 说到这, 他停顿了一下, 抬手指向顾青, 讥讽道, 你呢? 大学没考上也就算了, 在小县城里, 跟着个赤脚大夫学中医, 本事没学到什么, 脾气倒是大得很, 顾青看着他, 没有说话, 叶之雪说的那些话, 犹如针尖一般扎进他的皮肤, 又精准地刺中疼痛感知最强的那几处神经, 从他多了一个妹妹之后, 他就知道, 叶之雪不喜欢他, 可是他没想到, 他在叶之雪眼中, 已经不堪到了极点, 他以为对这对夫妻, 他早就没了什么期待, 也不会受到伤害, 原来还是会心寒的吗? 顾青喉咙一梗, 扯了下唇角, 语气轻得几乎听不见, 对, 我是没有礼貌, 那是因为我从七岁开始就没了妈, 他满七岁是顾若出生的那一年,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顾青就注定得不到一丝母爱, 他说完这句话, 叶之雪在原地挣了很久, 直到顾青上楼, 他才缓缓回神, 顾若发现叶之雪神情有种说不出来的怪异, 但他不习惯他这种怪异, 尤其是面对顾青的时候, 他咬了咬唇瓣, 走上前紧紧地挽住叶之雪的胳膊, 妈妈, 你看姐姐她这样的性格, 真的适合驾到陆架吗? 听到这个问题, 叶之雪原本有些复杂的神情, 立刻变得严厉, 他目光投向楼梯, 冷声说道, 不管它是不适合, 都必须驾进陆架, 顾若知道, 在叶之雪眼中, 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他问出这个问题, 并不是想得到心中所希望的答案, 不过是为了让他分心罢了, 他不想看见叶之雪对顾青愧疚, 一段小插曲过去, 母女俩又继续坐在沙发上, 度过亲子时光, 叶之雪在一旁看电视, 顾若已经忍不住到处跟他那些塑料闺蜜, 炫耀自己这次的功劳, 他在闺蜜群里面说道, 姐妹们, 给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 消息发出没多久, 立即有人急切询问, 什么什么啊? 快说, 顾若到杨斌的朋友圈截了一张图发过去, 紧接着说道, 怎么样, 我送的这些中药补品, 很管用吗? 跟他同友杨斌朋友圈的女生惊讶道, 不是吧, 杨斌朋友圈说的, 竟然是你送的补品, 顾若很是骄傲地回道, 嗯啊, 毕竟我是学医的嘛, 就挑了些适合杨爷爷病情的补药, 没想到歪打正着, 就治好了, 打完字, 他还在后面跟了个羞涩的表情包, 群里面那些闺蜜羡慕不已, 连说学医就是好, 有人问道, 若若, 你帮了这么大的忙, 杨家肯定得请你吃饭吧, 接着立即有人应和, 何止是请他吃饭, 凭杨家那身份地位, 估计弱弱以后的地位, 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吧, 看到群里面那些人的猜测, 顾若笑得合不拢嘴, 哎呀, 你们别这样说了, 我对杨爷爷好, 又不是为了吃一顿饭, 他虽然面上说着不需要, 其实早就陷入幻想当中, 他能忙这么大的忙, 杨家请他吃顿饭理所应当呀, 杨家请客, 那可吃的不是一顿饭, 而是一个机会, 顾青回房间洗完澡出来, 坐在书桌前, 拿起手机给陆锦炎发了条消息过去, 第37章, 报备, 顾青, 温馨提示, 别忘了明天上午的治疗哦, 陆锦炎收到这条消息, 正在给阳台处的绿植胶水, 他放下胶水壶, 拿起手机回复, 嗯, 我记得, 顾青深知他是一个话题终结者, 他坐在床边一只手拿着毛巾, 揉着半干的头发, 一边打字, 问他, 还没睡, 在干什么呀? 陆锦炎大脑还没来得及做思考, 就点开相机拍了张照发过去, 接着说道, 再给绿植浇水, 顾青原本想着, 按照他的脾气会一两个字带过, 没想到会收到一张照片, 像是报备行踪的丈夫, 他点开一看, 阳台拍拍绿植长势很好, 一看主人就是精心照料的, 照片拍得很随意, 拍摄者的双腿入了镜, 握在轮椅扶手的半只手臂也被带进, 分明没什么讲究的照片, 莫名有种氛围感, 看到后面跟着的解释, 顾青忽然联想到他站在他面前, 一板一眼地回答他的模样, 他起了顽心, 想要故意逗逗他, 拿起手机打字, 这边, 陆景言把消息发送出去后, 愣了一下, 他为什么会期待他的回复, 这明明只是很日常的交流, 陆景言还没意识到, 在商场上处事果断决然的自己, 突然变得纠结犹豫起来, 这时, 手机传来震动, 撤回消息的念头, 在陆景言心底刚萌生就被掐断, 他点开看了一眼, 顾青这次发来的是一条语音, 我就是随便问问, 你怕我不相信吗? 还拍照片呢? 则, 怎么有种老公给老婆报备行踪, 怕老婆不相信, 拍照片证明的感觉呢? 语音播放完毕, 陆景言薄唇警敏, 老公老婆的字眼, 他不觉得烫嘴, 他却觉得烫耳朵那边接着又发来一条语音, 如果是的话, 我很喜欢, 希望陆先生继续保持这个优良习惯, 听完这段语音, 陆景言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漆黑的眸子里不自觉渗出一丝笑意, 他嗓音柔柔, 依旧混着暧昧亲密的语气,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了, 指负悬在手机半空, 迟迟没有落下, 顾青看着时间过了快五分钟, 陆景言也没回复, 知道他大概率是又开始逃避他了, 他轻微地叹了生气, 也不打算再为难他, 他编辑文字, 发送过去, 好了, 跟你开玩笑的, 我不抢求你, 早点睡觉, 晚安, 发完消息, 顾青放下手机, 上床睡觉了, 陆景言看着顾青发来的这段文字, 仿佛已经看到他笑着说这句话, 满是包容的模样了, 他不禁想起上次的事, 在婚纱店里面, 他拒绝了他的请求, 他也是笑着说, 没关系, 他好像每次都能够无限地包容他, 陆景言心脏骤然收缩了一下, 他伸手捂住胸口, 感觉到有股奇怪的情绪充斥着胸腔, 他说不出来是什么情绪, 有些压抑, 又有些窃喜, 复杂各异的情绪占据陆景言的大脑, 最后融成一幅画面, 那是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顾青蹲下身, 仰头对他说, 别推开我, 陆景言从回忆中拉回思绪, 拿着手机给他发了条消息过去, 不过一直没有收到回复, 顾青第二天早晨醒来, 才看见陆景言发来的消息, 他只发来八个字, 陆景言, 我会努力做到, 晚安, 看见这条信息, 顾青低眉一笑, 看来, 他在努力向他靠近, 他的撩拨不是没有用, 顾青下床拉开窗帘, 室外一片明亮, 今天是个好天气, 简单收拾好, 顾青便驾车出门, 今天要给陆景言针灸了, 到医院时, 陆景言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了, 顾青放下中药箱, 环顾病房四周, 只看见陆景言一个人, 他问, 林医生今天没跟来, 虽然林嘉年没有再阻止顾青 替陆景言治疗病情, 但是前几次针灸, 他都会跟来, 在旁边守着, 这次既然没跟来, 顾青有些惊讶, 陆景言抬手捏了捏眉骨, 解释道, 他今天有场重要的手术, 看他微醋着眉, 略显疲倦, 顾青蹲到他面前问, 怎么了, 昨晚没休息好吗? 提到昨晚, 陆景言低头看了他一眼, 对上他视线后, 又将脑袋偏向一边, 他不太自然地开口道, 昨晚, 对不起, 嗯, 顾青疑惑地皱了下眉, 怎么要说对不起, 听到他的疑问, 陆景言看向他, 你没生气, 他语气中带着惊讶, 还有小心翼翼的成分, 顾青思考几秒, 反应过来, 他是以为昨晚他没有回复他消息, 是他生气了, 顾青被陆景言的反应逗笑, 跟他解释情况, 那时候, 我都已经去睡觉了, 没看手机, 今天早上起床, 才看见你的消息, 说到这, 他歪了歪脑袋, 眼角没烧全是笑意, 所以就因为这个, 你没睡好, 说这话时, 顾青直勾勾盯着他, 不放过他脸上一丝情绪, 陆景言避开他灼热的视线, 不知道如何反驳, 况且, 他说的也是事实, 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为什么会在意他有没有生气, 他要是保持理智, 应该明白他这样好脾气的性格, 是不会因为他回复消息慢了些而生气的, 见他又陷入沉默, 顾青玩耳一笑, 行了, 开始治疗吧, 说完, 他上前要去扶他的肩膀, 陆景言双手滚着车轮往后退, 不必, 我让助理进来帮忙, 前几次有邻家年载, 都是他负责扶着陆景言上床, 顾青按住轮椅的扶手, 指住他的动作, 陆景言, 我们马上就是夫妻了, 扶你上下床这种事, 我迟早会做, 你不用这么抗拒, 上下床, 轰的一声, 陆景言觉得脸颊滚烫, 他知道他说得很正常, 不带一丝暧昧, 但他总是忍不住多想, 开口要说些什么, 顾青以为他怕他扶不动, 与他双目平视, 笑道, 我可以的, 相信我, 这些对他来说, 不算什么, 曾经他在美国的时候, 还背过受伤的他, 穿过两条街, 他漆黑透亮的同仁, 流露出温柔坚定的光芒, 陆景言的思绪骤然混乱, 只愣愣地点头, 看他点头, 顾青拉起他的手, 绕过后颈, 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再用两只手托住陆景言的上半身, 费力将他带起来, 陆景言站起来高了许多, 他垂眸看着瘦削的顾青, 他拖着他往床边走, 因为使力, 额上的清筋若隐若现, 看见这一幕, 他心里忽然不是滋味, 如果, 如果他这辈子都不会好, 是不是就要像这样, 麻烦他一辈子, 陆景言思绪已经飘远, 回过神时,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第38章, 别哭, 将陆景言扶上床之后, 顾青从医药箱中拿出剪刀, 捏住他的西装裤脚, 熟练地往上剪开, 针灸的时候, 不能让裤脚勒住大腿, 不然会影响治疗效果, 肌肉匀称的双腿, 暴露在顾青的视线中, 已经有过好几次治疗的经验, 但每次他的双腿, 像这样毫无保留地展露在他的视野中, 陆景言都会觉得难堪, 他的腿, 已经开始出现萎缩了, 陆景言闭上眼睛, 垂放在身侧的双手, 紧握成拳, 顾青自然察觉, 到他自我排斥的这一动作, 但他没说什么, 取出银针, 开始给他针灸, 跟之前几次一样, 他每扎一针, 都会询问陆景言的感受, 只是结果始终如一, 但顾青知道, 这才刚刚开始, 况且, 他有信心可以治好他, 不超过半小时, 针灸结束, 顾青一边将银针一根一根取出, 一边照往常一样交代说, 针灸之后不要受凉, 别吹冷风, 饮食方面也要特别注意, 别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取到距离大腿根部最近的一根银针时, 顾青的手背, 不小心擦到陆景言腿部的皮肤, 他抬眸看了眼, 视线落在他腹部下方, 被紧剩余的那片深灰色西装裤包裹的部位, 顾青多年的从医经验告诉他, 下肢瘫痪的患者, 通常都会伴随着性功能障碍的疾病, 他回国第一次跟陆景言见面的时候, 他就有跟他提起过, 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男人了, 他想提这个问题, 但陆景言现在的心态, 似乎需要找个更合适的时间, 陆景言是腿部没感觉, 但不代表他视力也不行, 他赤裸裸的视线, 让他想要忽略多困难, 他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说不出心里什么滋味, 陆景言只觉得心里闷得发慌, 好似要窒息一般, 他忘了自己残疾, 双手仓促地撑着床檐, 想要起身, 现实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刚撑起身体, 便因为双手脱力而跌坐在床上, 他做出的动静, 引得顾青从深思中抽离, 以为他只是想起来, 赶紧把他扶到轮椅上, 你可以叫我, 陆景言埋着头, 低声跟他说了声, 谢谢, 助力把他带到换衣间, 为他换上准备好的一条崭新的西装裤, 这时的陆景言是最没有尊严的, 他连裤子都需要助力给他换, 他紧紧抓着轮椅扶手, 用力到手指骨节泛白, 他如此不堪, 真的能与他结婚吗? 见他半天不出来, 顾青站在门口叫他的名字, 陆景言, 陆景言滚着车轮从换衣间出来, 他说话的语气听起来若无其事, 怎么了? 顾青看过去, 他已经换了条黑色西装裤, 哪怕坐在轮椅上, 修长的双腿依旧引人夺目, 顺着视线网上, 顾青的目光再次短暂地在他小腹下方停留两秒, 原本想着先置好他的腿, 给他一点信心, 再治疗那方面的问题, 但那似乎很浪费时间, 长痛不如短痛, 顾青干脆问道, 你的男性功能, 具体步行到了哪一步? 痴, 病房内响起轮椅突然刹车的声音, 由于惯性缘故, 陆景言的身体稍稍往前轻了点幅度, 他握着轮子的手, 雾地僵住, 好一会儿, 才愣愣地抬起头, 不确定地问, 你说什么? 你别紧张, 顾青从医学方面跟他解释, 我这样问, 只是想更深入了解你的病情, 像你这种情况, 通常都会伴随着性功能障碍, 而这些大部分都是可逆的, 所以, 我能帮助你恢复到什么情况? 他语气平淡, 问得自然, 却不知这样的问题, 戳中了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陆景言响, 尽量把他当成一个医生看, 可事实是, 他除了负责他的治疗, 还是他即将过门的妻子, 这问题他和他都清楚, 但这样明目张胆地扑开来问, 让他有种所有的狼狈与不堪都无处隐藏的感觉, 他知道这些都是必要流程, 可要他在他面前回答这些, 心底就有种说不出的酸痛在翻涌, 整个胸腔都快要被这股痛意撕裂, 好似在时刻提醒着他, 他不仅是个残废, 还不能忍道, 能不能治好, 还是个未知数, 而他却开始奢想一些不切实际的感情, 陆景言沉默了两久, 才缓缓点头, 他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好, 你问, 见他同意, 顾卿拿出钢笔, 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他问, 你平常会服用安眠药吗? 陆景言犹豫了话, 点头说, 偶尔, 自从半年前的那场车祸以后, 陆景言没有一天睡过好觉, 只有遇到某些重大场合或者工作, 他才会在前一天晚上服下两颗安眠药, 以保证第二天工作顺利完成, 除此之外, 不是噩梦缠绕着他, 就是车祸那天的木木回忆, 四珠网般盘踞他的脑海, 侵蚀着他的思想, 偶尔昏睡, 时常清醒, 他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他的父亲是因他而死, 听见他说出偶尔两个字, 顾卿眉头促起, 手指顿了下, 他太了解他的性格, 如果不是第二天有重要场合出席, 他不会选择服用安眠药, 恐怕其余时间, 他都在用回忆来惩罚自己, 顾卿把他说的话, 在笔记本记下后, 又问道, 会有勃起障碍吗? 他的语气很平淡, 像是在问些什么无关紧要的问题, 落在陆景言里, 却觉得无比刺人, 尤其是在他面前, 他握着车轮的手紧紧用力, 指尖泛白, 手背上的轻筋浮动, 陆景言连开口说话的勇气都已经丧失了, 他沉沉地点了下脑袋, 低着头不再看顾卿, 头顶传来钢笔滑在纸质上沙沙的声音, 陆景言的心已经沉到谷底, 他想, 或许他一开始, 就不应该对他这种情况抱有希望, 更不应该以联姻为由, 答应顾卿, 让他给他治疗, 这样, 他就不会生出不该有的期待, 顾卿记录完资料, 正想在问些什么, 抬头便看见陆景言低垂着脑袋, 模样毫不可怜, 病房内供应着暖气, 他只穿了件单薄的白色衬衫坐在轮椅上, 窗外光线透进来, 将他奇长身形称得无比销售单薄, 让人看了, 只觉满满的破碎感, 顾卿这才反映过来, 自己眼中的正常问话, 给他心里带来的是无尽的羞耻感, 想到这, 他心脏一酸, 突然想要深深地拥着他, 陆景言, 顾卿喊了声他的名字, 在陆景言抬头的瞬间, 他俯下身, 阴粉的唇瓣贴在他低垂的眼瞼上, 动作缓慢轻柔, 蜻蜓点水一般带过, 陆景言正愣住, 整个人像是被定在原地顾卿直起身, 温声对着他说道, 你自己答应过, 要相信我的, 现在在悲伤什么? 你的这些病症, 不全是车祸带来的, 跟你的情绪和心理状态都有关系, 我说过, 会治好你, 就一定会治好你, 难道你现在不相信我了吗? 他一边说着, 眉头跟着促起, 余光观察陆景言的神情, 察觉到他有几分动容, 顾卿把脑袋埋下去, 故意装可怜, 还是说, 你也觉得我之前在县城里面当医生, 觉得我没有实力, 或者是你觉得我是从乡下来的, 没见识, 你跟他们那些人一样, 看不起我, 说到后面, 他的语气中隐隐带着哭腔, 陆景言没来由地慌乱起来, 就是觉得见不得他落泪的模样, 他急于解释, 不, 我, 我从来没这样想, 顾卿感觉到他的慌张, 没想这么快就放过他, 仍旧低着脑袋, 还特别真实地抽了抽肩膀, 面前这幅场景, 落在陆景言眼中, 让他格外难受, 整颗心脏像是被悬在半空, 想要握却握不住, 他有些无措的抬手, 一边想要替他擦眼泪, 一边紧绷着语气说道, 你别哭, 我相信你, 我以后都相信你, 你是我未来的妻子, 我怎么会看不起你, 陆景言的指尖伸到半空, 被一只静白的手握住, 第39章, 他笑容灿烂, 明艳得如同窗外和须的暖阳, 顾清歪了下脑袋, 眉眼弯弯地说道, 你能这样想就对了, 他很轻快地说完这句话, 接着, 轻声又在陆景言的唇角落下一吻, 哄, 他自然又熟练, 陆景言却感受到心脏制停了一瞬间, 淡淡心香萦绕在鼻端, 他的大脑已然一片空白, 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 他眼睫微微颤抖, 茫然地看了眼面前的人, 顾清好似觉得不够, 看他傻傻盯着他看, 唇角染上笑意, 又一次凑近他, 陆景言只觉得, 他精致的五官在他眼中放大, 卷翘的睫毛微微息动, 他一只手与他交握, 一边吻上他的唇, 他, 真的在吻他, 今天的第三次, 他只是在使用妻子的权利, 还是因为, 喜欢他, 陆景言的脑中虽然有两种猜测, 但私心却被第二者牵动, 念头一旦在脑海盘踞, 就会生根发芽, 陆景言猴杰滚了滚, 不再压制狂乱跳动的心脏, 缓缓闭上双眸, 不过他刚一闭上眼睛, 顾清的唇就离开了他, 看他闭上双眸, 顾清嘴角往上扬起, 凑到他耳边低声询问, 看来你很喜欢, 都开始享受了, 他有刻意撩拨的意味, 尾音像是带着钩子, 暧昧地往上扬, 陆景言恍然回神, 猛地睁开眼, 就看见顾清在他面前, 脸颊快要与他相贴, 垂眸对上他灼热的眼神, 陆景言心头一颤, 偏头错开他的目光, 轻咳一声, 没有回应他的刻意撩拨却发现, 自己的手还被他握着, 食指向扣的姿态, 他皮肤算白, 手指修长, 指节分明, 但与他的手挨在一起, 却硬生生成了背景版, 他的手洁白细嫩, 手指细长, 指节匀称, 就连关节都带着点粉嫩的颜色, 说是轻松玉脂都不为过, 顾青没发觉, 他的心思落在他手上, 强迫他对上他的视线, 勾唇继续逗他, 怎么不回答我了, 陆景言逃无可逃, 耳根已经红透, 喉结上下翻滚着, 我, 他嗓音浑哑, 刚开口, 被西装裤带里, 手机震动的声音打断, 两人视线相对, 陆景言略带询问的眼神, 看着顾青, 顾青被他这眼神逗笑, 松开握着他的手, 起身点头说, 接吧, 陆景言握了握有些汉衣的手心, 用另一只手拿出手机, 接通电话, 电话内端的人率先说道, 陆先生, 您好, 我是Weaving Love婚纱店的工作人员, 您和陆夫人上次在本店拍摄的婚纱照已经出图了, 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 跟陆夫人一起来选一下婚纱照, 是婚纱店的工作人员, 病房内很安静, 电话里的声音顾青听得一清二楚, 陆景言点头, 将手机移开了点, 对他说, 问我们什么时候去选婚纱照, 顾青问道, 你今天下午忙吗? 陆景言愣了秒, 猜到他会说什么, 摇头, 都是些琐碎的任务, 可以交给助理处理, 顾青点点头, 笑道, 刚好我们今天都有空, 那就去看看吧, 陆景言嗡了声, 唇角扬起一抹不易察觉地笑, 转而对电话那边的工作人员说道, 我们稍后就到, 助理被陆景言派了工作, 司机便负责送他回公司, 所以陆景言是坐着顾青的车前往婚纱店, 两人到达婚纱店, 里面的工作人员连忙迎上来, 脸上露出殷勤的笑容, 之前那位怠慢他的年轻的服务员, 这次一看见顾青来, 立马端了杯温水, 递到他手边, 顾青当然没有忘记他, 只是懒得在计较什么, 全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自然地结果温水喝了两口, 见顾青没有为上次那件事生气, 服务员松了口气, 顾青跟陆景言两人就坐在沙发上, 对着电脑选婚纱照, 工作人员就根据两人的要求操作电脑, 每划到一张照片, 就停下等着顾青和陆景言的回答, 接连过了几张照片, 都是之前陆景言严肃时拍的照片, 工作人员恭敬地询问, 陆夫人, 您看这张照片怎么样, 顾青看着电脑上的照片, 不是很满意, 顾, 工作人员将鼠标滑轮往下滑动, 电脑桌面上出现一张新的照片, 这张呢, 工作人员又问道, 顾青微微醋眉, 扬了扬下巴过, 前面选中三张照片, 后面便一直没看见满意的照片, 两人的颜值是毋庸置疑的, 只是, 照片里面, 陆景言的表情大多数都显得僵硬, 过了将近十几张后, 顾青双眸微亮盯着全屏电脑上的照片, 照片里面, 他双手缠绕着陆景言的脖梗, 坐在他的腿上, 他仰着头, 而他稍稍低头, 两人唇半相处, 鼻梁几乎相贴, 画面看上去暧昧撩人, 没听见顾客说行还是不行, 工作人员就握着鼠标不动, 看了这照片将近一分钟, 顾青的唇角渐渐扬起, 指着电脑里的照片对工作人员缓缓说道, 这张照片是我最喜欢的, 就用来做床头照吧, 陆景言也在跟着看照片, 听到这句话, 他的心跳错了一拍, 这张照片是他主动吻他的时候拍的, 他没想到拍出来的效果竟然这么好, 照片中的男女唯美的不像画, 看起来好似真的一对相爱的未婚夫妻, 更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张照片, 竟然是他最喜欢的, 陆景言不自觉地联想到拍婚纱时, 顾青亲吻他的那种感觉, 脸上的红韵, 疼得染上耳根, 原来他喜欢这样的, 他盯着照片看, 心中休暖过后, 陆景言发现一个拍照时没发现的细节, 他并没有真的坐在他的腿上, 悬空了一定的距离, 他的腿没有感觉, 那天他以为, 他是真的坐在了他的腿上, 原来并没有吗? 他突然想起那天拍完这张照片后, 他起身不自然地活动双腿, 想来是足间撑着身体的力量太久, 原来在他未曾发现的细节里, 他也在认真考虑着他的身体状况, 心莫名地再次激动了, 被他狠狠地撩拨着不知归处, 在他失神之际, 照片已经过了两张, 顾青这时候像是才想起来, 扭头看向陆景言, 对了, 忘了问你的意见, 你觉得这张照片怎么样? 陆景言没有跟其他女人深交过, 但在名利场上, 多少会有一些女人靠近他, 是刻意为之, 还是随口一提, 他心知肚明, 陆景言回看顾青, 对上他一脸无辜又真诚的眼神, 暗暗不明的心思在胸腔涌动着, 就在顾青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 要么用沉默来代替回答, 要么就是岔开话题时, 他含着笑意回答, 你是我的太太, 你说了算, 他的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让周围的人都听到, 几个年轻的女服务员捂着嘴, 满脸羡慕地低声直呼, 天哪, 好温柔啊, 顾青愣了一下, 脸颊上传来的滚烫温度, 让他回过神, 看着陆景颜黑白分明的双眼, 他抿了抿唇, 把视线又放回电脑上, 留给陆景颜一道侧脸, 像是发现什么新鲜事, 陆景颜眼眸微闪, 他目光落在顾青微微泛红的脸颊上, 原来他也会害羞, 赶在太阳下山前, 两人将婚纱照选完, 陆景颜的助理提前在婚纱店门口等着了, 所以结束后, 顾青跟他是各自坐各自的车回家这天, 顾青将前不久编写完成的医书文档众头整理了一遍, 他抬起头活动了下筋骨, 放在书桌上的手机震动起来, 亮起的屏幕出现周承允三个字, 周承允也是他的助理之一, 说是助理, 其实又跟夏金瑶不一样, 他也是个医学生, 家世在北城来说也是不可小觑的存在, 说他是他的助理, 其实严格来说是由他老爹派到他身边学习的徒弟, 跟他关系还不错, 第四十章, 跟谁吃饭? 顾青笑了起来, 拿起手机, 接通电话, 他还没开口, 电话那端的人就激动地说道, Evelyn, 我回国了, 现在在北城机场, 你有空不? 来接我一下呗, 请你吃饭, 顾青将桌上的资料锁进柜子里, 好, 你等着, 挂断电话, 顾青来到车库, 将自己的那辆车开了出来, 顾家距离北城机场有点距离, 大致开了四十分钟才到达目的地, 偌大的机场, 人来人往, 尽管如此, 顾青还是一眼就看见了周承远, 没办法, 他身形其长, 长相也格外出众, 很难不让人注意到他, 光是顾青从机场门口走去他身边的那段路程, 就有好几位年轻靓丽的女生跟他搭讪, 周承远同样在顾青踏入机场大厅的时候, 就看见了他, 只是周边总有人过来跟他搭话, 他往前准备朝顾青走过去, 又有个金发碧眼的女生过来问他话, 周承远保持着礼貌, 对他说道, 不好意思, 我朋友来接我了, 你想找卫生间, 可以去询问工作人员, 说吧, 他静止越过女生, 来到顾青身边, 顾青看了眼他身后被拒绝的女生, 笑道, 这么久不见, 魅力还是不减, 周承远挠了脑脑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Evelyn, 你可别拿我开玩笑了, 顾青提醒道, 在国内叫我顾一声就好, 知道这小子脸皮薄, 他也没再继续逗他, 朝机场出口扬了阳下吧, 走吧, 不是说请我吃饭吗? 周承远挑眉, 嘖, 还能骗你不成, 走, 妇庭餐厅, 是北城数一数二的古风中式餐厅, 除非官权富贵, 其余人, 进里面喝杯水, 都得清净大半年工资, 餐厅外部是黄金打造的牌匾, 距离阶梯十米开外, 铺着红色地毯, 周边站着数十名侍者迎接贵宾, 侍者引着两人, 到一楼提前订好的餐位落座, 他们的位置在一楼大厅, 周围只有屏风遮挡, 原本周承远要订个市雅间, 结果今天雅间被预订完了, 顾清将胯包递给侍者, 笑着跟对面的人说道, 一回国就花这么大手笔, 周承远回笑, 请雇医生吃饭, 那不得用点心, 顶级餐厅的上菜速度很快, 周承远伸手指着刚上的菜品, 对顾清说这是他们这儿的招牌, 你尝尝, 顾清拿起筷子, 加了点鱼肉放进嘴里, 他缓缓点头, 重肯地评价, 能把一条鱼做到没有鱼的味道, 却让人口齿流香, 不愧是在北城有名号的餐厅, 说吧, 顾清突然想起什么, 问他, 对了, 你在那边的事情处理完了吗? 周承远摇头, 处理一大半了, 另外的事情交给夏金瑶负责, 顾清好奇地问, 为什么突然回国? 他了解周承远, 他不是那种是做到一半就撒手的人, 除非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果然, 他很认真地说道, 因为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人, 再不回来, 我就没机会了, 顾清挑了挑眉, 只有一瞬间的意外, 是你前家里的那个女孩, 以前顾清看到过, 是一个长相很可爱的女孩子, 提到他喜欢的人, 周承远眉眼都变得温柔, 他点头承认, 对, 就是他, 那你呢? 周承远画风一转, 看向顾清, 听说你跟陆先生要结婚了, 你回国是因为他吧? 当年陆先生追了你这么长时间, 所有人都以为没戏, 现在, 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听他谈到这个话题, 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 依然对他穷追不舍, 还付出了那么多, 想到这, 他的眼神不自觉变得温柔起来, 顾清没有丝毫扭捏, 是, 为了他, 我才选择回国, 提到陆景颜, 顾清眼角眉梢都带着温柔的笑意, 整个人显得明艳动人, 这样美好的笑容, 不巧, 落入了餐厅二楼某个男人的眼中, 陆景颜握着手机, 听筒传来秘书的声音, 视线却定格在楼下两人身上, 陆总, 张总这边, 他没听见秘书说了什么, 只看见顾清伸手给那男人扯了一下领带, 他眼睫一颤, 努力止住胸腔的酸涩感, 对电话那端的人冷声道, 有些事情你们能处理的, 不用试试, 都询问我, 说吧, 陆景颜将电话挂断, 他的目光始终落在楼下, 一对年轻男女对立而坐, 女人笑叶如花, 美得难以让人挪开眼, 男人清俊挺拔, 笑容温和, 一副阳光男孩的气派, 陆景颜低下脑袋, 紧紧握着那双毫无知觉的腿, 他很用力, 腿部却没有一丝感觉, 有股难以忍受的酸胀感, 充斥着肺腑, 这一刻, 陆景颜清晰明了地意识到, 他和别的男人相比, 差在哪里, 他和他看上去, 比他登队多了, 陆景颜掀起眼皮, 又朝下面看了一眼, 最后滚着车轮转身离去, 顾清听到上方传来类似车轮滚动的熟悉声响, 他家菜的动作顿住, 下意识抬起脑袋, 四处张望, 顾医生, 你在看什么, 是遇到朋友了吗? 周承允问道, 顾清没看见四周有熟悉的身影, 摇了摇头没, 我看错了, 他身上指着周承允的领带, 再次提醒道, 回去记得把领带还我, 这是当初陆景颜留在他那里的, 没想到这家伙给带来了, 周承允歉地笑了笑, 下金瑶让我给你拿过来, 说你要用, 来的时候匆忙, 行李箱塞不进去了, 我就直接系脖子上了, 顾清翻了个白眼, 没见过这么省事的人, 陆景颜回到包厢后, 对面的合作伙伴说了一大堆话, 到他这边却自动过滤掉, 他听不进去一个字, 脑海中只有刚才看见的画面, 顾清与一个陌生的, 年轻的, 帅气的男人坐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画面, 他作为顾清的未婚夫, 好像还从来没有跟他在同一张桌子上, 单独吃过饭, 陆景颜不得不承认, 此时此刻, 他快要被这种怪异的感觉逼疯了, 他将手中的红酒杯放下, 发出清脆的声响, 合作伙伴被他这突然的动作, 吓了个机灵, 还以为自己喝多了酒, 说错了什么话, 正准备起身道歉, 就听他说道, 抱歉, 我有点私事要处理, 请稍等一会儿, 说吧, 陆景颜拿出手机, 进入微信, 点开置顶的联系人, 他的手指停在空中, 过了好一会儿, 像是鼓起勇气, 开始敲击键盘, 陆景颜, 你现在在做什么? 顾清饭吃到一半, 收到陆景颜的消息, 有些奇怪, 却又开心, 他失忆之后, 还是第一次主动询问他的近况呢, 顾清笑了起来, 放下筷子回复他, 在吃饭呀, 知道他不屑撒谎, 陆景颜下意识追问, 跟谁? 顾清拿着手机, 挑了下眉, 这么多话, 还有点咄咄逼人的架势, 不太像陆景颜呀, 对他的反常, 顾清奇怪地皱了下眉, 但还是坦诚回答, 和一个朋友, 这条消息回复过去后, 就没再收到陆景颜的信息了, 顾清看着石沉大海的消息有些狐疑, 虽然之前跟他在微信上聊天, 他的话也很少, 但每次都是由他终结的话题, 这次却没再回复了, 四几次, 顾清突然想到刚才听见, 楼上传来疑似车轮滚动的声音, 没烧一条, 陆景颜, 不会在这里吧, 那他反常的态度, 似乎就能够解释清楚, 是因为什么了, 顾清拿起手机, 对周承允快速说道, 不好意思, 我现在有点急事, 得先离开了, 下次你想吃什么, 尽管说, 我请客, 说吧, 他接过逝者递来的胯包, 急不往楼上走去, 第41章, 也许是心电感应, 周承允一脸猛地看着顾清的背影, 这就走了, 酒店的二楼全是包厢, 多是用于官权富贵来谈钥匙的, 顾清上去后, 沿着长长的走廊走了一会儿, 便看见陆景颜的助理站在一个包厢外面, 看来陆景颜真的在这里, 顾清快步走过去, 酒店的地上铺着一层地毯, 高跟鞋的声音落在上面, 几乎听不见声响, 顾清跑到门口, 助理才看见来人, 他连忙朝顾清鞠了一躬, 顾小姐, 问候过后, 他又恭敬地问道, 您怎么在这儿? 顾清朝他微微汗手, 您在里面吗? 助理点头, 是, 陆总在与人谈合作, 他又问, 顾小姐, 需要我进去跟陆先生通报一声吗? 谈生意自然不能打扰, 顾清摇头, 闽唇笑道, 不用, 我不急, 在外面等着就好, 见他这样说, 助理便点头净声了, 顾清在走廊边上的沙发坐下, 手机刚好响起消息提醒声, 他打开一看, 是周承宇发来的微信, 周承宇, 顾医生, 你遇见谁了, 这么着急, 这句话后面还跟了个八卦的表情包, 顾清扯了扯唇, 打字回复他, 你爸让你跟着我, 是来学本似的, 不是当小报记者的, 完后, 他又紧接着发了条消息过去, 你吃完先回去, 不用等我, 今天这顿算我欠你的, 那边很快回了个收到的表情包, 顾清将手机放进胯包, 坐在沙发上, 静静等着包厢里的人出来, 包厢内, 合作伙伴看了眼时间, 谈论了将近四个小时, 他始终觉得陆景延身上透露着一种低气压, 头一次让他觉得时间这么漫长, 刚开始那两个小傻好好的, 就中途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 皱着的眉头就一直没舒展过, 都说陆家大少冷言寡语, 没想到会夸张到这种程度, 这低气压, 简直快让人冻死, 终于, 在他的让步下, 陆景延对他提出的要求点了点头, 也不枉他一下午说了那么多话, 他站起来朝陆景延伸出手, 陆景延跟他握了下, 淡淡说了句, 这位叫张总的中年男人立即挂着笑离开了, 那就不打扰陆总了, 包厢里安静了下来, 陆景延显然还没从刚才看到的画面里走出来, 顾清扯了那个男人的领带, 领带和男人的皮带, 是不亲密的人触碰不得的东西, 虽然顾清在微信上面跟他说清了那个男人的身份, 他也告诉自己不要多想, 可是他控制不住, 陆景延垂下头, 看着自己的双腿, 眸光微暗, 眼底浮上一抹自嘲, 和他相比, 那个男人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他还有一双不同于自己的健康的腿, 正当他陷入思虑时, 包厢的门响起, 咔哒, 陆景延以为是助理来叫他, 仍低着脑袋, 沉声说道, 你先出去,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回答他的不是助理毕恭毕敬的回答, 而是一道好听的声线, 我也不能进来吗? 那声音又焦又软, 还很温柔, 陆景延背挤一将, 太阳穴吐地跳了下, 他呼地抬起头看过去, 顾青就站在距离他不到三米的位置, 歪着脑袋冲着他笑, 你, 像是做梦一样, 陆景延眨了眨眼, 确定眼前的人没有突然消失, 才继续开口,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嗯, 顾青眼珠转了一圈, 用他以前追他的时候, 对他说过的话, 故意逗他, 也许是心电感应吧, 我知道, 你现在在想我, 所以就出现在你面前了, 他情话信手拈来, 落入陆景延里, 犹如一颗石子抛进池中, 见起无数水花, 突然升起一道红蕴, 我, 他想说, 他没有想它, 可他又不得不承认, 这是在撒谎, 见陆景延对这番话, 没有一丝熟悉感, 顾青也没多失望, 毕竟在刚开始治疗他的时候, 他就有心理准备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看他一副话说不出的模样, 顾青灿然一笑, 其实我上来找你, 是专程来跟你解释的, 刚刚楼下, 跟我在一起的那个人, 是我的助理, 也是我的朋友, 今天他刚从国外回来, 我去机场接他, 所以才一起出来吃饭, 而且, 说到这, 顾青别有深意地扫了陆景延一眼, 笑道, 他这次回国的原因, 是因为他喜欢的女生, 你可千万别误会了, 不然到时候, 他都不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 陆景延听到他说, 是专程找他解释的, 心里像是有树烟花炸开, 之前所有的不安瞬间被抚平, 心里的智闷感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说不出的欢喜, 可对上他赤裸裸的眼神, 陆景延却无法直白表达欢喜之情, 侯杰上下滚动, 他把脸偏向一边, 下意识嘴硬, 我没误会, 他不敢, 他不敢将自己的情绪外露, 哦, 是吗? 面对他的别扭, 顾青挑了挑眉, 还是选择顺着他, 那就好, 包厢内安静一瞬, 陆景延腹垂下眼眸, 细微的脚步声从前面传来, 渐渐拉近, 为等他抬头, 铺着繁琐花纹的暗红色地毯上, 出现一双银色细膏跟, 顾青停在陆景延的面前蹲了下来, 主动牵着他的手贴上自己的脸颊, 不管你有没有误会, 我都要跟你解释, 因为我想告诉你, 别人再好, 都跟我没有关系, 只有你是我唯一认定的人, 除了你, 我不会考虑任何人, 也舍不得你吃错, 他的语气格外轻柔, 像是在哄难过的小孩, 脸颊还时不时蹭一下他的手背, 他似乎在犯规, 怎么会有人把情话说得这么好听, 陆景延喉咙一紧, 双眸像是由水光微微闪动, 他的唇张了又合, 合了又张, 反反复复, 终究还是没有说一句话, 只从嗓子眼里挤出一个字, 嗯, 顾青知道, 他听进心里了, 顾青回到顾家, 到停车场驳好车, 刚跨进大厅门口, 就被顾若叫住, 实在是没想到呀, 我的姐姐原来这么能干, 阴阳乖气的声音从他嘴里吐出来, 顾若一找他, 准是来作妖的, 顾青今天懒得搭理他, 准备从他面前掠过, 却被他抬手拦住去路, 顾青眉头促起, 偏头盯着他看, 顾若在哪方面都不喜欢认输, 尤其是在顾青面前, 见他用这种眼神看自己, 他也皱眉瞪回去, 顾若不知道的是, 他是娃娃脸, 跟顾青偏青冷感的鹅蛋脸不同, 这样的眼神动作出现在他脸上, 毫无压迫感, 反而显得滑稽, 第四十二章, 你跟踪我, 顾青宁谋看着他, 语气冷淡, 有时说是, 我没心情跟你浪费时间, 顾若双手还胸, 邪腻着眼, 嘲讽道, 跟我说话就没心情, 跟其他男人单独在一起, 就有心情了, 你什么意思啊, 顾青语气始终是平淡的, 顾若就是看不惯他, 这副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 总以为自己多清高似的, 他拿出手机, 点开好友吃饭偶遇时, 给他发来的照片, 竖在顾青面前, 顾青, 你可真是有手段啊, 一边跟着陆家联姻, 一边和其他男人有说有笑的, 在私下约会, 顾若脸上浮现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你猜, 如果我把这张照片给陆景言看, 以他的身份地位, 还会娶你这种水性洋花的女人吗, 顾青接过手机看了眼, 照片里面, 正是他跟周成云两人, 照片拍摄的角度很微妙, 露出两个人笑得轻松和谐的侧脸, 像是一对年轻小情侣在甜蜜约会, 这件事, 顾青已经跟陆景言解释清楚了, 他现在在意的, 是顾若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 你跟踪我, 对上他森冷的双眸, 顾若下意识打了个寒战, 他把手机抢回来, 双手抱在胸前, 往前走了两步, 回头看着顾青, 跟踪你又怎么样, 你要是行得正坐的端, 害怕什么, 这次只是我朋友偶遇, 就看见你跟其他男人勾三搭四, 恐怕前段时间, 你天天往外面跑, 又是跟另外一些男人混在一起吧, 哼, 果然像妈妈说的那样, 在乡下被那个老太婆交换, 啪, 顾若嘴里的话还没落音, 一个响亮的巴掌落在他脸上, 眨眼的功夫, 他左边脸上出现一道鲜红的巴掌印, 顾若瞪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顾青, 你, 你竟然敢打我, 他眼中闪着怒火, 气得胸腔浮动, 还真是被那个死老太婆, 啪, 顾青抬起手, 狠狠挥在他脸上, 又是响亮的一个巴掌, 由于力道过大, 顾若的嘴角破了一道斜口子, 他捂着火辣辣的脸颊, 彻底被顾青惹怒, 嘴里直骂, 死老太婆, 死老太, 啪, 啪, 接连两个巴掌声, 在打听回荡, 顾若被打得站不稳脚, 在他差点跌倒在地的时候, 衣领突然被人拽住, 顾青拎着他衣领靠近自己, 眉头紧你, 顾若, 你怎么针对我, 讨厌我, 都无所谓, 他停顿住, 漆黑的眼眸泛着寒冷的光, 逐字逐句开口道, 但是, 我警告你, 我奶奶怎么样, 轮不到你来评价, 你再敢侮辱奶奶, 说他一句不好的话, 你说一次, 我打一次, 说吧, 顾青用力一推, 将他摔到地上, 别让我再听见第二次, 教训了顾若, 顾青心情也没好到哪里去, 扔下顾若匆匆上了楼, 王奶奶临死前, 还记挂着顾若和顾成, 还真是一对白眼狼, 跌坐在地上的顾若, 疼得嘶一声, 结果扯到脸上的伤口, 他的眼中溢出泪水, 死死瞪着往楼上走的顾青, 他心中的怒火已经冲到头顶, 身体气得发抖, 心底同时还有隐隐的后怕, 顾青刚才的那副模样, 像是一匹恶狼, 他平时看上去冷冷淡淡的, 实际上就像是个疯子一样, 无所畏惧, 他刚刚不是没想过反击, 是顾青手上的力气太大, 拽着他, 让他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顾若双手紧握成拳, 眼中的恨意毫不隐藏, 他再疯又怎样, 在爸爸妈妈心中, 顾青永远都比不上他, 晚上, 顾云飞跟叶之雪夫妇从公司回到家, 看见顾若顶着一张肿的老高的脸, 跟他们打招呼, 从小交际宝贝的小女儿被打成这副样子, 顾云飞眉心紧皱, 很是心疼, 叶之雪更是一个胯步, 连忙坐到他身边, 眼中净是紧张之色, 天哪, 若若, 你的脸怎么回事, 妈妈, 是姐姐, 顾若咬着唇, 抖着肩膀啜气, 今天姐姐回来的时候, 我说了他几句, 他嫌我多管闲事, 就, 就给了我几巴掌, 还把我推到地上, 他哭得梨花带雨, 模样毫不委屈, 其二, 顾云飞促眉, 有些不太相信, 毕竟在他印象中, 顾青虽然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 但也不是会欺负人的, 见顾云飞不幸, 顾若吸了吸鼻子, 哭着说道, 爸爸, 真的是姐姐打的, 你不幸可以上去问他, 他今天, 一定要让顾青虽打他这件事付出代价, 爸爸妈妈这么疼他, 他不相信他都这样了, 爸妈, 还会不管不顾, 可顾若不知道, 身为商人的顾云飞心中, 更在意的是什么, 就算真的是顾青打的, 他马上就要嫁进陆家, 成为陆家的人了, 他不想在这个节骨演出事, 顾云飞颇有些为难的开口到轻儿, 马上就要澄清了, 嫁得还是陆家大少爷, 这事儿还是以后再说吧, 陆家大少奶奶又怎么样, 他话没说完, 叶之雪一脸嫌恶地叫嚣着, 我不管以后陆家会不会给他撑腰, 今天他赶在家里, 把弱弱打成这副模样, 就是摆明了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不管怎么样, 必须给他一个教训, 叶之雪怒火中烧, 已经把要依附陆家的事情抛在了脑后, 现在只想立刻冲上楼, 给顾青一个狠狠的教训, 好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位家的主人, 这段时间顾青的表现早就让他不满了, 他起身正要冲上去, 被顾云飞一把拉住, 叶之雪失去了理智, 在商场混迹多年的顾云飞还没有, 在他眼中小女儿被打固然心疼, 但在利益权衡下还是后者更重要, 他深深叹了口气, 对叶之雪说, 我们跟陆家的婚礼再见, 不要生出事端, 能少一事就少一事吧, 哼, 陆家, 叶之雪从鼻子里哼出一口气, 激笑道, 对, 我们顾家确实需要得到陆家的帮助, 但是陆夫人有多看不上我们, 你知道吗, 要不是因为陆景年残废了, 你觉得这场联姻轮搁着我们顾家, 说到这叶之雪看向顾弱, 眼中流露出骄傲的神色, 有我们弱弱在, 以后不愁结交不到更好的人脉, 我们家弱弱前不久挑了很多疗养用品, 治好了杨老爷子的腿疾, 杨家就算不如陆家, 也也差不到哪去, 更何况, 于陆家而言, 是我们家高攀, 与杨家而言, 我们家弱弱算是他们的恩人, 谁能给的帮助更多, 闭着眼睛想都知道, 第43章, 决裂, 他牵起顾弱的手, 满目慈爱地说道, 弱弱, 你放心, 妈妈绝对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 你说什么, 顾云飞难以置信, 惊讶道, 是北城杨家的那位杨老爷子, 叶之雪自豪地挑了下眉, 除了那个杨家, 还有哪个杨家, 值得我们弱弱出手, 顾云飞盯着地面, 陷入沉思, 之前他在商会上就听人提起过, 但凡了解一点的, 都知道杨老爷子的腿脊, 严重到什么程度, 晚年还要受这种折磨, 只叫人叹息, 没想到, 竟然就被顾弱治好了, 杨家, 在北城时出了名的有恩必报, 顾弱能把杨老爷子, 折磨了大半辈子的腿脊治好, 杨家肯定不会少了顾家的好处, 思及此, 顾云飞松了手, 在叶之雪上楼前, 他提醒道, 秦儿做错了事, 该怎么教训就怎么教训, 但也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就算我们以后不用太依赖陆家, 那也是我们得罪不起的, 叶之雪哼哼两声, 算是回应, 他带着顾弱冲上三楼, 站在顾卿的门前, 抬手使劲拍着房门, 顾卿, 你就滚出来, 顾卿听见门外的声音, 不用想就知道, 叶之雪是来替顾弱撑腰的他走到门口, 刚把门打开, 叶之雪的巴掌就落了下来, 顾卿反应很快, 抬手握住他的胳膊, 然后一把甩开, 叶之雪知道他拧得很, 换另一只手打, 结果又被顾卿打开, 他不信邪又抬起另一只手挥过去, 这次顾卿直接将握住他的手往后拧, 叶之雪当即痛得失声尖叫, 松开, 松开, 顾卿这才松手,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叶之雪, 你究竟要干什么? 顾卿拉着叶之雪的手, 看见他的手腕现出一道红痕, 他立刻担忧地问道, 妈妈, 他用作激怒, 此刻已经顾不上疼了, 他恶狠狠地瞪着顾卿, 好啊你, 可真是个小畜生, 欺负妹妹就算了, 还敢对你妈动手动脚, 顾卿静静地看着他, 你冲上来, 无理由地就想打我, 难道我不应该反抗? 打你? 叶之雪哼笑一声, 我是你妈, 你的命都是我给的, 别说我打你, 就算我一刀杀了你, 你也应该受着, 难以想象, 这是一个母亲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说出的话, 顾卿眼睫颤动了下, 他唇角微微上扬, 带着一丝冷意,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 大可以不认我这个女儿, 我也没想认你当妈, 这句话在叶之雪心中, 简直就是对他最大的忤逆, 他点点头, 做了个深呼吸, 好, 既然你不认我当你妈, 那我也不认你当女儿, 从现在开始, 这里不是你家, 你给我滚出去, 叶之雪抬手指向楼梯口, 眼中全是冰冷的厌恶, 没有一丝母女决裂的难过, 滚, 哼, 对于他来说没有半点亲情的家, 从来就不是他的家, 顾卿静止越过他们, 往前走去, 既然要断, 就断彻底, 今天起, 你不再是我的母亲, 我也不再是你的女儿, 还请叶女士记住, 以后我做什么都与顾家无关, 而我所得到的一切, 你们也别想来沾边, 叶之雪想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女儿, 顾卿挺直的几两骨让他厌恶, 听了顾卿的话, 他只觉得顾卿自命清高, 什么破本是没有, 害怕他们沾边, 他要不是他肚皮里生出来的, 哪里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不就是仗着和顾卿的婚姻吗, 他被刺激得失了理智, 顾卿要娶的是我顾家的女儿, 你既然都不是我女儿, 也别想想顾卿大少奶奶的身份, 站在叶之雪身旁的顾若被他这话惊叨了, 他没想到叶之雪会在这个结果眼上跟顾卿断绝关系, 他嘴角的弧度指不住地往上扬起, 这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顾卿从现在开始不再是顾家的女儿,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跟他抢父母的关爱了, 最重要的是, 他没了顾家大小姐的身份, 不配嫁给陆景年他的目的, 达成了, 叶之雪冰冷的声音落在顾卿身后, 他停住脚步, 审笑一声, 原来在叶之雪眼中, 失去顾家大小姐的身份, 不能嫁进顶级豪门, 就是对他最大的威胁, 他果然不了解他, 顾卿回头看向他, 无所谓的应了声, 好啊, 不过你们以为, 陆家是你们可以随意拿捏玩耍的, 那就太天真了, 失约陆家的后果, 你们绝对承受不起, 我很乐意看见这样的画面, 然后忽略叶之雪跟顾若两人面上错愕的表情, 不带一丝犹豫的离开了, 顾若不可置信地看着顾卿的背影, 他以为顾卿听完叶之雪放得狠话后, 会哭着跟叶之雪求情, 求他不要跟他断绝关系, 毕竟在北城, 几乎所有女人都想嫁进陆家, 但不是人人都能进的, 像顾卿这样, 毫无实力的女人, 就算有张可看的脸, 却没有强硬的家庭背景, 是完全没有资格与陆家挂钩的, 他能以顾家大小姐的身份嫁给陆景颜, 那是他天大的福气, 他竟然就这么放弃了, 一点没有难过, 顾若和叶之雪一样, 不喜欢顾卿那股仿佛和他们与众不同的思想, 好像他天生高人一等似的, 顾若陷入不解当中, 叶之雪则睁大眼, 死死瞪着顾卿离开的方向, 他以为顾卿的反应应该是万分紧张的, 而不是完全风轻云淡的样子, 所以才会这么威胁他, 可顾卿的回答, 让他有那么一瞬间觉得, 好像被威胁的是他, 顾若将叶之雪的神色看进眼底, 知道叶之雪那么说, 有威胁顾卿的可能, 不一定真的打算那么做, 可顾卿清高, 只要叶之雪不去找他, 他一定不会同陆家联姻, 顾若就要把那威胁的话变成真的, 生怕叶之雪后悔去找顾卿说软话, 他赶紧说道, 妈妈, 你别担心, 姐姐应该只是说气话, 不会真的放弃与陆家联姻的, 叶之雪想了想, 觉得也是谁会真的放弃那么好的婚姻, 他冷哼一声, 还真是个硬骨头, 我倒要看看, 他能装到什么时候, 显然, 他也觉得顾卿刚才的硬气都是硬装出来的, 第四十四章, 迟早会回来, 顾卿走下楼梯, 静止从大厅穿过, 越过顾云飞的时候被他叫住, 其二, 顾卿转过身, 叶之雪刚刚能上楼找他算账, 肯定是得到了顾云飞的首肯, 不然以刚才楼上的动静, 他也不会敢坐在这里不闻不问, 想到这, 他心底觉得讽刺, 他以为, 这个家里, 唯独对他还有一丝念想的, 是顾云飞, 哪怕这个念想, 只是深深的愧疚也无所谓, 会觉得愧疚, 至少说明有在意, 然而, 终究是他多想了, 顾云飞起身, 往前走了几步, 发现他脸上虽然一副平淡的表情, 令他有些刺痛, 顾云飞没来由的慌了, 亲儿, 这么晚了, 你去哪儿? 他温柔的声音, 像是一个慈父对女儿深切的关爱, 顾云差点就信了, 顾云飞装作没事人的模样, 令他觉得讽刺, 顾云静静地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道, 顾云飞, 从今天开始, 你和叶之雪不再是我的父母, 我去哪儿, 都与你们无关, 他青头的双眸透射出冷意, 眉间却隐隐促起, 只不过顾云飞毫无察觉, 他被顾云说的话牵动, 他会说出这种断绝关系的话, 想必叶之雪在楼上对他说了些过分的话, 不管顾云是不是一时闹脾气, 要离家出走, 现在是跟陆家联姻的紧要关头, 他不允许出任何差错, 你妈妈是不是说了很过分的话? 哼, 你也知道, 她上去是找我麻烦的, 我以为你不知情吗? 顾云扫了他一眼, 你们这对父母可真叫人恶心, 可以选择的话, 我宁愿从来没有被你们生下来, 顾云飞狠狠震了震, 在他愣神之际, 顾卿离开了这座看起来富丽堂皇的别墅, 顾云飞回过神, 快步往门口走去, 秦儿, 等等, 追什么追? 声音从楼梯上传来, 顾云飞转身看向从楼梯上下来的叶之雪跟顾若两人, 叶之雪双手还凶, 走到他面前脸上仍是一片怒意, 让他走, 不要拦着他, 他朝着门口说道, 我倒要看看, 没有我们顾家, 他能飞到哪儿去? 叶之雪冷漠的态度让顾云飞感到气恼, 他是同意叶之雪教训一下顾卿的任性, 但不意味着, 纵容他不顾后果将未来的陆家大少奶奶赶出家门, 顾云飞黑沉着脸, 质问他, 我让你随便教训一下就行了, 你到底是怎么跟秦儿说的, 还让他离家出走了? 看他有些站顾卿那边, 叶之雪对顾卿的怒火, 转去顾云飞身上, 是他说不认我这个妈的, 他要走关我什么事, 叶之雪皱着眉, 冷喝一声, 提高音量道, 你这个女儿不得了得很, 欺负弱弱就算了, 连我这个当妈的都敢动手, 顾云飞, 你可真是养了个好女儿, 顾弱发现顾云飞有些维护顾卿的意思, 连忙点头硬核, 是啊, 爸爸, 姐姐分明就是不把妈妈放在眼里, 刚才在楼上的时候, 妈妈就多说了几句教育姐姐的话, 姐姐直接把妈妈的手拧伤了, 您看, 她告状式地拉起叶之雪的手到顾云飞面前, 顾云飞低眸一看, 叶之雪手腕上确实有道清晰的红痕, 看她微微皱眉, 顾若吸了吸鼻子, 有些委屈地说道, 姐姐怎么欺负我都没有关系, 可是, 她怎么能这样对妈妈呢? 叶之雪见小女儿这样心疼自己, 无比欣慰地揉了揉她脑袋, 还是弱弱知道心疼妈妈, 看见叶之雪手腕上的红痕, 顾云飞沉默了, 她没有想到顾青已经到了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的地步, 见顾云飞不说话, 叶之雪继续道, 反正我跟她说了, 她既然不认我这个骂, 我也没必要认她这个女儿, 她跟我们顾家没有关系, 也别妄想跟陆家的联姻能继续下去, 叶之雪不管不顾的态度, 以及狭隘的妇人之见彻底惹怒了顾云飞, 顾云飞气节, 指着她半天说不出话, 你, 你, 她胸口浮动好几下, 紧皱着眉头对叶之雪立声喝道,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青儿和陆家的联姻不能横生之节, 你这样说她, 万一她走了, 真的不愿意, 联姻了怎么办, 到时候, 我们拿什么跟陆家交代, 跟陆家联姻能得到多少好处先不说, 若是在这个阶骨眼上出了什么意外, 陆家还不得找他们麻烦, 顾若被顾云飞严厉的喝泽声吓得一击灵, 下意识往叶之雪身后缩, 她还是第一次见爸爸这样生气, 叶之雪同样也吓得缩了下肩膀, 不过她很快又抬起下巴, 冷哼道, 你真当她骨头有多硬, 她从乡下跟着我们来到北城, 不就是想当豪门少奶奶, 想从山基变凤凰吗, 离了顾家, 她什么都不是, 更别提实现她豪门少奶奶的梦, 放心吧, 她也就是耍耍小性子, 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屁颠屁颠跑回来了, 她那样对若若和我, 我出口气还不行吗, 她说的这些, 顾云飞仔细想了想, 忽然觉得在里, 陆家看中的是顾清的身份, 而不是她这个人, 她要真想嫁进陆家, 是绝对不敢真的跟他们断绝关系, 离家出走的, 顾云飞心里认同她的说法, 便也没去追顾清了, 反正, 她迟早会回来的, 顾清走出顾家别墅, 她没有开车, 因为那是顾云飞给的, 她不想再沾染他们顾家的一分一喉, 别墅区较为偏僻, 这个点的车已经没有了, 顾清想了想, 拿出手机给周承云拨了电话过去, 手机传来嘟的声音, 响了三声才被接通, 顾医生, 怎么了? 周承云的声音从听筒传来, 顾清声音很轻, 你现在方便吗? 周承云听见她语气似乎有些疲惫, 想也没想立刻回道, 方便的, 顾清嗚了声, 继续道, 能麻烦你接我去酒店吗? 周承云连忙回道, 好,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马上到, 顾清扯了扯唇角, 说了声谢谢, 她忽然很想露警言, 顾清站在路边等着周承云, 脸颊忽然感受到失忆, 她抬手摸了下, 脖梗由雨丝滑入, 刹那间, 细腻的雨丝转为痘大的雨点, 落在地上趴搭, 趴搭地向这里地处空旷, 根本没有避雨的地方, 这是, 顾清区必备场景吗? 顾清仰头望着浓墨般的天空, 顾清自嘲地笑出声, 喂, 我没有很伤心, 从顾若出生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我不是被偏爱的那一个, 早就预料到会有今天的场面, 所以, 你不要跟我搞煽情戏码好不好, 下这么大雨, 会淋湿衣服的, 好在没一会儿, 周承云就到了, 他下了车, 撑着伞到顾清面前, 看见他被雨水打湿, 周承云也含歉意, 抱歉, 我来晚了, 顾清弯唇摇了摇头, 没有, 挺及时的, 等他坐进车里, 周承云从车头绕到驾驶位上车, 顾清唇角扬起一抹苦涩的笑意, 不好意思, 要弄脏你座位了, 周承云注意到他有些勉强的笑容, 斟酌着用词询问, 你好像很难过,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顾清被他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逗笑, 摇了摇头, 没事, 不过是一场早有预料的伤害发生了而已, 他们, 不值得我难过, 他漫不经心的态度, 让周承云觉得, 刚才从他眼中察觉的落寞情绪, 只是一个错觉, 但他敏感地察觉到,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不过周承云没再继续追问, 而是换了个话题, 你有订好的酒店吗? 顾清摇头, 就去你住的那个酒店吧, 周承云点点头, 也好, 说吧, 他打着方向盘转了个弯, 车子在雨夜中扬长而去, 雨并没有下多久, 在两人到酒店时便已经停了, 周承云找前台订了间套房, 带着顾清走到门口, 将房卡递给他, 想了想, 他提议, 要不, 我请你喝酒吧, 顾清心里恰好闷得难受, 玩耳一笑, 好呀, 周承云向前台叫了酒, 没一会儿就到了, 喝酒是周承云先提议的, 但显然, 顾清喝的比他要多得多, 从进门后, 顾清一句话也没说, 只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到后面直接抱着酒瓶喝, 看他这样不要命地灌酒, 周承云想制止, 又不敢开口, 终于, 最后一瓶到空了, 他连忙起身, 抢过顾清手里的酒瓶, 太晚了, 你写个早消息吧, 说吧, 周承云便呼叫服务员, 将桌上的残局收拾干净, 然后离开了, 房门关闭, 传来轻微的咔哒声, 房间里面瞬间安静了下来, 顾清坐在地上, 侧身靠着沙发, 脸上有两坨明显的红韵, 显然, 他已经醉了, 没喝醉之前, 他满脑子都是顾成不待见他的眼神, 顾若明里暗里的针对, 叶之雪赤骂他的声音, 以及顾云菲虚伪的负于表面的负爱, 为什么, 明明都是他最亲的家人, 却没有一个人爱他, 他也想要和别人一样, 有父母的疼爱, 有家人的在乎, 而这世上, 唯一爱他的亲人, 已经离开了剩下一个爱他的, 却忘记了他, 喝醉之后, 他脑子里面, 只有奶奶和那个人的模样, 陆景言, 他忽然, 很想陆景言, 想到, 恨不得立刻就见到他, 顾清向来是个行动力很强的人, 即便是喝醉久了, 也一样, 他摸索着桌上的手机, 在通讯录中找到陆景言的名字后, 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几声, 还没人接, 不过顾清很有耐心地等着, 没有挂断, 陆氏集团, 公司里的员工走得七七八八, 只有总经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办公桌前, 陆景言正敲打着键盘, 处理事务, 助理站在办公室门口等候, 工作倒忘了时间, 对于陆总来说是常事, 他也不敢催促, 只是陆总的手机想了好一会儿, 到现在也不停歇, 助理看着亮起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名字, 他在门前犹豫许久, 最终还是敲门进去, 陆景言听见动静, 稍稍抬头, 脸谋领声道, 怎么了? 他拿着手机走到陆景言面前, 陆总, 顾小姐的电话打来好几次了, 所以, 听见顾小姐三个字, 陆景言伸手接过, 怎么一开始不给我? 助理顿住, 是您说, 处理公务时不喜欢被打扰, 这话, 他确实说过, 陆景言没再说什么, 接通顾小姐打来的电话, 他正要开口, 听筒便传来一道软眠的女声, 陆景言, 我想你了, 对面软弱的嗓音隔着听筒传来, 还带着点鼻音, 像是一只粘人的小猫, 传入陆景言的耳朵, 使他身躯瞬间僵住, 脸颊泛红, 手也下意识抖了下, 若不是反应迅速, 手机险些掉到地上, 办公室内格外安静, 站在办公桌前的助理, 显然也听到了顾清的声音, 他有些惊讶, 他印象中的顾小姐, 是属于清冷伶俐的女人, 没想到, 也有这么小女人的一面, 陆景言抬眸发现, 助理有些愣神, 他抿了抿唇, 一只手将听筒捂住, 吩咐道, 你先出去, 助理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渐远, 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还不忘将门带上, 等助理出门后, 陆景言这才松开听筒, 电话那边仍传来顾清断断续续的声音, 重复的还是那句话, 陆景言大脑有瞬间的空白, 这不像他, 起码他平常, 绝对不会这样, 陆景言轻声问道, 顾清, 你怎么了? 听见陆景言的声音, 顾清笑着说, 陆景言, 我好想你, 我现在一个人在酒店里面, 你可以来陪我吗? 他嘴里的话有些含糊不清, 尾音脱长带着点撒娇的妩媚, 陆景言侯姐滚了两下, 他第一次, 见他这样不冷静的时候, 可莫名的, 他觉得这种被他依赖的感觉, 很不错, 陆景言脸眸, 眼洁微颤, 回应道, 好, 挂断电话后, 他便吩咐助理被车, 酒店这边, 顾清将地址发送给陆景言后, 终于舍得收拾一下自己, 他换下被雨淋湿的衣服, 进浴室洗澡, 洗完擦干身体, 顾清换上酒店精心准备的浴袍, 他头很晕, 知道自己醉了, 但是他意识还是清醒的, 只不过酒醉的人, 或多或少都会大胆一些, 他在床上坐了没多久, 门铃响了起来, 第四十六章, 今晚陪我睡, 陆景言到达顾清所在的楼层后, 便叫助理下楼等着, 自己来到顾清给他发来的房间号门前, 他刚按下门铃, 房门就从里面打开了, 入眼是一双修长白皙的腿, 陆景言愣了一瞬, 抬头看去, 只见顾清穿着浴袍倚靠在门延, 他剔透的双颊上泛着红韵, 让原本清冷的面容多了几分魅色, 空气中还萦绕着残存的浓唇酒精味, 陆景言知道事情没他想的那么疑你, 他眉头紧促, 与其是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担忧, 顾清,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眼神担忧, 他却勾唇一笑, 你先进来, 我再告诉你, 嗓音软软的, 很像撒娇, 陆景言此刻根本顾不上什么距离, 只觉得自己着了他的魔, 滚着车轮进入房间, 顾清将门咔哒一声关上, 随即转身坐到陆景言双腿上, 意料不到的陆景言身子僵住, 想要叫他起身, 顾清却勾住他的脖梗, 竖起一根手指贴在他薄薄的唇瓣上, 噓, 我们现在不聊这些好不好, 对上他些许迷离的双眼, 陆景言瞬间折退了, 他嗓音温柔, 好, 那你想聊什么? 聊什么? 顾清像是真的在思考, 视线在他脸上游移, 目光落在他薄且平直的唇瓣上, 他唇角仰起, 贴在他唇瓣上的手指慢慢往下移, 滑到下巴处, 挑起他的下巴, 聊你啊, 他娇媚的声音像当在陆景言耳边, 浅浅的呼吸喷洒在他脸旁, 他真的醉了, 陆景言心里这样想, 顾清微眯着眸子, 看见陆景言两只红红的耳朵, 像是发现一件去世, 他故意用玩味的口吻挑逗他, 你想知道我要怎么聊你吗? 为等陆景言应声, 顾清轻声靠近, 调皮地提醒他, 你耳朵红了哦? 话音落, 他起唇含住他滚烫的耳垂, 微湿的舌尖轻轻扫过他的耳垂, 陆景言双臂的肌肉跳动了下, 紧紧握住轮椅的扶手, 因为用力的缘故, 直接泛白, 耳垂湿痒的异样感, 侧脸温热的呼吸, 以及怀中带着沐浴后的温软体香, 种种都刺激着陆景言的神经末梢, 他扬起脖梗, 顾清恶作剧地捧着他脑袋, 将他偏过去的脸掰正, 轻身贴上他的唇, 蜻蜓点水一般, 陆景言心脏乱窜不停, 眼眸藏着浓墨, 顾清, 你醉了? 怀中的女人紧紧贴在他胸膛, 陆景言想, 若不是顾清喝醉了酒, 恐怕早就已经听清他错乱如骨的心跳声了不是吧? 陆景言, 顾清醉意已深, 脑袋缓缓靠上他肩膀, 我这么了你了, 都没有反应, 我会伤心的哦, 喝醉酒的他, 喊着陆景言的名字像是在撒娇一般, 嗓音更显妩媚柔情, 顾清, 你先起来好不好? 顾清的头发扫着他, 喉结有些痒, 陆景言微微痒了痒头, 好啊, 他没想到顾清会这么听话, 惊讶地看向他, 接着就见他痒着脸, 笑着说, 我们一起去睡觉, 我扶你上床, 今晚陪我睡好不好? 陪, 我, 睡, 对上顾清熏醉的笑容, 已经迷离飘渺的双眼, 陆景言眉头促起, 双手按住他单薄的肩膀, 提醒道,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是一个正常男人, 提醒他的同时也是在提醒自己, 他注视着顾清, 复杂的双眸中流露出一抹落寞神色, 是啊, 他那样好, 他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废人, 腿还没好, 性功能也障碍着, 好不好得了, 还是个未知数, 他怎么敢肖想? 察觉到他眼里的黯然, 顾清竖起手指贴住他的唇, 你这样说自己, 也不许你这样低估我的能力, 说到这, 他用额头抵着陆景言的, 娇滴滴地笑道, 我说过会治好你的, 无论你的哪一条腿, 最后一句话, 别有深意, 陆景言看着他如花的笑叶, 忽然被他感染, 好像有他在, 他的心情总是很快, 就会变得明媚, 他视线一顺不顺地看着他, 他的距离这样近, 因为刚才胡乱的动作, 他白色的玉袍滑到肩膀下, 露出银润细腻的双肩, 明艳的画面, 就这样毫不遮掩地出现在陆景言眼底, 陆景言一开视线, 身子往后仰, 想要逃避, 却恰好对上顾清弯弯的双眼, 他笑得如同妖野动人的狐狸, 顾清同样也注视着他的双眸, 两人静静地看着对方, 四周寂静下来, 暧昧的火花, 抽丝剥茧般散发出来, 室内的暖气被撩人的气韵掺杂, 顾清稍稍低下头, 双手紧紧缠绕着他的脖梗, 起唇含住他薄薄的唇瓣, 这一次不再是蜻蜓点水, 他吸水着他的唇瓣, 在每一次分开时都轻轻咬上一口, 接着再狠狠吻上, 这是陆景言面对他时最喜欢的接吻方式, 顾清这次热烈的反应, 让陆景言有些失措, 他受不了这么热情似火的他, 因为他会沦陷, 是的, 他好像渐渐沦陷其中了, 甘甜的水渍触碰着舌尖, 令他大脑有种前所未有的愉悦, 仅仅是因为他的一个吻, 陆景言此刻已经全然不知什么是理智, 什么是清醒, 他不再被动, 单手托住顾清的后脑, 另一只手揽着他纤细的腰肢, 手臂渐渐收拢, 化被动为主动, 加深了这个吻, 对于陆景言的回应顾清有些意外, 他稍稍离开他的唇, 正要说些什么, 下一秒他就追了上来, 嗯, 不是浅尝辙止, 而是细密且急切地吻, 顾清有些招架不住, 但他很喜欢这种熟悉的感觉, 就像是陆景言没有诗意一般, 陆景言越稳越深, 翘开怀中女人烟红的唇半, 顾清仰着头, 热情地回应他, 静谧的房间, 响起泽泽的水字声, 两具年轻的身体紧紧相拥, 呼吸相缠, 恨不得将对方揉进自己骨髓, 一夜过去, 顾清微微睁开眼, 视线渐渐清明, 脑袋传来宿醉后轻微的胀痛, 他翻了个身, 视野中映入一张俊逸的脸庞, 第47章, 有空随时来啊, 顾清酒量不错, 昨晚发生了什么, 他记得一清二楚, 后面是他搀扶着陆景言到床上睡下的, 陆景言睡着的时候跟平常有点区别, 眉间舒展, 呼吸轻柔而均匀, 睡着的模样总是让人以为很好接近, 其实不然, 看着他的睡颜, 顾清眼神澄澄温和, 他单手支着下巴, 指尖从陆景言的眉骨往下, 描绘着他高挺的鼻梁, 最后停在他薄且平直的唇瓣上, 陆景言从睡梦中醒来, 睁开眼, 便看见顾清卫尸粉带, 却照样明念动人的脸, 他微微低着头, 指尖落在他唇上, 像是, 要吻他, 陆景言眉眼仰起柔情之色, 微仰起头, 想要贴上顾清的唇瓣, 却听他忽然说道, 陆景言, 我不能跟你联姻了, 陆景言身形一顿, 眼睫颤动, 愣住了, 他开口, 想要说什么, 却说不出来, 胸腔仿佛被一块巨石狠狠压制着, 心情瞬间跌到谷底, 陆景言第一次体会到, 什么叫做晴天霹雳, 是因为他的原因吗, 因为他不是一个正常男人, 因为昨晚, 他给不了他想要的, 顾清看他的反应, 知道他是误会了, 他解释说, 昨天我跟我妈闹掰了, 见陆景言表情稍微好了点, 他才继续, 他为了我妹妹, 不分青红皂白就冲上来打我, 我还了手, 他生气说, 不认我这个女儿, 把我赶出顾家, 你们要的是顾家的大小姐, 我现在已经不是了, 所以, 不能以顾家女儿的身份跟你联姻了, 听完这话, 陆景言眉头猝气, 紧张问道, 你受伤了吗, 顾清笑着摇摇头, 他没得逞, 反倒是我把他手都拧红了, 被自己亲生母亲这样对待, 还笑得出来, 强装出来的平静太过明显, 看见他这样, 陆景言心脏莫名发酸, 有种想将他暴入怀中的冲动, 陆景言轻轻恩了一声回应, 顾清平静地对他说, 我没有骗你们任何人, 更没有骗你, 在跟你相亲前, 叶之雪觉得我是乡下来的丢人, 让我跟你们谎称, 是从锦城医科大学毕业的硕士生, 我跟你们说, 我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 当时你们所有人应该都不相信, 在回去的车上, 叶之雪也骂了我, 说我不知天高地厚, 但是我说的是实话, 我真的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 你们不了解我, 不相信很正常, 可是连我的父母都不知道, 陆景言记得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顾清, 他坐在餐桌上, 语气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他当时看见他清澈透亮的眼神, 就相信了他说的话, 但他没有立刻插嘴, 因为他知道他想倾诉, 提到这顾清痴笑道, 说起来觉得讽刺, 他是我亲妈, 却对我的事情毫不了解, 从小被他捧在手心里的顾弱, 考上了锦城医科大学, 他把她视作珍宝, 可他从来不关心我的学习, 就因为小时候的一次高烧, 没参加考试, 总分成绩不理想, 他们就以为我成绩很差, 拿不出手, 再也没有开口问过我的学习了, 高考时, 我没有参加考试, 他们以为我是没有考上大学, 可他们不知道, 我早在高考前, 就被耶鲁大学提前录取了, 根本不用参加高考, 他们对我一概不知, 不知道我的喜好, 不知道我上没上大学, 不知道我有没有喜欢的人, 可他们知道顾弱的一切, 他们关心顾弱的一切, 至于顾成, 更是被他们视作掌中宝和唯一的继承人, 唯独我不是, 我在他们眼中, 什么都不是, 听到这句话, 陆景年心脏忽然酸涩, 我只有一个奶奶, 是他将我拉扯长大, 可他已经离开我了, 提到奶奶, 顾青眼中闪烁着泪光, 后来他们把我从乡下接到北城, 不过也只是为了和你联姻, 顾弱是最不喜欢我的, 但我不在乎, 他怎么针对我, 都无所谓, 可他不配说奶奶一句不好的话, 就在昨晚, 他说了奶奶, 我打了他, 下手很重, 把他脸都打肿了, 嘴也流了血, 但是我不后悔, 后来顾青轻省了声, 后来我就跟叶枝雪闹掰了, 我现在不是顾家的大小姐, 所以没办法跟你联姻了, 陆景年静静地听完他的话, 忍不住将他拉进怀里, 紧紧抱着, 他嗓音温柔, 向他沉默, 你放心, 这件事我会去解决, 我陆景年的妻子是谁, 只有我自己能决定, 时间不早了, 陆景年打电话, 吩咐助理到酒店接他去公司, 顾青将他扶下床, 推着他进浴室洗漱, 没多久, 服务员就送了早餐过来, 两人相对而做, 顾青把陆景年面前的果酱拿走, 你不喜欢吃草莓味的果酱, 给我吧, 转而把吐司抹上沙拉酱, 递到他手边, 陆景年惊诧地扬了扬眉, 他不喜欢跟草莓有关的一切食物, 这件事连他妈都不知道他疑惑, 你怎么知道, 顾青抬眸看着他, 柔声说道, 关于你的事情, 我都知道, 他表情认真, 不像是寻常的玩笑, 陆景年危症, 不知道该回什么, 见他沉默, 顾青并不生气, 他相信, 他一定能让他想起他来, 饭吃到一半, 陆景年问他, 你打算住在这里吗? 嗯, 顾青点点头, 忽然想起什么, 他轻挑了眉, 刻意撩拨, 不过, 你有空的话, 随时都可以来啊, 比起以顾家大小姐的身份, 嫁给陆家大少爷, 他更想以陆景年的爱人的身份, 嫁给他, 咳, 咳, 陆景年被水枪住, 顾青抽了张纸递到他手里, 他说了声谢谢, 抬头对上顾青, 那双暧昧又别有深意的双眼, 他分明就是在赤裸裸地提醒他, 昨晚发生的事, 想起昨晚他失控的荒唐场面, 陆景年耳阔见红, 连带着脖梗都有些发烫, 场面一度尴尬, 准确来说, 是陆景年尴尬, 而顾青, 则灼热万分地盯着他, 眼神绝不清白, 第48章, 他的动情, 好在陆景年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立刻接听, 听筒传来助理恭敬的声音, 陆总, 我已经到你门外了, 陆景年轻点了下头, 好, 我马上下来, 他挂断电话, 对顾青说道, 我去公司了, 顾青轻笑着点头, 去吧, 陆景年滚着轮椅准备出门, 快到门口的时候被叫住, 等等, 陆景年停下, 偏头看见顾青走到他面前, 蹲了下来, 他刚想问怎么了, 就见他拉起他的领带, 用纸巾擦拭, 陆景年这才注意到, 藏青色的领带被水沾湿了一脚, 低头看着他认真的脸庞, 陆景年黑沉的双眸夹杂着一丝难以言说的情绪, 关于他, 他好像总是能够注意到细枝末节的事, 好了, 顾青唇角扬起, 陆景年回过神看着他的脸, 顾青一边替他整理微皱的领带, 一边温柔地说道, 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累了就休息, 他的眼睛清澈透亮, 流露着温柔的光芒, 这幅画面, 就像是, 送丈夫上班的妻子, 陆景年眼洁微颤, 心跳悸动只在一瞬间发生, 此时此刻, 陆景年不得不承认一件事, 他真的, 动情了, 陆总, 这有份文件, 您先提前看一下, 等回过神时, 陆景年已经坐在了车上, 只是错乱的心跳, 还未停歇, 他看了眼前排柱里递来的文件, 没有接, 而是吩咐司机, 先去顾家别墅, 司机恭敬地说了声是, 接着打方向盘改道, 助理则很有眼力见地将文件收起来, 不过转身的瞬间, 看见陆景年的领带有些皱疤, 藏青色的领带被水打湿, 明显有块颜色更深, 他惊讶地眨了眨眼, 换做从前, 陆总是绝不允许自己衣衫不整地经过昨晚, 就变姓了, 提起昨晚, 助理又想起, 他在酒店楼下等了快半小时, 结果接到陆总打来电话说, 让他先回家, 晨起, 听到老板叫自己的名字, 助理连忙应导, 陆总, 您吩咐, 陆景言握着手机薄唇微敏, 没有抬头, 下次顾小姐打电话来, 不管我在忙什么, 你直接拿给我, 助理听后愣了秒, 随即点头, 哎, 好, 他没看错吧, 陆总刚刚, 实在笑, 助理觉得不可思议, 倒不是陆总从来没笑, 只是, 他第一次见他笑得这么, 暧昧, 陆景言在通讯录找到顾青的电话号码, 点进去编辑, 然后星标置顶, 车子在顾家别墅外停下, 陆总, 要我先去问候一声吗, 助理询问道, 陆景言看着顾家大门, 没风微拧, 冷声说, 不用, 对待这类人, 无所未理解, 助理点点头, 说了声, 是, 推着他往前, 这个时间点, 顾云飞吃完早餐, 正准备去公司, 而叶之雪跟顾若还有顾成, 也才刚刚下楼准备吃饭, 最先看到陆景言进来的, 是刚走到大厅门口的顾云飞, 他先是一愣, 随即快步上前, 笑道, 陆总, 您什么时候过来的, 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叫人准备茶水, 叶之雪跟顾若两人对视了一眼, 前者离开餐桌, 连忙过去招呼, 后者则有些后悔, 自己没有先换好漂亮的衣服, 而是穿着一套睡衣, 只好里里头发, 跟上前, 只有顾成一副太子爷的模样, 自己吃自己的, 他昨天听说了, 顾青离家出走了, 正好, 哎呦, 景言来了, 快请坐, 叶之雪脸上堆满笑容, 转头吩咐庸人, 愣着干什么, 快去把茶漆好, 端上来, 不必了, 陆景言冷声打断, 在场几个人脸上都迎着笑, 唯独他面无表情, 尽管陆景言坐在轮椅上, 周身散发出的气场, 却比站着的三个人强无数倍, 顾云飞看出不对劲, 他收敛了笑意, 问道, 陆总, 是有什么事要说吗? 他莫名想到顾青, 是有事要说, 陆景言道, 关于我的未婚妻, 两句话, 惹得顾家三人面面相去, 叶之雪怀疑是顾青那小畜生说了什么, 景言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陆景言掀起眼皮看他, 薄薄的那褶下压, 漆黑眼眸中是锋利的冷光, 迎上他的视线, 叶之雪眼皮一跳, 背脊有些发凉, 景言,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陆景言眉头轻挑, 嘴角扬起一抹笑, 我只是好奇, 您是怎么将我未婚妻赶出家门的? 他虽然笑着, 却给人一种凌厉的压迫感, 听到陆景言是为顾青而来, 顾若脸上的笑容僵住, 顾云飞早该想到, 顾青会把事情闹到陆景言那儿, 他为顾青的不知分寸, 皱了皱眉,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稳住陆景言, 是这样的, 青儿他指示, 顾云飞刚一开口就被叶之雪打断, 他一改殷勤态度, 冷哼一声, 把他赶出门又怎么样, 一个连亲妈都敢动手的人, 留在家里有什么用? 景言啊, 你别紧张, 我只是让他在外面住段时间, 等到婚礼举办前, 还是会让他进家门的, 这丫头再乡下也惯了, 不好好教他规矩, 以后到你们陆家, 只会给你们添麻烦, 夜之雪与气傲人, 好像让顾青回去住一晚, 都是在施舍他一般, 顾云飞被他这句话, 气得脸都快红了, 愚蠢至极, 只是碍于外人在这, 不好发作, 陆景言没有看他一眼, 直到, 你们觉得顾青不重要, 可在我眼中, 他是独一无二的, 这句话, 犹如平地惊雷, 顾云飞, 夜之雪和顾若, 以及坐在餐桌前, 享用早餐的顾成四人, 都当即愣住, 陆景言是什么身份, 北城路市的最优积成人, 哪怕他现在双腿残废, 也不影响他的股份分红, 万万没想到, 这种动人专情的话, 会从他的嘴里说出口, 坐在餐桌前的顾成, 端起杯子, 喝了几大口牛奶, 才从震惊中回过神, 他心里忍不住诧异, 他这个大姐, 蛊惑男人的手段, 还真是了不得, 居然还把状告到陆景言, 陆景言这里来了, 第四十九章, 将顾青逼上绝路, 夜之雪抿了抿唇, 所以, 现在陆景言, 陆景言是为了顾青那个丫头, 来找他们出气的吗? 他心底深深诧异, 顾青跟陆景言见面的次数也不多, 陆景言怎么会突然这么在意他? 陆景言今天特意过来说这些, 不用想都知道, 肯定是顾青离家出走后, 对他说了些什么话, 想到这, 他咬了咬后草牙, 对顾青那个死丫头更是厌恶, 顾云飞脸色极度难看, 此刻后悔万分, 要是知道, 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他绝对不会允许夜之雪, 昨晚不计后果乱来, 不管陆景言来找他们的原因是在意顾青, 还是为了陆家的名声, 都说明他们对顾青的做法, 已经惹到了陆景言, 他跟夜之雪的妇人思想不同, 他更为在乎的是家族利益, 不是顾若有没有受委屈, 景言, 你误会了, 我们没有赶走亲儿, 就是这丫头, 昨天跟他妈妈发生了一些口角, 生气跑出去了而已, 其实我们, 陆少爷, 顾若打断了顾云飞的解释, 陆景对顾青的在意, 让他心里极度不舒服, 这是他喜欢的人, 怎么允许顾青那个上部的台面的东西霸占, 陆景言看向他, 眼神冷漠, 顾若上前一步, 站在陆景言面前, 脸上浮现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 陆大少情深意重, 但有件事情, 相信你, 一定不知道吧? 听他说这话, 顾云飞和夜之雪, 以及顾诚都好奇地看向他陆景言, 看向他的目光狠淡, 顾若忽视他冷漠的眼神, 拿出手机, 点开相册里的一张照片, 竖在他面前, 顾云飞跟夜之雪偏头, 看向他举着的手机, 就连一向事不关己的顾诚也走过来, 将脑袋凑过去一堵究竟, 手机里的照片正是顾青跟一个年轻男人相对坐在一起吃饭, 只是镜头里面两人的动作有些轻逆, 顾青身子稍稍前倾, 拉着对方的领带, 而对面的男人则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俊男美女, 两人年龄又相仿, 姿态还轻逆, 任谁看见照片的第一眼, 都会觉得是一对甜蜜情侣, 顾若看见大家震惊的眼神, 眼里闪过一丝冷笑, 都这样了, 他就不相信陆景颜还会喜欢顾青, 顾青也忍不住嘲讽一笑, 对顾青原本就为灵的好感度更是坏到复制, 没想到顾青完这么严, 背着陆家大少爷未婚妻的身份, 也敢在外面跟别人乱搞, 嫁给北城低豪门都不能安分, 竟然还想着去外面偷吃, 顾云飞看清照片后, 意识眉头紧紧皱起, 脸上的表情复杂万分, 有惊讶, 有愤怒, 还有尴尬, 他怎么也想不到, 平常看起来听话寡言的女儿, 在私底下竟然是这副模样, 要是让外人知道了, 整个顾家的脸面都得被他败光, 比起惊讶的顾云飞, 叶之雪则淡定许多, 像是早就知道顾青就是这样的性格, 他双手还着胸, 在心底直夸顾若做得好, 诚然, 失去陆家这个联姻对象不是好事, 但现在陆景颜摆明了要为顾青出气, 既然这样, 不如让陆景颜把火气对准顾青, 索性现在他们还有杨家, 自己的未婚妻和别的男人暧昧不清, 这可是关乎一个男人的尊严, 相信陆景颜一定不会轻易放过顾青的, 想到顾青囚着陆景颜上门, 就是为了给他讨公道, 叶之雪就巴不得陆景颜狠狠教训顾青一顿, 想到这, 他嘴角闪过一抹冷笑, 哼, 谁让顾青敢硬着骨头反抗他的, 这就是他要承受的代价, 死丫头昨晚威胁他的时候, 不是很硬气吗? 他倒要看看, 被陆景颜知道, 他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偷情, 他能硬气到什么时候? 陆少爷, 这只是我一次偶然遇见拍到的, 至于其他时间, 姐姐有没有跟照片中的男人牵扯不清, 我就不知道了, 之所以告诉陆少爷, 也只是不希望您被我姐姐瞒在鼓里而已, 顾若稍稍提高了音量, 继续说道, 你这么重视我姐姐, 可是我姐姐这样对你, 分明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 陆少爷, 都这样了, 你还为顾青讨回公道吗? 陆景颜残疾, 顾若知道, 这辈子他都和他不可能了, 所以也懒得在他面前装什么好妹妹了, 陆景颜等顾若得意洋洋地说完, 随意扫了眼手机, 照片里面顾青露出轮廓清晰的侧脸, 额头饱满, 睫毛卷翘, 鼻梁小巧而挺翘, 唇半烟红, 皮肤更是白皙透亮, 美得让人挪不开眼, 陆景颜倒有心情欣赏起他漂亮的容颜了, 至于那个男的, 照片的背景先不谈, 顾青这一身穿搭, 以及他拉人领带的动作, 陆景颜早已见过, 他一眼辨认出来, 这是不久前发生在妇庭餐厅的事, 当时, 他也在, 是顾青敏感地发现他情绪不对, 跑上楼耐心地跟他解释, 他不是一个会乱吃醋的男人, 回忆起来, 陆景颜胸腔反而荡起一股暖意, 他会在意他敏感的情绪, 会好好哄他, 还会, 亲吻他, 看见陆景颜沉默着不说话, 顾若以为他在拼命压制住怒气, 嘴角控制不住往上扬起的弧度, 完全暴露了他幸灾乐祸的内心, 是的, 顾若迫不及待地想要看见, 陆景颜得知顾青水性洋花后, 将他折磨致死的场面, 毕竟, 没有哪个男人能接受烂情浪荡的女人, 更别说像陆景颜这么完美的男人,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是他现在当着顾云飞的面, 取消跟顾青的联姻, 再把顾青逼得走投无路, 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和清高的面孔, 来顾家求生, 他的目的就这么简单, 顾若越想越激动, 全身上下所有血液都在沸腾, 他认真盯着陆景颜, 生怕错过他的一丝反应, 当然, 顾云飞和叶之雪, 以及顾成三人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都在等着他的反应, 大厅一时间寂静无声, 空气仿佛都凝制了, 就在四人各怀鬼胎的猜测, 陆景颜会怎么对付顾青时, 听见他低笑一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顾二小姐是景成一科大学的高材生, 毫不相关的话题, 惹得顾家四人相互看了眼, 有些茫然, 第五十章, 令人心颤得狠话, 虽然顾若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 但是提到他引以为荣的学校, 他脸上瞬间扬起骄傲的笑容, 点头说, 没错, 我是景成一科大的学生, 原来景成一科大的学生, 品行已经低劣到这种地步了, 哼, 跟踪姐姐, 拍姐姐和别的男人的照片, 发给姐姐的未婚夫看, 顾二小姐, 就算这件事是真的, 你身为他的家人, 第一时间不是该维护自己的姐姐吗? 陆景颜视线落在他身上, 眉眼伶俐, 语气讽刺, 那双幽深如寒潭的双眸, 只是对上一眼都叫人背脊发寒, 顾若一致, 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 他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他? 他不应该为顾青的勾三搭四感到愤怒不齿吗? 为什么反而对他冷言冷语地嘲讽? 陆景颜的回答跟反应, 完全与顾若的想象背道而驰, 顾若嘴角勾起的弧度早已僵住, 他眼皮一跳, 脸色善善, 陆少爷,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不想你被欺骗而已, 听不懂没关系。 陆景颜面色阴沉, 微眉的眸子透露出危险气息, 你只需要记住, 偷拍这种无用功, 没必要做, 因为我的未婚妻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更清楚, 他知道顾家人不看重顾青, 故意气他们, 就算顾青是那样的人, 我也依然爱他, 我只要他一人, 只要他愿意留在我身边, 旁的, 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明白了吗? 煞时间, 除陆景颜本人以外,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顾云飞不可思议地盯着陆景颜, 心里忍不住猜想, 半年前的那场车祸, 不仅是带走了他的双腿, 恐怕连他的脑子都受到影响了吧, 否则, 也不会在知道自己的未婚妻 有这么不堪的私生活后, 还能出言为户, 当然, 这一想法, 顾云飞只敢埋在心底, 更多的是懊恼万分, 早知道陆景颜那么在乎顾青, 不管陆夫人看不看得起他们家, 他都要好好护着顾青, 顾成跟顾云飞一样的猜想, 半年前那场车祸, 指定是给陆景颜大脑带来了某些创伤, 不然怎么会说出这种恋爱脑的话? 叶之雪则磨了幕后槽牙, 万分不解, 顾青那个死畜生, 究竟对陆景颜下了什么迷魂汤, 让他对他的行为这么放纵, 顾弱的脸色一片惨白, 眼里有着不甘和嫉妒, 陆景颜不仅没有因为顾青勾三搭四而恼怒, 反倒是将他揭露顾青丑陋恶性的行为变得不光彩, 顾青他到底有什么值得陆景颜爱他这么深? 他凭什么? 要文化没文化, 要谈吐没谈吐, 难道仅仅靠着那张脸? 顾弱的脸上挂不住了, 死尽咬了下唇瓣, 陆少爷, 这不是我偷拍的, 是我朋友去吃饭的时候拍下的, 我? 他说到一半, 便开始抽着肩膀啜气, 好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叶之雪拉着顾弱的胳膊, 把他挡在身后, 一副互毒的姿态, 景颜, 你这么严肃做什么? 弱弱都说了, 这张照片不是他拍的, 就算是他拍的, 那也是好心提醒你, 要注意枕边人, 顾青那丫头, 在乡下带着一身坏性子回来, 你应该感谢弱弱才是, 他说到顾弱时, 脸上全是心疼的神情, 可当提起顾青的名字, 眼神却带着一丝鄙夷, 叶之雪脸上的情绪变化, 陆景颜统统收进眼底, 他突然庆幸, 顾青不在这里, 要不然, 他听见这些话, 脑海出现顾青眼含泪光的模样, 陆景颜不忍心再往下想, 他眼神冷漠, 看着叶之雪一字一句地说道, 叶夫人互毒情深可真感人, 孤儿小姐, 有你这样的母亲, 是他的福气, 不过你是不是忘了, 顾青也是你的女儿, 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到, 把自己的孩子说得这么不堪入耳的母亲, 叶之雪对此嗤之以鼻, 她确实是我的女儿, 不过她从小待在乡下, 跟着她奶奶长大, 没被交好, 我也只是实话实说, 以后嫁进陆家, 还是劳烦陆夫人好好教育吧, 她张口闭口陆夫人, 陆景颜很轻易就猜到她这么张扬的原因了, 陆家跟顾家联姻, 她妈妈虽然看不起顾家的行为, 但联姻的态度是很明确的, 叶之雪想要用她母亲来压她, 陆景颜眉间微拧, 逐字逐句说道, 顾青是我未来的妻子, 更是她自己, 我娶她进门, 是为了让她过得幸福开心, 不是为了教育她, 没人有资格教育她, 你没有, 我母亲也没有, 顾家四人的瞳孔都狠狠一颤, 她对顾青竟然维护到这种程度, 陆景颜迎着四人难以置信的神情, 继续说道, 顾青嫁给我之后, 我会即刻将名下的股份, 分一半转到她名下, 一半, 要知道,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顾成站在爸妈身后, 倒抽一口凉气, 瞪大眼睛盯着自己的五根手指, 顾云飞更是恶然失色地呆立在原地, 大脑只不断浮现一句话, 完了, 陆景颜将顾青看得这么重要, 而他们却得罪了她, 叶之雪跟顾若毅是脸色陡然一变, 一口同声说了句, 什么, 他居然要把她名下的股份, 分一半到顾青名下, 那可是陆施的股份呀, 他们的想法, 陆景颜并没放在眼里, 他只知道, 他们瞧不起顾青, 想看顾青一无所有, 他就偏要让他们知道, 离开他们顾家, 顾青会过得比现在好一万倍, 还有, 他掀起薄薄的眼皮, 漆黑冰冷的双眸, 一眨不眨盯着叶之雪, 我这人记仇, 我的未婚妻在你们这里, 受了多少委屈, 说到这, 陆景颜顿住, 也不想知道, 至于我, 我不能保证给你们顾家的好处有多少, 但想要踩下顾家, 易如反掌, 陆景颜狭长的漆黑双眸, 如同寒冬冰窟, 他的气场, 实在是太过涉人, 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叶之雪脸色煞白, 脸颊上的肌肉都在隐隐抽动, 深冬时节, 他背脊上的汗水直往下流, 只不过全是冷汗, 叶之雪不敢支持陆景颜的视线, 到了现在, 他才生出后悔的心思, 第五十一章, 顾家四人商量对策, 早知道, 他就不那么对顾清了, 他该听顾云飞的, 在顾清嫁进陆家之前, 避免横生之劫, 怎么就跟顾清吵起来了呢, 还闹到了这种地步, 顾云飞连吞了几口唾沫, 希望能挽回些什么, 陆总, 这件事情是有误会的, 你放心, 我们马上就把妻儿接回家, 我不管你们做什么, 陆景颜冷声警告, 你们只需要记住, 我要娶的是顾清, 未婚妻, 顾云飞彻底知道, 顾清在陆景颜心中的地位, 他还能说什么, 陆景颜没看他一眼, 对助理吩咐说, 去公司助理点头应答, 推着他出了顾家大门, 陆景颜来了这一趟, 顾家四人算是明白了, 顾清对陆景颜的重要性了, 陆景颜一走, 顾云飞终于按捺不住怒火,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 他恨恨地瞪着叶之雪大吼, 指着他的手都在颤抖, 顾云飞一改刚刚的巨色, 挺直腰杆, 给自己打气, 我怎么了, 是顾清那个死丫头耍性子, 自己滚出去的, 关我什么事, 你到现在还敢狡辩, 顾云飞气的脸庞都仗成红紫色, 举起手往他脸上扬, 怎么, 你还想打我是不是, 顾云飞提高音量, 冷嘲热讽道, 不是你同意我上楼收拾顾清的吗, 你倒好, 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把锅全都甩到我头上来了, 他的话精准地戳到顾云飞的肺管子, 我是同意你收拾清, 但没说让你把他赶出家门, 顾云飞紧绷着脸, 喘着粗气, 还有顾云飞, 你以前明明那么乖巧, 怎么姐姐一来就那么不懂事了, 爸, 您怎么这样, 突然被劈头骂的顾云, 一脸惊诧地看着顾云飞, 对上他冰冷愤怒的眼神, 顾云张了张嘴, 心中顿时翻涌起复杂的情绪, 有气氛, 有恨意, 他万万没有想到, 刚才陆景言竟然会那么维护顾云, 害得他计划泡汤不说, 还被狠狠羞辱了一番, 恨他更恨顾云飞翻脸不认人的薄情, 其实在顾云飞很小的时候, 他就知道父亲是一个极度重力的人, 谁足够优秀, 谁带给他的利益更多, 他就更偏带谁, 所以从小到大, 他都不允许自己出半点差错, 但顾云没想到, 仅凭陆景言的一句狠话, 顾云飞对他跟顾卿的待遇,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连称呼都变得不一样了, 顾弱眼神中的恨意将要显露出来, 他死死握着拳头, 才将那份恨强压下去, 他恨顾卿, 也恨顾云飞, 发现顾云飞将矛头指向顾弱, 叶之雪冲上前护住他, 紧张道, 这关弱弱什么事, 我不允许你这样说我女儿, 顾云飞见他这么护着顾弱, 想起陆景言说的话, 他气得牙齿哆嗦, 吼道, 你就知道顾弱是你的女儿, 难道你忘记了, 亲儿也是你的女儿吗? 对, 顾卿是我的女儿, 我没忘记, 叶之雪点头承认, 可那又怎样, 我更没有忘记, 他迟早会嫁到陆家, 成为陆家的人, 反过头来对付我, 他那样不尊重我, 我凭什么好好待他, 见他不慎在意, 还是没有完全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顾云飞胸腔上下浮动得很明显, 你既然知道他会嫁进陆家, 那你不知道陆家想要把我们踩下去, 是多么轻而易举的是吗? 你是不是悠闲日子过久了, 忘了之前有多苦多难, 忘了我们经历了什么,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是吗? 你想打他就算了, 竟然还敢把他赶出家门, 他深深吸了口气, 破口大骂, 叶之雪, 你的心怎么这么恶毒? 哼, 我恶毒? 叶之雪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冷哼一声, 顾云飞, 你是不是忘了? 当时明明是你点头同意, 让我上楼教训顾亲的, 要不是得到了你的首肯, 我又怎么敢这么放纵? 现在出事了, 你就知道来指责我了, 顾云飞, 你少在这里装作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到底是朝夕相处了几十年的夫妻, 叶之雪短短几句话, 就将顾云飞的内心揭示得淋漓尽致, 顾云飞又气, 又怒又不满, 叶之雪当着儿女的面这样说他, 让他感到颜面尽失, 他咬牙狠狠说道, 你这个胡言乱语的疯子, 叶之雪咄咄逼人, 我是疯子, 那你是什么? 阴险狡诈的小人, 还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顾云飞彻底被他刺激到了, 恼羞成怒地抬起手, 一耳光就要扇到他脸上, 顾云跟顾成看见, 立刻将人拉开, 叶之雪对抱着他的顾弱说道, 若若你放开, 我倒要看看, 他是不是真的敢打我? 疯女人, 你这个疯女人, 顾云飞嘴里重复着两句话, 他正开顾成拖着他胳膊的手, 要冲上前去, 你们都别吵了, 大听的吵闹声被顾成响亮的声音打断, 顾云飞和叶之雪动作顿住, 顾若见顾云飞没有再动手的意思, 也松开了叶之雪的肩膀, 三个人的目光同时投向顾成, 见他们安静下来, 顾成看了眼西装微皱的顾云飞, 又看了眼头发凌乱的叶之雪, 他微皱着眉, 沉声说道, 爸, 妈, 我知道因为大姐的原因, 你们心情都很不好, 但是你们别忘了陆景延走之前说的话, 他说他要娶的是顾青那个人, 而不是什么顾家大小姐, 那意思很明确, 不管大姐离不离开, 他都要娶大姐, 现在大姐夫妻离家出走, 举办婚礼前, 我们要是还得不到他的原谅, 他肯定会煽动陆景延对付我们家, 陆家对付我们家, 跟捏死蚂蚁一样简单, 顾成叹了口气, 有理有据地总结道,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坐在一起好好商量, 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而不是自乱阵脚, 顾家三人都因为顾青激动地失去了理智, 唯独身处室外的顾成保持着冷静, 一眼就看出事情的关键点, 听顾成这么冷静地分析事情原委, 顾云飞内心不禁感到有些羞愧, 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挺直背脊, 整理了一下刚才情绪失控时弄乱的衣领, 他清了清嗓, 十分认同地点头道, 诚诚说的对, 陆锦炎我们得罪不起, 当务之急, 就是把这件事情解决好, 叶之雪听顾成那样说, 才将失控的情绪稳住, 顾家四人在沙发上坐下, 认真思考如何解决这件事情沉默数分钟后, 顾云飞率先出生, 目前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第52章, 被狠狠打脸的叶之雪, 叶之雪跟顾若还在为顾云飞刚才说的那些话气氛, 两人各怀心思没有说话, 只是扭头好奇地看向顾云飞, 什么办法? 顾成问道, 顾云飞沉沉地深吸一口气, 看了眼叶之雪, 说道, 你去把妻儿接回来, 好好跟她道歉, 你说什么? 叶之雪瞬间炸了, 屁股从沙发上弹起来, 凭什么让我去? 我是她妈, 她不跟我道歉认错, 就算了, 还想让我第三下四把她请回家, 她凭什么? 看她泼辣的模样, 顾云飞总是忍不住想到那些温柔知性的世家太太, 你能不能别老是一惊一乍的, 人是你惹生气的, 让你去把妻儿找回来怎么了? 她理所应当的语气, 令叶之雪恼怒, 顾云离家出走这件事, 分明也有她的责任, 凭什么让她去解决? 叶之雪越想越气, 喉得更大声, 我告诉你顾云飞, 让我给顾云那死丫头低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见她情绪激动起来, 顾成连忙拉着她坐下, 妈, 你先冷静下来, 听听爸爸是怎么说的, 顾若也伸出一只手拉她, 另一只手给她顺胸口, 对啊, 妈妈, 反正我们现在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解决方案, 倒不如听一听爸爸的看法, 刚才顾成跟他们分析的话, 顾若全都听进了心里, 他是很讨厌顾青, 恨不得所有人都欺负她, 可他更害怕一无所有的生活, 顾青对于陆景岩那么重要, 他们得罪了顾青, 惹怒了陆家, 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虽然顾若很不想承认, 但事实确实如陆景岩所说, 他想要采下顾家, 易如反掌, 他顾若是谁, 是从小生长在温室中的小公主, 绝不能过上一瓶如洗的生活, 反正又不是他低头, 听了两个孩子的劝说, 叶之雪的情绪才稍稍稳定下来, 他坐在沙发上翘起腿, 抬起下巴, 扫了眼顾云飞, 顾青有多倦你, 又不是不知道, 就算我去了, 他也未必会跟我回来, 他现在真是后悔把顾青接到城里来了, 好处没得到, 反惹一身骚, 顾云飞分得轻熟重熟轻, 不理会他的冷眼, 青儿确实是个倔脾气, 但你该明白, 是你说不认他这个女儿, 让他滚出家门, 他才生气跑出去的, 母女哪儿, 有隔夜愁, 只要你态度好一点, 好好跟他道歉, 青儿一定会跟你回来的, 叶之雪可不觉得, 他和顾青有什么母女情, 这孩子跟他压根不亲热, 看叶之雪闷不吭声, 顾云飞下了最后通牒, 谁闯下的祸, 谁负责收拾烂摊子, 陆景言说的话, 你也听见了, 陆氏只要出手, 咱家破产是早晚的事, 你要是不去, 那就赶紧享受几天安逸日子, 过段时间全部回老家种地, 他把厉害直接说清楚, 叶之雪最怕过穷苦日子, 顾云飞知道他能听进去, 听完顾云飞异常串话, 叶之雪的脸色变了变, 一瞬间, 他整个人都颓废了许多, 顾云飞的话让叶之雪感到后怕, 他怕陆景言真的会为了顾青报复他们, 他才不想回到那所破破烂烂的房子里, 前二十几年, 他已经过怕了那种贫苦的日子, 让他失去现在所拥有的荣华富贵, 比较他的命还要痛苦, 他就算是死, 也不要再感受从前那种累死累活的生活, 沉默良久, 终于还是败给了现实, 刚刚还坚决不像顾青那个小畜生低头, 没想到这么快, 就被狠狠地打了脸, 撑, 为了咱家的以后, 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不要了, 见叶之雪松口, 三人皆是叹了口气, 毕竟解铃还虚气凌人, 可是顾青他现在在哪我都不知道, 怎么找, 叶之雪没好气地说道, 顾云飞道, 这个你放心, 我会叫小刘去查, 叶之雪忍不住紧皱起眉头, 知道了, 交代完毕, 顾云飞看了眼手表, 陆景言突如其来的造访, 打乱了他原本的工作计划, 时候不早了, 我先去公司, 你注意看小刘的消息, 将之正午, 叶之雪才终于收到小刘发来的定位, 以及一个房间号, 他点进去看见酒店的名字, 心存疑虑, 还那么多钱住这种酒店, 想起在顾若手机上看到的那张照片, 叶之雪只觉得脸上没光, 他怎么就生了那么一个不知廉耻的女儿, 这事要是被别人知道, 他不得被人笑死,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叶之雪赶紧吩咐司机去备车, 车子停靠在酒店楼下, 叶之雪按照小刘给的房间号, 独自一人乘电梯上楼, 到房间门前, 他确认无误后在原地站了许久, 错综复杂的情绪涌入心头, 让他一个当妈的给女儿道歉, 还是那样一个女儿, 叶之雪心里不甘急了, 偏他之前赶他出去的时候, 话还说得那么绝, 他垂在身侧的双手紧紧握了握拳, 胸腔反复浮动了好几下, 终于好了点, 顾青要是听见他主动叫他回家, 恐怕得高兴坏了吧, 估计他都不用说话, 他就直接跟着他回家了, 给陆景言告状, 目的不就是想让他们来叫他回家吗? 叶之雪揣着必将顾青接回去的信心, 按下门铃, 此时的顾青正坐在电脑桌前, 给陆景言调配药膏, 他刚刚去药店买了一些药材, 调配药膏给陆景言付一段时间, 对他的腿部情况有帮助, 听到门铃声, 不知道为什么, 他脑海中想起他跟陆景言说的那句话, 你有空就来啊? 脑海浮现陆景言那张正经中透着羞涩的脸, 顾青弯起唇角, 飞快跑过去将门打开陆景言, 你这么听, 看见来人, 顾青脸上的笑容煞实消失, 顾青眼中只有一瞬的惊讶, 很快恢复正常, 你来做什么? 你说我来做什么? 叶之雪双手抱在胸前, 语气不平不策, 那天是我错了, 不该那么说你, 你闹也闹够了, 是不是该回家了, 天天赖在外面, 像什么话? 家? 哼, 像是听到什么可笑的事, 顾青淡淡说道, 叶女士记错了吧, 那里不是我的家, 你也不是我的母亲, 叶之雪知道, 她是在强调她之前说的那些话, 看她这软硬不吃的态度, 她生的差距就那么大呢, 若若聪明还听话, 这个没什么本事的死丫头, 心气倒是比天高, 要不是因为陆景炎, 她才懒得管这死丫头, 要死要活, 她努力列出一个, 尽量温柔的笑容, 青儿, 那些都是妈妈说的气话, 你怎么能当真呢, 妈妈都担心死你了, 你看你, 在酒店肯定睡不习惯, 听妈妈的话, 跟妈回家好不好, 我们一家人都等着你回去呢, 第五十三章, 睡了一夜, 叶之雪态度忽然大转变, 让顾清疑惑地皱了皱眉, 这么多年没管她, 都不见她愧疚, 突然说这种话, 肯定有什么猫腻, 很快, 她脑中回想起, 今早陆景炎对她说的话, 顿时明了, 叶之雪能主动跑来向她低头, 恐怕是陆景炎对她们说了些什么, 不然, 以叶之雪的性格, 根本不可能找上门来, 毕竟她从来就没把她这个女儿放在心上, 一家人, 呵, 多么讽刺的三个字, 顾清脸上闪过一丝笑, 昨晚你亲口说不认我这个女儿, 让我滚出门, 这些话不用我提醒, 你也该记得一清二楚, 你不用在我面前假惺惺, 没必要,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你认了, 我也认了, 见她提起昨晚的是, 叶之雪脸上露出一抹不悦的表情, 死丫头还翻起就仗来了, 她都这么低三下四地求她回家了, 她居然还不答应, 难不成要让她跪下来求不成, 叶之雪心里气得牙痒痒, 却不能表现出来, 她拼命挤出一个笑容, 捏着温和的嗓音说道, 清儿, 都说母女之间没有隔夜愁, 你看你打妈妈的手, 妈妈都没计较, 你怎么能抓住一点事情不放呢, 那都是气话, 顾清笑了一声, 叶之雪还以为她动摇了, 眼神中闪过一丝满意, 果然, 这死丫头就怕她们不要她了, 随便说说好话, 三言两语就把她哄好了, 白白让她们担心那么久, 叶之雪还沉浸在窃喜中, 下一秒就听顾清冷声说道, 我说过的话, 从来都不后悔, 母女之间是没有隔夜愁, 但在我眼里, 你已经不配做我母亲了, 话落, 顾清看也没看她一眼, 直接把门关上失望积累太多, 她累了, 也倦了, 更何况, 叶之雪来找她, 并不是因为真的担心她这个女儿, 只不过是碍于陆景年说了什么而已, 那重重的关门声, 像是甩在叶之雪脸上的耳光, 等等, 她这是拒绝回顾家的意思, 叶之雪的脸色骤然阴沉下来, 心底积压的怒火此刻彻底燃烧起来, 向来只有女儿给妈妈道歉的, 哪有妈妈给女儿道歉的道理, 她都已经低声下气来找她了, 她居然还敢甩她脸色, 叶之雪气得不顾形象, 疯狂地拍打房门, 开门, 顾清, 你给我开门, 任由叶之雪疯狗一样乱叫, 顾清对外面的动静充耳不闻, 半天没见到顾清来开门, 叶之雪火气翻涌直上, 她使劲拍打房门, 狠狠地威胁, 难道你忘了跟陆家的联姻了吗? 你不就是想嫁给陆景延, 过豪门太太的生活吗? 陆景延可以只在乎你, 但陆夫人不行, 你要不是顾家女儿, 陆夫人压根不可能同意, 你现在回去, 还有机会, 酒店房间的隔音效果那么好, 都能听见叶之雪的声音, 足以看出她有多激动, 顾清干脆拿起酒店专门备好的座机电话, 拨通了前台的号码, 对方立刻接通, 嗓音清甜地说道, 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顾清淡淡开口, 我门口有位外来人员骚扰我, 麻烦你上来处理一下, 前台恭敬地硬道, 好的, 我们马上就到, 顾清到了声谢, 挂断电话, 酒店的安保人员很快就上来了, 叶之雪在门外喉腿嗓子痛, 一位穿着酒店制服的年轻女人朝她走来, 您好, 这位女士, 有客人投诉您扰名, 还请您立即离开, 年轻女人朝走廊出口的方向做了个手势, 客人投诉, 不就是顾清那个小畜生吗? 叶之雪原响反驳一句, 看见她身后站着两个身强体壮的肌肉男, 一看就不好招惹, 她吞了吞唾沫, 心里胆怯, 面上不服输, 她狠狠瞪了眼关上的房门, 眼神恨不得能透过这扇门, 朝顾清身上刺穿好几个洞, 还真是让这个小畜生给嚣张到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就赶紧我走, 她还想抬出顾家的身份, 酒店经理脸上带笑, 不管您是谁, 骚扰到了我们的客人, 就只能请您离开, 叶之雪知道, 好汉不吃眼前亏, 生怕那两个安保人员真的对自己动手, 愤愤地哼了声, 气冲冲地走了, 走廊终于安静下来, 顾清往后靠在椅背上, 仰头望着天花板, 有些好奇陆景言对他们说了些什么, 让叶之雪肯主动上门找她, 不过仔细一想, 他多多少少也猜到了, 他们一家四口都是一样的, 比任何人都注重自己的利益, 指定是陆景言放了狠话, 威胁到了他们, 想到陆景言替她出头的模样, 顾清唇角不自觉弯起她打开手机, 点进微信, 给陆景言发去一段消息, 假装不清楚地问, 今天叶之雪向我求和, 想把我接回家, 是不是你跟他们说了什么, 陆景言正在办公室翻看顾市近几年的一些事业走向, 余光瞥见桌上的手机屏幕亮起, 他拿起手机, 看见顾清发来的消息, 没有隐瞒, 他直接承认道, 嗯, 警告了一下, 收到这条消息, 顾清趴在床上, 笑得合不拢嘴, 他最喜欢看陆景言正惊又害羞的模样, 忍不住逗她, 他没打字, 直接发了条语音过去, 嗓音暧昧聊拨, 睡过一夜就是不一样, 都会替你的未婚妻出气了, 睡, 过, 一, 夜, 他声音软软的, 语气里全是小女人撒娇的意味, 听完这段语音, 陆景言心脏不受控制, 跳得飞快, 点耳根子也红得厉害, 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生关系, 但昨晚属实暧昧, 喷喷喷的心跳声, 仿佛快要从嗓子眼里窜出来, 他言语间的挑逗, 意味太浓, 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 陆景言抿了抿唇, 稳住心神, 他也回了条语音给顾清, 语气强装平静, 以后有什么事, 都可以找我帮忙, 过了会儿, 像是怕他误会什么, 又连忙跟了剧, 不是因为睡了一夜, 还真是够可爱的, 顾清撇了眼手机左上方显示的时间, 这个点差不多应该快吃午餐了, 他向陆景言发去视频邀请, 陆景言看见屏幕上赫然出现顾清的头像, 顿时有些震愣, 他下意识整了整领带, 再按下接听键, 视频接通, 两人四目相对, 接沉默起来, 顾清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再先等他开口, 看看他会说些什么, 而陆景言沉默, 则是因为看见他就想起睡了一夜这事, 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 最后还是陆景言先出声, 你, 他清了清嗓, 问, 要说什么事吗? 透过屏幕, 顾清发现他嘴角扬起的那抹浅笑, 明明很高兴, 却要假装很正经的样子, 他没稍微扬, 以前没发现, 他还有这么假正经的一面, 顾清收下思绪, 食指绕着自己的一缕头发打圈, 也没要说什么, 他嗓音慵懒, 尾音稍稍往上扬, 就是想看一下, 我那个正经的未婚夫被我调戏后, 有没有脸红, 第五十四章, 隔着手机摸你的喉结, 陆景言看出他在故意逗他, 顿了秒, 搭在腿上手指节全曲了一下, 把手机放在桌前支架上, 镜头里面的他距离有些远, 见他不语, 顾清笑, 你凑过来一点, 这样方便他看得更清楚一些, 陆景言不动, 顾清又道, 你凑过来吗? 他嗓音柔柔的, 像是在撒娇, 听得陆景言心头一阵酥麻他薄唇微动, 虽然没说什么, 他妈却听话地将手机拿进了一些, 整张脸暴露在镜头面前, 顾清直勾勾地看着他, 不得不说他的长相当真出众, 眉眼深邃, 鼻梁高挺, 不管怎么看都是绝佳的五官, 他毫不掩饰, 眼神愈加炽热,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倒是真像他说的, 睡过一夜, 态度都不一样了, 对上他灼热的视线, 陆景言耳根发烫, 正打算离镜头远点, 就听顾清忽然一笑, 呀, 脸没红呢, 他停顿了下, 继续的, 不过耳朵倒是红了, 他的尾音往上扬, 让人听着, 莫名有种浅犬意味, 陆景言不再看他的眼睛, 视线往下挪, 然后看到了不该看的画面, 双眸正愣, 顾清没有出门, 所以就穿了件单薄的睡袍, 他不知道自己趴在床上, 因为动作拉扯的原因, 本就宽大的领口敞开大半, 白皙浑渊的风光暴露在外, 陆景言呼吸一致, 一段香艳的画面充斥着他的大脑, 他还记得昨晚, 他紧贴着他胸膛时的触感, 很香, 很软, 反应过来自己在想什么荒唐事, 陆景言蹴了下眉, 薄唇明紧, 他喉结明显一滚, 微扬起头, 将视线从那片雪白风光处移开, 余光看见顾清伸出手, 像是在摸镜头, 陆景言瞥了镜头一眼, 声音低哑, 在做什么? 顾清理直气壮, 丝毫没有害羞遮掩, 他说, 我在隔着手机摸你的猴结啊, 镜头对面的陆景言稍稍抬着头, 线条流畅的脖梗露出, 中间突出的猴结被完美展现在顾清视野面前, 时不时还滚动两下, 格外诱人, 陆景言被他直白地回答弄得面红耳赤, 可他似乎不再感到无措, 而是在心底疑问, 他, 喜欢吗? 见顾清一脸痴迷的模样, 陆景言莫名感到放松, 像他这样的人, 身上能有一样令他喜欢的地方, 就已经很满足了, 顾清短暂地犯了下花痴, 想起一件事, 对了, 再过两天就到治疗时间了, 我最近不太想出门, 要不你过来吧, 叫助理把中药箱带上就行, 陆景言的表情有一瞬间不自然, 但还是点头, 好, 知道他又害羞了, 顾清岔开话题, 他看了眼陆景言身后的环境, 问, 你这个时间还在工作啊, 陆景言回神, 嗯, 顾清又问, 吃饭了吗? 他摇头, 还没, 顾清微皱起眉, 神情严肃, 那你快去吃, 吃完饭再回来工作, 他语气中夹杂着关心, 陆景言目光深邃地看着他, 眼底蕴藏着一抹不轻易露出的温柔, 他贪恋这种感觉, 听见没有, 陆景言, 瞧他直愣愣发呆, 顾清追问道, 陆景言抿了抿唇, 点点头, 低声应道, 好, 我马上去吃, 看他这样说, 顾清才肯放过, 挂断视频前, 他不忘提醒, 记得两天后来酒店, 可别走错地方了, 看了眼聊天时长, 陆景言垂头哑然失笑, 许久后, 他按下呼叫器, 吩咐道, 晨起, 把午餐送进来, 对面很快回了声, 是, 没一会儿, 助理提着午餐走进办公室的休息间, 他一一将午餐摆出来, 陆景言接过筷子, 端着碗吃了起来, 看他认真吃饭的模样, 助理心中不禁感到奇怪, 十几分钟前, 他问陆总要不要吃午餐, 他还摆手拒绝说不饿, 怎么一眨眼功夫, 就变挂了, 陆景言吃完饭, 回到办公位上, 晨起, 听见自己的名字, 助理汉手应道, 怎么了, 陆总, 陆景言随意翻了翻桌上的文件, 问, 顾家是不是有所在北城中心的高端娱乐场所, 最近要开业了, 助理微愣, 点头说, 是的, 陆景言背靠着轮椅, 骨节分明的手指在扶手上敲打着, 他没了半声, 缓缓开口, 你跟陈特助说一声, 顾家经营的娱乐场所, 消防安全不达标, 严重威胁群众生命, 至于该怎么解决, 他明白, 陈特助负责安全隐患这一块的管理, 那个特助可不是商业助理一样的称呼, 开始助理还有点摸不准陆总是什么意思, 听到这里, 他懂了, 陆总是在替未来的大少奶奶撑腰呢, 他汗手, 是, 我立刻去联系陈特助, 陈特助的办事效率极快, 接到陈起的电话后, 就带着人亲自去现场, 查出果然存在安全隐患后, 便将其立马封锁, 仅仅一个下午, 原本过不了多久, 就要开业的娱乐所, 瞬间被贴上条子, 顾云飞得知这件事后, 差点从办公椅上摔下去, 他又急又气, 心梗得厉害, 连忙到了几力缓解情绪的药物吞下, 他的眉头皱成一个穿字, 心中很是不解, 在这之前, 他分明都是打点好关系了的, 确保万无一失后, 才敢对外宣布营业时间, 而且, 消防都是做到位的, 怎么会不过关呢? 这突如其来的横货, 让顾云飞满脑子疑惑, 打击来的太过突然, 顾云飞思绪已经混乱, 大脑一片空白, 他拿手机赶紧给好友拨了个电话, 希望对方能帮帮他, 就算帮不了, 想想办法也可以, 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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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响了三声后, 终于接通, 对面还未开口, 顾云飞急切说道, 李兄, 是我, 顾老爹, 简短地问候完, 他连忙说, 是这样的, 我前几天不是跟你说, 我们顾氏有家娱乐场所要营业了吗?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收到亭业整顿的通知, 你人员广, 看能不能想个法子, 帮帮我, 这, 对面的语气十分为难, 叹了口气回答, 顾老爹, 不是我不帮你, 而是我帮不了你, 这次可是陈特助亲自出面, 谁敢帮忙? 顾云飞脸色变得灰暗, 眼中满是焦虑之色顾老爹,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电话那边的人猜测, 说道一半, 疑了声, 不解道, 你们不是跟陆家联姻了吗? 按道理, 北城都没人敢轻易动你, 又怎么会得罪谁? 而且, 陈特助跟陆总交好, 不至于不给这个面子才对, 第55章, 下败帖, 是陆景言, 顾云飞瞬间明白, 他愣在原地, 迟迟无法动弹, 对, 是陆景言, 一定是他, 顾云飞瞬间明白了, 陆景言是在为顾云出气, 但他没想到, 他动作会这么快, 他以为他只是说说, 没想到, 居然动了真格, 顾云飞手肘撑在桌上, 抱着脑袋, 不愿接受现实, 十几年前, 他抱着适时的心态, 拿出所有的存款做投资, 撞上当时做投资的最好时运, 一夜暴富后, 便一直守着老本行, 其实没历经过什么大风大浪, 那所娱乐城, 是他近几年着手的, 他注入了这么久的心血, 短短几个小时, 功亏愉快, 有路加压着, 他所有的准备都只能暂停, 不行, 他必须尽快想办法, 晚上十点过, 飞色轿车驶进顾家别墅, 夜之雪站在门口, 看见顾云飞下车, 接过他手里的公文包, 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 孩子们吃完饭都已经睡了, 他往常不会这么殷勤, 今天不过是因为没把顾云接过来, 心虚罢了, 饿了吧, 他转头吩咐, 王妈, 快去把饭菜热一热, 热什么热, 看见你都被气饱了, 顾云飞只要一想到公司遭遇这样的困难, 都是因为夜之雪, 便气不打一出来, 都说取气取闲, 他怎么就取了这么个糟心的玩意儿呢, 夜之雪被猴腿脖子一梗, 笑容僵住, 云飞, 你好端端的, 这么生气做什么, 顾云飞的脸因为愤怒变得扭曲, 你还敢问我气什么, 要不是你找妻儿吵架, 要把她赶出家门, 青儿根本不会离家出走, 陆景言也不会找上门来算账, 我们马上就要营业的娱乐城, 更不会面临停业整顿, 停业整顿, 夜之雪很猛, 皱眉问, 究竟是怎么回事, 顾云飞深呼吸了几下, 不满地看着他, 是陆景言命人做的, 他这是, 再给青儿出气呢, 这个娱乐城, 是我辛苦努力几年的成果, 就因为你, 现在什么都没了, 他看了眼大厅, 问, 不是说, 让你去跟青儿道歉, 把他接回来吗, 他人在哪儿呢, 夜之雪知道, 终究是躲不过这茶, 没好气地把脸偏向一边, 我失去了, 可他不愿意跟我走就算了, 还叫安保人员把我赶出来, 脸都快丢光了, 我那么第三下四都没用, 要去你自己去, 顾云飞还想着顾青回来了的话, 让他去陆景言面前说说好话, 听夜之雪这样说, 最后的希望都没了, 火气更甚你的脸面有多重要, 到现在还一起用事, 你知不知道一个下午, 我们损失了多少钱, 如果这个娱乐承开不了, 我们所有的投资都要付诸东流, 底下有多少员工等着我们养活你知道吗, 到时候被员工赌着要债, 你才知道什么叫丢人, 不至于员工工资付不起, 顾云飞只是想要让夜之雪知道这件事情的厉害性, 夜之雪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抿了抿唇, 也是内心的慌张, 没了话, 眼前忽然一亮, 对了, 夜之雪看向顾云飞, 脸上凝重的表情变得兴奋起来, 这么重要的事, 我们怎么能忘记, 若若可是把杨老爷子的腿挤制好了, 这相当于救了他半条性命啊, 那么大的恩情, 于情于礼, 都得报答咱家, 我们现在遇到麻烦, 他不搭把手, 怎么说得过去, 听了这话, 顾云飞犹如绝处逢生, 醍醐灌顶, 他瞬间激动道, 是啊, 怎么就把这事忘了, 杨老爷子素来重恩, 若若对杨老爷子有这么大的恩情, 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我明早就吩咐管家去杨家下拜帖, 拜访杨老爷子, 一日, 顾云飞早早吩咐人, 将昨晚你好的拜帖送去杨家, 叶之雪在大厅来回踱步, 嘴里念叨, 拜帖都送出去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回信, 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晃得我头晕, 坐在沙发上的顾云飞皱着没说, 帖子送出去才多久, 坐下慢慢等着就行, 再说了, 杨老爷子收到拜帖, 不得先看看内容, 他虽这样说, 其实心里比叶之雪还要焦急, 不然也不会延迟公司的事务, 特意在家等候杨老爷子那边的消息, 杨家后院, 古色古香的庭院内, 老爷子坐在梨花桌前吃早餐, 儿子杨昭叶难得空出时间陪他一起, 父子俩有一搭没一搭聊着, 管家从前院走进来, 他先是朝杨昭叶微微汗手, 然后将手里的东西朝杨老爷子递过去, 老爷子, 顾氏集团的董事长给您下了份拜帖, 顾云飞, 杨老爷子感到诧异, 接过拜帖看了眼, 杨昭叶边用公块给杨老爷子加了块糕点, 边说, 顾家在北城中心投资数亿的娱乐所, 就在昨天下午, 被陈特助以卫达消防安全为由停整, 他肯定想尽办法都束手无策, 估计是想到您这儿, 来寻求帮助了, 这件事于昨天下午经过几个小时的发酵, 在北城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只是杨老爷子上了年纪, 酒居后院不喜热闹, 极少关心外界的事, 杨老爷子将拜帖放在桌边, 拿起儿子加来的糕点咬了一口, 这么大的娱乐所, 这么多的投资怎么会在消防方面过不了关, 要知道, 营业一家娱乐所投资数目越高, 在安全措施方面就越是下足功夫, 毕竟数大招风, 谁也不想因为一些低级错误被人抓住手脚, 杨昭叶扯唇一笑, 这消防过不过关, 还不是陈特助一句话的事, 杨老爷子用手帕擦嘴略感疑惑, 他怎么会得罪陈特助, 知道内情的杨昭叶笑着摇头, 哪里是陈特助, 是景妍那小子吩咐下去的, 昨天下午跟陈特助走得近的人有打听过具体情况, 陈特助直截了当告诉对方是陆景妍的意思, 若是不想让外人知道幕后推手是谁, 陈特助不会说出来, 陈特助毫不畏惧地对别人说出来, 摆明就是陆景妍想让所有人知道故事娱乐所停整, 是他亲口下的令, 听了儿子这话, 杨老爷子更是不解, 景妍跟顾家不是还有联姻在吗? 怎么会做这种事? 不给未来丈人的事业搭把手就算了, 反倒吩咐人去失难, 这是什么逻辑? 杨昭叶宁谋想了想, 记起上次杨彬对他说, 顾家大小姐, 其貌丑陋, 品行败坏之类的话, 当时他斥责儿子背后议论他人, 心底却不由为陆景妍感到叹息, 多好的一个孩子, 就因为一场车祸。 第五十六章, 报答顾医生, 杨昭叶轻叹了声, 猜测道, 大概是对未婚妻不满, 又不能自己亲手掌握这场婚姻的主动权, 所以才借此机会逼顾家推掉这场联姻吧。 杨老爷子神情烧尘, 景妍那孩子, 他也算是看着长大的, 还这么年轻就失去双腿, 回头竟然只能娶一个自己极度不满意的陌生女人, 别说他自己不满, 就连他们都为他感到惋惜, 杨昭叶还是感到奇怪, 这顾云飞也真是, 求人之前都不调查关系的吗? 景妍想整顿的人, 我们怎么可能会去插手? 他顿了下, 顾云飞能一夜暴富, 将故事发展到这种地步, 也不是没脑子的人。 杨老爷子沉思半会儿, 吩咐管家, 你打电话给顾家, 去探探口风。 管家恭敬地应了声是, 进房找到顾家的家用号码, 给对方打过去。 顾家这边, 叶之雪瞅着墙壁上的挂钟, 这都九点了还没信, 你说杨老爷子是不是嫌麻烦, 不想报恩啊? 顾云飞沉声道, 胡说什么, 杨老爷子在北城是出了名的德高望重, 你当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他说着, 也抬头盯着挂钟, 手始终握着拳。 面前倒的茶已经凉透, 他一口没喝。 说实话, 心里还是忐忑。 嘟嘟嘟, 是家用座机的铃声。 两人皆是一愣, 随即朝摆在欧式圆桌的座机快步走去。 座机的屏幕上没有显示姓氏, 只有简短的号码。 顾云飞接起电话, 不确定地试探你好, 我是顾云飞。 对面很快响起一道沙哑苍老的声音。 顾先生你好, 我是杨老爷子的管家, 姓方。 顾云飞跟叶之雪对视一眼, 脸上全无刚才的阴沉和焦急。 顾云飞态度极好, 笑着回道, 原来是方管家, 早就听说方管家十几岁, 跟在杨老爷子身边, 能文能武, 如今年过花甲, 照样身强力壮。 他哗啦啦吹了一通彩虹屁, 就是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急切。 顾先生过誉, 这些话方管家早已听命, 他直接步入正题。 您送来的那份拜帖, 我们老爷看了, 不知道顾先生找我们老爷子,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叶之雪就站在顾云飞身边, 听到方管家的话, 对了对顾云飞的手肘, 提醒他快点说帮忙的事情。 但顾云飞深知, 杨老爷子这类人, 最不喜毫无理由的索取好处。 他先抛出顾弱, 打感情牌,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顾云飞含着关心的语气, 笑着问道, 就是想问问杨老爷子的腿, 恢复了没有? 现在天冷了, 他老人家身子骨弱, 可得好好防护。 电话那边的方管家听见这话, 皱了皱眉, 他怎么突然关心起老爷的腿? 正想着, 就听那边叹了口气, 懊恼地说, 你说我早知道我家那丫头, 能治好杨老爷子的腿脊, 早几年就让他上门去治了, 也不用杨老爷子受这么久的折磨。 顾云飞这话, 多少有夸张的成分在, 毕竟早几年, 顾弱还没接触这些呢?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要体现自己的诚心, 以及提醒方管家, 是他家女儿, 治好了杨老爷子的腿脊, 他们杨家, 欠顾家一个恩情, 两方挂断电话, 方管家略微加快步伐, 往门外走, 到杨老爷子面前时, 他按照顾云飞的原话说给他听, 听完, 杨老爷子陷入沉默, 像是在确定这件事情的真伪, 毕竟治好他腿脊的那位女医生, 从来都没跟他提起过自己的名字, 只知道一个姓氏, 方管家想了想, 提醒道, 那顾医生也姓顾, 老爷, 您说这顾医生, 该不会真的是顾云飞的女儿吧? 我腿伤好的事, 从来没对外宣扬过, 杨老爷子微张着嘴, 浑浊的双眼发亮, 他们能知道, 看来就是了, 他扭头看向杨昭夜, 问, 你知道顾家有几个女儿吗? 两个, 杨昭夜很了解, 大的那个就是锦年的未婚妻, 从小在乡下长大, 好像还挺优秀, 听到后面, 杨老爷子认准了, 激动万分的拍桌子, 是了, 是了, 学医就对了, 他面露喜色, 定声说道, 既然顾医生是顾云飞的女儿, 我欠了顾医生那么大的恩情, 顾家娱乐所被整顿的这个忙, 我必须得帮, 就算是景言也不能阻止, 快, 杨老爷子站起身, 拄着拐杖对儿子说道, 你扶我进屋, 我要亲自给顾家打电话过去, 看老爷子这样, 杨昭夜也替他感到高兴, 他连忙过去, 搀扶着杨建国的胳膊, 把他带到屋里面, 顾家这边, 坐在电话旁边的顾云飞, 没想到杨家这么快就打了回来, 他连忙接听, 还未开口, 对面便传来激动兴奋的老者声, 顾先生, 老爷子我跟你说声谢谢, 你真是教子有方, 养了一个懂事听话的好女儿, 顾云飞知道对面是杨老爷子, 心中骄傲起来, 面上谦虚笑道, 哪里哪里, 小女儿顽皮得很, 顾先生谦虚了, 顾小姐不知道有多么知书达理, 要不是怕顾小姐觉得委屈, 老头子我都想让他丢我做孙媳妇, 话到这里, 顾云飞知道老爷子一定会帮忙, 不过孙媳妇的事情他不敢上纲上线, 就怕人家只是随口一提, 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生意上的事, 他正想提娱乐城的事才张嘴, 听见电话那边杨老爷子语气坚定地承诺道, 顾市中心娱乐所被停整的事情我知道了, 你给我点时间, 这件事情一定可以给你处理好, 顾云飞脸上是控制不住的喜色, 有杨老爷子这句话就够了, 云飞在这里谢过杨老爷子了, 杨老爷子继续道, 不知道顾先生后天有没有空, 方便的话, 我携家眷上门拜访, 向顾家谢个礼, 叶之雪激动得差点失声尖叫, 北城数一数二的勋贵人家主动拜访, 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顾家的身份地位要翻倍了, 顾云飞更是兴奋地快说不出话, 只点头, 过了好一会才压住内心激动, 方便, 方便, 顾家大门永远为您敞开, 挂断电话, 夫妻二人始终平复不了激动万分的心情, 一直延续到顾弱晚上从学校回来, 看见顾弱, 叶之雪快步上前, 捧着他脸蛋, 在他脑门狠狠清了一口, 弱弱, 你真是妈妈的好女儿, 妈妈没白疼你, 第五十七章, 你这是吃醋了呀, 顾弱皱着眉, 一脸疑惑, 妈, 你这么突然干什么, 叶之雪满脸得意, 笑得合不拢嘴, 杨老爷子今天给我们家打了电话, 不仅答应替我们解决娱乐所停整的事, 还说后天要亲自登门拜访, 答谢你治好他腿急的事, 什么, 顾弱震惊一瞬, 欣喜万分, 嘴角止不住往上翘,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信你问你爸爸, 叶之雪拉着他到沙发上坐下, 顾弱看向顾云飞, 顾云飞的态度跟昨晚相比, 简直180度大转变, 他眼角笑得挤出很明显的皱纹, 嗓音温和, 是, 杨老爷子还夸你知书达理, 温柔懂事, 从顾弱出生开始, 连着他一夜暴富, 顾云飞便将顾弱视作家中的福星, 虽然中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变淡, 但今天听到杨老爷子说的那些话后, 顾云飞心中对顾弱更是肯定, 认为他是家中最重要的福星, 何止呀, 叶之雪拉着顾弱的手, 得意洋洋地说, 他还说, 要不是觉得会委屈你, 都恨不得让你当他的孙媳妇呢, 你看杨老爷子多喜欢你, 听了一堆好话, 顾弱渐渐飘了, 他抬手拢了拢头发, 骄傲地抬起下巴, 追我的人一大堆, 光是学校里的男生都快排满一圈操场了, 我本来就不比杨斌差, 嫁给他说委屈也不过分嘛, 一个人飘, 全家人都跟着飘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叶之雪满目慈爱地给他理了理头发, 尤其是他们那种人家, 最看重的就是这一点, 后天, 你只需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行, 叶之雪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顾弱也知道自家和杨家的差距, 点点头, 妈妈, 这些我都知道, 你放心吧, 我一定多听, 多看, 少说话, 见女儿这么懂事, 极少让人操心, 顾云飘和叶之雪自豪不已, 两人难免想起另一个倔脾气的女儿, 有了比对, 顾卿显得更不是个东西, 顾云飘神情不禁有些复杂, 他昨晚还跟叶之雪说, 无论如何要把顾卿接回家, 今天接到杨家的电话后, 便再没提过, 要走就走吧, 反正也留不住他, 叶之雪则眼角眉梢上扬, 是个人都看得出他此刻有多得意, 顾卿有陆景年护着又怎样, 他们也有杨家护着, 就算对付不了陆家, 但中间隔了层关系, 顾卿也休想随便对付他们, 想到这, 他忍不住给顾卿发了条消息过去, 叶之雪, 你小看了你爸爸的能力, 更小看了你妹妹的能力, 你以为陆景年给你撑腰, 我们就没人了吗, 顾卿收到叶之雪发来的消息, 随意瞥了眼, 昨天还低声下气, 今天就这么嚣张, 估计又在耍什么花招, 看完他直接把手机关上放一边, 不在大里, 大致半小时, 陆景年来了, 助理将医药箱放下, 站在旁边准备等陆景年的命令, 顾卿打开医药箱看了眼, 确定没差什么后, 对助理说道, 陈琪, 你先去车里等着吧, 今天的治疗项目增加了, 要好一会儿呢, 这, 助理略显为难地看向陆景年, 陆景年抬眸看了眼顾卿, 后者青透的双眼直勾勾盯着自己, 他眨了眨眼, 错开视线, 对陈琪说道, 你先下去, 治疗结束, 我会给你打电话, 陈琪走后, 顾卿便推着陆景年进卧室, 淡淡的心香将人包裹, 白色的床单被照入眼, 陆景年猴杰暗暗上下滚动, 那晚, 他和他就是躺在这张床上, 他的腰极细, 一只手搂住绰绰有余, 压在他身上时, 也感受不到什么重量, 哪点都好, 就是喜欢乱动, 陆景年, 温热的气息豁然扫过耳朵, 陆景年背脊僵住, 回神发现顾卿站在他身后, 双手搭着他肩膀, 上半身几乎靠在他后背上, 他稍稍偏头, 看见搭在肩头那双纤长白皙的手指, 感到心虚, 怎, 开口发现嗓音很哑, 他低咳一声, 怎么了, 顾清对他足够了解, 轻易察觉到他的异常, 我还想问你怎么了, 喊了你好几声都没反应, 想什么呢, 他嗓音软末, 没, 哦, 顾清打断他, 俯身低语, 我猜, 你在想, 那晚我们食指相扣的画面, 是吗, 他上身轻轻贴着他后背, 感到背后若有若无的柔软, 陆景年觉得心脏一阵滚烫, 顾清离他很近, 看见他脸颊和两只耳朵,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瞬间红透, 逗你完呢, 顾清站直身子, 放过他, 开始治疗吧, 像是偷糖吃被放过的小孩, 陆景年松了口气, 因为在顾清说贴着他耳阔低语时, 他脑海浮现的全是那碗他妩媚, 逗弄他的画面, 怎么也挥不走, 顾清将陆景年扶上床后, 撩开他的衬衫, 拉着他皮带就要解开, 陆景年神情微精, 抓住他的手, 你做什么? 他嗓音中混着浅浅喘息, 带动腹部薄薄的肌肉, 明显紧张, 顾清多看了几眼, 模样正经地回答, 给你治病啊, 发现自己反应过激, 陆景年将头撇向一边, 以前不用拖, 都说了治疗项目增加了, 顾清眉眼含笑, 嗓音轻柔, 之前治的是这两条腿, 现在治另外一条, 懂了他的意思, 陆景年面色羞难, 指住他的手却没半点松动, 需要拉开很多吗? 顾清实话实说, 要把小腹露出来, 陆景年莫名有种挣扎的意味, 他小声询问, 可以不用漏吗? 顾清有些无奈, 笑道, 陆景年, 你得配合我的治疗, 剑抓着自己的大手仍是没有松开, 他稍稍俯身看着陆景年的眼眸, 你不积极接受治疗, 难道打算和我过一辈子的柏拉图婚姻? 陆景年脸上骤然升起一抹红韵, 抓着顾清的手几乎是瞬间弹开, 他松了手, 顾清解开他的皮带, 听到轻微的咔哒声, 陆景年再次抓住他手腕, 我自己来, 顾清没有抢球, 黑色西裤吞到腹下, 他用药膏附在他皮肤上, 这是他这几天研究出来的药膏中药配方, 专门针对男性功能障碍调配, 腹部的皮肤较为敏感, 隔着薄薄的药膏, 陆景年感觉到他的手停在腹部, 为保证药膏贴稳当, 顾清埋着头, 距离他腹部很近几缕碎发扫着他肌肤, 痒得令他难挨, 腹上药膏, 顾清把在闪送上购买的烤灯推过来, 照着陆景年的腹部, 等药效发挥的过程中, 他把电脑桌上的一个礼盒拿到陆景年面前, 从里面拿出一条墨色领带, 这个送你了, 顾清把领带递给他, 其实说不上送, 这本来就是陆景年的, 那时在美国, 他赖在他公寓死活不走, 睡了一晚就往拿走了, 后来周承允帮忙带回来, 昨晚送过来的, 陆景年看着手里的领带, 不禁想起上次附庭餐厅, 他跟那男人吃饭的时候, 拉过对方的领带, 那条领带跟现在这条一样, 那也是他送给对方的, 思极此, 陆景年眼眸微垂, 虽然知道实情, 但不影响他心里吃味, 他拿着领带喃喃自语, 你是做批发的吗? 顾清疑惑的嗡了声, 你说什么? 陆景年偏头, 声音很小, 没什么? 顾清扑哧一笑, 我都听见了, 为什么会说我是做批发的? 陆景年指负妈撒着领带, 没了半声, 终于出声, 上次在餐厅, 你对面的那个人寄的领带, 跟这个一模一样, 是不是也是你送的? 我都看见了, 他说到最后那句话时, 声音很低, 像是个受了委屈的小孩, 顾清眸光微动, 凑近看着他嬉笑一声, 陆景年, 你这是吃醋了? 第58章, 他只属于你, 吃醋? 陆景年眉心微醋, 他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吃醋, 他只知道看见别的男人靠顾清静了点, 心里就有股说不上来的难受, 而且顾清还送了一条和别的男人一模一样的领带给自己, 陆景年垂下脑袋不说话, 顾清知道他心里多少有点失位, 他拿过陆景年手中的领带, 慢条丝里地跟他解释, 这条领带是在美国专门找人定制的, 没有一模一样的, 世界上更没有多余的, 上次我叫朋友带回国, 结果他嫌麻烦就直接系在了脖子上, 所以你才会看到餐厅那一幕, 顾清将领带放回他手里, 放心吧, 他只属于你, 毕竟本来就是他的东西, 陆景年向来讲究, 他的领带都是特意找设计师做的, 不过他现在还是失忆状态, 顾清也就只是简单地提了点, 陆景年垂眸看着手里的领带, 脑中不断回想他说的话, 放心吧, 他只属于你, 顾清随口说的话落进陆景年的耳朵里, 却有了另一层意思, 他以为这条领带是顾清专门找人为他定制的, 猜测一闪而过, 陆景年心头一阵荡漾, 他胸膛缓缓起伏, 只有努力平住呼吸, 才能压下内心的激动, 谢谢, 陆景年轻声开口, 唇角扬起的弧度出卖了他的心思, 顾清看见他嘴角翘起一抹笑壶, 歪着脑袋逗他, 开心了, 这么容易就满足了, 不等陆景年回答, 他凑过去, 在他侧脸轻着一下不过你开心就好, 不用谢, 完后, 顾清伸手关掉烤灯, 揭开他腹部的药膏埋头忙活, 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导致陆景年觉得, 刚才那个吻只是一个错觉, 治疗结束, 顾清一边将他扶起, 一边叮嘱道, 今天回去不要洗澡, 如果实在不舒服, 可以用湿毛巾擦拭, 但要注意腹部不能碰到水, 陆景年坐回轮椅, 点头硬道, 好, 我知道, 顾清没有多留他, 陆景年给助理打了电话后, 对方很快上楼推着他出门乘电梯下去, 回到陆家, 陆景年看见陆夫人坐在沙发上, 视线一瞬不移地盯着他, 脸色不算好看, 看他这副模样, 陆景年心底了然, 大约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果然, 才转了半圈车轮, 他便起身质问, 顾家的娱乐所被人端了, 是你, 再出手对付顾家, 陆景年停下转动车轮的双手, 点头回答, 对, 是我, 听人说, 顾家被哪位有身份的人针对, 好歹也是他们未来的亲家, 陆夫人便随意派了个人去打听, 得知对付顾家的人竟然是自己的亲儿子, 而且还是他亲自开口, 拜托陈特助去封掉顾家的娱乐所, 听完他只觉得震惊, 现在, 看他这么坦荡地承认, 陆夫人是又惊又气, 你不是都已经答应了跟顾亲联姻吗, 为什么还要去针对顾家, 你现在就打电话给陈特助, 他只听你的话, 你叫他立即撤销对顾家娱乐所的风查, 让娱乐所恢复营业, 不可能, 陆景言一口回绝, 我答应娶顾亲, 只是因为顾亲, 不是因为什么顾家, 对付他们, 也是因为他们欺负顾亲在先, 顾亲是我的未婚妻, 我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 他态度坚决, 陆夫人愣了下, 觉得不可思议, 你这就开始胡犊子了, 你别忘了, 他们之间就算有些小矛盾, 顾亲始终是顾家的人, 是打断骨头都还连着惊的亲人, 况且, 你在这个街骨眼对付顾家, 外面人只会说, 是你不想娶顾亲, 才故意做这些事情, 陆景言双眸威脸, 神色平静无波澜, 他并没有被陆夫人的话动摇, 您放心, 我不会让他受委屈, 等到婚礼现场, 我会让所有人知道, 我对顾亲的在意和看重, 陆景言做的那些事, 和说的这些话, 都让陆夫人感到深深的不解, 很明显, 他儿子对顾亲上心了, 陆夫人不是接受不了儿子对顾亲上心, 而是接受不了他不顾及陆家的名声, 现在看来, 那个顾亲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好拿捏, 他不再压着怒火, 那你折腾这些做什么, 是想摆坏我们陆家的名声吗, 在联姻之前, 我就跟顾家商量, 好会给他们好处, 现在婚还没结, 好处还没给, 你就开始对顾家下手, 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们, 说我们陆家过河差桥吗, 陆夫人真正在意的, 是陆家在外人面前的声誉, 至于顾家的事, 都是其次, 他有多在意别人的看法, 陆景颜比任何人都了解, 当初, 就是因为他害怕别人知道, 自己除双腿以外的疾病, 所以才赶紧找顾家商定这场婚事, 陆景颜眸光微冷, 缓缓开口, 别人怎么想是他们的事情, 我做事, 不需要在意别人的想法, 我只知道, 他们让我在意的人受委屈, 我就得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 陆夫人神情一致, 盯着面前的陆景颜, 半天说不出话, 他出手对付顾家也就算了, 竟然维护顾青, 维护到这种程度, 陆夫人突然觉得自己低估了顾青, 都说顾家大小姐是个乡野丫头, 没什么文化, 也没什么心计, 看来所有人都低估他了, 本事倒不小, 这才多久, 就把你迷的晕头转向, 连陆家的名声都不顾及了, 倒还真是应了景颜说的那些话, 之前我还不相信, 现在看这丫头, 连对自己的父母都能下死手对付, 以后进了门, 还不把我们陆家搅得鸡犬不宁, 说到这, 他顿了下, 与其中带着不容智慧的威严, 我给你定下顾家这门婚事, 是要找个听话好拿捏的女人, 现在看来, 顾青完全不是, 既然你都已经出手对付顾家了, 那这场婚姻, 就直接作废吧, 听到作废两个字, 陆景颜疏然抬眸, 漆黑不见底的双眼直直盯着他, 陆夫人骤然对上他的视线, 心底颤了下, 从那场车祸之后, 他几乎没有指示过自己, 与他说话, 常常是低着头, 视线落在地上, 这, 算是车祸后, 他第一次指示他, 而且还是带着怒气的情绪, 第59章, 陆夫人找上门, 陆景颜沉声说道, 我当初同意这场联姻, 不是因为顾家, 更不是因为您, 仅仅只是因为他是顾青, 不管是之前, 还是现在,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我娶顾青, 包括您, 陆夫人脸上流露出愤怒的神情, 他立声警告, 你当真以为我阻止不了你, 陆景颜态度极其冷静, 以您的手段, 阻止这场婚姻有一百种办法, 但是母亲, 如果您真的这样做了, 我陆景颜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母亲, 陆夫人自然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懂, 所以觉得不可思议, 一股玉气直冲心头, 他眉头紧皱, 从上往下审视陆景颜, 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 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 声音从头顶传来, 陆景颜紧握成全的双手躯伸几次, 他冷静地回答, 不仅仅是因为顾亲, 在您打算伤害他的那一刻开始, 就是不顾及我的感受, 既然您不顾及我的感受, 我为什么要顾及您的感受, 说吧, 陆景颜提高音量吩咐道, 管家, 送我回房, 管家闻声, 立即上前推着陆景颜进电梯, 陆夫人则因为陆景颜那些话直直, 跌坐在沙发上, 眼前一阵恍惚, 他还是第一次见他出车祸之后, 这么强势的一面, 就好像是, 见到了没出车祸之前的陆景颜一样, 家定下的这场联姻, 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陆夫人陷入复杂的情绪当中, 一道声音从楼梯口响起, 打断他的思绪, 早说了这个顾亲不是什么好人, 你们骗不信我, 现在好了吧, 逼斗哥折进去了, 陆景颜双手还胸, 站在楼梯拐角, 从上往下看着沙发上的陆夫人, 刚被陆景颜气道, 陆夫人心情不佳, 很没好气地转头称骂, 你给我闭嘴, 陆景颜表面不慎在意, 气了一声, 我还不爱管呢, 然后转头上楼了, 他嘴上说着不管, 回房就拿出手机给顾亲发消息过去, 恭喜你啊, 终于引来我妈的讨厌了, 我妈现在不同意这场婚事, 你呢, 也就别再做你的少奶奶梦了, 陆景颜楼下说的那些话, 他是听到了, 但他就要这样说, 好歹吓唬吓唬这个臭女人, 也不知道他哥是中了什么邪了, 平时这么精密的人, 怎么偏偏中了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顾若洗碗澡出来, 就看见小号上面陆景颜给他发来的消息, 短短两句话却让他兴奋的不行, 眼神中忍不住露出高傲和得意的神情, 真是没想到他还什么都没做, 顾青就要滚蛋了, 他现在有了杨家这个靠山, 顾青又被陆家嫌弃, 最近时运可真好, 顾若笑得合不拢嘴, 抬了抬下巴, 带着嚣张的气焰给陆景颜回消息, 陆夫人同不同意不重要, 景颜哥哥同意就行了, 陆景颜看见这句话, 面如菜色, 虽然顾青的回复很恶心很嚣张, 但他不得不承认, 还真说对了, 他哥哥真要起了反骨, 他妈根本阻止不了, 顾青在为陆景颜调制药膏的时候, 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盯着手机上的来电提醒, 脸上闪过一丝诧异的表情, 陆夫人, 相亲那次在夜之雪明里暗里的事宜下, 他和陆夫人最后交换了联系方式, 只是一直没联系过对方, 顾青都快忘了这事, 他怎么会打电话来, 顾青心里存疑, 按下接听键, 他礼貌问道, 伯母你好, 我是顾青,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打电话前, 陆夫人还想着对顾青的态度强硬点, 听见电话里温柔礼貌的声音, 他顿了下, 顾青说话的语气像是含着笑, 态度极好, 俗话说得好, 伸手不打笑脸人, 他扯了扯唇, 淡淡开口, 方便的话, 我们见个面吧, 地址发到你手机上了, 顾青眉心微微动了动, 他和陆夫人目前唯一的共同话题, 只有陆景颜, 无视不登三宝殿, 他避开陆景颜, 要跟他单独见面, 说的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不过顾青不打算躲, 相反, 还挺好奇, 陆夫人因为什么找上门呢? 他勾了勾唇脚, 点头说, 好的, 伯母, 待会儿见, 挂掉电话, 顾青随意收拾了一番, 出酒店打车, 陆夫人订的地点, 是一家很有格调的咖啡店, 富有韵律感的绝世乐, 给店内增添了温馨而甜静的氛围, 侍者询问了顾青的姓名后, 便带领他到提前预定好的靠窗的位置, 顾青坐下喝了小半杯咖啡, 才看见陆夫人到店里, 身后还跟了个看起来十分干练的青年助理, 顾青站起来, 朝他微微汗手, 伯母, 您好, 我们又见面了, 其实顾青刚到不久, 陆夫人就已经到了, 他故意迟到二十分钟, 就是想看看顾青会有什么反应, 按外界传言, 他这种性格应该会很不耐烦才对, 没想到, 竟然这么落落大方地跟他笑着打招呼, 谈吐举止都极有涵养, 顾青出乎意料的好脾气, 让陆夫人感到意外, 他正式打量他, 顾青今天穿了件白色的泥子大衣, 内搭同色系的高领毛衣, 贴身牛仔裤将细长的双腿修饰得很好看, 化了点淡妆, 笑起来显得更加艳丽, 偏眉眼柔和, 不带什么攻击性, 有种让人想靠近他, 跟他说几句话的冲动, 陆夫人在心底悠悠叹了口气, 人长得是不错, 怎么看都称得上陆家大少奶奶的身份, 就是心思可怕, 表里不一, 他收下思绪, 坐下对顾青回了个浅浅的笑, 直接开门见山道, 是你让景言对付你们顾家的对吧? 对付顾家, 听他这样一说, 顾青心中的疑惑有了分晓, 看来陆景言对顾家动手了, 因为那天他说的那些话吗? 一种被人在意着, 呵护着的感觉让顾青微微一笑, 原来不论是失忆前的陆景言, 还是失忆后的陆景言, 都会在他受委屈, 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为他排忧解难, 对付顾家这事, 陆景言没跟他提过, 但他大概知道了缘由, 上次在酒店, 他跟他说被顾家赶出家门, 陆景言当时有说过, 会替他解决这件事情, 没想到他动作会这么快, 第六十章, 有没有一丝反应? 顾青是没有教陆景言对付顾家, 但他也确实是为了他才做这些, 因此, 顾青没有否认, 对陆夫人点了点头, 算是, 见陆夫人抿了抿唇, 他玩耳一笑, 不过, 我相信伯母找我来, 应该不止通知我这件事, 他语气沉着, 处事冷静, 又很聪明地猜想到别人的想法, 面对突如其来的质问, 并没有一句话, 把情绪挑起来, 这样的人是生意场上, 陆夫人最欣赏的一类人, 陆夫人看了他好一会儿, 笑了一声, 说, 你跟家里发生了什么矛盾, 我不清楚, 但既然你跟景颜的婚姻是既定事实, 那你有没有想过, 景颜这个时候出手对付你们家, 外面人怎么说, 你又怎么说景颜, 他话没摆明, 但顾青懂了他的意思, 问, 伯母是想让我阻止景颜吗, 陆夫人满意地点点头, 你很聪明, 他以为顾青认同他说的话, 回去就会叫陆景颜停手, 顾青端起面前的咖啡, 放在鼻端轻轻一嗅, 然后放了下来, 他平时陆夫人的目光, 唇角带笑, 谢谢伯母的夸奖, 不过您能找到我, 应该是在这之前, 您跟景颜谈崩了, 我理解伯母的想法, 但是景颜是为了替我出气, 才对付顾家, 我没那么不知好歹, 骗跟他作断, 所以很抱歉, 我不会阻止他, 陆夫人皱了皱眉, 显然不相信顾青的说法, 恐怕是他一门心思, 想要对付顾家, 才说出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来推托, 小小年轻, 心思这么深沉, 陆夫人捏着杯柄的手紧了紧, 我倒是不知道, 你这个丫头这么心狠, 你可别忘了, 顾家要是真的被景颜压垮, 你在北城, 可就没有任何一丈的东西了, 说完, 他企图在顾青脸上, 找出一丝慌张的情绪, 毕竟, 不管是他结婚前还是结婚后, 顾家都是他的一座靠山, 听到一丈两个字, 顾青不禁觉得可笑, 他七岁之后, 算是没了父母, 顾云飞和叶之雪, 把他丢给了奶奶照顾, 除去日常的必要开支, 没再多给他一分一毫的关爱, 把他接到北城, 也只是为了攀上陆家, 偶尔他们和他说上几句话, 也只会谈及顾弱顾成多么优秀, 而自己有多么不足, 依仗, 毫不夸张地说, 在父母身上, 他从来没体会过这是什么感受, 顾青表情温和平静, 不卑不亢地说道, 伯母您多虑了, 顾家从来不是我的靠山, 以前不是, 现在不是, 未来更不是, 我所能依仗的靠山, 从来都是我自己, 哦, 不对, 说到这, 他笑了笑, 现在还有景妍, 陆夫人正愣地看着顾青, 她坐在椅子上, 单薄的脊背挺个笔直, 语气和表情都很平静, 没有任何波澜, 却莫名让人信服, 十几分钟的谈话, 从头到尾, 她都保持着冷静, 且谈吐优雅, 没有一丝不妥的地方, 陆夫人眨了眨眼, 心里暗暗惊叹, 这个丫头, 当真是不简单, 她是想为景妍找一个好拿捏的女人, 这样就算结婚后, 知晓儿子不行, 也不至于把她的影集传出去, 但找一个聪明又漂亮的女人, 给自己的儿子, 是天下父母都高兴的事情, 陆夫人的心情一时复杂不已, 她端起手边的咖啡, 抿了一口, 缓缓叹了口气, 起身要走, 算了, 算了, 我老了, 很多事情不想多管, 你们自己的事情, 自己看着办吧, 顾青也跟着起身, 朝她弯唇一笑, 伯母再见, 回陆家的路上, 助理扭头看了眼后座的陆夫人,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陆夫人余光瞥见, 有话就问, 得到她的允许, 助理说出心中疑惑, 夫人, 您就真的不管顾家的事情, 任由顾小姐和陆总胡来吗? 她当时站在陆夫人身后, 陆夫人和顾青的对话, 她听得一清二楚, 胡来, 陆夫人扯了扯唇角, 看向窗外, 景妍不比景妍, 她从不做没把握的事, 不过, 陆夫人是个商人, 孰重孰轻, 她心如明镜, 助理有些不太明白, 这我没问到, 那您今天跟顾小姐见面时, 说的那些话, 意思不就是, 让她阻止陆总对付顾家吗? 怎么现在又放手了? 陆夫人瞥了她一眼, 你还真当我不在意景妍, 她是我的孩子, 我不可能为了外人, 跟她道德连母子都做不成, 至于见顾青, 只是试探, 她对景妍对付顾家的态度罢了, 助理这才明白, 缓缓地点了点头, 这次与顾青相见, 陆夫人确实对她刮目相看, 她确实不是一个好拿捏的对象, 但也不像外界传言的那般愚蠢无知, 陆景妍上次跟陆夫人吵了一架之后, 便吩咐助理盯着她的行程, 以免找顾青的麻烦, 稍有不对劲的地方就通知她, 看见助理发来消息说, 陆夫人约了顾青单独见面, 她双眸瞬间眯起, 立刻切回手机界面, 点开通讯录, 给置顶的联系人拨了电话过去, 嘟,嘟, 响了好几声都没人接, 握着手机的手心冒出薄薄一层冷汗, 陆景妍挂断后重新打过去, 反复几次都没人接, 另一边, 顾青在酒店走廊上翻开包找房卡, 看见手机屏幕亮起, 中间有条信息栏, 好像是有未接来电, 她拿出手机打开看, 八个未接来电, 全是陆景妍一个人的, 顾青赶紧给她回拨了过去, 陆景妍让人准备车子在公司楼下等着, 她滚动车轮准备出办公室, 手机在这时响了起来, 她顿时停住轮椅, 快速拿起手机接通电话, 我妈跟你说了些什么, 顾青刚拿房卡刷开门, 就听见手机里传来陆景妍略显急切的声音, 她把房卡挂在门后, 到电脑桌前坐下, 有些惊讶地问, 你知道了呀, 陆景妍嗚了一声, 很快又问, 她说了什么, 这么担心我吗, 听着她焦急的语气, 顾青唇角扬起, 轻柔的嗓音染上细血, 环彪打了好几个电话, 是不是我在晚点街, 你人都已经到酒店了呀, 第61章, 去见中医姐姐, 说到这, 她好像很可惜地叹了口气, 早知道, 就不回播给你了, 这样你就能过来找我了, 陆景妍听着她无浓软语, 耳朵一阵酥麻, 只是心里很急, 她吼姐滚动, 低声说道, 顾青, 我是在认真地问你话, 发现她好像真的有些慌神, 顾青不再逗她, 安慰道, 你放心, 伯母就是亲我喝了杯咖啡, 没有为难我, 陆景妍可不相信, 她母亲特意去见她, 却什么都不说, 听她这样说, 陆景妍莫名想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场景, 她迟疑一阵, 缓慢认真地询问, 我妈, 有没有让你离开我, 顾青猛了两秒, 随即想到陆景妍是不是幻想, 陆夫人像无数肥皂剧里的恶妈妈, 对女主说的那句经典台词, 给你五百万, 离开我儿子, 她扑哧笑出了声, 陆景妍, 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 她笑得那么开心, 应当是没受到她母亲的刁难, 听出她在打去她, 陆景妍挠了脑眉骨, 低声道, 我不看那些, 她是不看那些电视剧, 只是人在紧张的时候, 难免会多想, 顾青低着头笑, 她是真没想到, 陆景妍现在还没记起他们以前的事, 就那么在意她, 她满足了, 陆景妍松了口气, 她是真的害怕陆夫人会找顾青的麻烦, 对了, 顾青想起什么, 说道, 你那个部位在早上的时候, 有没有一丝丝反应, 话题有些跳脱, 陆景妍反应了几秒, 知道她是在询问病情, 她抿了抿唇, 没有, 听见她的回答, 顾青陷入沉默, 以陆景妍的身体情况, 按道理来说, 付了第一次药, 怎么都会有一丝和以往不同的反应, 怎么会这样呢, 她又问, 那, 有没有轻微的灼热感, 小心翼翼地询问, 落进陆景妍的耳朵里, 让她心头一颤, 她摇头, 低声应导, 没有, 电话里安静下来, 陆景妍没有听见顾青的声音, 整个办公室寂静无声, 连喷喷的心跳都能听见, 难以言喻的智闷感, 充斥着陆景妍的整个肺腑, 她下颚紧绷着, 哑声问道, 以前你给别的患者治疗过一次, 就会有变化吗? 顾青肩膀一沉, 沉声说道, 有, 隔着手机, 感觉到对面突然没有一丝声响, 知道陆景妍担心了, 她连忙安慰, 但是, 你别担心, 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陆景妍近乎急切地追问, 那有没有跟我一样, 完全没有反应的, 顾青蹴了下眉, 虽然她很想告诉他有, 但是她不想欺骗他, 她握了握拳, 声音低了下去, 没有, 没有, 陆景妍彻底沉默了, 顾青在电话那边还说了些什么, 她早已听不见了, 自卑, 无力, 狼狈, 惊慌, 数不清的复杂情绪像藤蔓一样, 将她紧紧缠绕, 男人的酸色感涌上心头陆景妍捶着脑袋, 狭长的眼尾心红无比, 漆黑同仁闪着极点润泽的水光, 是不是, 她从头到尾都不应该对自己抱有期待, 她吃过无数药, 打了无数针, 哪怕是动了手术都没有任何好转, 或许, 她就不应该接受这场漫长的治疗, 在她看来, 这样的她与顾青谈情说爱, 是对顾青的不公平, 陆景妍眨了眨眼, 忍下猴见的酸胀, 握着手机快速说道, 抱歉, 我现在还有事, 下次再联系, 顾青刚张口, 就听见手机传来嘟嘟的盲音, 杨家, 小斌, 你快去换件正经点的衣裳, 打扮得周正点, 杨老爷子拖着杨斌往房间走, 杨斌手里的香蕉才咬两口, 就被爷爷扔一边了, 他皱眉不解, 干嘛呀爷爷, 我这身衣服不是挺好的吗, 到底是要见谁啊, 这么隆重, 您竟然把西装都给穿上了, 杨老爷子退隐之后, 穿的都是舒适方便的衣服, 很少穿这么正式的西装, 前两天, 杨老爷子只跟杨斌说今天要去见个人, 但没具体说是去见谁, 老爷子今天的这身打扮, 以及再三强调, 要全家人务必到齐, 杨斌的好奇心达到最高点, 杨老爷子依旧拧着他衣服没放手, 简短地解释道, 去见你爷爷的救命恩人, 顾医生, 中医姐姐, 杨斌两只眼睛瞬间亮了, 一个劲儿地问, 爷爷您怎么不早说啊, 他家住哪儿, 也在北城吗, 他声音过躁得很, 杨老爷子把他推进房, 去了你就知道了, 快把自己收拾收拾, 他把门关上, 转身看见杨昭夜夫妻二人往这边走, 杨昭夜穿着深色西装, 杨夫人则穿了一身同色系的套裙, 看上去很得体, 杨老爷子看向杨昭夜, 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杨昭夜点头, 爸,您就放心吧, 前两天我让人把您点名题的那些礼品都备好了, 杨老爷子满意地笑了起来, 点头说好, 又向管家吩咐, 老方, 你去给顾家通个电话, 跟他们说, 我们马上出发, 管家汉手为了声, 转身进屋给顾家打电话过去, 要说杨家今天格外热闹, 那顾家这边更是忙得脚步粘地, 哎哎哎, 你把这花坛的转角处也抹干净啊, 楼梯上的栏杆要用湿抹布擦了之后, 再用干抹布把水字擦干, 这些茶叶拿下去, 把那和从法国茶庄培育出来的上等茶叶拿出来, 大厅不断响起叶之雪来回吩咐的声音, 尽管昨天庸人已经把顾家上下打扫干净了, 也不妨碍叶之雪再叫他们收拾一遍, 之雪, 顾云飞从楼上下来不断调整领带, 你过来看看, 我这身衣服怎么样? 这个款式的领带会不会太划哨了, 叶之雪走到他面前, 抬手给他将领带摆正, 不会, 这身搭配很显气质, 今天是私人聚餐, 穿得太过正经也不好, 听他这样说, 顾云飞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是是是, 那就这身了, 叶之雪藏不住眼里的激动, 连忙问, 那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他今天穿了一身暗紫色的旗袍, 披着黑色胡皮披肩, 净显富贵优雅姿态, 第六十二章, 共同在意的事, 顾云飞笑得几出眼角的皱纹, 好看, 好看, 面对两人共同在意的事情, 他们如同恩爱如初的新婚夫妻, 因为他们明白, 今天过后, 他们在北城的地位只会上涨, 毕竟杨老爷子这样的身份, 都携家眷亲自到他们家来拜访, 北城就没有不透风的消息, 要不了多久, 这件事就能传遍整个北城的上流圈子, 老燕, 夫人, 管家连忙走过来, 恭敬地说道, 刚刚方管家来电话, 说杨老爷子他们马上就出发了, 顾云飞跟叶之雪两人对视上, 前者激动地朝管家招手, 快快快, 快把茶泡好, 后者子皱眉说道, 我去看看若若, 那丫头怎么还没收拾好, 顾云飞点点头, 快去把她叫下来, 顾云飞和叶之雪现在对顾若可满意了, 要不是因为这个能干的女儿, 他们怎么能攀上杨家这样的家庭, 而且还是以杨家低姿态的方式相交, 叶之雪踩着高跟鞋上楼, 兴奋地连门都没敲, 直接推开, 丫头, 你还在磨蹭什么呢, 杨老爷子他们都快到了, 走近看见坐在梳妆台面前的顾若, 叶之雪眼睛一亮, 脸上尽是骄傲与自豪, 顾若今天穿了一身淡蓝色的墨胸裙, 外搭一件白色雕衣, 看起来娇俏可人, 哎哟, 我家女儿随便打扮一下, 就让人挪不开眼了, 叶之雪踢她捋了捋后面的长发, 顾若将香水喷在手腕内侧, 贴了贴耳后, 骄傲地扬起唇角, 妈, 我从小就被人夸到大, 你还没看习惯吗? 是是是, 我家若若天生丽质, 怎么都看不够, 叶之雪面露腥味, 又倒, 不过你得快点了, 杨老爷子再怎么都是长辈, 别让人等, 顾若抬了抬下巴, 轻轻嗡了一声, 心里却想, 杨老爷子是长辈又怎么样, 他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有必要这么紧张吗? 听说老爷子常年受病痛折磨, 他相当于救了他半条命, 姿态放高点, 人家也不会说什么, 不过, 他知道叶之雪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身份地位比不过人家, 杨家的商务车在道路上拐了个弯, 接着缓缓驶进顾家别墅, 顾家的管家在大厅门口看见后, 连忙转身进屋, 老爷, 夫人, 他一路小跑到顾云飞面前, 面露喜色地通报, 杨家的车刚进别墅, 杨老爷子他们到了, 顾云飞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对叶之雪和刚从楼上下来的顾若说道, 快快快, 咱们快出去迎接杨老爷子他们, 可千万不能怠慢了客人, 叶之雪跟着他起身, 顾若淡定地走到沙发上坐下, 他双手搭在腿上, 一边整理着头发, 一边说道, 爸, 妈,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叶之雪疑惑地看向他, 顾云飞则以为顾若仗着自己对杨老爷子的恩情想摆架子, 他面色微沉, 教育顾若, 若若, 做人不能这样, 就算你治好了杨老爷子的腿脊, 我们对待长辈也要谦虚有礼, 爸, 我不是这个意思, 顾若娇称道, 我只是不想上赶着, 搞得好像迫不及待的, 想跟杨家攀陈关系似的, 你们去就行, 我在这等着就好了, 顾云飞还想说什么, 但杨家人已经到了, 他不想浪费时间丢下一句算了, 并跟叶之雪出去了, 车上, 等司机驳车的间隙, 杨家四口, 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天, 杨昭夜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张黑金卡, 对身旁的杨老爷子说道, 爸, 顾医生给您治病的时候, 我外出工作, 小斌这个傻小子, 也不知道好好感谢人家, 这次登门拜访, 我一定要好好报答顾医生, 爸, 你怎么能说我不懂事呢, 杨斌不认同地撇了撇嘴, 看了眼他手里的银行卡, 你要想报答顾医生, 可别整这些俗气的事, 我跟你讲, 顾医生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就跟电视剧小说里面的传奇人物似的, 压根不好财物, 上次爷爷也准备用钱感谢他, 可他不收, 说是已经收过一次医药费了, 不需要额外的感谢费, 第六十三章, 抬举, 他悠悠叹了口气, 遗憾道, 要不是顾医生对我压根没那层想法, 我跟顾医生结成良缘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杨老爷子听后哈哈大笑, 对杨斌说道, 这事儿你就别想了, 你爷爷, 我还不了解, 你这臭小子花花肠子吗, 我可舍不得顾医生受委屈, 杨斌捂着胸口, 做出一副受伤的表情, 爷爷,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孙子呢, 恰实, 司机停好车, 到后座打开车门, 杨夫人笑着拍了拍坐在车边的杨斌, 好了, 别胡闹了, 赶紧下车, 杨斌回归正经, 长腿一脉下的车, 看见眼前的建筑物, 莫名觉得有几分熟悉, 尤其是旁边那个喷泉,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在顾弱的朋友圈里看见过, 我们怎么会来顾家, 杨斌诧一道, 杨老爷子拄着拐杖, 笑道, 傻小子, 你还不知道呢, 原来顾医生就是顾云飞的女儿, 杨斌完全惊呆了, 顾医生是顾云飞的女儿, 顾家就两个女儿, 一个是顾弱, 他认识, 另一个是前不久从乡下来的顾青, 顾弱他认识, 那就只能是, 等等难不成那个从乡下回来的大女儿, 就是顾医生, 杨斌脑子里面不断窜出一堆感叹号和问号, 顾医生要真的是顾青, 那他之前还在背后对顾青说了那么多不好的话, 不行, 那些说顾青坏话的人肯定是传谣, 他得赶紧去找顾医生道歉, 杨老爷子, 你们可算来了, 激动的男生打断了杨斌的思绪, 他抬眼看见顾云飞跟叶之雪已经到了车边, 杨老爷子的身子骨看起来可真硬朗, 威风不减当年啊, 顾云飞笑着夸赞, 杨老爷子乐呵地回应道, 哪里哪里, 人老了, 拐杖都离不开手, 杨昭夜主动朝顾云飞伸出手, 顾先生, 久仰大名, 顾云飞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这可是御风集团的杨总啊, 平时和他连话都搭不上, 今天对方对他却这么客气, 他连忙伸手回握, 一直都想跟杨总见个面, 这次可算见上了, 叶之雪则一派熟络的拉起杨夫人的手, 亲切的姿态像是跟老熟人说话, 哎呀, 原来上风最后一条围巾落进杨夫人手里了, 您皮肤白, 带着可真显气色, 还好没落我手里, 不然真是暴天天物了, 杨夫人是第一次见叶之雪, 觉得她略显浮夸, 但因为她是老爷子的救命恩人的母亲, 所以对于她过分熟忍的动作并没有排斥, 她笑着回道, 我家里还有条一模一样的, 顾夫人要是喜欢, 回去我就让人送过来, 叶之雪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看向一边的杨斌插开话题, 杨少爷真是一表人才, 怪不得北城那么多女孩子都喜欢, 突然被提到的杨斌看了眼叶之雪, 脸上闪过一瞬复杂的情绪, 要是顾医生知道她背后说过她坏话, 她可真没脸见人了, 不行, 她必须在顾医生知道之前, 先给她道歉, 于是她心不在焉地扯唇跟叶之雪打了声招呼, 伯母好, 顾云飞看见杨斌伸长脖子往屋里面瞅, 她开玩笑, 杨少爷一个劲往里面瞅, 是急着看我家那丫头吧, 杨斌脸颊薄红, 不好意思地挠头, 是有点急, 她在心里暗存可不是急吗, 把人家冤枉了, 背后还说了那么多坏话, 急着去道歉啊, 顾云飞看她那模样很满意, 暗暗点了点头, 叶之雪则内心大喜, 杨斌脸红成这样, 看来是对她家弱弱有那层心思了, 虽然她不如陆家两兄弟, 但杨家在北城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 如果弱弱真的跟杨斌结亲, 看她那傻乎乎的样子, 铁钉刃由弱弱拿捏, 再加上弱弱又对杨老爷子有恩情, 以后顾家只怕是在北城横着走, 都没人敢说三到四了, 叶之雪越想越激动, 她压下兴奋笑着连忙招呼, 快快快, 都别在门口站着了, 快进屋坐, 她话刚落下, 杨斌尽直冲进大门, 杨老爷子指着杨斌背影, 这孩子毛手毛脚的, 顾云飞知道杨斌是急着去找顾乳, 她笑呵呵地回道, 年轻人莽撞一点, 没什么不好的, 杨斌进屋后, 就看见顾若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顾若也看见了她, 她弯唇一笑, 将几缕头发别道而厚, 没等来杨斌打招呼, 就看见她东走西走, 伸着脖子在看什么, 顾若疑惑地皱了下眉, 杨斌, 你在看什么? 杨斌脚步没停, 只看了她一眼, 没搭理, 继续东瞧西看, 她的无视让顾若眉头皱起, 眼神闪过一丝不悦, 她提高音量, 再次开口询问, 你在找什么? 杨斌停下脚步, 看着她反问, 你姐呢? 顾青, 顾若脸上浮现弦污的表情, 不过很快被压下去, 她挺了挺身子, 有些不耐烦地回答, 她不在家, 杨斌大闷急了, 皱眉疑惑道, 不在家, 她怎么会不在家? 看她提到顾青反应这么激烈, 顾若有些生气, 下意识说道, 她又不重要, 在不在家, 有什么关系, 顾若语气不怎么好, 杨斌也拔高音量, 废话, 当然有关系, 今天我们来的目的, 就是找你姐, 她怎么不重要了? 杨斌的声音传到大门口, 杨老爷子走在前面, 竟来刚好听见了, 他处着拐杖, 敲了两下地板, 颇有威严的开口, 小斌, 大吼大叫的, 怎么这么没礼貌? 杨斌美好气地瞥了顾若一眼, 去杨老爷子身边, 凑到他耳旁小声说道, 爷爷, 顾医生根本没在这儿, 顾医生, 距离杨老爷子最近的顾云飞和叶之雪, 听见了这三个字, 顾云飞心里咯噔一声, 敏锐的感觉有什么不妙的地方, 叶之雪却没想这么多, 对顾若招招手, 叫他过来, 接着搂着顾若的肩膀, 对杨斌笑道, 杨少爷真是抬举我家弱弱了, 他现在还在医科大学读书呢, 担不得医生两个字, 不过, 若若在医学方面极有天赋, 也很聪明, 以后杨老爷子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尽管叫若若过去, 第六十四章, 乌龙, 顾若从小到大被人夸赞, 可今天是最让他兴奋开心的一次, 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有了杨老爷子这个靠山, 看那些仗着家世比自己好的千金名媛, 还敢不敢再小看他, 他内心激动, 表面却不能表现出来, 顾若事实上前, 弯起唇角, 乖巧懂事地跟杨老爷子说道, 是啊, 之前我就听说, 老爷子您的腿疾严重, 要是早知道我挑选的那些补品, 能治好您的腿, 不等到杨叔叔跟杨伯母的结婚纪恋日, 早给您送过去了, 您也不必受这么多罪, 顾若面带笑容, 完全没发现杨家几人听了他说的话, 表情有多怪异, 杨老爷子眉毛皱起, 浑浊的双目露出深深的遗憾, 杨斌直接炸了, 像是一座喷发的火山, 补品, 什么补品, 我爷爷的腿即是顾医生亲自针灸, 一步一步治疗好的,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你说的那些补品, 当天晚上我就吩咐管家全部分给佣人了, 说到这, 杨斌顿住, 随即反应过来充满讥讽地盯着顾若, 哦, 合着你以为我爷爷的腿疾是你给治好的, 一语弊, 顾家三人的脸色骤然大变, 变得只一样苍白, 毫无血色, 所以, 杨老爷子的腿疾根本不是顾若治好的, 这只是一场乌龙, 他们天真的以为顾若送去几份补品, 就能治好折磨杨老爷子几十年的腿疾, 是他们自作多情, 自以为是了, 顾云飞面色沉沉地看向顾若, 顾若同样好不到哪去, 脸色乍青乍白, 眼中的情绪尽是不可置信, 他眉心狠狠跳动了下, 突然想起在杨家的那天晚上, 他看见顾青出现在了杨老爷子的后宅, 难道是顾青才是他们口中说的顾医生, 是他治好了杨老爷子? 不, 不可能, 他明明只是个赤脚大夫而已, 可现实让顾若难以不怀疑, 都是一个性, 顾青又刚好出现在杨家国, 这想法让顾若心头剧烈颤动了下, 他死死捏紧双拳, 指甲陷入手心, 如果真的是顾青治好了杨老爷子, 他绝对不能让爸妈知道, 哪怕让他主动承认错误, 担下罪名, 只要能让他们排除顾医生是顾家的女儿就行, 顾若使劲咬了下口腔内壁的软肉, 放下所谓的脸皮, 连忙朝杨老爷子鞠了个躬, 他满含歉意, 杨爷爷, 实在对不起, 我给您送了补品后, 就看见杨斌发的朋友圈, 误以为是我治好了您的腿, 对不起, 是我弄错了, 根据杨斌和顾若的对话, 杨老爷子很轻易便猜到了事情的大概, 他虽失望, 但极好的素质让他面上没有过分起伏的情绪, 杨老爷子打量了顾若一眼, 没接他的话, 稍稍叹了口气, 转而对顾云飞说道, 顾总, 既然顾医生不在这里, 我们就不在您这儿叨扰了, 他处着拐杖转身, 对杨昭夜一行人说道, 咱们回家吧, 顾云飞为这自作多情的乌龙感到丢人, 但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有求于杨家, 他舔着脸追上去, 小心翼翼提起, 杨老爷子, 那娱乐城的事, 杨老爷子没有回头, 抬手在空中做了个止步的动作, 顾总, 这是暂且不提, 不必送了, 回去的路上, 杨家几人接闷不作声, 杨斌单手搭在车窗边沿, 微皱着眉, 情绪一时复杂, 他纳闷顾医生到底在哪, 自从上次给爷爷做了最后一场治疗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还想再当面感谢他来着呢, 结果白跑一趟, 他电话也被注销了, 显示空后, 他又不觉松了口气, 没想到顾家竟然以为是顾若救了爷爷, 不过也还好, 这恰好证明了顾医生根本不是他们的女儿, 可能是受到好友陆锦铭的影响, 他对顾家没什么好影响, 好在顾医生跟顾家没有关系, 只是同一个姓而已, 第65章, 找他, 顾家大厅, 顾云飞, 叶之雪以及顾若坐在沙发上面, 三人面色沉郁, 尴尬难堪, 任谁也想不到, 好好的一桩美事最后变成一场乌龙, 娱乐成的事不仅没得到解决, 还把脸丢到了杨家去, 想到这, 顾云飞心里的怒气再也憋不住了, 他看向顾若全然没了之前的好脸色, 都是你干的好事, 不查清楚事情原委, 就擅自往自己身上揽功劳, 夸你一句聪明, 你还真觉得自己不得了, 以为随便送点补品过去, 就能治好养老爷子的腿疾,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蠢的女儿, 他烦躁地搓了把头发, 紧皱着眉头, 沉生宝, 不行, 看来咱们还是得赶紧把妻儿找回来, 只有他才能解决这件事, 知雪, 再去道歉已经让他丢脸到家了, 他可不想再去受那份气, 他见不得顾若被骂, 对顾云飞讽刺到, 顾云飞, 你还真会落井下石, 你这些话, 是一个父亲能说出来的吗? 翻脸比翻书还快, 哦, 之前夸若若聪明的不是你啊, 谁能想到今天这事儿是得大乌龙, 若若还不是想为你排忧解难, 才这么莽撞, 你说, 若若不聪明, 难道顾卿就聪明了? 两个都是你的种, 要骂一起骂, 叶之雪喝了声, 阴阳怪气地说, 你可别忘了, 娱乐城因为什么才被疯, 顾卿被你骂在乡下养得可不得了得很, 提到顾卿, 顾云飞愣了一瞬, 突然想起什么, 养老爷子之所以会误会顾若氏给他治好腿疾的医生, 是因为那个医生也姓顾, 都是同一个姓氏, 顾卿之前在乡下的时候也是医生, 那有没有可能? 顾云飞沉默几秒, 眼神充满怀疑, 他问叶之雪, 你说养老爷子说的那个顾医生, 会不会是轻? 顾云飞被他这话惊住, 脸上闪过一丝诧异, 迟疑道, 没那么巧合吧, 顾卿那丫头能有那么大的本事? 夫妻二人对视着, 眼里皆是迟疑和不确定, 顾若一动不动盯着他们, 顾云飞刚才翻脸斥责他的那些话, 在顾若脑中循环播放, 他双手紧握, 眼神里透露出藏不住的愿意与恨意, 顾云飞和叶之雪之间的对话, 让他彻底地明白了一件事, 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叶之雪的眼里, 他只是为顾家争光的工具, 不管表面上说得多好听, 平时对他有多好, 关键时刻都比不上顾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顾家的家产最后只会落到顾诚手中, 而在顾云飞的眼里, 只有为他带来好处的, 才是他的好女儿, 才会得到他的认可。 想到顾卿快要嫁进陆甲, 不甘跟嫉妒在顾弱的心底无限缠绕,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愿顾亲过的好的原因, 因为他不想成为家里最没有利用价值的那个人, 他脸颊上的肌肉抽了抽, 很快摆出一副笑脸, 对顾云飞和叶之雪说道, 爸、妈, 你们在想什么呢? 姐姐连大学都没有考上, 在乡下也只跟赤脚大夫学了点皮毛, 养老爷子的腿脊是著名的权威医生都治不好的, 我没能力治好, 姐姐就更不可能了, 原本还持有怀疑态度的叶之雪, 瞬间被顾若这话点醒, 若若说的也对, 顾卿哪有那么大本事, 他没上过大学, 连专业的医学知识都没接触, 也就能治治小感冒什么的, 辛苦的人那么多, 怎么也落不到顾卿身上, 他邪腻了顾云飞一眼, 我看你还真是病急了乱投医, 什么都敢想, 顾卿是这好养老爷子的医生, 就跟他自己吹牛, 说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一样可笑, 杨斌回家后, 忍不住给陆锦铭打电话过去, 跟他狠狠吐槽今天的事, 锦铭, 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一件多离谱的事吗, 杨斌语气激动, 我们一家原本是去见顾医生的, 结果下车后, 我发现是顾若家, 我寻思着, 顾医生该不会就是那个, 我从来没见过的顾卿吗, 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 怎么, 听见顾卿的名字, 陆锦铭急切追问, 杨斌有些好气的冷笑, 顾卿我没见着, 见到了顾若, 最离谱的是, 他竟然自作多情地以为, 是他治好了我爷爷的腿, 所以, 顾医生根本不是顾家女儿, 更不是顾卿, 他们以为顾医生就是顾若, 笑死人了, 陆锦铭对顾若不感兴趣, 直接忽视掉, 他笑话杨斌, 你没事吧, 竟然拿我的神仙大嫂, 和顾卿那个没礼貌的女人比较, 想什么呢, 我跟你讲, 他们两个天差地远, 顾医生绝对不是顾卿, 被人谈论的顾卿, 此时正坐在酒店的办公桌前, 他在整理资料, 国外那边的事情, 还有很多需要处理, 忙完手里的活后, 他抬头活动了下脖梗跟手腕, 拿起手机看了眼时间, 突然想起来, 上次跟陆锦铭通了电话后, 陆锦铭一直都没有联系过他, 打电话过去也是他助理接的, 那天和他聊完病情, 他能感觉到陆锦铭的情绪很低沉, 像是说不出话一样, 他该不会是又胡思乱想了吧, 不行, 他要去找他, 似及此, 顾卿换了件衣服, 取下房卡出门, 乘电梯去酒店的地下厅车厂, 银灰色的女款车, 是他前不久刚买的顾卿, 直接开车去到陆家, 车子在陆家别墅停下, 他从车上下来, 走到陆家大门口, 白发苍苍的管家从大厅出来, 恭敬询问, 这位小姐, 请问您找谁? 顾卿敏唇谴笑, 礼貌回道, 我是顾卿, 找你家大少爷, 听到顾卿两个字, 管家微微诧异, 认真打量着面前的年轻女人, 她眉眼含笑, 看上去温婉贤静, 无论是言行还是举止, 都得体优雅, 跟外界传的那些泼辣自私的坏女人形象毫不相关, 活了大半辈子, 管家心下明了, 那些传言恐怕又是空穴来风, 第66章, 认定, 管家露出笑容, 对顾卿说道, 请允许我进去通报一声, 顾卿微微汗手, 辛苦了, 管家转身进门, 上楼来到陆景年的房门前, 他敲了两下房门, 没得到回应, 又敲了两声, 仍是没听见动静, 他抬手准备再敲两声, 曲起的指关节刚落到门上, 屋内便传来冷漠的声音, 谁, 短短一个字, 语气却充满寒意, 听得出来, 声音的主人心情极度不佳, 管家恭敬回道, 少爷, 顾卿小姐找您, 他已经在门口了, 需要请他进来吗? 顾卿, 他来了, 陆景延低垂的脑袋骤然抬起, 目光紧紧盯着那扇关闭的房门, 陆景延在房间里面待了一天, 什么都没做, 只愣愣盯着自己残废的双腿, 听到管家说顾卿在楼下时, 他心脏狂乱跳动, 紧接着狠狠收缩成团, 此时此刻, 他比谁都要明白自己的心情, 他喜欢顾卿, 也知道顾卿对他有益, 但他更明白, 世界上没有莫名其妙的情感, 他很优秀, 能吸引众多异性的喜欢, 而他呢, 有什么值得被顾卿喜欢的? 一个双腿残疾的男人, 一个性功能障碍的男人, 能让他执着的, 也只不过是他的身份背景, 不是他不自信, 而是他的喜欢太突然, 倘若他的腿能治好, 他不介意他的初始目的是什么, 可这一切都是个未知数, 他的腿能治好, 是一个渺茫的希望, 他这样的人, 又凭什么让顾卿守着他一辈子? 陆景延的胸口, 仿佛被千斤中的石头压住, 窒息的闷痛感让人喘不过气来, 他慢慢垂下了头, 漆黑的铜仁映着水润的光点, 喉咙肿胀的冲血, 开口时嗓子硬得发疼, 你跟他说, 我已经睡了, 不方便接客, 门外的管家听出陆景延语气不对劲, 愣了几秒, 想要劝说, 但也不好多嘴, 他点头硬道, 是, 我现在就去跟顾小姐说, 管家的脚步声走远, 陆景延闭着眼, 平复内心的挣扎与酸涩, 搭在腿上的手, 一点一点钻紧, 因为用力的缘故, 手在隐隐发颤, 手背上的青筋鼓起一条又一条, 拼命克制后, 他才忍住没把管家叫住, 让顾清进来, 管家准备下楼给顾清传话, 突然被陆景延叫住, 他转过身, 小少爷, 请问你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陆景延刚跟杨斌打着电话, 出门想接杯水, 就看见管家站在他哥门外说话, 他走近听完两人的对话, 急急忙忙跟杨斌说了句我有急事, 待会儿再聊, 后也不管手机那边的人了, 直接把电话挂断, 陆景延回头看了眼陆景延紧闭的房门, 小声问管家, 顾清是不是在外面, 管家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起顾清, 但还是如实点头, 是的, 小少爷, 陆景延豁然笑了起来, 他哥总算看穿了顾清那个女人的真面目了, 我哥明明在家, 却让你去跟顾清说在睡觉, 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说明我哥对他根本就不满意, 不想见到他, 除了非必要场合, 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所以才随便找个借口, 避免跟他见面, 他脸上故意露出遗憾的表情, 凑近管家身旁, 吩咐道, 你下去就直接跟顾清说, 我哥不想见他, 叫他回去, 管家眉头皱起, 怎么觉得小少爷分析的不太对, 他撕了一声, 为难道, 小少爷, 这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陆景延择了声, 刘管家, 您都一把年纪了, 要懂得变通知道吗? 看管家还是一副为难的表情, 陆景延拍拍胸脯, 向他保证, 你尽管按我说的办, 出了什么事我兜着, 管家最后妥协了, 点头道, 好吧, 就听小少爷的, 看着管家下楼, 陆景延嘴里吹起欢快的哨子, 转身进了自己房间, 管家来到外面, 稍稍屈身, 按照陆景延的吩咐, 跟顾清说道, 抱歉, 顾小姐, 我家大少爷不想见你, 放在平时他确实说不出这种话来, 但他现在恐怕处于极度自卑的情绪当中, 想要推开他, 确实能说得出来狠话, 想起那天听到电话里面陆景延嘀哑的声音, 顾清鼻头忍不住一酸, 他眨了眨眼, 看着管家认真说道, 不好意思, 得罪了, 他直接绕过管家, 快速朝大厅里面跑去, 他从管家身边经过时, 管家听见他说, 我要亲自听陆景延说, 管家还在愣神中, 顾清跑到一半, 回头问他, 对了, 方便告诉我, 你家大少爷是在哪个房间吗? 管家看他这模样, 回想刚才大少爷说话时的语气, 他抬手指了指楼上, 二楼走廊最左边的那间就是了, 顾清扬唇一笑, 谢谢, 顾清跑上楼, 找到陆景延的房间, 他边拍门边喊, 陆景延, 你给我开门, 屋内, 陆景延挤背一僵, 但没有任何动作, 他以为是幻听陆景延, 我是顾清, 快给我开门, 声音仍在继续, 隔着厚厚的一扇门, 有些小声, 陆景延缓缓抬起眼眸, 视线落在门缝处, 像是在确认什么, 屋内没有开灯, 外面的一点光亮, 足以让人看见, 门缝的中间落下小团阴影, 顾清, 真的在门外, 在他的, 门外, 陆景延垂着头, 视线里一片灰暗, 他没有作声, 顾清没听见房间内的动静, 知道陆景延是故意的, 他开口道, 陆景延, 我们之前说好的话, 你全都忘了吗, 才经历这么一点挫折, 你就开始当缩头乌龟, 说什么不想见我, 你以为你这么说, 我就会知难而退吗, 陆景延目光一瞬不移地盯着门缝的那团阴影, 他想开口让他走, 却察觉喉咙哽咽着, 面对他, 他根本说不出一句狠话, 顾清看着依旧紧闭的房门, 眼神平静又格外认真, 我告诉你, 陆景延, 我顾清这辈子认定你了, 你要不出来, 就跟我这么耗着也行, 反正我耗得住, 第67章, 舍得吗, 认定, 陆景延听见这两个字, 心脏疏然收缩, 疼得他胸口脚痛, 似乎有什么在撕扯着, 他记得顾清对他说过, 只有你是我唯一认定的人, 他好像无论在何时何地, 都能坚定不移地给他一个准确的答案, 他比他要勇敢, 而这份勇敢, 是他渴望而不可及的, 陆景延手指拳了拳, 猴杰上下滚动两下, 咽下心中的酸涩, 他滚着车轮往前, 顾清听见屋内传来车轮滚动的妈撒声, 知道是陆景延来开门了, 一颗悬着的心落下一半, 咔哒, 房门从里面打开, 陆景延, 你, 你回去吧, 顾清刚开口, 陆景延便将他打断, 顾清猝了猝眉, 垂眸看着陆景延, 他坐在轮椅上, 双手握着车轮, 低垂着脑袋, 背脊微弯, 看上去落寞且孤寂, 顾清看着他埋低的脑袋, 你有本事看着我说话, 陆景延紧紧握住毫无知觉的双腿, 他缓缓抬起眼皮, 门开着走廊上的灯光照进来, 漆黑的屋内铺了层淡淡光影, 顾清站在门口, 赤亮地蹬在他身上打了个光韵, 几缕发丝微微闪着金灿的光, 整个人耀眼得如同冬日续阳, 让人想要靠近, 想要抓住, 他猴姐滚了两下, 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 淡淡开口, 对, 我就是要当缩头乌龟, 确实如你所说, 因为病情的原因, 我开始怯懦, 但我决定跟你分开, 是因为我看透了很多事情, 顾清追问, 什么事情, 陆景延看着顾清, 故意用疏离的语气, 对顾清说道, 你知道我双腿残疾, 男性功能障碍, 还非要跟我联姻, 与我谈情说爱, 难道目的不是我身后的背景和诠释吗? 花音落下, 他不敢再看他了, 特意转过轮椅, 背对着他话说得那么过分, 他以为顾清会生气, 会愤怒, 会质问他, 结果什么声音也没听到, 他想, 他是不是已经气到不想跟他说话了? 哼, 当然了, 换做任何一个女生, 被人说是别有用心的接近, 都会生气吧, 陆景延的下额紧紧绷成一条线, 窒息的闷痛感扑面而来, 将他的心脏裹得密不透风, 仿佛下一刻就要窒息而死, 他想跟他说, 他喜欢他,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都喜欢他, 但是, 他不配, 顾清听了他这话笑了下, 他足够了解他, 是不是故意为之,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笑道, 你故意跟我说这些, 就是想让我生气,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再也不和你联系对吧? 陆景延愣住, 脸上闪过一丝诧异, 他说了这么多过分的话, 难道他不应该生气吗? 怎么还笑得出来? 顾清看着他突然僵硬的背影, 叹了口气, 他放轻脚步走到陆景延身后, 两只手缠着他脖子, 俯下身拥住他, 话说得这么狠, 陆景延, 你真的舍得吗? 他唇半几乎贴着他耳阔, 嗓音轻柔, 却故意刺激他, 舍得让我伤心, 舍得让我难过, 舍得我与你分开口, 舍得我最后跟别人在一起, 与别人像你跟我这般亲密, 与别人接吻, 与别人行夫妻之事吗? 顾清的手在他脸上划过, 最后揉搓着他滚烫的耳垂, 明明声音很温柔, 说出的话, 却像是带着毒药的匕首, 一点一点弯割着他的心脏, 陆景延呼吸凝滞, 最后一句话, 重重扯着他的心, 舍得吗? 不, 他不舍得, 光是听着这些话, 他都觉得快要发疯了, 顾清微微偏头, 发现陆景延下颚在轻微发抖, 眼尾发红, 他漆黑的眼眸被睫毛掩盖, 顾清凑近才发现, 他的睫毛跟沾了水一样如湿, 他哭过, 顾清心底一颤, 将他拥得更紧, 带着轻哄的意味说道, 所以别再胡思乱想了, 好吗? 轻柔前犬的嗓音落在陆景延耳畔, 令他发冷的四肢百骸都感到苏码, 被人仅仅从后面拥住的感觉, 他是第一次体会, 顾清身上还残留着户外的寒意, 陆景延却觉得从未有什么时候, 比此刻还要温暖, 像是一颗流浪漂泊的心, 终于得到了安放。 第68章, 枷锁, 陆景延想跟他点头说好, 他不胡思乱想, 可他心里明白, 怎么可能会不想? 他所担忧的事情对他来说并不属于胡思乱想, 他的人生在出车祸的那个瞬间就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 父亲倒在血泊中, 惨死现场的画面历历在目, 他被父亲护住, 在晕厥前听到围观的人惊喊着, 这小伙子的腿流了好多血, 救护车再不来, 两条腿怕是要断了, 断条腿算什么? 看这个情况, 能把命保住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周围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 陆景颜彻底昏迷过去, 醒来时已经是一个月之后, 他睁开眼看见唇白的天花板, 刺鼻的消毒水位钻进鼻腔, 让昏尘不堪的脑袋更加仗痛男人, 嘴唇很干燥, 嘴角有道斜口子裂开, 陆景颜抿了抿唇, 准备下床接杯水, 可当他掀开被子后, 才发现双腿根本使不上力, 他皱了下眉, 双手支撑着床, 上半身使劲带动着用力, 头上缠绕的纱布被新冒出的血运染开, 细密的汗珠顺着下颌线砸落, 手臂因为过度用力到轻微发抖, 可无论他怎么努力, 双腿像是完全不存在一样, 撂在床上一动不动, 那一刻, 他好像知道了什么, 但他不愿意相信, 陆景颜双手紧紧握着床颜, 侧着身子想要翻下床, 奈何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 肢体酸软得根本不受控制, 整个人瞬间栽倒在地, 连带着床头柜上的裹盘也被打翻, 玻璃摔得四分五裂碎, 陆景颜撑在玻璃茶上面的手被扎破, 唇白的地板很快被鲜红的血熨染, 这滩血深深刺痛着他的眼睛, 让他联想到车祸发生时, 父亲那满脸的血, 陆景颜喉间发出一阵难忍的乌液, 并不是因为手上的那点伤, 而是因为毫无知觉的腿, 他的脸色苍白, 毫无血色, 冷汗近视了单薄的病号服, 最可怕的是, 他刚才翻身下床已经用尽了所有力气, 此刻根本挪动不了, 手心不停流血, 下肢却毫无反应, 陆景颜第一次体会到无助这两个字, 陆先生, 一位穿着护工服的年轻男人推开门, 看见这一幕吓得瞪大了眼, 他放下手里的热水, 静止冲陆景颜跑去, 这是陆夫人为陆景颜请的私人护工, 刚才是出去打热水, 准备给患者擦拭身体, 谁能想到短短十几分钟会发生这事, 他先是快速按了床头的呼叫器, 接着把陆景颜搀扶到床上, 没一会儿, 医生走进病房, 他身后还跟着两位护士, 陆先生, 您终于醒了, 医生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两位护士则默默给陆景颜包扎手上的伤口, 陆景颜紧绷着下颌, 浑身乏力的瘫靠在床头, 他为何着眼, 问医生, 我的腿要多久能治好? 这, 医生脸上浮现出可惜的表情, 叹了口气, 感觉到胸口有阵气血在翻涌, 他抬眸看向医生, 你说什么? 医生颇为惋惜地低下头, 陆景颜神色僵宁, 呆愣了好一会儿, 嘴里低难, 我要做手术, 我要做手术, 快给我做手术, 陆先生, 手术在一个月前已经做过了, 您的腿目前已经是最好的情况, 我要做手术, 快给我做手术, 医生的解释, 陆景颜丝毫听不进去, 他掀开被子, 就要翻下床快把他摁住, 快把他摁住, 医生连忙叫道, 两位护士与男护工, 连忙合力将拼命挣扎的陆景颜奔回床上, 景颜, 这时, 从公司匆忙赶来的陆夫人看到陆景颜被人按在床上, 他急忙询问, 李医生, 这是怎么回事? 医生抿了下唇, 对陆夫人认真嘱咐, 陆先生刚刚苏醒, 对自己的病情接受困难, 现在情绪激动, 还请陆夫人跟他沟通一下, 陆夫人明了, 点点头, 好, 我知道了李医生, 谢谢你, 看他点头, 医生回头对护士跟护工招了招手, 一行人出了门, 病房内只剩下母子二人, 景颜, 你终于醒了, 陆夫人上前抚摸着陆景颜瘦虚的脸庞, 鼻头很红, 眼里的泪水涌了出来, 陆景颜偏头看着他, 眼眶泛红, 哑着嗓音出声, 妈, 我要做手术, 他几乎是祈求, 陆夫人看得心脏酸疼, 但还是实话跟他说, 手术在你出车祸的当天就做过了, 但是由于腿部神经死伤太重, 医生说, 你的腿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不, 我的腿会好的, 我要做手术, 我要做手术, 陆景颜如同中了膜一般, 嘴里不停灭着这句话, 景颜, 你先冷静下来, 我的腿会好的, 我的腿会好的, 他不断重复这句话, 双手支撑着身子要下床, 陆夫人拦了好几次, 也没能阻止他的动作, 我的腿会好的, 我的腿会, 啪, 陆夫人深吸了一口气, 拔高音量, 彻底打破陆景颜的幻想, 治不好了, 黎医生是这方面最有权威的医生, 你的双腿没有被截肢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你这辈子都只能坐轮椅了, 哄, 陆景颜脑袋一阵嗡鸣, 神情有一瞬间的恍惚, 此时此刻, 他感受到了绝望的滋味, 那, 罢了, 他问出了醒来后一直不敢问的问题, 话题一出, 他看见陆夫人面色痛苦, 以及对他心疼中又带着恨意的复杂眼神, 那瞬间, 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陆景颜摊在床上, 双目空洞地盯着头顶的天花板, 眼睛一眨不眨, 也不再大吼大叫, 病房内陷入一片死寂, 陆夫人看着他漆黑无神的眼睛慌了神, 以为是他气急上头后, 说的话让他失去希望, 后悔把话说得那么绝, 他吸了吸鼻子, 放低声音对陆景颜说道, 景颜, 国内的医生不行, 咱们找国外的, 无数名医都没能治好他的腿脊, 他每次都抱着万分之一的期待, 可是, 一次又一次得到失望的结果, 他舍不得让顾清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可他不敢去赌顾清说过, 他对手术的把握有70%, 可那30%的意外呢, 在他手下治好过两例同他一样的男性功能障碍的患者, 他却独独跟别人不同, 治疗后应有的反应, 他丝毫没有感觉到, 两种致命的疾病像枷锁一样禁锢着他, 万一他真的永远都好不了呢? 第69章, 熟悉的侧脸, 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不断缠绕着陆锦炎, 像是有苦胆在胸腔内泄出不断翻腾, 苦涩地让人窒息, 他抬起手轻轻握住顾清的手腕, 低声说道, 顾清, 我需要一点时间, 我的情况跟别人不同, 我不仅双腿残疾, 还患有男性功能障碍, 我连情侣间最基本的都给不了你, 我的未来有太多不确定了, 如果我以后真的好不了, 你现在还坚持跟我在一起, 这对你来说不公平, 不仅仅不公平, 以后感情日渐加深, 他哪里还能像现在一样, 鼓起勇气抽身, 顾清明白他的意思, 也理解他的顾虑, 他大大小小做过许多手术, 每次手术前, 患者或患者家属都会签署一份手术风险告知书, 尽管面对一些小手术, 旁边人都会宽慰说, 这只是个固定流程, 没问题的, 放宽心, 当真能放宽心吗? 并不会, 看着单子上各种风险的可能性, 患者及家属总会往最坏的那条响, 他们都害怕, 自己会是那个万一, 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 那不过是一场手术, 推进去, 送出来, 无数例子都没有出意外的, 就这么简单, 可刀子没有挨到自己身上, 是不知道痛的, 更何况, 他的情况并不是无数成功案例中的一例, 相反, 所有医生给他的答案都是无法治愈的, 这样的情况, 让他坚定相信他, 太难了, 而且, 他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他微微叹了口气, 在他身边蹲下, 抬头看着他, 认真说道, 陆景言, 我给你时间, 但也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医治你的病, 所以, 在我彻底放弃你之前, 不要再说分开的话, 这样, 我真的会很难过, 他握住他的手, 轻声说道, 你舍得, 让我难过吗? 陆景言垂眸, 看着顾清明亮的眼睛, 他温柔的眼神中, 透露着让人难以忽视的坚定与倔强, 他感觉到, 他最终还是没有作声, 顾清离开陆家后, 没有回酒店, 而是去了一家酒吧, 他坐在酒吧的琉璃台前, 向调酒师要了杯酒, 烈酒入喉, 辣得嗓子眼一阵火热, 但顾清还是分不了神, 他回想着, 刚才陆景言沉默不语的画面, 胸口闷得难受, 这家酒吧是北城最出名的, 内置的音响设备和灯光, 都是国外进口, 震耳欲聋的重金属音乐, 以及昏暗的五颜六色的灯光, 不断在人身上扫过舞池里, 俊男美女围在一起热舞, 氛围感十足, 顾若因为家里那些不愉快的事, 郁闷了好久, 今晚便跟着几个小姐妹出来嗨玩, 打算放松一下心情, 他跟好几位男生跳了舞, 出了一身汗, 跟姐妹挥了挥手后, 出了舞池, 坐在卡座上喝着酒歇息, 仰头喝酒时, 眼睛望向对面的把台, 他眼睛一眯, 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顾清, 他一个人, 顾若扬了扬眉, 他在家里受的那些气, 可不能白受, 刚好顾清在这, 找他出出气, 也是可以的, 伺及此, 顾若端起手里的酒杯, 起身朝吧台的方向走去, 只是刚走到一半, 就看见一个男人在他身边坐下, 他停下脚步, 双手抱胸, 一副看好戏的表情盯着前方, 顾清坐在高脚凳上, 端起酒杯将剩下的半杯酒喝完, 因为太极的缘故, 呛到了喉咙, 落得他抖着肩膀咳嗽, 看向右边, 模样俊朗的年轻男人坐在他旁边, 顾清皱了皱眉, 周承远, 你怎么也在这儿, 周承远给他杯里酗酒, 调侃道, 怎么, 就允许你独自买醉, 听见买醉二字, 顾清轻笑了声, 他问, 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周承远把脸撇向一边, 表情郁闷, 不开枪了, 看他这模样, 顾清很轻易就猜到了, 周承远, 这人事业有成, 家境优渥, 唯一能值得他买醉的, 也就是感情上的事, 想起他回国的原因, 顾清猜测, 那女孩不搭理你, 周承远顿了顿, 轻斥一声, 并不想多谈论, 差不多吧, 那你呢, 又是因为谁, 他反问道, 这回换顾清正愣, 他低下头盯着酒杯, 我今天去找了陆景颜, 他想和我分开, 他以前做梦, 都想把你取到手, 怎么突然想跟你分开了, 周承远不理解, 况且, 你们不都已经联姻了吗, 顾清喝了口酒, 脸上浮现一抹苦笑, 他失忆了, 什么都还记得, 唯独把我给忘了, 周承远惊讶地挑了下眉, 那你直接向他坦白, 你们之间的关系不行吗, 顾清轻轻摇头, 微叹了口气, 这样只会刺激到他, 我和他是在美国认识的, 他家里人并不知道我的存在, 他有几个朋友知道我, 但估计碍于他的病情, 所以从来没在他面前提起我, 而且独独忘记我这种事情能发生, 多半是当时受创后, 大脑给他做了规避伤害的选择, 估计因为病情, 抗拒我吧, 他能感觉到, 陆锦炎现在是喜欢他的, 但远远不及以前的十分之一, 他选择忘记和他之间的记忆, 多半是得知病情后, 放不下他, 又无法跟他在一起, 这种矛盾的情绪, 让他太过痛苦, 所以大脑替他做了选择, 这也是他没有冲动告诉他, 以前那些事的原因, 而且感情上的事情, 说了没用, 就像听别人的故事, 除非他自己想起来, 他单薄的肩膀沉了沉, 仰头把杯里的酒引进, 顾卿在说话间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酒精将隐忍的难过情绪放大, 他趴在吧台上, 眼神有些迷糊, 周承允还是第一次见顾卿这样, 他伸手拍着他后背, 酒吧声音太大, 他只好凑近他耳边安慰, 没事的, 他那么爱你, 一定会想起你的, 吧台对面的顾若看见这一幕瞪大了眼, 着急忙慌地掏出手机, 对着不远处的两人咔咔拍照, 顾卿这个风流诚信的女人, 总算让他逮住把柄了, 顾若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 他拍了三张照片, 每一张都刻意找了角度, 拍出极度暧昧的氛围, 拍好照片, 他准备找人问顾卿颜的号码, 给他发送过去, 正要询问, 他手指顿住, 突然想到他之前维护顾卿时说过的话, 顾卿颜恋爱脑的形象已经在顾若心里助牢了, 他想了想, 最后给顾锦明发送过去, 后面还跟了一句, 你不来看看顾卿在做些什么吗? 陆锦明一向不满意顾卿, 要是看见顾卿在酒吧跟别的男人亲亲我我, 想到这顾若眼里划过一道深意, 哼, 都这样了, 就算顾卿成功嫁进陆家, 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他心情愉悦地回到卡座, 端起酒杯坐等一出好戏, 陆家, 陆锦明刚从淋浴间出来, 便看见顾若给他发来的三张照片, 他随手点开一看, 灯石愣住, 照片里灯红酒绿的环境很容易看出是酒吧, 中间一男一女背对着镜头坐在吧台边, 男人看不见脸, 而女人则趴在吧台上面露出小半张侧脸, 这是顾卿, 陆锦明眉头皱起, 直愣愣盯着女人的背影和小半张侧脸, 觉得无比熟悉, 就好像是在哪里见过, 让他想起, 顾医生, 第七十章, 不得了的事, 卧槽, 这该不会真的是顾医生吧? 陆锦明被脑海中蹦出来的这个念头, 惊呆了, 他不可置信地点开照片放大, 看了又看, 虽然照片和你幕后, 但他始终觉得顾若口中的顾卿就是顾医生, 不管了, 究竟是不是他, 去了就知道分享, 陆锦明立刻给顾若打电话过去, 表情难掩激动之色, 顾若摆在酒桌上的手机亮起, 看到屏幕上的来电提醒, 他唇角勾起一抹笑, 慢悠悠接起电话, 贴在耳阔, 甜甜的围, 乐一声, 话音刚落, 顾若手机里面传来陆锦明急切的声音, 顾若他在哪个酒吧, 你快把地址发给我, 顾若很听话的去微信把地址分享给他, 好了, 发到你微信上面了, 陆锦明匆忙看了眼顾若发来的地址, 起身换了套衣服, 抓起钥匙冲下楼, 边走边快速交代, 你现在还在酒吧是吧, 你想个办法把顾青拦住, 别让他走了, 我马上就来, 陆锦明的声音又急又慌, 他的情绪显然比平常要激动得多, 顾若对他做出的反应满意极了, 看来陆锦明此刻已经迫不及待地赶过来抓奸了, 陆锦明和顾青要是正面对峙上, 按照顾青那目中无人, 慌望自大的性格, 必然少不了争吵, 酒吧里面人多眼杂, 若是一个不小心被人拍了视频, 让外界的人知道了这件事, 顾云飞和叶之雪不仅会为顾青不齿的行为彻底感到失望, 更会觉得他丢尽脸面, 那样, 在他们眼里, 唯一能指望上的女儿就只有他了, 而陆家, 不管陆锦炎再怎么袒护顾青, 只要陆夫人和陆锦明对他不满意, 就算他成功嫁进陆家, 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怎么说, 都是一举两得的事, 顾若眸光一闪, 眼里透露出难以掩饰的即将胜利的得逞效益, 他点点头, 对陆锦明说, 当然, 我不仅是在帮你, 她是我姐姐, 我也不想看她再这样糊涂下去, 陆锦明忽略他后面那段冠冕堂皇的做做话, 他挂了电话, 把钥匙丢给旁边的司机, 去极光酒吧, 开快点, 司机接过钥匙, 恭敬的汗手, 是, 两人上车, 没一会儿, 车子扬长而去, 陆锦明毫无征兆地挂断电话, 并没有让顾若生气, 他已经沉浸在顾青被众人唾弃的画面中, 想想就让人兴奋, 而陆锦明这边, 他坐在车后座, 还盯着顾若刚才发来的照片看, 越看越觉得顾青就是顾医生, 妈的, 激动的手心都冒汗了, 他急于向人倾诉这激动万分的心情, 连忙给杨冰拨了电话过去, 过了片刻, 电话被接通, 陆锦明还没来得及开口, 便听见手机对面的人传来略微烦躁的声音, 不是, 哥儿, 你打电话都不看时间的吗? 美梦做到一半就被绞醒, 换谁脾气能好, 陆锦明丝毫不管对面人的死活, 压不住兴奋地向他吐槽道, 妈的, 杨冰我告诉你, 真的不得了, 我好像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顾青, 好像真的是顾医生, 杨冰听到前面那几个字的时候, 还以为陆锦明在骂他, 正要回嘴, 就被他后面说的话搞不会了, 大晚上的, 你没事吧? 胡言乱语些什么呢? 杨冰显然不信, 吃笑了声, 说道, 我前些天去顾家, 才亲自辟谣这事, 你今天就跟我说顾青是顾医生, 不是娱乐我吧? 愚人节还早着呢? 陆锦明似乎早就猜到他不相信, 转手把那三张照片给他发送过去, 真不骗你, 我已经在去酒吧的路上了, 这照片就是刚刚拍下来的, 你仔细看看里面的女人, 说是巧合都不可能, 杨冰接收到照片, 他随手点进一张去看, 顿时愣住了, 好办会儿都不开枪, 就在陆锦明为了几声, 以为他挂断了的时候, 听到一声脏话, 卧槽, 这背影, 还有这侧脸, 是真的很像顾医生啊, 杨冰放大了照片看, 基本上可以肯定, 这人就是顾医生, 毕竟像顾医生这种身材和样貌的人, 太难遇到巧合的了, 陆锦明扬了扬眉, 是吧, 我就说不会骗你, 杨冰一个鲤鱼打挺翻身下床, 你到哪儿了, 等等我, 我也要去, 陆锦明看了眼窗外, 马上路过你家, 我来接你吧, 杨冰快速套上衣服, 好, 我在楼下等你, 挂断电话, 陆锦明握着手机, 心情复杂难挨, 顾医生, 那他这段时间, 草, 酒吧内, 顾若拒绝了好几个男生的搭讪, 小姐妹叫他去跳舞, 也婉拒了, 他就坐在原处, 直愣愣盯着前方把台边的两个人, 生怕一个不留神就跑了似的, 顾若端起酒杯抿了口酒, 视线落在顾医生上, 眼神充满嘲讽意味, 吧台这边, 顾医仍旧软绵绵地趴着, 周承云表情有些为难, 看他这模样, 刚才安慰他的那些话, 显然是没听进去, 他挠了挠头, 决定给他支个招, 顾青, 你相信我, 就陆景年对你的心思, 是绝对很不下心, 彻底推开你的, 你只要对他下点重量, 他保准回头, 顾青醉意正聋, 他抬起昏尘的脑袋, 嗓音微哑, 我怎么下, 我舍不得逼迫他, 况且, 我给他下的重量已经够多了, 连跟其他男人在一起的话都说了, 他不还是狠地下心, 把我推开, 周承云择了一声, 凑近他耳边说, 这你就不懂了吧, 男人都是说的时候嘴硬, 到了真刀真枪, 才知道自己受不了, 你嘴上说没用, 得来点实际的, 手机拿来, 我给你弄, 他话虽这样说, 却不等顾青反应, 直接拿起他, 放在吧台上的手机, 用他的指纹解了锁, 接着点开相机软件, 往他身边靠拢, 咔嚓一声, 拍下照片, 照片里面露出顾青的脸, 周承云则只有半个身子, 两个人凑得很近, 酒吧各色氛围灯的照应下, 很是暧昧, 顾青拿过手机, 眼神警惕, 你要干嘛, 当然是帮你下重料, 周承云化身军师, 指挥道, 我来说, 你打字, 你就告诉陆景颜, 我喝醉了, 你确定不来接我吗, 说完这句话, 就把照片发过去, 第七十一章, 下重料, 顾青只是大脑有些不清醒, 不至于醉的不省人士, 失去思考能力, 周承云说的话, 他全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看了会儿照片后, 切换到微信界面, 给陆景颜发消息过去, 顾青在啪啪打字, 周承云凑过去瞅了眼, 失声一笑, 不禁调侃, 看不出来, 顾医生还是挺会的嘛,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顾青在他说的原基础上, 添油加醋了, 面对好友的调侃, 顾青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他看着编辑好的文字检查了一遍, 陆景颜, 你今天的态度真的伤到我了, 我现在喝醉了, 接着一并将那张合照也发了过去, 发完消息, 顾青把手机盖在吧台上面, 陆景颜如果真的不来接他, 他真的会乱来, 他不介意再一次跑去陆家骚扰他, 陆家, 二楼走廊尽头的那扇门紧闭着, 室内一片漆黑, 大床上平整干净, 对面的窗帘没有合拢, 角结明月透过玻璃窗, 在地面撒下一小片光亮, 陆景颜坐着轮椅停在窗前, 他微微抬头盯着窗外, 不知道在看什么, 窗户没有关紧, 刺骨的寒风争先恐吼地从缝隙里钻进来, 户外高大的树叶被吹动, 忽明忽暗的光影印在他脸上, 将硬朗的轮廓衬托得有些孤寂, 陆景颜已经好几夜合不上眼了, 只要一躺下, 脑海中如同走马灯一般, 不断播放着死于车祸的父亲, 双腿残疾, 患有影疾的自己, 以及他无论如何都配不上的顾青, 他只能从黑夜熬到白日, 第二天再用大量的工作, 这个点不会有人给他发消息, 陆景颜手指一曲, 莫名响起顾青, 他拿起手机, 看见两条消息提醒时, 眉心跳了下, 陆景颜点开与顾青的对话框, 看到顾青说的话, 眼神一暗, 文字上面还有一张他的自拍照, 五光十色的霓虹灯赤裸裸地告诉他, 顾青在什么地方, 照片里面顾青双颊红润, 唇半阴粉, 水亮的眼眸一片迷蒙, 整个人带着股醉意的娇憨, 这画面跟那时他在酒店喝醉后的模样相同, 他再清楚不过, 而旁边紧靠着他的那个人虽然没露出脸来, 但从宽大的肩膀跟穿衣打扮, 不难看出是个男人, 陆景颜眼里突然蹦出顾青说的乱来两个字, 太阳穴声声发疼, 他忽然回想起酒店那晚, 顾青喝醉后亲吻他的画面, 他也会对其他男人乱来吗? 心脏一阵刺疼, 陆景颜连忙止住脑海浮现的画面, 他不敢再往下联想, 此时此刻, 他才发现自己全然没有想象中的大度, 仅仅看见照片里紧靠他肩膀的男人, 浓郁的醋意就已经抵挡不住, 如果再往下联想, 他不保证不会极度的发疯, 陆景颜死死盯着照片, 原本清俊的脸上染上怒气, 漆黑眼眸中乍现出一道锋利的寒芒, 似乎要将那露出半个身子的男人刺穿, 理智告诉他, 也许这是个放手的最佳时机, 情感却不容许他慢上一分, 胸腔像是燃烧着团团烈火, 他苦涩一笑, 终究是败给他了, 说好的丢时间考虑, 给的时间可真宽裕, 极度跟醋意蚕食他的理智, 陆景颜早已没有了思考的能力, 他竭力忍着怒火喊到管家, 被车, 管家听见声音, 连忙小跑到陆景颜门口, 恭敬询问, 大少爷, 是要去哪儿? 陆景颜正愣两秒, 随即反应过来, 顾清并未给他酒吧地址, 他喉结滑动, 顾清和周承允两人闲聊到一半, 后者朝放在吧台上的手机, 抬了抬下巴, 笑着打去, 瞧吧, 笑过来了, 我就说嘛, 失意归失意, 陆景颜还是那个陆景颜, 顾清眼中闪过喜悦, 他拿起手机扮下接听见, 不等他出声, 听筒立刻传来陆景颜低沉的声音, 你在哪儿? 顾清刚张口要告诉他地址, 谁知周承允放低嗓音, 凑近手机渐渐地说了句, 喂, 美女, 一个人啊, 顾清看了他一眼, 后者一副你懂得的表情, 摊了摊手, 顾清确实懂了, 他抿了抿唇, 回应道, 嗯, 一个人, 两人一前一后的搭讪, 让陆景颜彻底失去了所有理智, 他握着手机的纸节泛白, 急促追问, 顾清, 你在哪儿? 快告诉我, 顾清正要跟他说, 周承允把手机拿过去, 一气呵成地按下关机键, 你干什么? 顾清皱起眉疑惑道, 周承允把手机放一边, 这叫追击火葬场, 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咱一次把情绪给到位, 急死他, 让他以后再也不敢推开你, 顾清眨了眨眼, 认为他说得有理, 电话猝不及防地被挂断, 陆景颜心头一阵慌乱, 连忙又重拨过去, 宁波打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陆景颜眉心紧促, 冷硬地下河紧绷着, 他挂断又重新拨过去, 反复几次都是机械的盲音, 二十几年来, 陆景颜第一次骂出脏话, 顾清酒最后被人搭讪后的事情, 他根本不敢往下去想, 陆景颜急忙给助理打去电话, 对面的人很快接听了, 不等助理说话, 陆景颜快速吩咐, 你看看我微信给你发的照片, 查出是哪家酒吧, 要快, 电话那边, 助理看了眼照片里的环境, 很快辨认出来是哪家酒吧, 他之前来过好几次, 第72章, 你跟他什么关系, 陆景颜和杨斌赶到酒吧, 车刚停稳, 两人便冲下去, 走在前面的陆景颜推开酒吧厚重的隔音门, 震耳欲聋的音乐瞬间响彻耳畔, 绚烂的氛围灯在人身上来回投射, 酒吧里的光线没有多好, 但两人一眼就看见了坐在门口正对面把台边的顾清, 趴在把台上的顾清感觉小腹火辣辣的难受, 鼻腔里全是一股烈酒味,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他直起身子要起来, 嘴里嘟囔着什么, 周承云以为顾清要跟他说话, 凑过去问, 啊, 怎么了? 顾清威皱着眉, 从高脚椅上下去吐, 酒吧里的音乐嘈杂, 他声音又小, 周承云没听清, 又往他那边凑近了点, 什么? 吐, 我要吐, 顾清凑着他耳朵吼, 话还没落音, 张着嘴就开始反胃, 周承云这下听清了, 立刻握住他的双臂, 连声说道, 哎, 你忍住啊, 忍住, 可千万别吐我衣服上, 只看见顾清刚好从高脚椅上下来, 还没走两步, 坐在他对面的男人, 直接将他稳稳抱住, 男人背对着酒吧大门, 看不清脸, 只有一个宽大的背影, 陆景明跟杨斌对视一眼, 短暂的眼神交流后, 两人微眯着眼, 像是不敢确认一般, 往前走了几步, 顾清这时恰好抬起脸来, 看清楚长相后, 两人脚步顿住, 正愣在原地, 我靠, 还真是顾一声, 陆景明双眼瞪得老大, 两只手紧紧抓着脑袋, 虽然他刚才在车上, 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心理准备, 但真的见到顾清, 还是会忍不住震惊, 毕竟想的是一回事, 真实发生又是另一种心情, 实在难以想象, 顾清居然就是顾一声, 他之前还对顾清, 放了那么多难听的狠话, 可是, 换谁敢相信呢, 自己哪里都不满意, 想尽办法要赶走的大嫂, 竟然跟他心心念念, 想要他成为自己大嫂的, 是同一个人, 完蛋, 陆锦铭忽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 还好顾一声不知道他是陆锦年的弟弟, 要是知道了曾经救过的人, 是他未来老公的弟弟, 并且还对他出言不逊, 换谁都想给一巴掌吧, 陆锦铭机械地张了张嘴, 一时说不出话, 感觉有股青烟快从嘴里冒出来了, 别说他哥想打死他, 回想他对顾清说的那些恶言恶语, 毫不夸张, 就连他自己都想打死自己, 站他旁边的杨斌也好不到哪去, 脑海里浮现出我靠两个字, 而且还是最大号字体黑体加粗, 杨斌嘴巴张得快有鸡蛋那么大, 直愣愣盯着顾清看, 惊呆了, 天哪, 亏他还亲自辟谣呢, 没成想顾医生真的是顾家的女儿, 兜兜转转一大圈, 竟然是乌龙中的乌龙, 顾若跟陆锦铭打过电话后, 便时不时看眼酒吧门口, 生怕错过了他, 看见陆锦铭跟杨斌一起进来, 顾若唇角扬起, 没想到他来捉奸, 还带来个看戏的, 也好, 多一个人看热闹, 多一份见证, 顾若起身准备过去打个招呼, 看见他们忽然停住脚步, 看见陆锦铭呆滞的眼神, 顾若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吧台边, 顾清被一个男人抱在怀里, 昏暗灯光下, 两人的动作如同情侣般亲密, 看见这一幕, 顾若眼中闪过激动的光芒, 太好了, 陆锦铭来的可真是时候, 拍照片或许会有人不相信, 可现在陆锦铭亲眼看见, 总该知道顾清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了吧, 顾若压下嘴角的笑意, 快步走到陆锦铭身边, 抓住他胳膊, 陆绍, 我姐姐, 陆锦铭看也没看他一眼, 抬手将他挥开, 走开, 别挡着我, 顾若话说到一半被打断, 他摸着被推开的那只手, 不可思议地开口, 陆绍, 你怎么, 看见陆锦铭忽然瞪圆的双眼, 他指出声音, 顺着他的视线往吧台那边看过去, 顾清和那个男人亲密地搂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 男人歪着头再吻顾清, 他们再接吻, 顾清每次快要吐出来的时候, 都被周承云拼命指住, 他身子不受控制地往前倾, 忍了几次终于忍受不了了, 他扶着周承云的手臂, 摇了摇脑袋, 不行了, 承云, 我真的想破, 别别别, 顾清, 顾医生, 周承云如临大敌, 扶着他往前走, 连忙说道, 你再忍话, 我马上带你去洗手间, 很快的, 话音刚落, 周承云感觉身后闪过一道飓风, 他下意识侧身躲过, 并扭头看去, 但还是慢了一步, 被人一拳迎面挥来, 他疼得松开顾清, 捂住眼睛, 身体往后跌了几下, 喝醉酒的顾清, 没了支撑的点, 脚步虚浮地往后退几步, 身子已在把台边, 他表情有些茫然, 还没回神, 下一秒便看见周承云被人暗倒在地, 陆景明骑在周承云身上, 左一拳右一拳伺候到他脸上, 他咬着牙, 嘴里愤愤道, 叫你欺负我大嫂, 叫你欺负顾医生, 打死你个灯徒子, 打死你个臭流氓, 周承云也喝了挺多酒, 脑袋发晕, 莫名其妙被人冲过来揍一顿, 是真特么一脸猛逼, 身体出于本能反应, 他钳制住对方的双肩, 用力把陆景明反扣在地面, 开始还击,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从地上爬起来都还在打, 顾卿慢慢回神, 终于意识到周承云在跟别人打架, 看见周承云的肚子, 马上就要挨对方一拳, 他跨步上前, 挡在周承云面前对陆景明说道, 你再敢动他一下, 我马上报警, 旁边呆愣的杨斌也反应过来, 冲上前拉着还想继续打的陆景明, 景明, 你先冷静一点, 顾卢在不远处看见这一幕有些疑惑, 陆景明的反应跟他想象中的怎么不一样, 他没有对顾卿破口大骂, 反而是冲上去揍那个无关紧要的男人, 那眼神跟表情像是给自家人出气一样, 听见顾卿制止的声音, 陆景明停了下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他居然要为了这个男人, 报警抓他, 难道他真的跟这个男人不亲不处? 陆景明一时间难以判断, 到底温柔知性的顾医生是他真实的一面, 还是微信里高高在上, 喜欢端着姿态教训人的顾卿是他真实的一面, 又或者, 现在这个跟不三不四的男人, 鬼混在一起的女人是他真实的一面, 陆景明皱着眉, 很不理解, 顾医生, 你为什么要挡在他面前? 为什么要帮他? 你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 顾卿看了他片刻, 记起是他救过的那个出车祸的小男生, 张开嘴刚想说话, 喉间涌起一阵浓烈的酒气, 他手肘支在把台上面, 撑着脑袋颇有些难受地看着他, 说道, 你莫名其妙冲上来打我朋友, 我当然要帮他, 姐姐, 话音刚落, 顾若从人群中冲过来, 顾卿扬了扬眉, 漫不经心地扫了他一眼, 顾若出现在他面前就冲这一声姐姐, 顾卿心下了然, 必然有妖, 果然, 顾若脸蛋皱起, 一副我侍为你好, 别这样看着我的表情开口道, 姐姐, 你怎么可以为了别的男人兄景明, 他可是景言哥哥的亲弟弟啊, 酒吧里格外吵闹, 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很大, 为的就是强调顾卿跟这个男人不亲不楚的恶行, 陆景明一听, 下意识将目光转到顾卿身上, 眼神中带着审视的意味, 顾卿突然感到胃里一阵翻涌, 他捂着嘴, 抬手做了个止住的动作, 稍等, 说吧, 扭头往洗手间的方向跑去, 第73章, 单身状态, 顾卿走后, 几人一时间陷入沉默, 哦, 一道含着玩味的声音在他们之间响起, 陆景明和杨斌, 以及顾若都朝周承允投去不解的目光, 周承允捂着被打痛的嘴角, 扯唇笑了笑, 捋了捋袖子, 看着陆景明说道, 原来你是陆景明的弟弟啊, 不过, 我这人一向有仇必报, 你刚才打我眼睛上的那一拳, 现在该还回来了吧, 说完, 他冲上去就是一拳, 陆景明反应过来, 想要躲避的时候, 拳头已经落在侧脸, 结结实实挨挨了一拳, 陆景明心里本来就被顾若说那些话, 弄得很不爽, 周承允这一拳彻底点燃他的火气, 他顶了顶塞帮, 仇可不是这么好报的, 敢打我, 老子也要让你付出代价, 话落, 陆景明抬脚踹过去, 周承允早有准备, 侧身轻松避开, 陆景明不服气, 握紧拳头挥过去, 两个人又重新揪打在一块, 杨斌算是当中唯一清醒的人, 他上前去拉架, 伸手拦住陆景明, 别打了, 别打了, 你刚刚没听见吗, 他是顾医生的朋友, 别, 啊, 一声惨叫响起, 陆景明大拳被周承允躲开了, 硬生生挥到杨斌脸上, 杨斌感觉左边眼珠火辣辣的, 捂着眼睛站在原地缓了会儿神, 又上前去拉周承允, 兄弟, 都是自己人, 别打了, 凶, 操, 杨斌发出一声低骂, 他连连往后退了几大步, 右眼周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乌青, 眼见着又一拳要朝他挥过来, 杨斌吵了一声, 妈的, 都打老子, 老子也要打回去, 然后他快速握拳回击就这样, 三人扭打成团, 场面一片混乱, 酒吧里的人似乎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 对这种小场面不理不睬, 顶多一些人在周围看热闹, 全当是诸兴的, 喂, 残疾人也会来酒吧呀, 看得起进时, 人群中带着嘲讽意味的女生响起, 几个人寻声看向酒吧门口, 一位身穿藏青色风衣的男人坐在轮椅上, 大半个身子藏匿在昏暗灯光下, 看不清男人的五官, 周身散发出的气场却让人难以忽视, 不会吧, 坐着轮椅都不忘来找乐子, 有人笑道, 你们可小点声, 没看见他身后跟着的人吗, 那架势可不是一般的保镖, 话音刚落, 身穿黑色西服, 身高足有两米的魁梧男人朝他们头去一记眼神, 凌厉的双眼, 威慑力不小, 那群人脖子纷纷一梗, 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喝酒的喝酒, 摇头的摇头, 顾若距离这群八卦的人最近听见谈话, 他扭头往酒吧大门看去, 眉毛紧紧成一个穿字, 居然真的是陆景颜, 顾若听见那些人的谈论也只是猜测, 真的看见陆景颜出现在这里时, 心里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 陆景颜对周围那些人的谈话充耳不闻, 类似的言论他在背后听到过太多, 这些不算什么, 此刻最重要的是顾青, 他视线落在正前方, 看见有三个人在把台边撕打成团, 身后的保镖看清其中一个人, 凑到陆景颜耳边说道, 陆先生, 前面的人不是二少爷吗? 陆景颜看了一圈没看见顾青的身影, 在那三人里面看见有个男人的衣服, 和顾青发来的照片里面一模一样, 他眯了眯眸, 幽暗同人泛着寒光, 你去分开他们, 把那个穿棕色夹克的男人带过来, 保镖应声汗手, 是, 三人打得热火朝天, 陆景颜抬腿准备给周承允来一击, 脖子突然一紧, 整个人被拎了起来, 杨斌拉住周承允胳膊, 打算狠狠咬下去, 也突然被人从后面揪住衣领提起, 脚尖还有好点距离才能勾到地面, 哎, 谁, 谁他妈, 陆景颜骂到一半, 抬头看见一张熟悉的方圆脸, 两只眼睛顿时亮起来, 阿妩, 你还帮我们了, 杨斌认出这是陆家的头号保镖, 两人瞬间有种被自家人撑腰的底气, 都等着阿妩替他们教训周承允,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 阿妩左右手分别滴留着他们, 跟拎小姬式的轻松, 他把陆景颜和杨斌扔到一边, 接着上前提起状况外的周承允扭头就走, 周承允拼命挣脱都无效, 毕竟阿妩是雇佣兵出身的保镖, 这点反抗对阿妩来说跟恼痒痒似的, 他把周承允带到陆景颜面前, 陆总, 人带来了, 陆景颜双手握着扶手, 声音冷得如同在冰窖动过顾青在哪, 没等周承允回答, 陆景颜追上来告状, 哥, 就是这个男的, 你快让阿妩打死他, 他刚刚不仅抱了大嫂, 还亲了大嫂, 我亲眼看见他, 陆景颜一视亲急说快了嘴, 把想亲说成了亲, 不过也没差, 反正这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陆景颜双手一紧, 掀起薄薄的眼皮, 射人的目光看向周承允, 周承允本想否认, 突然想起跟顾青说的话, 重量已经下足了, 现在他想知道, 陆景颜到底能不能做到坚决地相信顾青, 思极此, 他理了李衣服, 顶着一脸伤, 姿态优雅地说道, 怎么了, 顾医生现在可是单身状态,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我怎么追求她, 是我的事, 只要顾医生没意见, 你们这些无关紧要的人, 没资格在这里说三到四吧, 第七十四章, 极度, 周承允的话如同无数利刃, 一道一道落在陆景颜心间, 仿佛要将他刺穿, 极度化成偌大的黑洞, 不断吞噬着他谨慎的理智, 陆景颜双眸紧紧盯着周承允, 他记性一向很好, 对面的男人脸上虽然挂了彩, 但他还是认出来了, 他就是和顾青在妇庭餐厅单独吃饭的那个男人, 不是朋友吗, 为什么会亲密到那种程度, 啊, 果然, 世界上根本没有纯洁的异性有异, 周承允话里有几分真假, 陆景颜不知道, 但光是听陆景颜说, 他刚才对顾青的所作所为, 陆景颜眼神中交织着浓浓的极度和深深的怒火, 恨不得立刻将他拖出来剥皮抽筋, 酸涩, 懊悔, 极度, 数不清的恶劣情绪化身无数蚂蚁蚕食他的心智, 陆景颜轮廓清晰的下额紧绷呈现, 透着寒人的眼神如同蛰伏的恶狼, 好像下一刻就要将对面男人的身体刺穿两个窟窿, 他起唇, 语气冷而立, 谁允许你碰他的? 周承允被他英智的眼神吓得几倍一凉, 不过只是短短几秒钟, 很快又恢复不太着调的姿态, 他嘀笑一声, 摆出吊锒铛的模样, 戏削道, 哟, 陆总可真会说笑, 您不都拒绝顾医生了吗? 难道还不允许顾医生和别人发展感情? 发展感情? 陆景颜一字一句, 咬牙切齿, 整张脸阴沉得可怕, 周承允秉着看热闹不嫌失大的心态, 决定在天把火。 再说了, 我对顾医生仰慕已久, 像顾医生这样, 不论是身材样貌, 还是学士本领, 各方面都优秀的女人, 好不容易等她宣告单身状态, 这么难得的机会, 换做哪个男人不会抓住? 您说是吧, 陆总, 他每句话都在挑衅, 陆景颜微眯着眸子, 周身散着一股令人发寒的气场, 他知道她姓陆, 也知道她的身份, 看来顾医在她面前说起过她, 她会说她什么? 说她一步步推开她, 说她拒绝了她, 所以, 她现在是单身状态, 让这个男人有机可乘。 陆景颜垂下眼瞼, 眉间带着一丝蕴色, 然而更多的, 则是落寞。 小骗子, 几个小时前还对她说会等她, 还说给她时间考虑, 结果一个晚上不到, 就跟追求自己的男人说恢复单身。 陆景颜不是没有猜到, 顾青或许是故意这样对别人说的, 他这只狡猾的小狐狸, 惯会用激将法, 但他还是心甘情愿地上了他的当, 因为受不了一丝真实的可能性。 顾青吐完后洗了疤脸, 从洗手间出来, 看见周承允被一个魁梧男拎着, 没等他问什么情况, 就听到周承允说的那番话。 他不禁皱了下眉, 这小子又在讲什么不着调的东西。 顾青走到他身边, 除了除他胳膊, 胡说什么呢你? 周承允没想到顾青这时候回来, 一副好心被辜负的模样, 凑到他耳边小声道, 你别拆台啊, 我这是在帮你呢。 顾青吐了一遭后, 脑袋还是有点晕, 明显状况外偏了下头, 小声回问, 帮我什么? 两个人脑袋时不时凑在一块, 像是课堂上偷偷讲话的学生, 默契极了。 看着两颗脑袋挨在一起, 发丝不实相贴, 陆景颜紧紧握住扶手, 指关节发出咔咔的声响, 两人亲密的姿势让他试了心智, 极度如毒蛇土性般, 将他胸腔轻染, 他快要崩溃了, 陆景颜拼命压制快一出胸腔的度火, 沉声道, 顾青, 第七十五章, 你别咬, 陆景颜和杨斌都不敢去看陆景颜的脸色, 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拿了局外人的身份卡, 有点分不清状况, 干脆站在一旁当隐形人, 顾若不知道什么时候往边缘退了几步, 站在离他们最远的位置, 他察觉事情的发展好像与他料想中背道而驰, 手心莫名进了层薄汗, 听见陆景颜叫他, 顾青扭头看去, 闪烁迷离的灯光下, 他发现陆景颜眼底翻涌着明显的怒火, 是因为极度导致, 他眼波流转, 微微一笑, 陆景颜来找他, 在顾青的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意料之中的是, 他知道他会来, 意料之外的是, 他没想到陆景颜会来得这么快, 至少, 比他想象中的要快得多, 见顾青站着不动, 陆景颜眉心跳了下, 他放轻声音说道, 过来, 顾青回神, 正要走过去, 周承允突然拉住他的肩膀, 他轻斥一声, 故意讽刺, 陆总, 你觉得这公平吗? 推开顾一声的人是你, 现在让他回到你身边的人也是你, 你想推开就推开, 想让他回来就回来, 凭什么? 陆景颜听着周承允的话, 视线却始终不移地盯着顾青, 唯恐错过他脸上任何一点情绪, 然而顾青仍是目光坦然地看着他, 只是不说话, 他眼神太过澄澈, 让陆景颜觉得自己好像被看穿了心思, 今天发生的这一切令陆景颜感到后怕, 他实在没办法看见顾青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更不敢想象他和别的男人有点亲密的接触, 只是知道别的男人对顾青有点苗头, 他就已经被极度的怒火折磨得受不了, 自卑与极度两种情绪不断拉扯他, 最终还是男性与生俱来的占有欲胜出, 什么身体上的病痛, 什么心理上的疾病, 他统统都不想管了, 他只要顾青在他身边, 只要顾青在他身边, 其余一切他都能抛之脑后, 一行人的视线投向陆景颜, 心想周承允说出这么嘲讽人的话, 换做平常人估计会直接转身走人吧, 可他们却看见陆景颜垂下脑袋, 低声说道, 这件事情是我不对, 既然你不过来, 好,那我过去, 陆景颜双手滚着车轮, 在顾青面前停下后, 他拉起顾青的手, 仰头看着他, 跟我回去好不好, 陆景颜心绞成一团, 表情紧张难挨, 他跟他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 他怕他不愿意原谅他, 顾青垂眸对上陆景颜的目光, 他眸光深邃四弹, 语气中含着哀求的意味, 尾音还有些发颤, 像是紧张极了, 顾青最受不了的就是陆景颜服软, 他蹲下身, 抬手勾住他的脖梗, 嗓音温柔, 陆景颜, 周成云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你的, 他有喜欢的人, 我也有喜欢的人, 我们只是恰好偶遇, 我说过的, 只要你回头, 我一直在你身后, 绝不反悔, 最后那句话, 是以前陆景颜对他许下的承诺, 现在换他说给他听, 陆景颜垂眸看着他, 他眼里纯净而温柔, 好像藏着漫天星光, 他的心瞬间软得一塌糊涂, 他吼解滚动, 嗓音微哑, 那你跟我走吗? 顾清仰起唇角, 像撒娇般的沉骂, 一直等着你来接我呢, 听见他的回答, 陆景颜紧敏的唇总算松了松, 扯出一抹淡笑, 顾清推着陆景颜出了酒吧, 两人上车后, 司机跟保镖准备跟上来, 却被陆景颜止住, 你们两个先下去, 我跟我的未婚妻有话要说, 两人一听, 有些明白什么, 汉手硬倒, 是, 陆总, 他们往后退了大段距离, 给车里的两人留一定私人空间, 陆景颜说完话, 抬手把降到一半的车窗关上, 回头对上一双明眸善赖的桃花眼, 顾清笑看着他, 春花明媚, 他的手还被他握着, 陆景颜用指腹在他手背轻轻妈撒, 他问, 在笑什么? 顾清摇头, 眼中泛着水光, 白皙的脸蛋被酒精催化的粉嫩嫩的嗓音慢吞吞拖着, 我喜欢你叫我未婚妻, 再叫一声听听, 看来还没彻底醒酒, 车内开了暖气, 他上车便将大衣脱掉, 现在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羊绒衫, 搭配一件紧身牛仔裤, 完美曲线展露眼前, 陆景颜喉结上下滚了两下, 胸腔明显起伏, 暗沉的毛子翻涌着暗潮, 他拉着顾清的那只手往身前带立, 很轻松地将他拥进怀里, 他呼吸渐沉, 重复道, 未婚妻, 你是我的未婚妻, 在酒吧看见他的第一眼, 陆景颜便有想将他顾在怀里的冲动, 只是当时情况特殊, 他不能这样做, 只好隐忍克制, 顾清反应不及, 直接撞上他坚硬的胸膛, 陆景颜, 你, 他刚开口, 便见陆景颜亲身越靠越近, 唇绊几乎快要向天, 察觉到他的意图, 顾清连忙抬起没被握住的那只手, 抵着他肩膀, 他刚刚才去洗手间吐过呢, 隐约的心香突然远离, 陆景颜看着抵在肩膀的细长小手, 他垂下眸子, 眼睛扑扇几下, 为什么推开, 他缓缓地问, 语气里满含委屈, 可怜巴巴的模样, 像是被抢了糖的小孩, 顾清放下手, 解释道, 没有, 是因为我刚刚才吐了, 言下之意就是, 可能味道有点冲, 陆景颜微愣, 没想到是这个回答, 他抬眼看着他, 束口了吗? 顾清点头, 陆景颜扯了扯唇角, 没事, 紧接着, 他又轻声靠近, 顾清看他不像是开玩笑, 连连将他往后推, 试图跟他讲道理, 不行不行, 我接受不了, 反正我们以后机会还多着呢, 不急这一时, 对吧? 陆景颜盯着他红唇, 凸起的喉结滚了滚, 然后将视线往下挪到他线长白净的脖梗上, 他双眸微眯, 眼神炙热, 蕴含着不明情绪, 顾清刚在劝说的动作间, 身子也稍稍往后痒了点, 精致白皙的脖梗格外显眼, 好, 不结婉, 没等顾清松口气, 陆景颜秃地将他整个人抱在腿上, 以面对面跨坐的姿势, 顾清被这突然的动作惊得叫了一声, 下一秒便听见陆景颜说, 这里总可以吧? 嗯? 温热的唇轻浮在他颈间, 引得顾清一阵战力, 未等他反应, 陆景颜或恶作剧或战友欲发作, 牙齿在他脖梗间轻咬下去, 陆景颜, 顾清紧紧抓着他肩膀, 酥酥麻麻的触电感沿着后背一路攀岩之大脑, 很快他整个人便试了力气般, 瘫靠在陆景颜身上, 车里光线昏暗, 陆景颜听见他声音停下, 仰头看着他, 双眸黑如点漆, 怎么了? 沉沉的吐息喷洒在顾清的下颚, 像是羽毛拂过, 连带着人的心间都一阵臊痒痒, 顾清双颊飞红, 伸手捏他滚烫的耳垂, 委屈地抱怨, 你别咬, 好, 不要, 陆景颜答应得很爽快, 接着又埋头吻上他锁骨, 死, 湿软的舌尖扫过, 若急若离时都狠狠损一下, 确实没咬, 可这笔咬还难受, 车外, 司机跟保镖对视一眼, 司机伸长脖子眯着眼, 朝车子的方向看了又看, 他问, 你看车子动了吗? 保镖以他前顾佣兵的洞察能力看了眼, 回答说, 没, 司机皱起眉头, 一脸纳闷不应该啊, 都把我们支开了, 这么久还没动静, 保镖抿了抿唇, 面无表情地说, 陆总的是少掺和, 听吩咐就是, 酒吧内, 顾青跟着陆景颜走后, 几个人在原地呆呆愣了好久, 都没缓过神, 万万没想到, 事情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陆景明和杨斌对看一眼, 前者茫然, 到底什么情况? 后者两只手摊开, 耸了耸肩, 不知道啊, 我也很忙, 周承允见没自己的事了, 也该回去好好睡一觉醒酒, 他哼笑一声, 对陆景明跟杨斌说道, 你们两小子, 今天的仗我以后再找你们算, 先走了, 一个不算打招呼的招呼, 看着周承允离开的背影, 陆景明突然发现, 自己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他好像并不在意顾医生, 而且他也知道顾医生就是顾青, 更知道他是他哥的未婚妻, 他瞳孔微缩, 猛地想起什么, 对啊, 之所以他没将顾青和顾医生联想在一起, 是因为顾若之前在群里面说过, 顾青长相很丑, 陆景明扭头看向不远处的顾若, 质问道, 我没记错的话, 你之前好像在群里说过顾青长得很丑, 你管那叫丑, 杨斌同样朝顾若投去疑问的目光, 面对两人的质疑, 顾若灯石愣在原地, 脚底像是被钉了钉子一样动弹不了, 他迫切地想让陆景明快点来揭露顾青水性杨花的一面, 迫切到忘记了他并不想让陆景明见到顾青真实的样貌, 顾若的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 第76章, 警告, 面对陆景明和杨斌赤裸裸质问的眼神, 顾若背上激起一阵冷汗, 他嘴唇不自觉颤动几下, 语气变得紧绷, 我, 我姐姐她刚从乡下回来的时候, 也没做什么打扮, 确实不如现在漂亮, 而且, 当时群里面那些人问我的时候, 我说的是我姐姐一般, 至于说我姐姐长得丑的那些话, 都是他们自己胡乱猜测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 怎么能怪我呢? 顾若自认说的合情合理, 企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可到底还是心虚了, 陆景明一眼看穿他的虚伪, 嘴角勾起一抹鸡巢的笑, 你是当我傻吗? 自己的亲姐姐被外人侮辱, 还传了那么多难听的谣言, 换做任何一个兄弟姐妹都会出来阻止, 就算顾医生刚来的时候打扮一般, 就他那张脸, 也一般不到哪去, 而且, 就算别人乱说, 那顾医生是你姐姐, 看到你姐姐被人在网络上面泼脏水的时候, 你怎么不出来解释? 顾弱, 你当真把顾青当做亲姐姐吗? 怕不是这些谣言都是你精心策划的吧? 陆景明步步紧逼,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将顾弱隐藏的心思揭穿, 顾弱顿时感到手足无措, 他咽了口唾沫, 使劲握紧手心, 竭力让自己保持镇定, 陆二少,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顾青是我的姐姐, 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 我之所以不解释, 那是因为, 他卡顿了一下, 大脑拼命搜寻借口, 那是因为我知道, 一解释就少不了争论, 有了争论, 事情就会闹大, 我不希望把这些无所谓的事情, 闹到我姐姐耳朵里, 否则他听了也难受, 好一个无所谓, 陆景明抓到漏洞, 邪逆他一眼, 你的意思是说, 顾青被人污蔑伪造学历, 自私高傲, 没有教养, 这些侮辱人格性的传谣, 在你眼里, 统统都无所谓, 顾弱, 陆景明眯了眯眼, 彻底拆穿他的伪扇, 你今天把我叫来酒吧, 是为了让我看到, 顾青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 然后大闹一场, 让顾青灌上水性洋化的名声, 丢进脸面, 接着等我回去告诉我哥, 或者是我妈, 我哥会怎样处理, 还是未知数, 但依照我妈的性格, 今天这事要真被误会了, 顾青嫁进我们家后, 我妈一定不给他好脸色, 而你就站在旁边看好些, 看着你姐姐被我们家嫌弃, 我没说错吧, 双腿隐隐发软, 脸色更是难看至极, 他在豪门圈子里苦心晶莹的形象, 一点也不想因此败坏, 陆景明冷冷地扫他一眼, 冷声继续道, 我不管你之前是因为极度顾青的长相,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针对他, 但我警告你, 从今以后, 你最好好自为之, 别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要是再敢, 对我大扫不敬, 我一定饶不了你, 站在旁边的杨斌, 仔细听完两人的对话, 感到深深的震惊, 彼仪的看着顾若说道, 怪不得上次我去顾家, 问你顾青在哪的时候, 你反应那么激烈, 原来是见不得他好啊, 没记错的话, 当时你还自作多情地以为, 自己随便抓了几副破补药, 就治好了我爷爷的腿, 想想可真好笑, 丢人的伤疤被狠狠撕开, 顾若嘴皮都快咬破了, 杨斌哼笑一声, 往他面前走了几步, 用轻蔑的眼神俯视他, 我告诉你吧, 治好我爷爷腿疾的人, 确实是你们顾家的女儿, 不过不是你, 而是顾青, 你亲姐姐, 没想到吧, 顾青治好杨老爷子的腿疾, 在顾若心里不过是个猜测, 只要没有证实, 他都觉得事情会有回转的余地, 可偏偏杨斌现在站在他面前, 亲口说出, 是顾青治好了杨老爷子的腿, 这对顾若来说, 无异于天大的噩耗, 顾青他到底凭什么, 他不过是个县城里的赤脚大夫而已, 他才是名校医学生, 顾青凭什么比他优秀不, 他不能接受, 顾若脸色惨白, 双腿一软, 往后退了两步, 他刚才能站在这位自己辩解, 已经是硬着头皮, 此刻杨斌一层一层地将他伤疤撕开, 最后还不忘给他补上一刀, 顾若表面仅有的平静终于维持不下去了, 他转身跑出酒吧, 几乎落荒而逃, 现在已经凌晨过了, 顾家依旧灯火通明, 一楼大厅, 叶之雪坐在沙发上面握着手机, 反复给顾青打电话过去, 他前面打了好多个都没人接听, 但不妨碍他继续, 自从娱乐城出事后, 顾云飞就一直住在公司, 好久没有回家了, 偶尔回来拿点东西, 叶之雪跟他说几句话, 好的情况下就是被一记眼神瞪过来, 坏的情况下, 碰上他气头上就会被拉出来数落一番, 说他连亲女儿的电话都打不通, 白当妈了, 叶之雪心里自然也觉得窝火, 但是没办法, 为了以后的荣华富贵, 他只能选择跟顾青低头, 顾青坐着陆景年的车回到酒店, 陆景年让酒店客服准备了醒酒汤, 看着他喝完之后才走, 顾青有些困了, 也没留他, 身上一股酒味, 他走进洗手间准备洗个热水早在睡觉, 脱上衣时, 看见镜子里面的人锁骨跟薄梗处有好几道深红色印记, 他以前在床上也喜欢这样, 顾青脸颊瞬间滚烫, 拍了拍脸颊, 止住不健康的发散思维, 嗡,嗡, 放在盥洗台上面的手机传来震动, 顾青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见识叶之雪打来的电话后, 毫不犹豫地按了挂断键, 挂了电话, 手机屏幕显示着有二十几个未接来电, 都是叶之雪打来的, 从前几天开始, 叶之雪几乎不间断给他打来电话, 不用想都知道是为什么, 顾青懒得搭理, 要么选择无视, 要么直接挂断, 他撂下手机, 转身进淋浴间洗澡, 叶之雪听见耳边传来嘟的一声盲音, 他捏着手机低骂, 死丫头, 他有些气急败坏, 都想扔手机了, 叶之雪连续给顾青打了好几天的电话, 顾青一次都没接, 这简直将他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 另一边, 顾若跑出酒吧后, 直接拦了辆出租车, 他感觉所有事情的发展都已经失控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眼神一片空洞, 麻木地推开大门进去, 若若, 你回来了, 他快步走过去, 眼前的烦心事使他忽略顾若低沉苍白的脸色, 妈有件事, 要请你帮忙, 第77章, 求饶, 叶之雪简单说明了情况, 我刚刚在给你姐姐打电话, 他又给我挂断了, 他那个死白眼狼肯定还记着我的仇, 我都给他连续打了十几二十个电话还没接, 妈实在是拉不下面子了, 但是你不一样, 不等顾若回应, 叶之雪笑着拉起他的手, 连忙继续道, 再怎么, 你也是他的亲妹妹, 也没对他说些什么, 顾青肯定不会记恨你, 而且你说话向来好听, 要不然这样, 你来给顾青打个电话, 跟他撒撒娇, 说说软话, 求他让陆景年高抬贵手放过我们, 毕竟我们两家以后会结为亲家, 凡事都得留点退路对吧, 因为这件事, 叶之雪已经好几夜没睡个安稳觉了, 他沉浸在自己认为可行的计划中, 全然没有注意到顾若难看的表情, 顾若斜斜地逆着叶之雪, 后曹牙磨得咯咯作响, 现在他光是听见顾青的名字, 就恨不得把他撕碎, 踩在脚底碾烂, 更别说还要在顾青面前低头求饶, 顾若双目通红, 积压在心里的那团火轰的一声被点燃, 他抬臂将叶之雪的手狠狠甩开, 咬牙切齿地说道, 顾青顾青顾青, 他究竟有什么好的, 为什么你们张口闭口都是顾青, 他们是这样, 爸爸也是这样, 现在就连你也是这样, 为什么从他出现开始, 你们就一直围着他团团转, 你的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 空气静止几秒, 弱大的嗓音回荡在空旷的大厅内, 顾若几乎是吼着出声, 到后面都快接近破音的边缘, 叶之雪被他毫无预兆的嗓音 吼得肩膀一抖, 脸上的笑容僵住, 顾若性子虽然娇气, 但是从小就听话懂事, 说话也温温柔柔的, 叶之雪从来没见过他, 发这么大的火, 他神情惊愕, 询问道, 若若, 好端端的, 你怎么了? 顾若双手握拳, 使劲深吸一口气, 咬牙道, 我现在不想听见顾清这两个字, 你别在我面前提他, 说吧, 他静止掠过叶之雪, 上楼回房, 叶之雪是真的被顾若 异常的反应惊到了, 盯着空气呆着了好半会儿都没回神, 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 但是觉得小女儿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具体哪里不一样, 说不上来, 杨斌从酒吧回到家, 直直往杨老爷子的后院跑去, 他已经顾不上现在什么时间, 恨不得立刻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老爷子, 看见院子里灯还亮着, 杨斌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平常老爷子这个点早就睡下了, 走近后, 杨斌发现杨老爷子坐在石桌旁, 杨昭夜和杨夫人都在, 他在旁边坐下, 疑惑道, 爸, 妈, 你们怎么也没睡, 臭小子在外面也回来了, 杨夫人虽然话里嫌弃, 眼神却充满宠溺, 他抬手拨了拨杨斌跑乱的刘海, 接着回答他, 我们找爷爷商量一些事情, 杨老爷子身居简出, 但公司上面一些棘手的项目, 夫妻二人还是会问问他的主意, 这样啊, 杨斌并不好奇, 坐直身子认真跟他们说道你们都在这正好,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 第七十八章, 难道您只有一个女儿? 听见儿子这话, 杨昭夜哈哈大笑, 你这小子能有什么重要的事? 杨斌择了声, 表情看起来很受委屈, 爸, 瞧您说的我多不务正业似的, 杨昭夜接着问, 那你说说, 是什么正业? 杨斌愣了秒, 挠头, 好吧, 确实不是正业, 引来三人哈哈一笑, 杨斌抿了抿唇, 正色道, 但是你们肯定会很惊讶, 三人笑声停住, 看向他, 杨斌神秘兮兮兮的模样, 说道, 只好爷爷腿急的那位顾医生, 真的是顾云飞的女儿, 话落, 三人皆是一愣, 杨老爷子脸上闪过一丝诧异, 目光威名, 杨昭夜跟妻子四目相对, 不禁露出惊恶的神色, 杨夫人满脸疑惑地看向杨斌, 问道, 边儿, 你没弄错吧? 上次我们亲自去顾家的时候, 不是已经问清楚, 顾医生根本不是顾云飞的女儿吗? 你怎么又突然这样说? 杨斌笑道, 妈, 上次我们去的时候, 只有顾若在家, 她当然不是顾医生, 你别忘了, 顾家可是有两个女儿, 你的意思是, 对, 杨斌点头, 眼神充满敬佩, 顾医生就是顾家的大女儿, 顾青, 杨老爷子坐在原地不为所动, 垂着眸子在思考什么, 就是跟景颜订婚的那个大女儿, 杨昭夜不太相信, 皱了皱眉头, 她, 好像风评不太好, 估计就是因为景颜对她不满意, 所以才出手对付顾家, 闹出前几天的事情, 顾青这个人, 杨昭夜多多少少听人说起过, 何止是风评不太好, 简直是不堪入目, 只不过, 她好歹是个长辈, 怎么这也得给晚辈留点脸面, 所以说的比较委婉, 听到杨昭夜说顾青的不是, 杨斌声音都拔高一个度, 什么风评不太好, 都是那个顾若传的, 你们不知道, 顾家那小女儿心机深着呢, 而且撒谎成性, 天天在网上散播一些谣言, 恨不得顾青被别人的唾沫心子给淹死, 她在网上跟别人说, 顾医生长得丑, 爱撒谎, 性格嚣张, 没有能力, 说到这, 杨斌看向杨老爷子, 爷爷, 爸妈没见过顾医生, 但是我和您跟顾医生接触好几次了, 您听听顾若说的都是人话吗? 单论顾医生的长相, 放眼整个北城, 有几个能比的, 再说顾医生的性格, 简直温柔的不像话, 还有顾医生的能力更不用提, 敢给您动手术的, 最起码都得是教授级别, 杨老爷子表情明重, 沉默了半声, 不说话, 他不懂外界的传言, 只知道顾医生在美国是非常优秀的医生, 而且还有件事, 有必要澄清一下杨斌继续道, 外界谣传景颜哥对顾医生不满什么的, 根本就是一派胡言, 他想起今夜在酒吧里看见的画面, 笑着说道, 依我看, 景颜哥对顾医生深情着呢, 听了这番话, 杨昭叶不禁怀疑, 难不成我听到的那些事, 真是乱传的, 那是当然, 杨斌拍拍胸脯, 爸, 你相信我, 我敢向你保证, 那些绝对是谣言, 这些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杨夫人询问, 几人朝杨斌头去好奇的目光, 杨斌把今晚发生的事一一说出, 许久未出生的杨老爷子这时深深叹了口气,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顾云飞于乐城那时, 到底还要不要管, 没了话, 杨老爷子往地面除了除拐杖, 白苍苍的眉毛病拢, 自问自答, 顾云飞竟然是顾医生的父亲, 而顾医生又是我的恩人, 那我就没有理由袖手旁观, 杨昭叶看出父亲的迟疑, 开口道, 爸, 既然景言不是因为对顾卿不满, 才针对顾家, 那么肯定有其他的原因, 要不然这样, 我们先打电话给陈特助通个气, 拜托他对顾家娱乐城的封锁暂缓两天, 别急着吓死手, 后面我们再问问, 景言怎么回事再做决定, 您看行吗? 杨老爷子, 转着拐杖住上面的那颗珠子, 点头道, 就这么办吧, 一日, 顾氏集团的总裁办公室, 顾云飞接连几天待在公司, 整个人瘦了一圈, 两只眼睛底下有明显的黑眼圈, 相比之前憔悴了许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陆氏又接连抢了公司好几个项目, 一边一个窟窿, 忙得他焦头烂额, 天微亮, 他便对着通讯部给之前合作过的伙伴, 以及认识的一些权贵打电话过去, 拉关系也好, 舔着脸奉承也罢, 只要能抓住一丝给顾氏帮助的希望, 他都不愿放过, 赵总, 您吃饭了吗? 没吃的话, 我请您吃个早餐, 实在不方便的话, 我叫人给您送过去也行, 顾云飞仰着已经笑僵了的嘴, 对电话里的人毕恭毕敬, 顾总, 饭就不必吃了, 我也不跟你打雅弥绕来绕去的, 如果你是找我给你帮忙娱乐城的事, 那就挂了吧, 电话里的人很不客气地回到, 顾云飞脸颊抽了下, 赵总, 好歹我们以前也合作过, 您就帮, 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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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赵总, 顾云飞试图把挂了电话的人换回, 喊了几声后, 他被迫接受现实, 在友好的伙伴, 面对困境时, 几乎没有人会顶着偌大的风险伸出援手, 顾云飞面色蜡黄, 又继续给下一个人拨号, 喂老弟, 最近不忙吧, 出来约一顿, 递点你来, 电话那端的人打断他, 顾兄, 客套的话就不必说了, 我知道, 最近你在为娱乐城的事担忧, 但我真帮不上忙, 顾云飞死死握着桌炎, 开始扳旧情, 喂老弟, 你刚成立公司的时候, 只有我愿意给你做担保人, 现在我们顾氏有难, 你可不能, 对面的人连连点头, 是是是, 顾兄对我的恩情, 我记在心里,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 不是我不想帮你, 陈特助是听了陆总的吩咐做事, 我跟陈特助就算有过交情, 那也只是泛泛之交, 真说不上话, 听了这话, 顾云飞知道他是在打哈哈, 懒得跟他浪费时间, 随意应了几句, 撂下电话, 他心脏紧缩的疼, 眼前昏昏暗暗的, 顾云飞吞了几片药,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这几天都是他往外打电话, 这是头一次接到外面来的私人电话, 顾云飞拿起手机快速接听, 连来电信息都没看, 顾老爹, 我来给你报好消息了, 耳边传来一阵愉悦的声音, 李兄, 顾云飞急切地追问, 什么好消息, 你们娱乐城不是被封锁吗, 这两天我都让跟在陈特助身边的一个朋友打听具体情况, 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没想到我刚刚接到朋友电话, 说是杨家的人出面, 让陈特助暂缓了对娱乐城的封锁, 顾云飞猛地站起身来, 脸上又喜又惊, 杨家, 李兄, 消息可靠吗, 那边回道, 顾老爹, 我可没闲工夫跟你开玩笑, 他这样说, 指定错不了, 虽然没有彻底解除危机, 但现在这种情况下, 哪怕是暂缓封锁, 也给他留了喘气的机会, 他真怕陆景言直接一步给他把娱乐城恩没了, 顾云飞长出一口气, 笑着说, 是是是, 我高兴过头了, 多亏了李兄的消息, 总算放下了半颗心, 改日请你吃饭, 挂了电话, 顾云飞一只手握拳抵着额头, 他不禁感到奇怪, 前几天还以为把杨家得罪了, 没想到现在突然出手帮忙, 疑惑归疑惑, 不管怎么说都得打个电话致谢, 顺便问问什么情况, 顾云飞翻出杨家的私人电话拨了过去, 杨家这边, 杨斌陪着杨老爷子吃早餐, 电话铃声响起, 谁啊, 大清早的打电话, 杨斌塞了个小笼包进嘴里, 管家看了眼来电提醒, 回道, 是顾云飞, 杨斌挑了挑眉, 大概知道他因为什么打来的了, 他伸手, 拿来我接, 杨老爷子抬头看了他一眼, 小笼, 可不能胡来, 杨斌接过手机, 对爷爷说, 我懂, 就是觉得该让顾云飞知道点事了, 他按下接听键, 接着手机传来顾云飞的声音, 请问杨老爷子在吗? 我是顾氏集团的总裁, 顾云飞, 杨斌漫不经心的嗡了声, 爷爷在我旁边, 顾伯伯有什么事就说吧, 听着呢? 顾云飞说了声好, 接着不确定的询问, 我刚刚听一个朋友说, 我们娱乐场的封锁暂缓了, 请问是杨老爷子出的面吗? 杨斌放下手里的筷子, 挺了挺身吧? 嗯, 我爷爷确实打了招呼, 顾云飞张嘴正要感谢, 紧接着听杨斌说道, 顾伯伯, 但是你要真的想感谢, 就感谢顾医生, 多亏了你生了他这样的好女儿, 顾医生, 顾云飞单凭第一反应, 喃喃开口, 难道是弱弱? 哎, 杨斌听见连忙出声, 您可别什么好事都往顾若身上套, 难道您就只有一个女儿吗? 他表述得直接, 顾云飞轻易听了出来, 他宁没思索, 顾医生不是弱弱的话, 难道是, 顾云飞心里猛的一阵, 轻二, 杨斌没听到对面说话的声音, 猜想顾云飞是在为这件事实感到疑惑, 他心底呵呵一笑, 带着嘲讽的语气说道, 这很难猜到吗? 顾伯伯, 就是你想的那样, 顾卿顾医生, 才是真正治好我爷爷腿急的人, 你要真想感谢, 那就感谢你的大女儿顾卿, 不公平, 但那个被不公平对待的人是顾医生, 那就不一样了, 杨斌的话坐实了顾云飞的猜测, 他只觉得当头棒喝, 握着手机的手狠狠一抖, 他嘴皮微颤, 不可置信地低声喃喃, 怎么会, 怎么会是那丫头, 这,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亲儿从小待在乡下, 只在小县城跟着赤脚大夫学了点皮毛医术, 怎么可能会治好杨老爷子多年未遇的救急呢? 这根本就不可能, 什么赤脚大夫, 什么皮毛医术, 杨斌被顾云飞的态度气笑了, 都说这么明白了, 还搁那儿不相信呢, 他鼻腔发出一声哼笑, 充满讽刺意味的语气反驳道, 这些都是顾伯伯道听途说的吧, 之前我确实也在别人嘴里听到类似的传言, 但是那些外人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不了解顾医生, 不认识顾医生, 而您不一样, 您作为顾医生的亲生父亲, 连他具体有什么本事, 有什么能力都不清楚, 顾伯伯, 您的小女儿顾若考上了国内顶端的医科大学, 拜读在著名教授名下, 但他们却不知道您的大女儿顾亲几年前, 便在美国以主治医生的身份, 为我爷爷做了心脏移植手术, 顾云飞瞳然一缩, 怎么可能, 因为过于激动, 他不小心撞到半公椅, 身子一个亮枪, 直直跌坐在椅子上, 他眉毛紧紧皱地堆起, 发出不可置信的疑问,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养老爷子的心脏移植手术, 在国内都没人敢做, 怎么可能是妻儿做的, 而且, 他不是一直在乡下吗, 怎么会跑到国外去, 顾云飞仿佛在问杨斌, 又仿佛在问自己, 杨斌为顾云飞抛出的长串一问, 感到可笑, 顾伯伯, 顾医生是您的女儿, 您作为他的亲生父亲, 都不知道这些事, 我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说吧, 他拇指摁下挂断剑, 听筒传来嘟嘟的盲音, 顾云飞维持着接电话的动作, 呆滞了好半会儿, 他将手机扔到办公桌上, 两只手肘抵着桌面, 双手抓着头发, 脑袋垂得很低, 这个消息让他诧异费解, 甚至完全洗刷了他对女儿的所有认知, 此时此刻, 顾云飞如同被蒙在鼓里的人, 幡然醒悟, 对于顾青, 他好像从来都没有认真地了解过他, 在顾青七岁以前, 他跟叶之雪在外打工, 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 一家三口聚少离多, 顾青七岁以后, 他和叶之雪有了顾若, 也是那年他创业成功, 从此一心扑在生意场上, 生意越做越大, 他们定居北城, 顾若被他们夫妻二人视作带来好运的小福星, 后来有了儿子顾青, 他们四人一直住在北城, 有了宝贝小儿子, 福星小女儿, 两人便常常忘记大女儿, 偶尔打去一两个电话, 也只是随便交代几句, 其中最多的是夸赞若若多么乖巧, 成成多么聪明, 对于顾青个人的事情, 几乎只字不提, 更没有主动关心过他什么, 顾云飞脸上的表情复杂不堪, 内心更是五味杂陈, 回想他把顾青从乡下接来北城时, 夜之雪张口闭口, 就是夸耀, 若若多么优秀, 明里暗里贬低顾青上部的台面, 入不了眼, 那个时候, 青儿一定觉得很可笑吧, 可偏偏, 他刚才亲耳听见养老爷子的孙子说, 就是那个不被他们在意的顾青, 亲自为养老爷子做心脏移植手术, 并治好了养老爷子的腿疾, 似及此, 顾云飞握着拳头的手, 使劲往脑袋上砸了下, 他既遗憾又懊悔, 好像忽然失去了什么宝贵的东西, 顾若昨晚发了那通莫名其妙的脾气后, 便一直有意躲着夜之雪, 夜之雪虽然疑惑, 可最近实在没心思问这些, 所以没怎么放在心上, 今天他给顾青打去电话, 结果如一, 没有一个被接通的, 夜之雪这口气堵在心间不上不下的, 简直身心疲惫, 这时, 房间门口发出咔哒一声, 门突然从外面打开, 夜之雪文声回头, 看见顾云飞, 惊讶道, 云飞, 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这是娱乐城封锁后, 顾云飞第一次晚上出现在家里, 顾云飞没搭话, 放下公文包, 到卧室的沙发上坐下, 夜之雪去他身边, 问道, 吃饭了吗? 我去让王马准备饭菜, 顾云飞摇了摇头, 仍是没开口, 夜之雪对他的反应不明所以, 走近才发现顾云飞脸色难看, 眉头紧紧皱着, 脸上的皱纹多了好几条, 他很会察言观色, 于是放柔嗓音询问, 云飞, 怎么了? 是不是娱乐城的事又出了新问题? 顾云飞慢慢摇了摇脑袋, 嗓音净显疲惫, 解决了, 夜之雪没听清, 问道, 什么? 顾云飞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说, 娱乐城的事, 解决了, 夜之雪正愣一秒, 随即笑了起来, 两只眼睛发着光, 真的啊, 他好了, 他坐到顾云飞身边, 挽着他胳膊, 娇称道, 这么高兴的事情, 你脸色还这么难看, 吓我一跳, 顾云飞没笑出来, 双手紧紧抓着膝盖, 沉声道, 是妻儿解决的, 夜之雪眼中闪过诧异, 不过很快被满意的情绪沾满, 哼, 这死丫头, 我还以为一直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他真会狠心地不管这事呢, 看来, 他还是怕以后嫁进了陆甲, 没有我们给他撑腰, 说到这, 夜之雪捋了吕胸前的大波浪, 勾唇笑道, 算了, 看在他乖乖听话, 还算十大体的份上, 我就勉强原谅他不接我电话了, 听见夜之雪说出这番话, 顾云飞微眯着眼睛看向他, 他提起顾云的时候, 眼睛里是明显的不屑和鄙夷, 就好像碰到什么脏东西一样, 嫌弃万分, 顾云飞忽然想起几年前, 他好几次想把住在乡下的母亲和顾卿接回北城, 结果都因为夜之雪的种种理由阻拦, 现在看来, 他说的在农村住惯了, 城市对他们来说不方便和我们要工作, 若若和成城要上学, 他们来没功夫照顾以及亲儿在乡下长大, 来这里会被歧视这些全部都是鬼话, 顾云飞越想越气, 要不是因为夜之雪找这些破借口阻拦, 他早就把顾卿接到北城, 说不定现在的身价能在北城名列前茅, 他正开被夜之雪挽着的手臂, 邪腻了他一眼, 哼声道, 你少想的天真, 这是亲儿根本就没出手, 之所以会解决, 全都是因为他之前给养老爷子做过心脏移植手术, 现在又治好了他的腿脊, 养老爷子是看在亲儿的面子上, 才出手帮助我们, 你说什么? 夜之雪立刻从沙发上弹起身, 双眼瞪大, 第八十章, 挽回形象, 震惊过后, 夜之雪一脸不可置信, 连声否定,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顾卿他连大学都没有读过, 就学了点赤脚医术,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大手术? 云飞, 你该不会以为像亲儿那种随随便便的一个乡村大夫, 对着病人身体左右划几刀, 就能治好病人吧? 每当提起顾卿, 夜之雪的眼神总会闪过一丝闲雾, 顾云飞看得心烦气躁, 他冷着脸, 直接重重敲了两下茶几, 这是杨斌亲口说的, 我跟他通话的时候, 杨老爷子就在旁边听着, 你觉得杨家有必要欺骗我们吗? 夜之雪愣住, 嘴角抽出了下, 他怕是开玩笑的吧? 他仍是不肯相信, 见他宁肯相信这是一个玩笑话, 也不愿相信顾卿的能力, 顾云飞怒火中烧, 站起身指着他鼻子, 拔高音量喝道, 杨家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你不清楚, 我们顾家在他们眼中跟芝麻蚁没什么差别, 他们还不屑愚弄我们, 更不屑对我们耍手段, 魂厚的声音落进夜之雪耳朵, 话里的内容打破他仅存的一点幻想, 他不是不想承认顾卿的厉害, 而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看走眼, 那个从小被他捧在手里, 引以为傲的小女儿, 竟然不如弃之弊履的大女儿, 一半优秀, 他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仿佛承认了顾卿优秀, 就承认了他有眼无珠, 夜之雪双腿发软, 扶着沙发扶手坐下, 他突然回想起顾卿刚来北城, 去跟陆家人见面前, 两人坐在车上时的对话, 夜之雪怕没上过大学的顾卿丢了他的脸, 所以命令他跟陆家人谎称是锦承一科大毕业的学生, 当时顾卿不仅没听他的话, 还大言不惭地对别人说自己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 他当时脸都快绿了, 又气又恨, 根本就不相信顾卿说的话, 可是现在, 夜之雪紧紧握着沙发扶手, 很艰难地开口, 那丫头该不会真的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吧? 听见耶鲁大学四个字, 顾云飞倒吸一口凉气, 脑子嗡嗡作响, 什么意思? 你给我说清楚, 他双眼睁大, 握着他肩膀急忙追问, 他什么时候说他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早说? 顾云飞力气很大, 夜之雪肩膀发疼, 但对于他的质问他感到无比心虚, 我, 他当时刚从乡下回来, 说这样的话就跟吹牛似的, 我根本就没当回事, 再说, 就算当时跟你说了, 你肯定也不会相信, 顾云飞气得上下牙膜盒, 他咬着腮帮子将夜之雪推开, 你这个蠢女人, 说吧, 他朝隔壁的书房急步走去, 顾云飞推开书房门, 坐在办公椅上, 眉毛始终没舒展过, 直到今天, 他才突然发现, 自己错过了女儿太多, 轻而在他们面前从来没想过隐瞒自己, 而是他们的思想狭隘, 认定他没出息, 一直不肯相信他说的话, 外界还传了不少误言会语, 说他是撒谎精, 自私鬼, 这些谣言他听之, 信之, 不理不睬, 仍有其发酵, 甚至许多时候, 他还会埋怨顾青丢了顾家的脸面, 后悔将他接过来, 当时顾青被夜之雪赶出家门, 他心里也是默认了的顾云飞, 深深叹了口气, 双手掩面, 只觉得现在悔之晚矣, 明明努力追求的东西, 只要对顾青稍微好一点就能得到, 偏偏被他毁得彻底, 顾云飞搓着脸的手一顿, 忽然疑惑, 外界的那些谣言究竟是谁传出去的, 在这之前, 没人知道顾青, 他怎么会无缘无故遭人针对, 顾云飞抬起脸, 伸出略微发颤的手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脑, 这天晚上他查了很多东西, 最后看完某张群聊截图, 顾云飞双手紧握成拳, 放大图片, 难以置信地确认, 里面聊天的都是北城公子明媛, 其中一个人的头像和名字, 他再三确认正是他的小女儿顾罗, 顾云飞嘴角扯起一抹荒诞的笑, 简直觉得荒唐, 那个在他面前乖巧懂事的小女儿, 竟然就是陷害自己亲姐姐的罪魁祸首, 顾云飞气得胃脚痛, 恨不得现在就将顾若抽出来教训一顿, 但他还没彻底失去理智, 知道目前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如何挽回顾青, 至于顾若, 以后慢慢收拾, 顾云飞破门而出后, 叶之雪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又翻了一个身, 准备去泡杯牛奶助眠, 顾云飞, 你吓死我了, 他靠着床头, 揉着心脏, 顾云飞冷着脸, 看了他许久, 就在叶之雪被他钉得头皮发麻之际, 他悟地说道, 是我们对不起亲儿, 明天你跟着我, 亲自去找亲儿道歉, 陆家, 陆景明平躺在床上, 把手机举得高高地, 视线停留在顾青的微信页面上, 他脑子一团乱, 翻着跟顾青所有的聊天记录, 越看越不对劲, 这个顾青的说话方式, 怎么让他带入的是顾弱的脸, 陆景明猛地睁大双眼, 是啊, 顾青的微信是顾弱推给我的, 他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 懊恼地抓了把头发, 怎么这么傻, 顾弱是什么人, 他说十句话, 挑不出两句是真的, 他怎么就这么天真的相信他呢, 顾医生就是顾青, 可他既有顾医生的微信, 又有顾青的微信, 说明其中一个是假的, 陆景明把顾青的微信页面截图, 返回去找到顾医生的微信, 把截图发给他, 陆景明问, 顾医生, 请问这个号也是你的微信吗? 没一会儿, 收到顾青的回答, 不是, 陆景明放下手机, 双手抱头, 陷入自闭当中, 靠, 这样看来, 他一直聊着天的顾青, 大概率就是顾弱伪装的了, 陆景明头一次为自己的智商感到着急, 明知道顾弱又心机又虚伪, 还跟他合作针对他姐姐呢, 也不确定真伪成分, 就这么相信他了, 陆景明, 你真是够蠢的, 虽然他对顾青说的那些畜生话, 没真让顾青知道, 但这不能逃避他说过顾青坏话的事实, 况且, 他为了对付顾青, 还干了不少蠢事, 陆景明越想越感到窒息, 恨不得得自己两耳光子, 不行不行, 他得到找顾青解释清楚, 他得想办法挽回自己在神仙大嫂面前的良好形象, 真是的, 怪不得他哥会因为他说顾医生的不好而发火, 第八十一章, 瞅到你了, 陆景明长臂一身, 把扔到一边的手机捞过来, 他手指巴达巴达在键盘上打字, 顾青坐在酒店的书桌前, 写完最后一点资料, 手机震动两下, 他打开看见陆景明发来的消息, 顾医生, 你明天早上有时间吗?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可以来找你吗? 顾青挑了下眉, 其实他们之间没有达到单独见面的地步, 如果换做其他人, 他或许会叫对方有什么事, 直接在微信上说, 实在不行就电话联系, 不过陆景明不同, 他是陆景明的弟弟, 就当提前了解一下小叔子, 顾青抿唇笑了起来, 打字回他, 好,请你吃早茶, 陆景明看见这条消息高兴地差点尖叫, 立马给杨斌丢了个聊天截图过去, 陆景明疯狂炫耀, 看见没, 看见没, 我家大嫂说请我吃早茶眼, 杨斌秒回, 什么鬼, 老实交代, 你对顾医生做了什么? 陆景明先返回给顾青回了个乖巧点头的表情包, 接着不再回杨斌了, 就爱看他干着急, 他跳下床去衣帽间, 开始搭配明天的衣服, 见大嫂可不得打扮得好一点吗? 一日, 陆景言今天的工作安排没那么紧张, 他让司机开车去了顾青的酒店, 上次在酒吧分开, 明明没两天, 他却觉得过了好久, 在距离酒店最近的一家餐厅, 陆景言让司机将车停靠在边上, 他记得之前顾青在微信上提起过这家店, 说是里面的早茶味道不错, 陆景言滚着车轮进去, 立即有服务员引他去一处角落坐下, 并将菜单递到他手里, 陆景言扫了行菜单, 刚张口便听见屏风对面传来熟悉的声音, 顾医生, 我没迟到吧? 对面温柔的嗓音回道, 没有, 我也才刚到, 陆景言手指一曲, 景明和顾青, 他们怎么会在一起? 陆景言微粗着眉, 有些疑惑, 客人迟迟没有说话, 服务员在身旁牺牲推荐, 先生, 您可以试试我们店里的招牌, 陆景言思绪收拢, 合上菜单, 放低声音说道, 不好意思, 我有急事要走, 服务员训练有素, 脸上依旧保持微笑, 好的, 期待您下次光临, 陆景言滚着车轮往前, 稍稍偏头, 隔着一扇薄杀的屏风, 他看见陆景明跟顾青相对而坐, 他视线定睛在陆景明身上, 对方西装革履, 头发都往后抹起, 这小子, 除了必要时的场面, 还是第一次见他, 穿得这么正式, 陆景言眉眼间透露着寡淡, 面上看起来没什么情绪, 两个人似乎聊得很投入, 全然没注意到他的目光, 陆景言握着车轮的手紧了紧, 收回视线, 出了餐厅, 回到车上, 司机看着车内的后视镜, 询问, 陆总, 现在去顾小姐那里吗? 陆景言掀起眼皮, 淡淡扫了一眼, 随后看向车窗外不用, 回家吧, 司机对上他漆黑的眼眸, 莫名感觉有点冷, 怎么回事, 车内分明开着暖气呢, 他连忙硬, 好的, 陆总, 很快, 车子拐了个弯, 驶离餐厅, 顾青咬了口烧卖, 抬眸看了眼对面偷看的少年, 陆景言险些被抓包, 连忙埋下脑袋, 顾青阳纯笑了声, 问他, 你一直偷看我, 是什么意思? 他逗他, 难道是因为我今天没化妆, 瞅到你了? 陆景言生怕他误会, 连连摇头, 怎么可能? 大嫂, 不是, 顾医生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女人, 真的, 我不骗你, 他咬了下舌头, 差点把心里话说出口, 顾青听见大嫂两个字, 先是疑论, 随即玩耳, 嗯, 我信你, 陆景言看着他呆了下, 顾青一平一笑, 静视温柔, 让他瞬间觉得羞愧不已, 心里不禁抓狂, 陆景言, 你看看, 这就是你千方百计想赶走的女人, 她却这么温柔, 这么善良, 最重要的是, 她还救过你, 你却在他未来老公和未来婆婆面前, 说了那么多根本不存在的坏话, 你简直就是罪恶毒的人, 有个恶魔盘旋在陆景言头顶, 不断细数他犯下的罪恶, 陆景言抓着头发, 整张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爆红, 第82章, 病人该不会是我哥吧, 陆景言咬咬牙, 挺直身子, 鼓起勇气, 看着顾青的眼睛, 顾医生,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他一脸认真, 其实, 我今天找你的主要目的, 是来给你道歉的, 顾青漂亮的脸上略过一丝叉色, 只是吃东西的动作没停, 陆景言继续道, 之前我没有了解清楚情况, 就跟着别人对你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很抱歉, 顾青加了一个水晶虾脚放进碗里, 扬了扬眉, 像是惊讶, 是吗? 都说了我些什么? 他这一问, 陆景言嘴里的话, 犹如滔滔江水般往外倒, 事情是这样的, 陆景言说的十分投入, 最开始我知道, 你是我哥的未婚妻后, 准备去找你妹妹顾若, 问你人怎么样的, 结果就看见有个群里面, 已经有人在问你长啥样, 我当时可好奇了, 心想, 要嫁给我哥哥的女人, 样貌再怎么也不能差, 我刚这样一想, 顾若就在群里面说你长得很丑, 而且还说你脾气不好, 说到这, 他偷偷打量一眼顾青的表情, 见他很是淡定的模样, 又才继续, 接着, 他就明里暗里的说你是从乡下来的野丫头, 不懂规矩, 大学什么的都没上过, 从他嘴里说出口的, 完全是个无知村姑, 后来又发生群里传监控那件事, 搞得我们真以为是你故意要害他毁容, 说完, 陆景明一拍桌子, 生怕人伤心, 连忙对顾青澄清道, 但是, 现在我知道了, 肯定是顾若故意诬赖你的, 陆景明沉沉叹了生气, 搭拉着肩膀说道, 只是我当时, 确实深信不疑, 认为你,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我不想让这样的人当我大嫂, 更不想让这种人嫁给我哥, 所以我就私自跟顾若连线, 知道他也不想, 你嫁给我哥后, 我就跟他联手, 来破坏你和我们陆家的联姻, 期间我还上了顾若的当, 他把他的微信小号给了我, 说, 那是你的微信, 在那个微信里面, 他完全把你塑造成一个野蛮无理的女人, 所以, 我说的话也很难听, 这件事, 我也是昨晚亲自问了你之后, 才反应过来, 有些事情, 误会了就是误会了, 就算现在解释清楚, 给对方造成过伤害, 也不会因此消退, 陆锦铭抿了抿唇, 顾医生实在是很抱歉, 因为我之前中了顾若的圈套, 不管事情的真相, 随意听信网上的传言, 给你造成了伤害, 他把头埋低, 不敢去看顾青的眼睛, 最重要的是, 我还把顾若污蔑你的那些事, 全都在我妈和我哥面前说了, 而且, 还添油加醋, 说了你很多坏话, 就是为了破坏你和我哥之间的联姻, 话说到后面, 陆锦铭的声音越来越小, 头也低得越来越下去, 脑门都快贴到桌面上了, 餐厅里面安静, 顾青听得一清二楚, 他先是愣了下, 随即勾起唇角, 全然不在意的模样, 顾若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 他传出那些谣言, 在我的意料之中, 顾青语气平淡的不像话, 就像再说别人的事情一样, 陆锦铭书得抬起脑袋, 皱着眉满脸惊讶, 声音都提高好几分辈, 你不生气, 看他极度认真又紧张的模样, 顾青扬起唇角笑了下, 摇头说, 我从来不在意, 那些不重要的人眼中有什么看法, 我只需要知道, 你哥哥相信我就好, 他态度坦然平静, 真的没一丝怒火, 还那么优雅从容, 对比自己, 陆锦铭顿感窘迫, 他根本就不像顾若说的那样, 斤斤计较好吗? 陆锦铭羞愤得不行, 脸和耳根连带脖子一片烧红, 他两只手抓紧捉岩, 手被犯轻的血管凸起, 顾医生, 我在我妈和我哥面前说了你那么多坏话, 还想方设法拆散你和我哥, 你完全可以生气的, 你可以打我, 可以骂我, 我都无所谓, 只要能让你开心, 只要你以后不讨厌我, 陆锦铭心里很过意不去, 顾青看得出来, 不过他是真没生气, 没必要, 顾青认真说道, 毕竟, 人性是极度复杂的东西, 自私也是正常的心理状态, 你从顾若口中了解, 我是这样一个人, 对我有意见很正常, 他稍顿, 看着陆锦铭, 柔声说道, 不过弟弟, 作为你未来的大嫂, 我得教育你一下, 了解一个人不能道听途说, 日久见人心, 你得自己去认识, 至于你哥那儿, 顾青收回目光, 嗓音含笑, 从始至终, 他在我面前, 对我的态度从来没变过, 这就说明, 你对他说的那些坏话, 根本不影响他对我的感情, 这样一看, 挺好, 倒是还得感谢, 你给我提供了免费考验他的机会, 他半开着玩笑, 陆锦铭看着他那富温的笑容, 心头一颤, 顾青提起他哥, 脸上的表情, 或是说话的语气, 都变得跟刚才不一样了, 怎么看都温柔无比, 不愧是他看上的大嫂, 只有这样的女人, 跟他哥站在一块, 才是最配的, 不过, 陆锦铭为他最后那句话, 感到羞愧不已, 瞧瞧, 什么是格局, 什么是胸襟, 陆锦铭自愧不如, 跟顾青的大气包容相比, 他彻彻底底还就是个矛头小子, 怎么看都是不成熟的, 陆锦铭羞得又把脸埋下去了, 简直没脸见人, 瞧着他埋头眼面的模样, 跟个调皮小男孩见到陌生人怕生一样, 顾青忽然笑了, 陆锦铭这个弟弟还挺有意思, 都让他有些羡慕了, 在桌底下埋了会儿, 陆锦铭猛地想起一件事, 哦, 对了, 他抬起脑袋, 所以顾医生之前在杨斌家, 跟我说治疗过相同病情的病人, 那个病人该不会就是我哥吧, 看见顾青点头, 他激动地追问,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哥的腿真的能治好吗, 顾青实话实说, 现在才刚开始治疗没多久, 情况好坏还不能下定论,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陆锦铭知道顾青治好了杨老爷子的腿, 对他是百分之百信任, 听到他这样承诺, 整颗心放下一半, 第83章, 前程亲吻, 两人安安静静吃饭, 虽然陆锦铭还是觉得尴尬又羞愧, 但是能和他心心念念的神仙大嫂, 一块单独吃饭, 这跟奔赴心目中的偶有什么区别, 他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 回去后可得在杨斌面前好好炫耀一番, 吃完早餐, 两人分开, 顾青回了酒店, 陆锦铭则驾车回家, 陆锦铭回到家, 大步走进大厅, 抬头便看见陆锦岩坐在沙发上, 正对着大门, 像是在等人, 陆锦铭心里闪过一丝惊讶, 平常这时候, 他哥早就在公司了呀, 怎么今天还在家, 没等他先打招呼, 陆锦岩率先开口, 回来了, 陆锦铭张到一半的嘴僵住, 脑子里飘过一行问号, 他没听错吧, 他哥是在关心他, 那太不正常了, 他哥以前可从来不会过问他的行踪, 别说现在大白天从外面回家, 就算是他半夜三更从外面鬼混回来, 他哥也不会多问一个字, 接着怎么, 陆锦铭身子往后仰, 望了眼室外,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陆锦铭回神, 点了点头, 问哥, 你找我有事, 陆锦岩看了眼他略显成熟的西装, 收回视线, 他没说有事也不说没事, 朝旁边沙发抬了抬下巴, 坐, 陆锦铭不明所以, 但还是乖乖坐下, 陆锦岩端起桌上的热茶, 指节分明的手指, 拱起好看的弧度, 他吹散茶面上的热气, 轻敏一口露喉, 陆锦岩垂眸盯着手里的茶, 生疼的阴晕热气, 啄得他眼睛发烫, 没了半晌, 他嗓音缓慢, 壮似随意地问, 最近这段时间都没见你去公司, 有心事, 被提问的陆锦铭可不像他这么淡定, 心里咯噔一下, 能有什么心事, 要是让他哥知道, 之前他每次没去公司的时候, 都是在设法对付他未来媳妇的话, 他这条小命就不保了, 陆锦铭秉持着狗命的想法, 头摇的跟波浪鼓似的, 没没没, 我, 我能有什么心事, 他可不敢再有心事了, 那种心事不要也罢, 听到他连连否认, 陆锦铭修长的手指搭在桌檐, 指负在桌面上有一下没一下的敲打, 发出细微沉闷的声音, 他抬起眼皮, 漆黑的双眸看向陆锦铭, 看似不经意的动作, 眼神却带着股审视的意味, 今天一大早出去, 去哪了? 陆锦铭几倍又是一阵寒战, 心里呐喊, 这特么又是什么危险发言, 他哥今天怎么老问这些, 让他在死亡边缘疯狂试探的问题, 陆锦铭想起, 之前在他面前说了顾清那么多坏话, 怎么可能还好意思告诉他, 自己是去见顾清了, 他挠了挠头, 俊脸飞红, 含糊地说, 就, 处理一些私事, 哥, 你别问了, 再问, 陆锦铭是真的无言面对他和顾清了, 想当初,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 他哥要是执意去顾清, 一定会后悔的, 可没想到, 后悔的人, 是他, 这跟来回打他脸, 有什么区别? 陆锦铭回答得吱吱无无, 跟他平常大大咧咧的性格, 完全不一样, 陆锦铭敲打桌面的手指停下, 看着陆锦铭, 他一副不好意思的模样, 挠着头, 脸很红, 从小追在身后跑的弟弟, 是什么性子? 他这个哥哥, 还不了解吗? 他这副样子, 陆锦铭只在他刚上高中, 暗恋某个女生时才看见过, 他现在的反应, 和当时一模一样, 陆锦铭突然想起之前, 陆锦铭一个劲反对, 他和顾清在一起, 现在自己又是这个模样, 陆锦铭侯杰一紧, 双手交叉搭在腿上, 语气沉重, 锦铭, 我一直都告诉你, 不该做的事情不能乱做, 不能想的东西, 也不可以乱想, 更不能抢求, 你要时刻警戒, 你的所作所为, 会不会伤害到别人, 话锋突然转变, 陆锦铭有些猛,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 恐怕哥哥, 是在教育自己之前的不懂事, 他点头, 很爽快地回道, 知道了, 哥, 这些话我都记着, 陆锦铭稍稍醋眉, 看着他的双眼, 似乎在确认他话中的真伪不过片刻, 他若无其事地撞开视线, 大厅一时间陷入诡异的沉默, 陆锦铭最喜欢他大哥, 但最怕的, 也是他大哥, 尤其是他面无表情, 不说话的样子, 气氛过于冷峻, 莫名让陆锦铭感到紧绷, 甚至有些坐立难安, 他假装轻松地起身, 朝楼上走, 哥, 没别的事, 我就先回房了, 看着他上楼的背影, 陆锦铭深邃的毛子沉了沉, 片刻, 大厅响起一道冰冷的声音, 管家, 背车, 顾卿跟陆锦铭吃了早餐后, 便回到酒店开始忙工作上的事, 埋头整理资料的时候, 门铃突然响了起来, 他眼中闪过一丝好奇, 换作之前, 他能第一时间想到陆锦铭, 但自从叶之雪上次闯过来, 他就不太能确定来者是人是鬼, 顾卿在资料上画了个标记后, 才去过去开门, 门刚从里面打开, 顾卿手腕被一道有力的大掌牢牢紧握, 为等他反应, 整个人直接被拉着坐到陆锦铭腿上, 顾卿有些惊喜, 你怎, 嗯, 刚张嘴, 便被冰凉的唇堵住了声音, 陆锦铭拉着他手腕搭在自己肩上, 单手将他圈拢在怀里, 另一只手滚着车轮进房, 然后把门关上,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不带一丝犹豫, 顾卿只是刚开始被惊了一跳, 很快便顺着他的动作, 双手缠住他脖梗, 慢慢迎合, 他的吻虽急, 却不凶狠, 相反, 潜犬万分, 温柔地让人想要再躲, 与其说是轻吻, 倒像是在寻求某种安慰, 他居高临下的垂眸, 他仰头虔诚的轻吻, 陆锦铭起开他粉嫩的唇瓣, 轻咬他温热的舌尖, 等来他站立着英明一声, 才肯作罢, 酒店内供应的暖气很足, 顾卿从室外回来后, 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居家服, 离开他的唇, 陆锦铭微微低着脑袋, 薄薄的唇瓣, 高挺的鼻梁, 来回在他肩颈和锁骨处磨蹭, 顾卿本就轻瘦, 宽松的衣服早已滑落在肩侧, 松垮垮地将他受血的背脊 衬得更加单薄, 陆锦铭的唇瓣在他肩头落下一吻, 停了下来, 像是冲动上头后的贫富, 第84章, 我们领证吧, 没错, 是冲动, 因为吃醋, 可笑吧, 但他不得不承认, 他就在吃自己亲弟弟的醋, 只因为那是家境, 能力都不属于他, 还有一个健康身体的陆锦铭, 比起现在的他, 他更适合顾卿, 换作任何一个女人, 在他们两者之间都会选择他弟弟, 可是, 陆锦铭手臂收紧, 将顾卿禁锢在怀里, 他绝不允许别人将他从手里抢走, 哪怕那个人是他的亲弟弟, 也绝不可能, 陆锦铭低垂着毛子, 粗硬的睫毛扫得顾卿很痒, 沉重的呼吸喷洒在裸露的肌肤上, 激起细小的鸡皮疙瘩, 顾卿缩了缩肩膀, 细长的手指缠着他后脑勺的那撮头发绕圈, 他轻柔的嗓音带着典雅陆锦铭, 你今天很不对劲, 怎么了? 顾卿足够了解他, 刚才突如其来的那个吻, 不符合现在这个诗意板陆锦铭能做出来的事,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刺激到他, 陆锦铭抬头清拙他的唇, 呼吸沉沉, 不打反问, 你喜欢我吗? 他脸上的表情很认真, 不像是随口提起, 顾卿没有正面回答, 眸中带笑, 怎么突然这么吻? 没等来想要的答案, 陆锦铭眼眸一按, 他抬手捏住顾卿的下巴, 手上带了点力, 视线落在他唇瓣上, 他唇瓣冲了血, 烟红万分, 还带着点点水泽, 看起来娇艳欲滴, 陆锦铭眼眸微眯, 呼吸渐重, 轻飘飘说了句, 算了, 不重要, 我喜欢你就行, 说吧, 迅急地稳住他的唇, 这次的稳, 不似刚才, 他贪婪地攫取着属于他的每一个气息, 近乎野蛮粗暴, 带着难以忽视的力度, 陆锦铭将他紧拥在怀里, 与他柔软的胸膛紧紧相依, 好似为了探寻最亲密的体温与心跳,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次呼吸间占有, 都释放出一种极不安全的信号,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房内泽泽的水声与男癌的身影才停下, 顾卿终于得了自由, 发麻地唇扮一张一盒, 弧度优美的胸脯, 随着大口呼吸上下起伏, 缓过神后, 顾卿捧起埋在他肩窝毛茸茸的脑袋, 他追问, 陆锦铭到底怎么了, 要说刚才只是好奇他的反常, 那么现在, 顾卿是非知道不可, 陆锦铭被迫对上他的视线, 他垂下眼, 没说真话, 没什么, 就是工作上的事, 让我有些疲惫, 他眼眸有些湿润, 顾卿皱了皱眉, 他可不相信这鬼理由, 换做别人倒说得过去, 可陆锦铭这个工作, 狂魔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感到疲惫, 说出去谁信, 顾卿抿了抿唇, 你, 刚开口, 就被陆锦铭打断, 之前你因为跟家里面的事, 导致婚姻往后拖延了一段时间, 顾卿正疑惑他怎么提这事, 下一秒便听陆锦铭说, 我们明天去领证吧, 不是问句, 是陈述句, 顾卿诧异地看了他好半会儿, 他神情严肃, 不像是开玩笑, 这么突然, 陆锦铭眼里闪过一丝紧张, 声音有些僵硬, 你不愿意, 顾卿虽然惊讶他冲动地提议, 但消化完后, 他点头, 当然愿意, 一日, 陆锦铭一早等在顾卿的酒店楼下, 顾卿收拾好, 拿上需要的证件准备出门, 又收到陆锦铭发来的消息, 陆锦铭, 记得带上证件, 昨天陆锦铭从他这离开后, 两人在微信上聊着天, 他突然就冒出一句记得明天带证件, 生怕顾卿反悔似的, 顾卿边等电梯, 一边回他, 知道了, 你网上翻聊天记录, 都说了不止二十次, 顾卿走出酒店, 就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靠在路边司机看见他过来, 娴熟地替顾卿开门, 顾卿浅笑着到了声谢, 刚坐进去, 便听见陆锦铭问, 证件呢? 顾卿有些无奈, 从包里拿出两样东西, 户口本, 身份证, 先放在你手上保管, 可以了吧? 陆锦铭看着手里的两样东西, 心里的不安全才完全退去, 薄唇勾起一道弧度, 车子启动, 朝着明政局的方向驶去, 陆锦铭拿起顾卿的身份证看了眼, 身份证的照片基本上是要求素颜, 这是大多人的黑历史照片, 可顾卿的不同, 他的五官精致, 皮肤白皙透亮, 没有任何瑕疵, 上半身穿的是一件黑色西装, 看上去精气神十足, 不过西装好像大了点, 显得肩有些宽, 应该是现场的工作人员随便找的一件穿上的, 顾卿瞥见他停留在身份证上的目光, 以为陆锦铭想起些以前的事, 你想说什么吗? 顾卿问道, 陆锦铭收回视线, 抬眸看着他认真说道, 很漂亮, 顾卿不由一愣, 随即歪着脑袋追问, 没了, 陆锦铭以为他是不满意自己的回答, 顿了顿, 又重新组织语言,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 顾卿算是明白, 他根本就没想起来什么, 他不禁失笑, 点了点头, 不说话了, 陆锦铭微微醋眉, 是他说错什么话了吗? 他这个反应, 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顾卿望向窗外, 余光瞥了眼陆锦铭捏在手里的身份证, 那张身份证, 还是他死皮赖脸地追在他后面, 陪着他伴的, 那天顾卿望穿外套, 里面穿的是一件白色衬衣, 证件照要求穿深色衣服, 陆锦铭果断地将西装外套脱下给他穿上, 顾卿看他刚盯着照片一个劲看, 还以为想起点什么, 结果, 算了, 慢慢来吧, 没一会儿, 车子停靠在民政局外, 两人下了车, 顾卿推着陆锦铭往里面走, 经历人不算多, 填写完资料后, 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 去拍证件照, 快要到他们的时候, 女人对了下男人的肩膀, 娇称道, 你小声点, 别人都听见了, 接着, 两人又说了什么悄悄话, 响起一阵低笑, 陆锦铭低垂着头, 睫毛低脸, 搭在膝盖上的手, 死死收紧, 那番话, 犹如带刺的藤腕, 将他心脏紧紧裹挟, 每一根刺都扎得心肩饭腾, 忽然, 手背传来温软的触感, 陆锦铭的手, 被一只鲜瘦的手盖住, 第85章, 宣誓主权, 顾清在他身旁蹲下, 凑到他脸颊稳了一下, 走什么神呢, 马上就到我们了, 思绪被搅乱, 陆锦铭偏头看着他, 扬了扬唇, 拍完证件照, 流程差不多就走完了, 工作人员将两张结婚证递给他们, 两人拿着结婚证走出明政局, 顾清让陆锦铭和他一起, 将结婚证举起, 用手机拍了张照片, 他笑着对陆锦铭说, 陆先生,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丈夫了, 陆锦铭有些不真实感, 从明政局走出来, 脑袋一片空白, 直到听见顾清这句话, 将他拉回现实, 现实告诉他, 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做梦, 他不知道今天冲动的行为对不对, 但他丝毫不后悔, 陆锦铭埋下脑袋, 唇角扬起明显的弧度, 抬头看顾清一直盯着手机, 问, 你在干嘛, 顾清将手机竖在他面前, 眯着眼笑, 像只狐狸, 当然是宣誓主权了, 手机停留在顾清最新发布的一条朋友圈上面, 赫然写着和陆先生持证上岗几个字, 后面配了张刚才拍的两张结婚证图片, 陆锦铭漆黑的眼眸微闪, 整颗心像是撞上了软甜的棉花糖, 慢慢化成一滩带着甜字的糖水, 把人迷得不像话, 他指了指手机, 眼睛撇向一边, 你, 能把这张图发给我吗? 顾清猜到他的意图, 假装不清楚, 他收下手机, 一脸糊涂地问, 你要这张图干什么? 似是没想到他会追问, 陆锦铭微愣, 很快反应过来, 他是故意的, 眨了眨眼, 俊连染上一抹薄红, 发朋友圈, 他回答得很小声, 原因无他, 仅仅是觉得难为情, 陆锦铭两只耳朵通红, 顾清憋不住笑, 他绕到陆锦铭身后, 轻声凑近跟他耳语, 刚当就发脸你了, 不信你, 打开手机看看, 说吧, 推着轮椅往前走, 陆锦铭打开手机一看, 屏幕果然亮起 顾清发来的信息, 只是他去民政局前 将手机调了静音, 所以没提醒, 陆锦铭点开照片的 原图下载后, 去发了有史以来 第一条朋友圈, 佩文, 顾清, 从今以后, 我是你的丈夫, 后面跟着那两张 结婚证的图片, 陆锦铭没做任何的 分组屏蔽, 朋友圈刚发出去不到一分钟, 北城名流圈炸开了花, 北城贵妇群, 里面疯狂刷屏陆锦铭 朋友圈的截图, 哎对陈泰, 你丈夫最近 不是跟陆氏有合作吗, 这事儿你知道吗, 不会吧, 陆氏不是才刚放出 联姻的消息, 两个人这么快就领证了, 群里面完全被刷屏, 陈泰回答的好几条信息 都被刷上去, 最后还是近年后, 陈泰的回答才被看见, 我也不清楚, 前几天还听我丈夫说 陆家和顾家的婚礼延期呢, 谁知道突然发生这事儿, 解禁后, 群里又一轮纷纷, 北城负伤群, 陆家大少爷领结婚证这事儿, 主委都知道了吗, 看见了看见了, 刚才还以为自己犯高血压, 看走眼了, 陆家大少这番操作, 实在是看不懂, 陆少前段时间 不还出手对付顾家吗, 还以为这桩婚事黄了, 怎么今天突然领证, 顾家比不上陆家一根手指, 顾家那大女儿 更是傀儡一个, 陆少可不屑, 赵兄此言诧异, 既然陆少都亲自发了朋友圈, 那就说明是在意顾家大小姐的, 顽裤群, 群里被陆景年朋友圈页面截图刷屏, 此处省略999加条感叹号, ad, 顾若顾若顾若, 你姐竟然跟陆少领证了, 天哪, 我没看错吧, 我没看错吧, 乡下丫头真的攀上高枝了, 也丫头和陆少领证了, 我连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我到底输哪了, 这可是陆少唯一条朋友圈啊, 没必要知道, 丑女一美, 嗨, 万万没想到, 天之骄子最后沦落到, 娶这种无言女, 真悲哀, 顾若自然看到了群里这些话, 不过她没出来发言, 看着群里对顾青的各种抨击, 她应该笑得合不拢嘴才是, 可她看到陆景年那条朋友圈之后, 肺都快气炸, 差点把手机砸了, 她骗不了自己, 她知道陆景年是认真的, 正是因为她清楚这一点, 所以令她抓狂, 令她极度的头皮发麻, 杨斌看到群里面的消息后, 带来的舆论效应可真不小啊, 这些人竟然敢这样诋毁顾医生, 她退出微信, 果断给好哥们拨去电话, 电话秒接, 我真是吵了, 两人异口同声, 陆景明道, 怎么说哥们, 不得给我们女神报仇, 杨斌大声回, 报啊, 必须报, 我要让所有说顾医生坏话的人的狠狠打脸, 尤其是那个不要脸的顾罗, 陆景明很认同, 想个办法, 杨斌想也不想, 回, 你昨天不是跟我炫耀说, 昨天杨斌怎么求, 陆景明都不给他看, 今天派上用场, 他很大方地发过去, 杨斌收到照片, 跑去朋友圈, 手指飞快编辑文字, 顾青姐姐本来多低调一美女, 但是吧,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诸位, 跟各位说实话, 治好我爷爷腿疾的人, 就是顾青, 顾医生, 至于顾若说是他治好的, 根本就是自作多情, 不知道的是什么治伤的人, 才会信了他的鬼话, 还有, 某些人在外面半柔弱半善良, 其实做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 一个人的声誉有多重要, 不用我多说, 就是这样一个乖乖女, 在外人面前诋毁, 侮辱自己的亲姐姐, 任由不实的谣言四处传播, 顾若, 你就不会感到心虚吗? 最重要的一点, 看好多人都说, 顾青长得丑, 没气质, 就是平平无奇的乡野村姑, 没文化没学识, 不瞒大家, 我爷爷的病, 中外文明的教授都没辙, 他却能治好, 这叫没文化没学识, 笑掉大牙, 至于顾青的长相, 我不多说了, 放图最有说服力, 只要眼睛没瞎, 这特么天仙都想长成这样, 编辑了一篇小作文, 杨斌把顾青那张侧颜照, 放在文字下方, 一气呵成按下发送键, 第86章, 反正我是不信, 陆景言在朋友圈官宣结婚证的事情, 本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豪门圈正值热闹的时候, 杨斌的朋友圈一经发布, 瞬间引起数人热议, 靠靠靠靠靠靠, 真的假的, 有没有搞错, 信息量爆棚, 手机差点掉地上, 今天是什么特殊日子吗, 又是陆少首发朋友圈官宣晒照, 又是乖乖女面具被揭穿, 又是顾青治好杨老爷子腿疾, 我去, 震惊全家的事都聚到一堆了, 什么, 杨老爷子的腿, 竟然是顾青治好的, 杨老爷子的腿疾都说没法治好, 顾家大小姐真有这本事, 不是, 大家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重点, 你们仔细瞅瞅照片, 上面那张照片真的是顾青本人吗, 这就是顾若嘴里说的一般, excuse me, 拜托也让我长得这么一般好吗, 顾青长成这样, 顾若就算睁眼说瞎话, 也不至于瞎成这样吧, 我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那些谣言把顾家大小姐说得那么不堪, 陆少还坚持跟顾家联姻, 我特别要是遇见这种有长相有实力的女人, 不开玩笑, 我就死缠烂打, 都得娶回家, M, 这情况是不是说明顾若满口谎话, 传出来的消息压根就不可信, 首先, 能指好养老爷子腿疾的人, 不可能只是个赤脚大夫, 其次, 顾青明明属于一眼大美女的长相, 她却忽悠我们说长得一般, 最后, 顾青真的是连大学都没上过的人吗, 反正我是不相信, 天哪, 真有妹妹会这样传亲姐姐的谣言吗, 人心隔肚皮这话, 果然说得不假, 草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话一出, 评论区里面刷起长串问号, 加感叹号, 啥啥啥, 叫胃口, 那人很快说出自己的想法, 之前顾若不是在群里说, 他姐姐自己说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还说他爱撒谎的小毛病吗, 现在看来, 爱撒谎的人是谁还不一定呢, M, 仔细想想, 顾青要真的治好了杨老爷子的病, 还真的可能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不是兄弟, 你别说, 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 顾若看完杨斌发的那条朋友圈, 以及后面跟着的那一长串密密麻麻的讨论, 一时间脸色难看无比, 杨斌把这件事发到朋友圈, 无疑是对他的公开处刑, 谎言被戳穿, 还是以那样直白毫不掩饰的方式, 这叫一向爱面子的顾若怎么受得了, 他万万没想到, 杨斌会做得那么绝, 直接告诉所有人把他顾若的脸面扔在地上踩, 他死死握着手机, 脸色苍白的厉害, 眼眸中却难掩恨意, 叮咚, 手机响了几下, 是他平时那些塑料姐妹发来的消息, 顾若点进去一看消息, 只觉得脸上越发无光, 这些人果然永远只会捧高踩低, 顾若, 杨斌朋友圈你看了吗? 真的假的, 怎么回事哦? 那个, 顾若, 你该不会真的是因为嫉妒你姐姐, 才故意传你姐姐的谣言吧? 顾若, 杨斌的朋友圈, 你怎么都不回复一下? 顾若后曹牙紧紧咬着, 牙齿间发出骇人的咯咯声, 这些塑料姐妹, 平时跟他维持着表面的关系, 在以为他是杨老爷子的救命恩人时, 还一口一个弱弱妹妹的叫他, 殷勤的恨不得给自己端茶倒水, 现在好了, 一出事, 态度就180度大转变, 虚伪, 都是一群虚伪的人, 顾若捏着手机, 身子气得发抖, 最后实在忍不住破骂一声, 贱人, 他将手机熄灭, 仰手狠狠砸到地上, 第87章, 快来洗澡, 顾若胸脯剧烈的起伏, 房间里响起急促的呼吸声, 他目自静裂, 两只手紧紧握成拳头, 指甲死死地陷筋肉里, 却感受不到一丝疼痛, 因为此刻, 他眼中的恨, 早已经抵过那微弱的痛意, 顾若心里的那份恨意, 如同滚滚雷霆, 在心底隆隆作响, 顾青, 顾青, 顾若不停默念顾青的名字, 好像念一次, 就能将他像名字一样, 在嘴里嚼烂吞付, 果然, 只要顾青一出现, 就会抢走所有属于他的东西, 他恨顾青, 他恨他抢走了爸爸妈妈的注意力, 他恨他, 才是这好养老爷子腿疾的人, 他恨他能轻松地俘获陆锦年的心, 那可是, 他暗恋多年的人, 凭什么那么轻易地对他上心, 他更恨的是杨斌竟然会出声, 为顾青证明清白, 还让所有人知道, 顾青多么优秀, 多么厉害, 而他, 多么可笑, 多么恶毒, 顾若顿时有种孤立无援的感觉, 他跌坐在床上, 两只手将铺好的床被捏紧, 顾若用力咬着下唇内壁的软肉, 很快感受到口腔充斥着一股铁锈尾, 他满怀恨意的双眸闪过一道金光, 抓住了希望一样, 不, 他绝不认输, 话陀转世, 哼, 顾青再怎么厉害, 能比得上世界名义圣手Avelyn吗? 冯正端教授可是亲口向他承诺过, 只要Avelyn来, 锦承一颗大开讲座, 他就会特意给他留一个位置, 到时候, 不管付出多少汗水,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就算顾青真的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又怎么样? 顾若两只眼睛布满了红血丝, 眼神里透露着一股疯狂的狠意, 面上逐渐扬起一抹阴森的笑容, 顾若相信, 如果他能跟在Avelyn身边学习几年, 一定可以申请去耶鲁读博, Avelyn徒弟的名号, 足以让他将顾青踩在脚底下, 他顾若发誓, 一定要让今天所有嘲笑他的人, 以后都恨不得跪着上前来巴结他, 陆景延发完朋友圈后, 便关了手机, 顾青推着他上了车, 司机关上车门, 坐上驾驶位, 正要询问陆景延往哪边走, 就听见顾青对他说, 麻烦先送我回酒店, 闻言, 司机公声回了句是, 接着启动车辆打转方向盘, 正都领了, 你还要回酒店吗? 司机才有动作, 就听后座传来夹杂着隐隐不悦的声音, 只是那丝不悦极其隐晦, 平常人不易察觉, 不过司机好歹在陆景延身边待那么久, 很轻易就听出来, 他十分有眼力见地, 将车缓缓停靠在路边, 不作声, 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陆景延背靠着车座椅, 侧眸看着顾青, 眉心微拧, 拉在腿上的手曲起, 用力扣了下, 顾青看见这一幕, 笑了起来, 他以前难过生气的时候, 总爱做这种孩子气的小动作, 没想到就算失忆了, 也还是一样, 听见他的笑声, 陆景延双眸微微眯起, 顾青觉得, 他这副表情大有领完正, 就想撇下我不管, 以及我都这样了, 你还笑得出来, 得意思, 他收敛了笑意, 两只手指在座椅边缘, 侧着身子靠近陆景延说, 嗯, 虽然我们已经领证了, 但是还没举办婚礼, 如果现在就住进你们家, 像什么样, 到时候, 你妈妈该怎么看我, 听他说的有理有据, 不是排斥和他住, 陆景延心情好了许多, 他垂眸, 看着顾青明媚生动的面容, 大脑不及思索, 修长的手指, 挑起他的下巴, 似是没想到, 陆景延会做出这般挑逗的动作, 顾青可不会害羞, 他暧昧一笑, 桃花眼弯起, 眼尾微翘, 语气轻软地说, 当然, 因为在意你啊, 他尾音上扬, 嗓音里都是愉悦, 像是给陆景延抛了个钩子, 勾着他的心往外走, 陆景延漆黑的眼眸凝视着顾青, 他很明显是在故意挑逗他, 还是暧昧挑逗, 这是不是说明, 在他心里, 除了一些他在意的东西, 他对他也是有一丝真感情的, 砰的一声, 脑子里有树烟花炸开, 落下星星点点的烟火, 因为在意他, 所以才在意他家人对他的看法, 对吗? 陆景延心底细细琢磨顾青说的话, 眸中的笑意几乎要一出来, 他松开挑着顾青下巴的手, 脑袋撇向车窗外, 一手握拳, 抵着唇人笑, 顾青歪着脑袋, 看见他指不住仰起的唇角, 用手指戳了戳他手臂, 故意逗他, 笑得这么开心啊, 想笑就笑, 躲着我干嘛, 情绪轻易被拆穿, 陆景延抿了抿唇, 努力压住脸上的笑, 嘴角上扬的弧度却出卖了他, 他喉尖发出青壳, 握住顾青戳他肩膀的手, 深邃眼眸, 让起一抹深情, 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没人敢说什么, 以后你在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用顾及我妈, 更不用顾及别人, 算了, 陆景延顿住, 话锋一转, 我在明院有套房, 是我一个人住, 你跟我去那里行吗? 顾青不是什么思想古板的女人, 况且, 两人已经领证, 住在一起合情合理, 而且, 正好今晚找他有事, 顾青思索几秒, 点了点头, 好, 那等一下路过酒店先放我下去, 我去收拾行李搬过去, 看他点头, 陆景延的心情如预期那般变得愉悦, 好, 他对顾青点头, 转而吩咐司机, 先去酒店, 司机应声, 车子很快迟行在道路上, 到了酒店, 顾青把东西收拾好, 有工作人员将他的行李拖到楼下, 他东西不多, 除了一个常规行李箱外, 其余都是一些医疗器具以及药品, 放好行李, 司机便开车驶向明院, 明院坐落在北城的最佳地段, 属于闹钟取静, 内部装修风格偏中式, 低调而不失奢华, 室内窗明激进, 看得出来有专人定期过来打扫, 房子你有不满意的地方, 不用过问我, 直接让助理按照你的要求改造, 陆景延说道, 顾青文声回头笑, 不用改, 我很满意, 浴室在哪边? 他突然问道, 陆景延没多想, 抬手指了方向, 直走左转就是, 他指的是客厅的公共浴室, 因为怕他刚开始不自在, 顾青点点头, 然后拿着一袋不知道什么的东西, 往浴室走去, 陆景延坐在大厅倒了杯水喝, 等了半晌, 见里面没动静, 正准备询问他今晚怎么睡, 便听见浴室传来顾青的声音, 陆景延, 快进来洗澡了, 第88章, 不然你以为, 哐当, 陆景延手一滑, 玻璃杯掉在茶几上, 发出碰撞声, 里面剩下那大半杯水全倒了出来, 泼洒在他裤腿上, 布料被水晕湿成深色, 陆景延整张脸滚烫, 他手忙脚乱地将杯子捡起, 清了清嗓子, 强装镇定地回答顾青, 不, 不用了, 我待会儿自己去洗, 虽然两人已经领证, 但他还是做不到, 这么快放下心中的戒备与自卑, 大胆地跟他喜冤央欲, 屋子里很静, 顾青自然听见了外面的动静, 猜到陆景延会错了意, 误会他的意思, 顾青起了坏心, 他走到浴室门口, 双手还胸, 倚靠着门框, 红唇勾起, 银亮的毛子直勾勾盯着他, 陆景延, 我水都放好了, 今天才刚领证了, 你就要拒绝我, 会不会太残忍了, 他刻意将声音放柔, 拖着尾音说话, 带着骨尾去撒娇的意味, 他惯会拿捏他的软肋, 这是陆景延得出的结论, 陆景延深知自己身体什么情况, 虽然他那双残坡的双腿, 已经被顾青看了无数次, 但他还是无法接受, 将自己赤裸裸的身躯, 展现在他面前, 尤其是, 他还身患隐疾, 他无法接受, 与他行这么亲密的事情, 却毫无反应的一面, 暴露他面前, 这样, 只会让他愈加唾弃自己, 陆景延, 快点呀, 待会儿水不热了, 你舍得我受凉吗? 顾青还在催促, 陆景延想张口拒绝他的邀请, 可抬头对上他那双青头的毛子, 和微微促起的眉毛, 才发现他根本很不下心, 他, 根本无法拒绝他, 陆景延下恶线绷紧, 像是做了极大心理准备, 双手滚着轮椅往浴室走去, 见他过来, 顾青眼尾上翘, 唇角扬起一抹俏皮的笑, 陆景延进了浴室后, 顿时愣在原地, 一股浓烈的中药味扑鼻而来, 偌大的浴缸里放满了水, 此刻正腾腾地冒着热气, 陆景延瞬间顿悟, 面上闪过一瞬的休难, 治病, 他问道, 顾青被他僵住的表情逗笑, 点点头, 轻透的双眸睁大, 一副很无辜的模样, 当然, 要不然你以为我叫你进来干嘛, 陆景延耳根一片飞红, 他抿着唇不说话了, 顾青觉得好玩, 两只手从后面还住他, 纤细的手指沿着陆景延的西装外套往里深, 顾青微凉的温度落在陆景延滚烫的胸前, 令他喉结一紧, 陆景延身形僵住, 拉长脖梗仰着头, 企图忽视胸前柔软微凉的触感, 你该不会以为, 我是让你来和我喜鸳鸯欲的吧, 顾青稍稍偏头, 唇半掠过他滚烫的耳垂, 话中含笑, 陆景延, 我才刚住进来呢, 你这就不正经了, 他身在陆景延衣服里的手, 已经不安分地解开他一颗衬衣扣, 看陆景延面红耳赤, 顾青这才收手, 他用额头抵着他的, 轻声说道, 陆景延, 不用压抑着情绪, 你可以吻我, 这对你的病情也是有好处的, 病情指的是什么, 陆景延心知肚明, 他握着他的手腕一紧, 单手扣住他的后脑勺, 突然仰头吻上他的唇半, 油浅入身, 很快, 预示响起急促的喘息声, 两久, 声音停止, 顾青靠在他的肩头喘气, 心里忍不住道, 叫他不要压抑情绪, 可也不至于说这么外放呀, 陆景延搂着他细软的腰肢, 低眸在他发悬落下一吻, 顾青缓过神, 接着等陆景延脱了衣服, 扶着他进浴缸浴缸里的水, 完全被中草药融合成褐色, 人躺进去, 看不清什么, 陆景延心里的负担稍稍放下, 泡完澡, 陆景延皮肤通红, 浑身上下冒了一身热汗, 顾青将他扶起换上浴袍, 陆景延双手握着车轮准备往外走, 顾青将他叫住, 等等, 药医是要配合着按摩和扎针的, 我先给你按摩, 然后等一下出去再给你扎个针, 他说着, 便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拨开浴袍, 给陆景延按摩双腿, 顾青从脚踝, 沿着每一处能帮助他病情恢复的穴位按压, 虽然陆景延腿部没什么知觉, 但眼睁睁看着他白镜细长的手, 沿着他腿往上移, 一直到大腿根部也没有要停的意思, 陆景延喉结滑动两下, 搭在扶手上的手收紧, 按摩完, 陆景延满头大汗, 顾青推着他乘电梯上楼, 我们的房间在哪? 他问道, 很随意的一句话, 却令陆景延心头一晃, 我们的, 房间, 他的意思是, 不会跟他分房睡吗? 陆景延敏直的薄唇指不住往上扬, 他似乎忘了最初相亲时, 他说过的话, 而他, 也选择遗忘, 他朝前方抬了抬下巴, 我们的房间就在走廊尽头, 顾青站在他后面, 并未察觉到他笑得开心, 进了房间, 顾青将他扶上床, 接着从医药箱里拿出针袋, 开始替他扎针, 在扎针的过程中, 顾青照常询问陆景延的感受, 陆景延依旧摇头, 不过, 他这次泡完药浴后, 浑身上下冒着热气, 并没有察觉到他的腿部有些轻微的灼热感, 扎完针, 顾青在一边收拾针袋, 陆景延看了眼手机, 屏幕上赫然出现长串未接电话, 十几个未接电话, 全都是来自陆景延的, 他眼眸一沉, 浓密的眉稍稍往下压了点, 点进微信, 接着就是陆景延刚发来的消息, 加上刚发来的将近二十来条, 全都是同样一句话, 陆景延, 哥, 你和故意生领证了, 陆景延薄纯景延, 他这么在意, 他抬眸看了眼顾青, 眸中含笑, 转向弟弟发去一条消息, 陆景延, 没礼貌, 你该叫大嫂, 陆景延看见这话炸了, 瞧瞧, 瞧瞧他搁这臭屁样, 陆景延起了反骨, 回答, 不要, 气势十足的两个字, 果然, 只有在微信上面, 他才敢这样, 陆景延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主打的就是一个怂且大胆, 第八十九章, 睡觉吧, 晚上有阿姨过来做饭, 两人吃完饭后, 阿姨收拾好厨房就走了, 卧室里有台电脑桌, 方便睡前办公, 顾清手里拿了两本神经方面的书, 边角泛白, 看得出来主人常常光顾, 他抬手指了指办公桌, 能用下你的电脑吗? 陆景延坐在床头看书, 点头说, 你随意, 顾清朝他回来的笑, 坐下认真整理, 以往与陆景延病情相似的医学案例,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室内静的只听见纸张翻页, 和敲击键盘的声音, 陆景延手里的书, 还停留在刚开始的那一夜, 翻书的声音是顾清发出来的, 他愣愣地盯着顾清的背影, 有些出神, 家里有专门办公的书房, 他却选择和他待在同一个空间相处, 他坐在床头看书, 他就在他目光所及之处, 埋头认真办公, 这幅画面实在有些梦幻, 像是一对寻常夫妻, 然而, 这稀松平常的画面, 在这之前, 对他来说, 却是一个遥远的奢望, 不过还好, 耳边速速的翻书声, 陆瑾颜薄唇仰起, 看向顾清的眼神温柔而炙热, 突然, 顾清抬手伸了个懒腰, 在他起身转头的前一秒, 陆瑾颜向着担心被抓包的小偷, 仓皇地挪开视线, 埋下脑袋假装看书, 顾清刚从一堆烧脑的医学分析中抽出神, 丝毫没察觉陆瑾颜的反常, 他扶着脖梗, 对陆瑾颜说道, 我去洗个澡, 你困了的话就先睡, 嗯, 陆瑾颜应得很快, 等回神, 顾清已经进了房间里面的浴室, 洗澡, 没一会儿, 浴室传来哗啦啦的水流声, 脑子里闪过什么, 陆瑾颜耳根染上一道红, 不怪他多想, 之前每个房间都有独立浴室, 他的房间, 除了他以外, 没人进浴室里洗过澡, 而现在, 里面进了一个让他心生涟漪的人, 明月的房间比陆氏别墅的要小一些, 夜里寂静, 浴室哗哗的水流声, 仿佛就在他耳边躺过, 他甚至能猜到水声停下后, 顾清是在磨洗发水, 还是在磨沐浴露, 陆瑾颜喉结滚了下, 闭上眼, 沉沉呼吸两下, 又睁开眼, 低头准备继续看书, 才发现书脚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他揉得皱皱巴巴, 与此同时, 浴室的门打开, 阴晕的水雾散出, 顾清在里面已经吹了头发, 柔软的长发披在身后, 身上穿着一套单薄的睡衣, 他挟着沐浴后的淡淡香味走向床边, 陆瑾颜小幅度地深吸了口气, 以前怎么没发现, 他用的沐浴露会这么好闻, 你竟然还没睡, 什么时候这么好看, 顾清的声音将他拉出思绪, 陆瑾颜回神, 抬头看见顾清弯下腰, 正看他在看些什么, 在他靠近的瞬间, 陆瑾颜偷偷将柔皱的那一叶, 用手抹平, 顾清微拱着腰, 披散在肩头的长发滑落下来, 发丝扫过他的鼻尖, 温热的气息洒在他手臂, 引起心肩一阵战力, 陆瑾颜从没跟别的女人那么亲近过, 也是第一次产生这种紧张到脊背绷紧的感觉, 啪的一声, 他动作仓促地把书合上, 没什么好看的, 无聊随便翻着玩, 睡觉吧, 他话说得有些快, 把书放在床头后, 两只手支撑着身体平躺下, 第九十章, 谈过几次恋爱, 顾清疑惑地皱了下眉, 不过也没放心, 让他从另一边上床, 摁灭床头灯的开关, 扭头问道, 我睡觉习惯开展台灯, 你介意吗? 顾清知道, 陆瑾颜不介意睡觉亮灯, 但那是他失忆之前, 现在距离失忆挺长一段时间的, 万一他生活习惯有变化, 所以还是问一下, 陆瑾颜神情危愣, 他习惯了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 这样每晚被噩梦惊醒, 睁开眼, 面对漆黑一片的空气, 最后还是对顾清说, 不介意, 就猜到你不会介意, 顾清扬了扬眉, 笑着在他身边躺下, 室内开了暖气, 两人衣料单薄, 顾清贴近时, 陆瑾颜的手臂 接触他身上残留的那点热气, 温热与冷硬相碰, 一种很奇妙的触感, 陆瑾颜呼吸骤然一紧, 双眸直直盯着空中, 一动不动躺在床上, 像是被按了暂停键, 他肢体僵硬, 大脑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活跃, 他喜欢的姑娘就躺在他身边,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他柔软的手指与他手臂紧贴在一起, 他能清晰地嗅到他发间的心香, 陆瑾颜喉解滚动, 咬了下腮帮, 他没发觉自己的呼吸变沉了些, 见陆瑾颜一眨不眨, 看着天花板发呆, 顾清知道他紧张了, 想逗逗他, 支起胳膊靠近他, 半个身子趴在他胸膛, 问道, 你睡不着吗? 他的手辅在陆瑾颜胸前, 头顶抵着他下巴, 故意喝出暧昧到的气息, 身上忽然施加了重量, 陆瑾颜能感觉到顾清身体的体温, 热热的柔软的触感压在他胸膛, 令他呼吸微微一致, 还有一丝说不出的举措, 没得到回答, 顾清伸手抚摸他脸颊, 怎么不说话啊? 他手心很软, 抹扎着他脸颊, 像是在斗宠物一样, 陆瑾颜垂下眼帘, 细细凝视着顾清, 与他的紧张无措相比, 他表现得无比淡然, 有种驾轻就熟的感觉, 正常女孩面对喜欢的异性, 还是这么暧昧的姿势, 多少都会有点羞涩, 可他却平静地不像话, 就算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 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复杂紧张的情绪, 甚至还能分出心来调戏他, 给人一种无比娴熟的感觉, 活像情场老手, 陆瑾颜眉心一蹴, 猛地想起, 好像从来没有过问顾清的情势, 最开始是认为没必要, 本就是因为利益两人才纠缠在一起, 所以打算过问, 可现在, 他想知道, 陆瑾颜眉回他的话, 反而问道,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顾清很乐意, 你问, 陆瑾颜心底有些犹豫, 如果他这样问, 会不会显得自己很介意他的过去, 会不会让他误会他是个不好的人, 可不问, 面对喜欢的女人, 况且还是自己的妻子, 他根本做不到不在意, 纠结了半场, 他还是迟疑地开口顾清, 你之前, 谈过几次恋爱, 话落, 室内安静下来, 陆瑾颜紧钻成拳的手心, 浸了层薄汗, 他目光一瞬不移地看着顾清双眼, 感觉整颗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他突然觉得, 自己不该问这个问题, 他会不喜欢的, 顾清看他神色严肃, 故意逗他, 三, 四段吧大概, 第九十一章, 初恋, 三, 四段, 陆瑾颜不确定地重复道, 声音也下意识地拔高了些许, 他的惊讶太过明显, 在他问出他谈过几次恋爱的时候, 顾清就明白了他心底在想些什么, 他一直是个醋意极重的人, 但顾清没有跟他说实话, 反而起了坏心想逗逗他, 看他会有什么反应, 见他眉头皱紧, 顾清压住嘴角的笑意, 继续逗他, 他理所当然地嗡了声, 又轻飘飘补充一句, 不过, 那些都是过客, 过客, 所以, 他对感情是没有那么在意的吗, 那他, 也会是过客吗, 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庆幸他对以往的恋人都没付出真心, 还是该难过他是个薄情的人, 况且, 比起他以往的那些恋人, 他还是一个一个不正常的男人, 陆景延眼眶一下子红了, 他偏头, 脸下沉寂的眼眸, 他半天不出声, 顾清仰头看见他把脑袋撇向一边, 碎发有些遮掩, 看不出他什么神情, 不过依他对他的了解, 就他那极强的战友欲, 现在应该在生闷气吧, 但顾清假装不知道, 他轻咬着唇, 软软地靠在陆景延胸口, 怎么, 你介意我谈过那么多次恋爱吗? 他嗓音微颤, 听起来受了好大委屈, 陆景延薄唇紧敏, 瞧瞧, 原本难过的人是他, 可当他透露出一点委屈的表情, 他的心便全然被他牵着走, 而他, 甘之如疑, 陆景延抬手将他紧紧拥着怀中, 指尖的倾斗暴露了他心底的慌错, 他生怕顾清误会, 着急忙慌地解释, 不是, 我不是介意, 是在意, 因为我会吃醋, 这是陆景延失忆后, 顾清第一次从他口中, 清楚明确地听见他说吃醋两个字, 他对他的感情, 似乎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深, 顾清心里甜滋滋地, 嘴角上扬, 呕了一声, 陆景延将下巴搁在他肩窝, 没了片刻, 还是不死心地追问, 那, 你真的没有对他们动过真感情吗? 他小心翼翼的语气格外明显, 顾清忍不住吃笑出声, 已经做好了面对现实的准备, 听见他的回答, 神情一愣, 眉头突然舒展, 这个答案, 令他有种前所未有的, 发自内心的愉悦, 甚至忍不住暗自狂喜, 陆景延这才明白, 他想要独占顾清的私心, 已经站满, 只是那份高兴没能持续多久, 顾清笑看着他, 缓缓补充道, 只有一段, 他的语气和眼神一有所指, 可陆景延早已被他那句话砸中心脏, 失去平常最敏锐的洞察力, 他疏然震住, 一段, 比起三四段这的答案让他选, 他宁愿后者, 因为前者的重要性, 要远远高于后者, 他情绪明显低了几个度, 声音也极轻, 恍惚要听不见, 初恋, 顾清用指尖勾勒他的眉眼轮廓, 指负轻轻落在他眼尾, 对着他缓缓出声, 算是, 忽然想起什么, 他轻亮的眸子带着笑意, 虽然我还没正式答应他, 但是我们早已相爱, 相爱, 陆锦炎眼底泛起一阵失落, 心底的酸涩, 冲涌到咽喉处, 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难受而刺痛感, 他不经无力地幻想, 如果能和他早点认识, 那他的心里会不会只有他, 而那个早已相爱的两个人, 只会是, 也只能是他和他, 可陆锦炎明白, 这不可能, 左边胸膛像是被尖锐的物体扎了一下, 刺痛急速地蔓延至全身, 双臂突然有些无力, 他强装轻松地呕了声, 从一张床上睡觉, 还是在亮着台灯的情况下, 他以为自己会不习惯, 结果相反, 他毫不排斥, 而且睡得前所未有的好, 罕见的没有被梦念缠身, 第二天, 顾清起得比他早一些, 从浴室洗漱出来, 看见陆锦炎醒来, 他走过去, 要扶他下床, 陆锦炎握住他手腕止住, 不用, 我让助理来就好, 他不太喜欢, 自己没用的一面, 总是暴露在他眼前, 助理以前都会在陆锦炎起床前半小时等在门外, 为的就是伺候他上下床等事宜, 那可不巧, 我已经让他在楼下等你了, 陆锦炎脸上闪顾不解, 很快听见顾清说, 我们是夫妻, 你就不能多依赖我一点吗? 他挽起唇角, 温声细语地向他解释, 看着他温柔的眉眼, 陆锦炎心跳得极快, 他忽然不想在意了, 就算他跟别人相爱过又怎样, 至少, 现在能和他日夜相见的人是他陆锦炎, 顾清扶着陆锦炎坐到轮椅上, 等他洗漱完, 推着他进电梯去楼下吃早餐, 陆锦炎的手机恰是响了起来, 是林嘉年打来的, 他没有必让顾清直接摁下接听键, 怎么了, 嘉年, 林嘉年语气略微激动, 锦炎, 我昨天看了杨斌的朋友圈之后, 就立刻打电话去跟杨家核实了, 原来杨老爷子的腿疾真是顾清之吼的, 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这般能耐, 看来他真的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说到这他哼笑了声, 之前那些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顽固, 还嘲笑你找了个没本事, 没文化的乡下野丫头呢, 现在看来你才是最有眼光的那个人, 话说你媳妇还真挺厉害的, 林嘉年是真心为好友找到一个好的另一半感到高兴, 语气里充满了喜悦陆锦炎, 则为媳妇这个词养起唇角, 像是被甜腻的蜂蜜填满了整颗心脏, 脸上的表情变得愉悦, 他深邃的眼眸注视着对面餐桌的人, 顾清正给吐司抹酱, 余光瞥见陆锦炎一瞬不移地盯着自己, 有些疑惑, 正想问怎么了, 接着就听陆锦炎嗚了一声, 含笑的嗓音带着一丝轻快, 对电话里的人说, 早说过他不屑撒谎, 见他正通电话, 顾清也不问了, 咬了口吐司慢慢咀嚼, 好友互读得太过明显, 林嘉年在电话那边摇摇头, 服气地说, 行, 之前是我看走眼了, 他能治好养老爷子的腿疾, 那就说明不像那些人说的那么无能, 这样看来, 突然对你的腿抱有一次希望了, 陆锦炎没怎么应这话, 只轻轻嗚了声, 对了, 林嘉年嗓音突然拔高, 语气兴奋, 邢月今天下午从美国飞回来的飞机, 他还特意喊我们三个今晚出去聚餐, 就当给他接风洗尘, 第九十二章, 想把你藏起来, 邢月从高中开始便一直在美国生活, 林嘉年跟霍刚一直在北城, 而陆锦炎则是半年前才从国外回来, 曾经四个最要好的朋友, 个个都是天之骄子, 现如今, 只有他与他们脱节, 陆锦炎低头看着自己的腿, 眸光浮现一抹悲凉, 聚餐, 自车祸以后, 他再也没有出席过任何一个私人聚餐, 他面上看起来无所谓, 好像能应对任何人的异样目光, 或含蓄隐晦, 或明目张胆, 可他无法欺骗自己, 他知道, 他和正常人不同, 陆锦炎张了张口, 想要拒绝好友的邀请, 林嘉年似乎知道他要说些什么, 轻微叹了生气, 说, 锦炎, 我们几个是好兄弟, 和其他人不一样, 而且, 你昨天不还发朋友圈晒结婚照, 这么大的喜事, 难道不该和兄弟们庆祝吗? 陆锦炎眉心松动, 看了眼对面的顾青, 见电话那端的人没有否定, 林嘉年发现事情有转机, 抓住这个话题, 再接再厉, 如果嫂子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把嫂子带过来, 一起吃个饭, 陆锦炎被那生嫂子打动, 微微皱起的眉彻底舒展开来, 他将手机挪开一些距离, 问顾青的意见, 我有个朋友今天回国, 今晚准备给他弄个接风宴, 正好他们都知道, 我们领了证, 都想见见你, 你, 今晚能和我一起去吗? 如果你不喜欢那种场合, 可以直接说, 我不会介意, 陆锦炎后面那句话稍稍停顿, 仔细听还会发现他的小心翼翼, 他静静看着他顾青, 等待他的答复, 似乎在期待什么, 顾青察觉到他的情绪, 心里感叹一声, 过往的经历真的会改变一个人, 以前的陆锦炎有多么的自信骄傲, 现在的陆锦炎就多么的自卑敏感, 他不想看到他这样的一面, 冲他欣然一笑, 爽快地回答好啊, 当然没问题, 陆锦炎顿了顿, 嘴角迁起, 早餐过后, 陆锦炎去了公司, 而顾青则回了卧室, 继续苦言医书, 傍晚六点过, 陆锦炎从公司回到明院接顾青, 他坐在大厅内, 等了片刻, 楼梯间响起清脆的高跟鞋声, 陆锦炎漫不经心地抬头, 眼眸闪过刹那光亮, 顾青穿了一身香槟色的大衣, 里面搭配一条米色长裙, 裸色系高跟, 衬得他气质十足, 他今天画了一个十分精致的妆容, 看傻啦, 顾青到他身边晃了晃手, 亲身贴近他耳侧, 故意破坏气氛, 非法囚禁, 属于刑事犯罪, 没想到他会说出这话, 陆锦炎神情不由一愣, 笑道, 我们是夫妻, 两人对视, 皆是一笑, 傍晚时刻, 北城街道灯火通明, 一处中式风建筑的餐厅, 处立在市中心, 明黄色灯光照亮整个街道, 偌大的牌匾刻着月来居三个字, 餐厅内部装修古朴而典雅, 经过亭台水泄后, 一处庭院包厢内, 时不时响起男人的谈笑声, 行月, 好几年没见, 怎么还是孤家寡人, 我这不前行工作吗, 去你的, 怕是不知道带哪个回来合适吧, 一句话, 引起爆笑, 坐在檀木桌主位上, 被两个好友调侃的男人, 就是今晚的主人公, 行月, 他穿着一身浅色西装, 肤色本来就白, 被好友移动, 清俊的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红, 行月看了眼放在面前的黑色丝绒和, 低渴两声, 岔开话题, 对了, 景年朋友圈怎么回事, 怎么还没听他说谈恋爱, 就突然领证了, 第九十三章, 那媳妇怎么回事, 还有, 他那媳妇究竟怎么回事, 他人虽然在国外, 但不代表和国内失去联系, 顾亲那些事, 多少听过几嘴, 只是不清楚内幕细节, 林嘉年跟霍刚对视一眼, 后者抬了台下巴, 事宜让他解释, 林嘉年饶了饶头, 实话实说, 他俩就是家族联姻, 家族联姻, 普通人看来是荒唐至极的存在, 而身为他们这种身份, 再正常不过, 行月点点头, 又问, 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林嘉年端起查明了口, 没记错的话, 是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 行月声音提高几分贝, 伸手将放在桌面上的盒子, 拿在手中妈撒, 这条项链是大半年以前, 陆景年就拜托他准备的, 当时他就说是要送给喜欢的女孩子来着, 结果他和那女孩还没成, 就突然回了国, 他说现在又是家族联姻, 那这玩意儿, 他是给还是不给, 靠, 行月脑子里一顿混乱, 这么戏剧性的事情, 偏让他给碰上了, 正胡乱想着, 包厢大门从外面推开, 陆先生, 陆太太, 里面请, 服务员甜美清脆的声音响起, 听见动静, 三人皆抬起头看过去, 视线只在陆景年身上黄了眼, 三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落在顾青身上, 林嘉年虽然他已经见过顾青, 但那时他打扮随性, 几乎没化过妆, 而今天不但化了妆, 还是精心打扮过的, 他眼神不由愣住, 霍刚跟行月倒是真的第一次见顾青, 两个人在座位上愣了好半场都没回神, 香槟色的霓子大衣将他鲜瘦的身子, 硬衬得郁佳出挑, 黑色长发斜皮在肩头, 他唇角抿着笑, 眉眼间有些清冷, 却莫名有种让人忍不住清净的魔力, 给人一种很有亲和力的感觉, 三人中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林嘉年, 他起身笑着招呼, 快快快, 快坐下, 就等你们夫妻俩了, 待会儿可得罚酒, 霍刚也回过神, 跟着招呼, 行月坐在主位, 左边是林嘉年跟霍刚, 右边空着, 看见顾青推着陆景颜朝他过来, 行月跟藏尾禁品一样, 一把抓起桌上的东西塞兜里面, 这玩意儿, 明明是陆景颜之前, 托他找美国著名设计师塞纳芬定制的女士项链, 但他没想到, 项链做好后, 陆景颜紧接着就出了车祸, 而他则因为工作上的保密事宜, 暂时没法与外界联系, 工作完之后, 行月准备带回国亲自给陆景颜的, 谁能想到会发生这么多事, 依照现在的情况, 看来不适合交还给他, 行月这样想着, 又把盒子往口袋里塞了塞, 确保放稳妥了, 顾青推着陆景颜坐在行月身边, 紧接着拿出一条毛毯, 蹲在他身边将他两条腿盖上, 看见这一幕, 只有顾青跟他们不是相互认识, 陆景颜当着众人的面, 牵起他的手, 嗓音含笑,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妻子, 他叫顾青, 话落, 林嘉年连忙站起身, 朝顾青伸出手, 嘴里开着玩笑, 顾医生, 没想到我们再见面, 就是叫你一声嫂子了, 之前多有得罪, 还望嫂子不要介意, 第94章, 家族联姻的感情都这么好的吗? 顾青笑笑, 回握他手, 林医生也是为了景颜的身体着想, 我又怎么会介意呢? 谨慎一点, 总不会有错, 打完招呼, 旁边的霍刚也跟着起身, 我叫霍刚, 这里说我年龄最大, 弟妹不嫌弃的话, 可以跟着喊我霍哥, 霍刚皮肤偏黑, 看上去确实要成熟很多, 顾青弯了弯唇, 微微汗手, 霍哥, 霍刚拍了拍旁边人的肩膀, 笑着说, 这位是今晚的主人公, 行月刚从国外回来, 啊, 哦, 行月抖了一击铃, 忙不迭起身, 跟顾青做自我介绍, 嫂子好, 我叫行月, 很高兴见到你, 她快速地说完这句话, 四肢僵硬的像枝木偶, 看起来有些滑稽, 把众人逗得一乐, 行月, 你小子还是这么没正形, 林嘉年笑着说道, 行月挠了挠后脑勺, 脸色飞红, 像个害羞的小弟弟, 顾青没让她话落地, 浅笑着回握她的手,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主菜很快上桌, 好友四人许酒没聚在一块, 有一搭没一搭的寒暄, 至于刚才林嘉年说的罚酒, 只是开了玩笑, 陆景年的病情喝不了酒, 他们是知道的, 顾青安安静静地吃着饭, 偶尔聊到关于她的话题, 便搭几句话, 三人聊得热火朝天, 陆景年跟顾青各自交, 加了一道菜, 然后很有默契地放在对方碗里, 两人皆是一愣, 四目相对后, 皆埋头笑了起来, 对面三人自然也看见这一幕, 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 又看看对面两人, 眼神那是一个疯狂交流, 行月脸上不满怀疑, 靠, 又是帮盖毛毯, 又是互相加菜, 家族联姻的感情都这么好的吗? 林嘉年看向霍刚求助, 同问, 霍刚耸肩, 别看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饭局快要结束, 顾青去了趟洗手间, 他前脚刚走, 行月立刻靠近陆景岩, 压低着嗓音说道, 这玩意儿我本来纠结是不想给你的, 但是想想, 这是你交定的, 所以还是给你吧, 霍刚跟林嘉年正聊到高潮, 没工夫好奇, 他们两个在说些什么, 陆景岩垂眸看了眼行月手里的一个黑色丝绒手势盒, 我什么时候定了这个, 他疑惑道, 行月以为他是真没记起来, 提醒说, 就你出车祸前一两个月吧, 具体时间记不住了, 当时你打电话来给我说的, 说你在追一个很喜欢的女孩子, 让我帮你找设计师定制一款女士项链, 说到这, 他面露同情, 虽然, 你俩最后没成, 但是这项链的钱是你付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行月直接将盒子塞进他手里, 陆景岩的思绪在这一刻停滞, 他盯着手里的盒子看了许久, 眼神困惑又惊讶, 很喜欢的女孩子, 他有过吗? 行月虽然平时不着调, 但绝不可能会欺骗他, 更不会拿这种事情跟他开玩笑, 陆景岩眉头紧皱, 似要拼命寻找些什么记忆, 可无论怎么努力, 都找不到, 他什么时候喜欢过一个女孩, 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这段记忆? 我没叫你定过, 这回换行月愣住, 他嗓音稍稍提高了点, 景岩你开玩笑吧, 你给我的转账记录还在呢? 他说着, 翻出手机银行的转账记录, 放到陆景岩面前, 忍不住业余, 不是吧, 这你也能忘, 亏你当时还说, 这是唯一让你心动的女孩, 转账记录白纸黑字地记录着两人的交易, 陆景岩脑袋一片空白在说些什么呢? 顾青笑着往这边走来, 陆景岩背脊绷紧, 对陆景岩快速打断, 没什么, 就问一问他在国外生活的怎么样, 顾青点点头, 那你继续聊, 行月张到一半的嘴壁上, 瞥了眼旁边的陆景岩, 忍不住付费, 兄弟你反应能力不错呀, 不过, 从开始到现在, 你压根就没关心过我一句好吧, 饭局结束的时候, 已经是十点过, 回到家已经很晚, 顾青进了浴室洗澡, 陆景岩滚着车轮去了书房, 他打开行月递来的那个盒子, 里面是一条水晶项链, 晶莹剔透的泛着光泽, 一看就是成品极佳的, 陆景岩不是来欣赏项链的, 他眉心微醋, 如果真的按照行月所说, 那他不可能对这条项链的事情, 没有一点记忆, 如果在这之前, 他真的有过喜欢的人, 那么在德智会和顾驾联姻的那一刻, 他一定会跟那个女孩说清楚,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可他对此完全没有记忆, 哪怕一个片段式的都没有, 但行月不会骗他, 况且那条转账记录和这条项链, 就是赤裸裸的物证, 陆景岩搓了搓脸, 仰头盯着天花板, 幽暗的毛子不满迷茫, 这件事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他知道在感情上, 应该对另一半坦诚相待, 但他不想要顾卿知道, 这段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感情, 一日, 陆景岩今天很早去了公司, 顾卿也跟着早起, 吃完饭, 难得悠闲跑去后花园打理花草, 然而, 不速之客犹如多变的天气, 说来就来, 张仪朝后花园小跑过来, 顾小姐, 顾先生和顾太太来了, 现在正在大厅, 顾卿面上没过多情绪, 早就料到他们两个会找上门, 我知道了张仪, 你先去忙吧, 张仪累了声, 接着到一边打扫, 顾卿沉了沉间放下修纸简, 穿过花园往大厅走去, 还没走近, 就听见顾云飞跟叶之雪小声嘀咕, 前两天呈呈突然发烧, 耽搁了这么久, 今天好不容易见到轻儿, 你给我好好说话, 记住了吗? 顾云飞压低声音说道, 叶之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 这次没之前那么硬气, 忙点头, 知道知道, 我又不是傻子, 你就放心吧, 这次我们一起出动, 指定把他哄回家, 顾卿倚以着门框, 双手环胸看着沙发上的两人, 心底不惊冷笑, 要说全天下最能演的两个人, 那非他们夫妻二人不可, 顾卿站直了身子, 你们找到这来, 有什么事? 冷冰冰的嗓音响起, 顾云飞和叶之雪脸上煞食扬起笑, 起身朝顾卿走去, 亲儿, 妈妈都快想死你了, 多么虚伪的一句话, 顾卿不经神游, 好奇老天劈雷的时候, 叶之雪会不会害怕? 不过想想, 他要真会害怕, 也说不出这么违心地画了, 叶之雪拉起顾卿的手, 看看你, 又绍了一圈, 顾卿没搭他话, 无情地将手抽出, 拿了张诗巾认真擦拭那只被握过的手, 叶之雪和顾云飞脸上的笑容都僵住, 前者双眸闪过怒气, 但是很快压抑住了, 后者则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扬起那张和善的笑脸, 乖女儿, 你就别跟我们呕气了, 跟爸妈回家吧, 散吧瞧你, 好吗? 顾云飞眼神中透露着难过的情绪, 语气哽咽万分, 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他的演技可要比叶之雪好上百倍, 顾卿差点就要入戏了, 他将湿巾揉成团, 抬手一个抛物线, 精准地投进对面的垃圾桶内, 乖女儿, 顾卿唇角勾起一丝绩笑, 眼神冰冷异常, 是什么让你们对我产生了这么大的误解? 第95章, 飘零不定的爱, 顾云飞听出顾卿话里的讥讽意味, 面上的肌肉抖了抖, 明明很难堪, 却要摆出一副虚伪和善的样子, 轻儿, 我知道你不肯回家的原因是什么, 多分的事, 我都知道了, 叶之学此刻已经顾不上维护小女儿, 只连忙点头硬核, 对对对, 全都是妹妹不懂事, 回去我们一定好好收拾她, 顾云飞沉着脸, 几乎把所有难听的词都往顾若身上骂了一遍, 我没想到那死丫头伪装得这么好, 没见你回来前, 不管我们说什么, 她都听话, 结果你一出现, 她那小肚鸡肠的心思就暴露了, 现在竟然变成了一个善毒的小人, 见顾卿不说话, 以为是被自己打动了, 顾云飞假装竭力强压着怒火, 放低声音对她说道, 秦儿, 你放心, 跟我回家后, 爸爸一定当着你的面, 狠狠地教训她一顿, 然后再让她跟你道歉, 顾云飞和叶之雪, 你一言我一语, 十分巧妙地将话题引到顾若身上, 仿佛现在的局面都是顾若一手造成的, 顾卿战黑的眸子冷冷地望向他们, 不掩饰心底的任何鄙夷, 目光似刀子一般直直刺过去, 带着无情冷漠与疏离, 他算是明白, 顾若对她的敌意为什么会这么打了, 因为顾云飞和叶之雪给予她的爱, 随时都有可能收回, 他刚到北城时, 所有人都认为她不过一个粗鄙的乡下丫头, 顾儿丝毫不待见她, 顾云飞和叶之雪也同样, 在他们心里, 她能带来的唯一一点, 价值也就是代替顾若驾进陆甲, 完成一场利益交换, 所以当时顾若针对她, 他们就算真的知道了真相, 也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当她和顾若发生了一些口角, 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维护顾若, 但是现在不同了, 他们知道她除了用来与陆甲利益交换外, 还有其他高于顾若的价值, 于是轻而易举反过来恭维她, 讨好她, 把口口声声最疼爱的, 引以为傲的小女儿, 不惜用各种尖酸刻薄的词语来责骂她们的爱, 本就飘零不定, 所以顾若会害怕, 会恐惧, 会没有任何安全感, 她怕因为她的出现, 抢走了父母本就不坚定的爱意, 故而她才想尽一切办法, 将她赶走,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忽然觉得顾若可怜又可悲, 你们夫妻俩, 还真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顾青嘴角擒着的那抹讥笑隐没下去, 谋底闪过一丝厌恶, 虚伪肮脏这类的词, 已经无法形容在你们身上了, 你们根本就不是为了替我出气, 才想接我回去, 是因为你们明白娱乐成被封, 是陆景言在我为出头, 而且价值不低, 所以宁肯诋毁顾若也要把我接回去, 如果没有这两件事, 就算顾若对我做了再多过分的事, 恐怕你们现在该是想着怎么包庇她, 而不是来讨好我, 顾若能变成这样, 也是败你们所赐, 这话一出, 顾云飞和叶之雪皆是慌了神, 第96章, 就你和我, 顾云飞反应极快, 捂着胸口一副痛心疾手的模样, 青儿, 你怎么能这样想我, 我可是你爸, 他话被顾青打断, 你们打扰我挺长时间了, 我没心思看你们演戏, 张仪送客, 顾青没看他们一眼, 转身上楼, 张仪很快过来, 颇有些为难地说道, 顾先生, 顾太太, 请回吧, 这里是陆景年的地盘, 顾云飞和叶之雪不敢造次, 更不敢像在自己家一样把顾青拽下楼, 他们对视了一眼, 敢怒不敢言, 只好信心离开, 不速之客突然造访, 顾青也没兴趣打理花草了, 去书房找了本书看, 刚坐下, 便看见桌脚下有一个黑色丝绒的礼盒, 顾青有些好奇, 捡起来打开看了下, 一条精致的女士项链躺在里面, 顾青眸底掠过一丝疑惑, 继而易笑, 这是陆景年给他准备的礼物, 最近有什么特殊节日吗? 顾青翻了下手机日历, 情人节还早, 而他的生日早已经过了, 他想不通了, 盖上盒子放回原处, 心想, 等他送的时候再问吧, 那天之后, 顾青一直在等着陆景年送礼物, 可过了几天, 陆景年丝毫没有要送礼物的意思, 顾青心底纳闷, 这天晚上, 顾青坐在化妆镜前, 撞似随意地说道, 陆景年, 你不觉得我脖子空空的, 穿着衣服没有那么好看吗? 文言, 陆景年从文件里抬起头, 看向顾青, 他只穿了一件修身的打底衣, V字形的领口, 头发卷成一个饱满的丸子扎在脑后, 没了头发遮挡, 白皙的脖梗更显纤长, 优雅陆景年摇头, 实话实说, 不会, 很好看, 顾青哽了下, 发现他没听懂前台词, 诱导, 那你不觉得应该再搭点什么, 会更好看吗? 陆景年微正, 随即认真询问, 搭什么? 搭, 顾青差点把项链两个字说出来, 他起初还在想陆景年是不是先给个惊喜, 所以一直假装不知道, 现在看来, 怕是根本没想起那条项链, 顾青耸肩笑了笑, 算了, 没什么, 他解开头发, 他起身进了淋浴室, 陆景年脑子有些猛, 低声呢喃, 他生气了, 回想顾青刚刚说的话, 思索办上, 陆景年终于明白了顾青的暗示, 他是想要礼物了, 陆景年拿手机给助理打了电话过去, 晨起, 明天北城艺术中心是有一场拍卖会对吧? 一日, 陆景年走前对顾青说道, 今晚我早点回来, 带你去吃饭, 和你朋友他们聚吗? 顾青以为又是他那几位好友邀约, 陆景年摇头, 带着一抹期待的目光看向他, 就你和我, 哦, 顾青挑起他下巴, 暧昧恋恋的笑吻, 烛光晚餐, 他桃花眼眯起饱寒笑意, 双眸中的调情色彩毫不掩饰, 陆景年脸颊墨地红了, 抿了抿略微干燥的唇, 鼻腔发出低沉的一声, 嗯, 太阳才刚落山, 两人便已经到了餐厅, 法式风味的餐厅格调典雅, 小提琴手拉出浪漫缠绵的音符, 顾青刚落座, 陆景年推了个黑色丝绒盒到他面前, 拍卖会上看中的, 觉得很适合你,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顾青唇角不经勾起, 果然, 还是得按时才有用, 他打开打开盒子, 看见里面的东西, 神情震动了片刻, 盒子里面是一条绸缎丝巾, 见他手遁住, 陆景年语气忐忑, 是不是不喜欢, 顾青藏下心里的疑惑, 弯起唇角, 喜欢, 只要是你送的, 我都喜欢, 第97章, 纹身倔, 陆景年并没有选择送书房里的那条项链, 而是去拍了条丝巾送给他, 为什么, 顾青不觉得, 陆景年会背着他有别的女人, 对他这点信任还是有的, 他猜想, 或许那条项链是准备送给长辈或亲人的礼物吧, 顾青收起心里的猜测, 起身到陆景年面前蹲下, 你帮我戴上, 好, 陆景年接过丝巾, 折成长条, 围着顾青纤细的脖梗绕一圈, 认真打着精美的劫, 顾青蹲在他面前, 陆景年垂着脑袋, 视线不免下矣, 进餐厅后, 顾青就把大衣脱下, 内里穿着一件稍宽松的针织衫, 蹲下身后, 衣领往旁边滑落, 露出精致锁骨, 陆景年正欲挪开视线, 余光一瞥, 突然定睛他才发现, 顾青的锁骨下方, 连接胸口的那个部位, 有个字母贼的纹身, 陆景年神情微微恍惚, 看来他还没忘记那个人, 他当时说, 他和那个人早已相爱, 虽然已经成为过去, 但是, 如果真的只是过去的事情, 如果真的没了感情, 谁还会留着一个旧人的纹身, 能在身上纹上对方姓氏, 绝对不可能没感情, 而且到现在还没有抹掉, 说明什么, 还在意着他吗, 陆景年盯着那个黑色字母, 久久没有动作, 感觉自己呼吸都变得不畅快起来, 有一种名为嫉妒的情绪, 在他思绪里发酵, 让他胸口质闷, 于他, 他现在是最有资格询问的人, 然而他的身体, 却让他沦为了连极度都没资格的人, 倘若, 倘若他最后没有恢复正常, 他没有真的爱上她, 是一件好事, 不是吗, 他不禁回想他和顾清, 从相识到现在的一点一滴, 恍然发现, 一个以前从没注意到的细节, 顾清对他的感情, 来得太过突然, 他真的如他所说, 喜欢她吗, 如果是这样, 那为什么身上还留下别人的痕迹, 是因为心里还惦记着吗, 还没记好吗, 顾清的声音打断了陆锦炎的思绪, 他垂下眼睫, 掩饰眼底的情绪, 好了, 顾清低头看了眼记好的丝巾, 冲他笑道, 谢谢, 很漂亮, 陆锦炎嘴角牵起一抹僵硬的笑, 你喜欢就好, 关于那个纹身, 他不打算追问, 或者说, 他没勇气追问, 顾清坐回位置, 摸了摸脖梗上的丝巾, 想起在书房看见的那条项链, 好奇是难免的, 但他相信陆锦炎自有决定, 顾家别说, 自从杨斌发了那条朋友圈之后, 顾若便一直待在房间里面, 不肯出门, 电话铃声时不时响起, 令他心烦气躁, 这个时候主动来联系他的人, 要不是来看笑话, 要不就是阴阳怪气讽刺他, 顾若气得干脆把微信全都开了面打扰, 但电话号码不敢, 他怕错过重要的事情, 不过显然, 给他打电话来的, 无非都是些落井下石看好戏的塑料姐妹, 没消停片刻,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顾若本就浮躁的心顿时怒火中烧, 将手里的殊死尽色好几页, 拿起手机准备关机, 看见来电提醒后, 手顿住, 是一通跨国电话, 陈文哥, 顾若皱眉不解, 难难道, 他不是在美国吗, 这时候打电话来做什么, 想起杨斌发的朋友圈, 顾若面色难堪, 该不会是知道了那些事, 也跑来嘲笑他的吧, 但是, 他待在美国这么多年, 消息应该没这么灵通, 才是顾若犹豫了会儿, 最后还是按下接通键, 听童很快传来一道爽朗的男生, 若若, 猜猜我是谁, 顾若现在还不能确定他知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表现得也平淡, 笑着回, 是陈文哥, 他诚实询问对方来意, 你不忙呀, 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我刚从美国回来, 唐陈文笑着说, 咱俩这么久没见面了, 难道不想我这个哥哥吗, 不打算出来跟哥哥吃个饭, 听到要出去, 顾若下意识想拒绝, 想着万一他已经知道了朋友圈那些事, 准备当着他的面嘲讽吗, 正要回绝, 顾若猛的想起什么来, 眼前忽然一亮, 对啊, 陈文哥是从美国回来的, 而且他也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顾若脸上是难以压抑的兴奋激动, 陈文哥哥, 这么多年没见, 我当然想你了,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呀, 对了陈文哥, 时间太久远, 我都快忘了, 你是哪一年出国上学的呀, 唐陈文被他勾起回忆, 感慨道, 二十某某年, 没想到一眨眼, 都过去七年了, 顾若心底偷偷记下时间, 对电话那段的人说道, 还真挺久的, 陈文哥哥, 明天你有空吗, 我们约下午吧, 我请你吃饭, 唐陈文爽快道, 行, 顾若假装很忙, 陈文哥哥, 我还有点事, 先挂了, 咱们明天见, 挂了电话, 顾若开门下楼, 准备去找叶之雪问事情, 刚走到楼梯间, 便听见楼下大厅传来顾云飞和叶之雪的争吵声, 顾若停下脚步, 站在原地静静听他们吵架, 叶之雪语气愤恨, 顾青那死白眼狼, 真是小人之心, 我们都上门请他了, 还不肯回来, 对自己的父母都这么斤斤计较, 顾云飞怒哼一声, 指着他骂, 你还好意思说, 还不都是因为你, 明知道他小心眼, 还偏要去惹他, 把他赶出家门, 现在好了, 害得我们什么都留不住, 叶之雪脾气也上头, 把指着他鼻子的手挥开, 顾云飞, 你在这里装什么圣人, 每一次遇到事情都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这事赖不到我头上, 我就算有错, 那也是得了你的允许才去做的, 你一辈子就这点德性, 遇事只知道找自己人麻烦, 从来不敢惹外面人, 你有本事找陆景言麻烦去, 要不是当初壮大运, 遇上个不错的朋友, 跟着投资赚了一笔报复的钱, 你也还是那个没什么本事的孬种, 顾云飞好面子, 哪怕家里没人, 他也不允许别人接他底, 叶之雪这番话, 完完全全是戳着他的肺管子, 在打他的脸, 顾若了解他的父亲, 他妈说得这么难听, 肯定要挨打, 他眼底闪过一道深意, 快速跑了下去, 果然, 顾云飞面色铁青, 抬手朝叶之雪脸上扇去贱人, 你给我闭嘴, 那巴掌狠狠扇下来, 啪, 一声, 清脆响亮的巴掌, 精准地落在不知何时冲过来的顾若脸上, 将他脑袋打得偏向一边, 第九十八章, 胜券在握, 叶之雪瞪大双眼, 惊讶地看着挡在他面前的小女儿, 顾云飞脸上闪过一丝惊恶, 没想到顾若这个时候会突然冲过来, 不过, 他丝毫没有打错人的尴尬, 把手背在身后不说话, 脸色依旧难看, 叶之雪反应过来后, 上前将顾若护在怀里, 对顾云飞哭着破码, 顾云飞, 你有完没完, 为了一个顾青, 把这家闹成什么样子了, 我头也低了, 脸面也丢光了, 顾青还是不肯放过我们, 反正我不管了, 以后这件事情, 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吧, 不给顾云飞反骂的机会, 扶着顾若直接往楼上走, 叶之雪将顾若带回房间, 他抚摸着顾若红肿的半张脸, 满眼心疼, 傻孩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爸的手劲, 怎么不管不顾就冲上来了, 顾若自然知道顾云飞下手多狠, 但他心里更清楚, 比起顾云飞, 不管怎么说, 叶之雪对他是真的好, 在他面前也容易心软, 顾云飞会为了利益撇下他, 可叶之雪不会, 他们两个, 他总得抓住其中一个, 全当留个后路, 看叶之雪的反应, 好在他这一巴掌没白矮, 顾若吸了吸鼻子, 泪水盈盈, 我要是不冲上了, 被打的就是妈妈了, 我舍不得妈妈受伤, 叶之雪感动得鼻头酸涩, 笑道, 傻姑娘, 妈妈没白疼你, 看你脸肿的, 我去拿点药来, 没一会儿, 叶之雪拿了罐药膏过来, 棉签沾着药膏抹在肿的老高的脸上, 痛得顾若私生, 但他不后悔, 想了想, 叶之雪还是安慰道, 若若, 你也别怪爸爸, 他也是为了这个家, 自从娱乐城被封后, 他很久没睡个好觉了, 顾若眼眶通红, 乖巧地点头, 我知道的妈妈, 我不怪他, 娱乐城的事, 姐姐不肯帮忙, 可能是因为, 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关注他, 所以, 心理不平衡也正常, 听见这话, 叶之雪微愣, 杨冰朋友圈曝光顾若那事, 他一清二楚, 但小女儿在他面前这么乖巧懂事, 就算是犯了那点微不足道的错误, 又能代表什么呢? 他语气平淡, 接他回来过好日子, 他有什么资格不平衡, 见叶之雪这种态度, 顾若嘴角不禁往上扬了下, 又到, 对了, 妈妈你知道, 姐姐高考那年是哪一年吗? 叶之雪一边替他敷药, 一边思索, 想到顾清耶鲁大学毕业的事, 不确定地说道, 我想想, 咦, 他当初好像没参加高考, 你问这个干嘛? 顾若面露颤意, 故事变成这样, 很多事情都是因我而起, 姐姐刚回来的时候, 我跟他不熟, 很怕因为他的到来, 抢走了你们的关爱, 因为我的不懂事, 造成了这些后果, 所以, 这事应该由我去解决, 而且, 我也想了解姐姐的过去, 弥补之前对她造成的伤害, 妈妈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求姐姐收手的, 你能这么懂事, 妈妈很欣慰, 相信你爸爸知道了, 也会高兴的, 叶之雪想了话, 说道, 应该是在二十某某, 那年成成刚好, 生了一场大病, 听见年份, 顾若兴奋地差点站起来, 果然和成文哥哥是一届的, 顾若在脑子里, 细细整理时间线, 唐成文是在二十某某年高中毕业, 申请上的耶鲁大学, 而顾青没参加高考的那一年, 刚好是唐成文高考的那年, 如果顾青没撒谎, 真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 那么, 他们两个应该是同级, 至于顾青有没有撒谎, 明天跟唐成文见面后, 就知道答案了, 一日, 顾若早早就到了和唐成文约定的餐厅, 唐成文约莫半小时后到达, 成文哥哥, 这边, 顾若激动地朝他挥手, 唐成文往他挥手的方向走去, 略含歉意地说道, 我已经提前出发了, 没想到还是让你等我, 是我失脸, 顾若笑得很甜, 没事的, 成文哥哥, 顾若是精明的, 并没有开门见山说出自己的目的, 而是先闲聊了许久, 确认他还不知道朋友圈那些事之后, 才巧妙地抛出话题, 对了, 成文哥哥, 跟你问个人, 顾青, 你听过吗? 他也是耶鲁大学的, 应该跟你试一剑, 我这里有张照片, 你看你见过吗? 他找到顾青的照片, 递给唐成文看, 唐成文接过手机, 眯着眼看了会儿, 问, 他是哪个院系的? 应该是医学系, 唐成文认真想了许久, 然后摇头, 没见过, 也没听说过, 真的吗? 顾若语气激动, 声音都高了几分倍, 那就是说明, 他不是耶鲁大学的, 不一定, 唐成文把手机还给他, 说道, 学校那么大, 每个院系的人也多, 不认识很正常, 见顾若有些失落, 他又道, 要不我帮你问问我朋友, 他认识的人更多, 顾若连连点头, 好, 我把照片发给你, 唐成文将照片发给朋友, 接着给对方拨去电话, 孙耀, 我刚发了张照片给你, 你看看, 那女生是我们那些的吗? 等着, 电话那边男人的声音有些沙哑, 显然刚从一场情势中抽离, 安静几秒, 听筒传来脏话, 我靠, 你小子哪勾搭上的美人? 唐成文无语, 解释说, 我不认识, 帮朋友问他, 那边传来失落的声音, 这样, 这美女我不认识, 看着唐成文挂断电话, 顾若怀揣着忐忑的追问, 怎么样, 认识吗? 唐成文摇头, 我那朋友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学校要真有这么好看的女生, 他早就了如指掌了, 这个答案, 对顾若来说, 无异于近段时间来, 最好的消息, 顾若真的治好了养老爷子又怎样, 那也照样抹不掉他在学历上撒谎的污点, 一千个人中, 哪怕只有一百个人说他的不好, 这种情形, 顾若也乐意看到, 婚礼, 他想顺顺利利嫁入豪门, 受千万人羡慕, 没那么简单, 如果在众人瞩目的婚礼上, 顾若被人狠狠揭穿了真面目, 那画面, 一定很刺激吧, 顾若秀眉高挑, 嘴角轻轻勾起一个弧度, 瞬间有种胜券在握的信心, 第99章, 顾青的感情史, 顾若身子往前倾, 不确定地问, 所以, 他不是耶鲁大学的, 对吗? 唐承文犹豫道, 这也不敢保证, 我那朋友是个花花公子没错, 但全校美女那么多, 他也不一定全都认识, 他又问, 你打听的这个人, 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顾若几乎抢答, 重要, 非常重要, 承文哥哥, 你认识的人多, 能帮我查一查他吗? 唐承文想了想, 点头, 这样吧, 我让学校里的朋友, 帮你查一下, 我们这些医学系所有的学生名单, 看看有没有你说的那个人, 顾若激动地握住他的手, 太好了, 谢谢承文哥哥, 北城某餐厅, VIP包厢内, 坐着两个男人, 正在交谈公事, 其中一个年纪上涨, 两病发白, 眉眼间却近视精明, 一看就是商业老手, 另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男人, 神情不明, 令人还琢磨不透情绪, 陆总能跟贵公司合作, 是我们万事集团的荣幸,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那位老者面露谄媚, 起身朝陆景颜伸出手, 陆景颜盯着他手看了半赏, 一直到对面的人笑容僵硬, 才抬手与他相握, 合作愉快, 老者笑容更甚, 直起身来, 既然如此, 我就不打扰陆总了, 话落, 他身后的助理很有眼见地, 上前去替他开门, 人走后, 站在陆景颜身后的陈起, 忍不住开口, 万永和那只老狐狸, 还真会为自己赚取利益, 要不是看他和董事长有过一点交情, 不然他以为这合作轮得到他手里吗? 陆景颜轻笑一声, 双手交叉, 自然搭在腿上, 万永和混迹商场四十多年, 早就老练如江, 不先让他尝点甜头, 他又怎么可能尽心尽力, 为我们做事? 陈起点头赞同, 还是陆总考虑周全? 陆景颜双手滚着车轮, 吩咐道, 回公司吧, 出了包箱, 陆景颜意外看见一个眼熟的男人, 陆景颜一正, 很轻易认出对方, 是顾清那个从国外回来的朋友, 陆景颜滚动车轮, 正要上前叫住他, 接着电梯里又出来一个年轻的女人男人, 脸上满是笑容, 拉着他胳膊进了一个包箱, 陆总, 电梯到了, 助理稍稍攻下身子, 提醒道, 陆景颜收回视线, 陈起, 你先下去等着, 我有点事要处理, 陈起不多问, 汉手道, 好的, 陆总, 外面等了大概半小时的功夫, 门咔哒一声, 从里面打开, 准备去洗手间的周成云打开门, 看见门口的陆景颜, 眼底闪过意外, 挑了下眉, 你在等我, 陆景颜看他一眼, 默不作声地点头, 周成云可不相信, 他无缘无故找他, 更不相信是来找他吃饭的, 他轻易便猜到了原因, 你来找我, 是因为顾医生, 陆景颜吻了声, 轻声说道, 你是顾清的朋友, 我想找你了解一下他的过去, 过去, 周成云双眼眯起, 顾清上次在酒吧跟他聊过, 他知道陆景颜现在已经忘了顾清, 好端端的, 他突然想了解顾清的过去, 难道是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龙玉的八卦因子作祟, 周成云突然亢奋, 行, 我们去那边聊, 他边往前面走, 边用手机给人发消息, 我在门口遇到个人, 可能要点时间, 你稍等一会儿, 到走廊尽头两人停下, 周成云转身看向陆景颜, 问吧, 你想问什么, 想了解什么, 尽管问, 陆景颜看着周成云, 手指微微收拢, 他很想询问关于顾清过去的事情, 他想再了解他一点, 但他害怕, 他不知道这样背着顾清向他朋友打听他过去的事情, 会不会让他感到不舒服, 会不会冒犯了他, 矛盾的情绪在心底翻涌, 将他思绪分裂成两半, 一半思绪催促他想知道什么都快点问, 另一半思绪, 则警告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陆景颜心里乱成一团, 纠结交织, 无法理清, 沉默良久, 最终还是没办法说服自己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 算了, 没什么事, 别呀, 陆总, 周成云不乐意, 怎么能这么够他的好奇心呢, 他连忙道, 你都在我包厢门口, 摆我, 把我约到这儿了, 而且, 我也跟我朋友发消息说, 让他等我, 结果, 你现在跟我说没什么要问的了, 耍我呢, 陆景颜没有任何辩解的意思, 微微汗手, 抱歉, 得, 你不说是吧, 那我自己猜了, 周成云双手抱胸, 依靠在墙面, 假装思考, 让我猜猜, 一个男人会对一个女人过去什么事感兴趣呢, 哦, 我知道了, 他脱长尾音, 眼神细血, 肯定是感情史, 没错吧, 陆景颜掀起眼皮, 给了他一记眼神, 狭长冷淡的谋底, 像是犯了树寒刃, 一看陆景颜这表情, 周成云就知道, 被他猜中了, 立刻收起那副看好戏的笑脸, 正经倒行了, 你不用说了, 想知道顾医生的感情史是吧, 说到这, 他顿住, 想起顾青跟他说过, 现在还不能让陆景颜知道, 他自己丢失过一段记忆, 否则可能会对他的治疗造成影响, 可是顾青的感情史, 也就只有他陆景颜一个人, 那怎么说呢, 咦, 有了, 周成云笑了笑, 不怀好意地说道, 顾医生以前遇到过一个, 对他展开猛烈追求的男人, 那个男人对他很好, 还格外深情, 他怕顾医生在国外吃腻西餐, 就亲自跑去学中餐, 每天变着花样地给顾医生做饭, 当然, 顾医生也为了他, 拒绝了众多条件优异的追求者, 顾医生也同样深情, 所以说, 那时候他们俩在所有人眼中都是天造地设的, 陆景颜打断他的话, 那个人姓姜吗? 姜? 什么玩意儿? 怎么突然提起名字了? 周成云一脸猛逼, 等等, 他已经猛然想起顾医生在锁骨下方, 好像闻了个纹身, 是个字母坠, 当时他们看见问了一嘴, 顾医生回答说是陆景颜的锦, 他们还嚎叫着说被塞了把狗粮来着, 所以周成云印象很深刻, 陆景颜这样问, 他该不会是看到了顾医生上的那个纹身, 然后误以为是姜吧? 似即此, 周成云忍不住扬起唇角, 那这可就好玩了, 第100章, 景颜有事瞒我, 陆景颜的弟弟当时在酒吧里打他那一拳, 周成云还记着, 既然弟弟惹了祸, 他作为哥哥, 好歹也得承担点吧, 况且, 顾医生说了, 不能让他知道自己失忆的事,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为了他身体着想, 周成云压下兴奋, 低渴两声, 勉强应该算是吧, 反正名字里面有, 他回答得似是而非, 多少带了点私人恩怨, 陆景颜悬着的心猛的一沉, 自虐般的问道, 他们感情很好吗? 周成云看热闹不嫌是大, 语气夸张, 岂止是好啊? 那男的简直爱惨了顾医生, 顾医生也为了他差点付出生命, 顾医生他差点为了那个男人付出生命吗? 他认识的顾医生是一个清醒理智的女人, 如果不是对那男人爱得极深, 绝不可能为了那人付出生命, 哼, 他突然觉得自己是爱找虐的, 明知道他心里有一个爱得很深的人, 偏要来了解他的过去, 不是说好了, 只在意他的未来和现在吗? 至少现在出现在他世界里的是他陆景颜, 而不是那个姓姜的男人, 那个男人注定只能是他的过去, 陆景颜握紧车轮, 声音中透着压抑的自嘲, 抱歉, 我不想听了, 也不想了解了, 话落, 他滚着车轮转身进了电梯, 电梯里面只有陆景颜一个人, 他低着头, 背挤微弯, 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明知道, 明知道顾清心里有过别人, 他还不死心地上赶着追问他过去的感情, 陆景颜抬眸看着电梯反光镜中的自己, 薄唇扬起一抹自嘲的笑意, 他会过来, 他那么在意他的过去, 除了那该死的战友欲, 还有不相信顾清会喜欢上这样的他吧, 事实证明, 一个曾经拥有那么刻骨铭心的爱情的人, 怎么可能会突然爱上别的男人, 而这个别的男人, 连一个正常男人都算不上, 果然他能不介意他的一切, 跟他在一起, 是有目的的, 顾清跟陆景颜住在一起后, 每天都给他检查一遍身体, 近段时间, 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中医疗程, 对陆景颜的神经刺激是有用的, 只是因为诸多因素, 效果不明显, 但跟之前相比要好很多, 看来他必须得快点克服手抖的心理障碍, 尽快给陆景颜安排手术, 顾清提前让人找了只小白鼠过来, 准备好手术器具, 他提着小白鼠进入书房, 戴上口罩和手套, 顾清盯着器具盘里那枚锋刃的手术刀, 突然感到口干舌燥, 他咽了咽唾沫, 紧张万分地拿起手术刀, 没立即动刀, 而是在手里放了会儿, 见没其他反应, 顾清松了口气, 还好, 手没抖, 可当滑到他的腹部时, 顾清手部猛地颤抖起来, 他手不自觉握紧手术刀, 努力压制住发抖的手, 顾清额上进了层薄汗, 见手抖得没那么厉害了, 接着继续, 可当手术刀滑触碰到器官, 顾清眼前忽然眩晕, 一阵寒意有脊背蔓延至全身, 他眼前默然出现一幅画面, 是奶奶躺在手术室上的模样, 那么无助, 那么痛苦, 而他就站在旁边拿着手术刀, 无能为力, 就那样, 眼睁睁地看着至亲的奶奶死去, 顾清呼吸一致, 胸膛快速浮动, 开始大口大口地呼吸, 他一定要克服心理障碍, 一定要重新拿起手术刀, 顾清用左手死死握着拿手术刀的那只手腕, 逼迫自己保持冷静, 解剖小白鼠, 这是医学生入门最简单的一台手术, 换做以前, 顾清每五分钟解剖一只, 今天, 却花了他将近四十分钟的时间, 顾清面色苍白, 浑身脱离地已在墙面, 双目无神地盯着手里那把手术刀, 他并没有克服手抖的毛病, 在手术期间还险些割破小白鼠的气脏, 这场手术是顾清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次, 门外, 行月找上了门, 张仪看见他来, 宫颈道, 您先稍等一会儿, 我上去通知一声, 行月招招手, 用不着这么麻烦, 你忙你的去, 说吧, 他冲着二楼吼, 景言, 快下来, 还有个东西忘记给你了, 听见声音, 顾清打开书房门, 下楼便看到行月站在大厅, 他回道, 景言他不在家, 看见顾清, 行月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愣在原地显然, 他是忘了陆景言已经结婚这事, 行月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目光下移, 看到顾清拿着一把小刀, 手上鲜血淋漓, 实在甚人, 他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一步, 嫂子, 您这是在, 哦, 没什么, 顾清将手往后挡了挡, 他并不想让陆景言知道自己做手术有困难, 不然他会因此更没有信心, 顾清看着行月手里拿着的东西, 岔开话题, 景言他现在不在家, 这是要给他东西吗? 你先放我这儿吧, 等他回来了, 我再拿给他, 行月慢慢拍地想起手上的东西, 连忙藏到背后, 喂, 没事, 嫂子,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自己拿给, 他就好了, 不劳烦您, 顾清敏锐, 察觉到一丝异常, 挑了挑眉, 不能让我知道吗, 你和景言有事儿瞒我, 行月脖子一梗, 暗暗咬牙, 算了, 死到有不死平到, 他们夫妻两个人的事情, 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行月将手里的东西往桌上一放, 快速说道, 放这儿了, 嫂子再见, 紧接着扭头就跑, 跑得很快, 好像后面有鬼在追似的, 顾清目光落在桌面的盒子上, 不禁疑惑, 什么东西, 让他这么紧张, 张姨, 麻烦帮我把东西拿进我房间, 他吩咐道, 张姨硬了声好, 顾清上楼先去洗手间用消毒液洗了手, 然后坐在办公桌前, 拿起那个小盒子打开, 一枚戒指, 顾清将戒指拿到手中, 闪着微光的钻戒被雕刻成薔薇花的形状, 这是他最喜欢的花, 他视线挪动, 轻易便看见戒指那壁刻上了一个字母意, 意, 是他英文名Evelyn的首字母, 戒指, 项链, 行月是刚从国外回来的, 之前聚会的时候, 他记得行月说过有将近七八个月的时间, 没和陆锦岩联系, 顾清突然猜到了其中的缘由, 看来, 这两样东西应该都是陆锦岩失忆前就已经托人定制好的, 而且还是送给他的, 这边, 行月刚跑出门便急匆匆给陆锦岩打了电话过去, 锦岩, 我刚刚做了件非常糟糕的事, 你可一定得原谅我, 我不知道, 你给你媳妇已经注意起了, 刚刚去找你给东西的时候, 撞上她了, 然后, 然后我就把你之前准备送给别的女人的戒指, 给了你媳妇, 你说什么, 陆锦岩来不及追究什么戒指的问题, 用力捏了下眉骨, 你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不等行月辩解, 陆锦岩直接撂了电话, 他食指交叉, 手肘撑着桌边, 垂下脑袋, 心底莫名有种说不出来的心慌, 他怕顾清看到那枚戒指后产生误会, 陆锦岩抬头喊道, 晨起, 被车, 坐上车, 陆锦岩吩咐, 回明院, 用最快的速度, 第101章, 一枚戒指, 不久, 车子在门口停下, 助理将陆锦岩搀扶到轮椅上, 绕到他身后, 准备去推他, 刚伸手, 就见他自己滚着车轮快速往前, 没在大厅看见顾清的人影, 陆锦岩乘电梯上了二楼, 房间门没关, 他滚着车轮直接进去, 顾清坐在办公椅上看书, 寻声朝门外看过去, 锦岩, 今天这么早回来啊, 他表现得格外平静, 似乎什么都没发生, 要不是看见他手旁边的那个盒子, 陆锦岩甚至都觉得行月刚才打来的那通电话, 只是一场幻觉, 陆锦岩紧紧抓着轮椅扶手,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紧张, 哪怕顾清不喜欢他, 他也不想他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他不知道顾清有没有打开那个盒子看, 更不知道要怎么向他解释突然冒出来的两样东西, 肩默片刻, 陆锦岩轻声询问, 行月, 他刚来过, 他一字一顿, 语速极慢, 几乎每说一个字都要打量顾清一眼, 看见他略显心虚的眼神, 顾清微微一笑, 道, 嗯, 陆锦岩急声道, 那他有说什么吗? 他生怕行月话不够脑, 在顾清面前说了一些不该说的事, 问完这句话, 才发觉自己反应过大, 陆锦岩抿了抿唇, 眼神四处犹疑, 就是不看顾清的眼睛, 难得见他紧张心虚的样子, 顾清笑意盈盈的眼眸藏了丝俏皮, 他支着脑袋, 慢悠悠地说, 倒是没说什么, 陆锦岩刚松口气, 紧接着听他不紧不慢地补充道, 不过他留下了个东西, 说是你的, 陆锦岩喉结一紧, 忧伸眼眸闪过明显的慌张, 顾清假装看不见, 拿起桌上的盒子打开, 走到他面前蹲下, 陆锦岩, 想不到啊, 你还有这么浪漫的一面呢? 顾清拿出里面的戒指, 一脸惊喜地看着他, 不过用不着这么麻烦, 以后你想送什么东西, 亲手给我就好了, 这样, 我会更高兴, 陆锦岩正愣瞬间, 随即反应过来他误会了什么, 其实我, 我很喜欢, 谢谢你, 锦岩, 顾清打断他的话, 低头认真看着戒指, 这钻戒上课的是一朵薔薇花吧, 真好看, 他笑得眉眼弯起, 本想打算解释的陆锦岩顿时沉默下来, 他实在不忍心打断他这么好看的笑容, 他希望他一直这样开心下去, 看他不说话, 顾清挑了下眉, 将戒指递到他手上, 伸出右手, 你帮我戴上吧, 陆锦岩看着手里的戒指, 没法拒绝, 有些木讷地套在他手指上, 戒指刚触碰到指尖, 顾清突然收手, 不对啊, 陆锦岩, 我怎么觉得, 这个戒指好像大了点, 陆锦岩动作僵住, 表情呆滞, 大脑在这瞬间失去了思考能力, 他头一次有这种心慌的感觉, 就像背着大人做了错事的小孩, 失措后怕, 咦, 像是发现什么不得了的事, 顾清拿过戒指, 你看看这戒指那圈是不是刻了什么东西, 他把戒指里递到陆锦岩眼前, 你看, 是个字母意, 这是什么意思, 顾清盯着他眼睛, 心诗问罪道, 陆锦岩, 我的名字里面可没有这个字母, 第102章, 不让他受委屈, 面对他的质问, 陆锦岩不知所措, 他想向他解释, 却不知从何开口, 因为连他都不知道, 这个字母意是什么意思, 陆锦岩正正地看着他, 张了张嘴, 我, 他面色心虚, 声若闻吟, 顾清不忍心再继续逗他了, 墨底提高音量, 哦, 我知道了, 陆锦岩看向顾清, 他两只眼睛亮晶晶地, 一脸惊喜地说, 这个意义是love的最后一个字母对不对, 陆锦岩, 没想到你还挺懂的吗, 陆锦岩眉头稍醋, 正要开口解释, 他突然仰头在他侧脸轻灼一口, 我很喜欢这个礼物, 谢谢你, 他声音柔柔地, 他眼里有着无法掩饰的喜悦, 看着他灿烂的笑颜, 陆锦岩抿着唇, 终是没在解释那所谓的字母意, 他嘴角牵起一抹笑, 只是那笑容格外勉强, 你喜欢就好, 陆氏集团, 陆锦岩开完会回到办公室, 紧接着助理就敲门进来, 什么事, 陆锦岩淡淡问道, 手肘撑在桌面上, 拇指揉着太阳穴, 闭目养神, 助理将手机递到他手边, 功声说道, 陆总, 十分钟前杨老爷子打来了一通电话, 陆锦岩动作停下, 睁开眼对助理说道,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助理出了办公室后, 陆锦岩拿起手机给杨老爷子回播过去, 不一会儿, 听筒传来老人沙哑的声音, 锦岩, 是你吗? 是我, 陆锦岩应了声, 礼貌问道, 杨爷爷身体最近还好吗? 陆锦岩打小就试得孝顺有理的孩子, 杨老爷子一向喜欢他, 听他这样问, 杨老爷子乐呵呵地点头, 好, 好着呢, 寒暄一阵, 杨老爷子突然严肃起来, 锦岩, 杨爷爷打电话来, 是想问你件事, 您问, 杨老爷子问道, 顾云飞那所娱乐城被陈特助叫停了, 这事儿, 是你吩咐的, 陆锦岩谋底略过一丝疑惑, 杨爷爷向来不过问外界的事, 今天怎么这么反常, 他点头承认, 对, 是我吩咐的, 为什么? 杨老爷子语气带着深深的不解, 锦岩, 不是老爷子我要多管闲事, 顾医生不仅是顾云飞的女儿, 她更是我的救命恩人, 她家现在陷入困境, 我不能坐视不理, 但是我知道, 你不是一个不讲理的孩子, 所以, 我想问问, 是顾云飞哪里得罪了你吗? 不然, 你为什么要对顾家下手? 讲到后面, 杨老爷子几乎是劝说的语气, 你要知道, 你和顾医生婚期将至, 若是在这个时间段闹出这事, 对顾医生的影响不会太好, 外人恐怕都以为, 是你不重义这个未婚妻, 才会出手对付他娘家, 而且, 顾云飞好歹是顾医生的父亲, 父女之间再大的仇也斩不断血缘, 你这样做, 夫妻之间难免心存芥蒂, 听完杨老爷子一席话, 陆锦岩知道他打电话的目的了, 杨爷爷, 谢谢您为我的妻子着想, 陆锦岩谦逊地道了声谢, 接着说道, 顾云飞他没得罪过我, 但他得罪了我的妻子, 这两件事也没差, 至于心存芥蒂, 这您真的多虑了, 他嗓音含笑, 轻声道, 毕竟, 我针对顾云飞这件事, 从头到尾都没瞒过顾青, 杨老爷子听得有些梦了, 花白的眉毛皱在一起, 心道, 难道真的像边说的那样, 锦岩对顾医生深情仗, 他针对顾家, 也仅仅是因为顾云飞得罪了顾青, 杨老爷子陷入迷茫, 见对面眉身, 陆锦岩自认没细解释的必要, 礼貌说了句, 杨爷爷, 娱乐城的事您不必管, 我会妥善处理, 顿了下, 他正色道, 至于您的救命恩人, 您放十万个心, 我保证不会让他受一分一毫的委屈, 第103章, 复仇计划, 陆锦岩说的够直白了, 杨老爷子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他轻微叹了口气, 道, 既然如此, 我就不多管闲事了, 说完便挂了电话, 陆锦岩握着手机, 食指指腹妈撒着手机边沿, 回想着杨老爷子说的话, 杨爷爷说的没错, 他和顾清的婚礼在即, 确实不适合弄出太大的动静, 既然如此, 那娱乐城的事, 等到婚礼过后再慢慢处理, 也不是问题, 说起婚礼, 陆锦岩手指停下, 漆黑的眸子闪过微亮的光, 若是之前, 他可以全权交由其他人安排, 可现在不同了, 这, 可是他和心爱之人的婚礼, 他想亲自安排, 他要亲自参与婚礼的设计, 给顾清一个盛大且独一无二的婚礼, 思及此, 陆锦岩将手机撂到桌上, 拿起呼叫机说了声, 陈锦, 进来一下, 片刻, 陈锦敲门进来, 陆总, 请问有什么吩咐, 你联系一下婚庆公司, 约对方下午见个面, 婚礼事宜, 我要跟工作人员面谈, 嗯, 啊, 陈锦一时反应不过来, 他略微惊讶地看着陆锦岩, 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陆, 顾两家的婚礼事宜, 就连董事长都发话说不必费心, 按照婚庆公司安排就好, 谁想到, 陆总把他叫过来说, 要亲自去跟工作人员面谈婚礼事宜, 陆总对于这场婚礼, 竟然这么上心, 见他发愣, 陆锦岩问道, 是我没说明白吗, 需不需要, 我再重复一遍, 只是单纯地询问, 不带着任何威压陈锦连连摆头, 不不不, 我听懂了陆总, 这就去联系, 陆锦岩点了下头, 辛苦了, 陈锦岩愣了顺, 他说这话时, 唇角上扬, 丝毫没有工作时的严肃和平常, 让人不敢靠近的冷漠感, 陆总现在这模样, 像个沉醉在美满婚姻中的男人,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跟唐承文分开好几天了, 让他帮忙查的事情, 也不知道查得怎么样了, 顾若等不下去了, 主动给唐承文发消息过去, 顾若, 承文哥哥, 方便见一面吗, 今天下午老地方, 消息发了五分钟, 还没回信, 顾若觉得奇怪, 之前只要他主动给唐承文发消息, 他都是秒回, 最迟也不超过五分钟, 将近半小时过后, 终于收到回复, 唐承文, 好, 回答得这么敷衍, 这是顾若的第一反应, 毕竟他之前都会拉着他聊东聊西, 生怕错过这次聊天的机会, 下次就等不到了似的, 不过, 他并没多想, 因为只想快点确认, 顾青是否在耶鲁大学毕业, 他是否说了谎, 下午, 顾若跟上次一样, 比唐承文早到半个小时, 他一坐下, 顾若身子往前倾, 声音带着隐隐激动, 承文哥哥, 怎么样, 让你帮忙调查的事情, 查清楚了吗, 唐承文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眼神复杂地看着他, 回国这几天, 唐承文通过身边的好友, 已经知道了顾若在豪门群聊中说的那些话, 也知道了杨兵发的那条朋友圈, 前后发生的那些事情, 他也了解得差不多了, 唐承文的父母曾经和顾云飞合作过, 两家人的第一次饭局上, 他便喜欢上了顾若, 哪怕是出国后, 他也喜欢他, 所以, 回国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找他, 在唐承文的记忆中, 顾若一直都是个单纯善良的女孩, 可当他听说了他做的那些事, 唐承文搭在饭桌上的手, 交叉紧握, 顾若立刻凝在脸上, 唐承文继续, 你查你姐姐做什么, 揭穿他不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事实吗, 你要在什么时候揭穿, 婚礼, 他眼神赤裸裸地落在顾若身上, 似要将他看穿, 脸上的表情传递出来的信息是, 你根本不是个好女孩, 你就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顾若原本想辩驳, 此刻不那么想了, 看来, 你都知道了, 他也不想再伪装了, 干脆破罐子破摔, 对, 我就是要这样做, 因为我恨他, 我恨他抢走了我的一切, 唐承文猝着眉, 表情凝重, 顾若紧紧抓住他的手, 眼眶泛红, 蓄着盈盈泪珠, 承文哥哥, 求你帮帮我好不好, 我一直跟顾青不对付, 是有原因的, 都是因为他伤我太深, 我才想讨回公道, 他吸了吸鼻子, 带着哭腔说道, 你知道吗, 我爸妈把他接回家的第一天, 他想在我面前立威, 就嚣张地动手打我, 我爸妈又是唯利仕途的性格, 想着顾青以后会嫁进陆家, 他们不敢得罪, 所以根本就不管我受没受委屈, 顾若抬起头, 满脸泪痕地看着他, 承文哥哥, 如果不是因为没人为我出头, 你以为我想做这些事吗, 我爸妈的心思, 已经全在顾青一个人的身上了, 我要是再不为自己争取, 那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他哭得梨花带雨, 声音哽咽, 喜欢多年的人在自己面前哭成这副模样, 唐承文心疼不已, 早把心里的那点责愿抛之脑后, 他回握顾若的手, 声音温柔地说道, 对不起, 若若, 是我没搞清楚情况, 听别人三言两语就误解你, 让你受委屈了, 顾若顺势扑进他怀里, 嗓音软糯糯的, 毫不委屈, 承文哥哥, 你帮帮我好不好, 求你了, 顾若的脸颊贴着唐承文胸膛, 令他几背一僵, 一时间失去了思考能力, 呆至片刻, 唐承文抬手轻轻地拍着他后背轻哄, 好, 我帮你, 在唐承文看不见的地方, 顾若脸上带着笑意, 这样说, 他查到的东西, 肯定是对顾青不利的了, 顾青他能治好养老爷子的腿脊, 顶多算是侥幸, 瞎猫撞上死耗子罢了, 根本不足以证明, 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唐承文犹豫了下, 呼口气, 与顾若拉开一点距离, 他从脚边拿起一个公文带递给他, 这是二时某某届我们所有院系的学生名单, 我拿到后从头到尾翻看了好几遍, 都没有查到一个叫顾青的本国人, 得到确定的答案, 顾若看着手里的公文带,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果然是什么根结什么果, 顾云飞和叶之雪是个唯利是图, 满嘴谎言的人, 我顾若是这样, 他顾青也好不到哪里去, 顾若眼底升起一抹胜利的狂妄, 顾青, 你等着吧, 我要在万众瞩目的婚礼上, 让你尝尝被人奚落, 唾弃的滋味, 第104章, 七奴十锤, 还有, 杨斌和陆锦明不是对顾青很有好感吗, 他倒要看看, 他们两个不顾情面的在朋友圈羞辱他, 到时在婚礼现场, 跟着顾青一起丢脸, 会是什么反应, 回到家, 顾若找到顾云飞和叶之雪, 迫不及待的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爸, 妈, 你们都被顾青骗了, 他不是叶鲁大学毕业的, 真的,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我托人帮忙查了, 叶鲁大学根本就没有顾青这好人, 叶之雪醋眉, 惊道, 你说什么, 比起叶之雪, 顾云飞淡定许多, 他抬起褶皱的眼皮, 盯着顾若看了半晌, 敏锐地察觉到他的用意, 顾云飞冷哼一声, 从沙发上起身, 你以为, 我会相信, 你的一面之词吗, 就算顾青真的不是叶鲁大学毕业的, 又怎样, 他走到顾若面前, 一字一句地重重开口, 我警告你, 顾若, 我不允许你做任何有辱顾家的事, 更不允许顾青的婚礼上出现任何问题, 否则, 我绝对轻饶不了你, 说吧, 顾云飞没多看顾若一眼, 直接上楼, 顾云飞之所以没立刻追究顾青到底有没有撒谎, 是因为顾青是他的女儿, 若是让别人知道了, 只会说顾家叫女无方, 最后脸上无光的是他顾云飞, 他好不容易在外人面前树立的良好形象, 绝不能毁于一旦, 叶之雪原想追问下去的, 但看到顾云飞的脸色后, 把那份惊讶跟疑惑生生吞进肚里, 他轻轻推了下顾若的肩膀, 提醒说, 你爸爸最近心情不好, 别去惹祸, 说完, 也跟着上楼, 顾若站在原地, 仰头看着往楼上走的顾云飞和叶之雪, 垂在身侧的双手紧紧握成拳头, 力气大得手都颤抖, 两久, 顾若喝一声笑了, 又来教训他呢, 自从朋友圈曝光的事发生后, 顾云飞虽然没当着他说过什么, 但是这段时间一直处于对他爱达不理的状态, 几乎没给他正眼瞧过, 顾若知道, 他是要等到娱乐城的事情平息后, 再好好找他算账, 所以, 他才拼尽全力找出顾青的问题, 为的就是弥补错误, 至少要让顾云飞和叶之雪知道, 骗人的不是他, 而是顾青, 可当他告诉顾云飞的时候, 他却反过来警告他, 不许破坏顾青的婚礼, 他怕自己难堪, 所以不让顾青丢脸, 哼, 那他丢的脸算什么, 所有圈子里的人都跑过来笑话他, 隔应他, 顾云飞有为他出一口气吗, 想要他顾及他和顾青的颜面, 休想, 他偏不如他的意, 等着吧, 顾青婚礼那天, 就是他们颜面进尸的时候, 晨起上午便安排好了, 跟婚庆公司的工作人员见面的具体时间, 开完一场小型会议, 陆景颜便出了公司, 上车前往婚庆公司, 知道陆氏总裁要亲自来商量婚礼事宜, 婚庆公司的工作人员提前站在门口等候, 片刻, 一辆黑色家常商务车缓缓驶来, 两排工作人员纷纷攻身俯首, 站最前面的经理则上前攻营, 生怕怠慢, 车子停下, 助理搀扶着陆景颜坐上轮椅, 经理带着热情的笑容, 引着陆景颜进入VIP室, 室内所有橱窗里展览的都是各大明星, 豪门夫妻, 甚至世界名人的婚礼图片专门用于参考, 陆景颜看了一圈, 收回视线, 经理是个有眼力见的人, 知道他这反应是对墙上的婚礼形式都不满意, 他从一边拿了一打厚重的图册放在桌上, 陆总, 您可以看看这里面的婚礼现场设计, 都是我们专程请国外知名设计师设计的, 或者有其他想法, 您尽管提, 陆景颜粗略翻了几页后, 您的意思是, 一切以新娘的喜好为主对吧? 听他提起新娘, 陆景颜眼底波光微转, 薄纯青阳, 对, 听见他肯定的回答, 周围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眼里满是艳险, 忍不住小声交谈, 天哪, 我一直以为陆总是高高在上的男人, 没想到这么宠媳妇, 想起我结婚的时候, 全由南方决定了, 婚礼上的布局我没一个满意的,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我要是也能遇到陆总这样的男人就好了, 经理心底惊讶, 堂堂陆氏总裁竟然是个妻奴, 但经理始终是经理, 专业素养一流, 面上仍保持热情的笑容, 询问道, 那新娘子对婚礼现场有什么要求呢? 比如说, 新娘子喜欢什么花, 想要什么样的现场氛围, 是复古的, 中式的, 还是浪漫的? 他, 吐一个字, 陆景颜顿了顿, 说不上来话, 他猛然发现, 自己对顾青的喜好一无所知, 陆景颜放下图册, 对经理说道, 抱歉, 这些问题, 我需要联系我的夫人, 经理危证, 随即起身往后退了几步, 好的, 陆总请便, 陆景颜拿着手机, 低头按下顾青的电话号码, 后面几个工作人员有些猛了, 三两个聚在一块偷偷八卦, 他们看向陆景颜的眼神, 也从开始的崇拜, 花痴变得微妙起来, 可不微妙吗? 哪有新郎官对自己新娘的喜好一无所知的? 看来, 这陆家大少爷果然不喜欢那个强塞来的未婚妻, 刚才表现出来的欺奴一面, 也不过是作秀罢了, 宁愿, 顾青难得好心情, 正给花园里的花草浇水, 听到电话铃声, 他从衣服口袋里翻出手机, 看到来电人, 顾青脸上扬起笑, 摁下接听见, 清脆地喊道, 老公, 是不是工作太累, 需要找老婆充电呀? 他不知道陆景颜没在公司, 陆景颜被他那声甜蜜的老公叫得晃了下神, 他手握成拳, 抵着唇边倾壳一声, 含糊地应道, 嗯, 想起正事, 陆景颜问, 对了, 你, 喜欢什么花? 顾青挑了下眉, 要送他花吗? 他低头看着自己无名纸上的戒指, 回答说, 薔薇, 陆景颜当时一心想着怎么跟顾青解释戒指的由来, 至于戒指上的薔薇花压根没留心, 陆景颜点头, 又问, 那, 复古, 森系, 浪漫, 这三种氛围, 你选哪个? 顾青秀没倾促, 选花还讲究这个吗? 虽然觉得奇怪, 但他还是如实回答, 浪漫吧? 第105章, 朋友来袭, 那通电话过后, 顾青一直没等来陆景颜送花, 顾青心里呐喊, 该不会想给他什么惊喜吧? 虽然好奇他又会准备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但是顾青没问, 反正迟早都会知道的, 婚期一点一点靠近, 很快到了婚礼的前一天, 顾青拿着手机翻了圈联系人, 他那些好姐妹, 万事俱备, 只差伴娘, 他这几天头都快愁大了, 下楼吃早餐时, 顾青问陆景颜, 你伴郎团已经找好了, 就是林嘉年他们几个, 陆景颜点了点头, 看出他在愁什么, 安慰道, 你别担心, 伴娘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 顾青心不在焉的呜了声, 话虽然这样说, 但谁不想最好的朋友见证自己的婚礼呢? 嗡, 嗡, 手机的震动声打乱他的胡思乱响, 顾青拿起手机也没注意看来电提醒, 直接摁了接听, 顾青, 你真不够意思, 对方声音大得震动耳膜, 顾青将手机拿远了点, 他问, 星云, 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你说呢? 骆星云没好气地回, 好姐妹要结婚, 我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顾青, 你到底把不把我当朋友啊? 要不是我刚跟周承云打电话, 他说起这事儿, 我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都不打算告诉我的? 骆星云也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跟顾青同一届, 不过不同院系, 他是计算机系, 他们两个是在学校举办的一次院系联谊活动上认识的, 两人志同道合, 很快成了好朋友, 骆星云现在是国外著名互联网公司里的CEO, 文明中外, 他现在定居国外, 顾青回国后, 因为双方工作都忙, 很长一段时间没联系了, 知道结婚不通知好友, 这事儿不道德, 顾青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我知道你工作忙, 所以不想打扰你, 而且, 你又在国外, 大老远地跑一趟多麻烦, 骆星云择了声, 反驳道, 放屁, 我再忙, 也不能错过姐妹的婚礼啊, 顾青笑笑, 骆星云继续说, 我订了最早的一班机票, 现在已经到机场了, 不安点的话, 今天傍晚就可以飞回国, 反正我告诉你, 你伴娘的位置, 必须得有我一个, 以前你自己答应过我的, 不许反悔, 骆星云一向是个疯疯火火的性格, 但有一点跟顾青很像, 是个十足的工作狂, 哪怕再重大的事, 绝对会先把工作安排好之后, 再去应对, 顾青没想到, 他直接抛下工作, 二话不说, 就订了机票赶回来, 为的就是在他婚礼上, 给他当伴娘, 他心里感动, 笑着说, 好, 伴娘只能是你, 那你路上小心, 注意安全, 骆星云应道, 嗯, 明天再见, 挂了电话, 顾青明显开心起来,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电话里的那个女生嗓门很大, 他们的对话, 陆景颜完全听得清他问, 你朋友从国外飞回来了, 顾青笑着点头, 嗯, 晚上就能到, 第106章, 机场偶遇, 傍晚6点, 北城机场, 机场外面的一辆黑色轿车里, 坐在副驾驶位上的顾若, 埋头刷着手机, 驾驶位上的唐承文, 则目视前方, 仔细盯着机场出口, 过了会儿, 顾若从手机上挪开视线, 偏头问道, 承文哥哥, 你朋友还有多久到呀? 我们都等了快半小时了, 早上唐承文就接到朋友的电话, 说今晚回国, 约他出来吃饭, 结果下午又收到顾若跟他约饭的消息, 凡事得有个先来后到, 唐承文有想过带着顾若跟朋友一起吃饭的, 但怕他会介意, 想来想去, 还是跟顾若说明情况, 婉拒了他的邀请, 他没想到, 顾若不但不在意, 还主动提出一起来机场接他朋友, 喜欢的人不排斥自己的朋友, 愿意融入自己的社交圈, 唐承文高兴都来不及, 立马开车接他到机场了, 唐承文看了眼时间, 快了, 还有十分钟就下飞机, 又关心道, 是不是饿了, 要不要我先去给你买点吃的, 垫垫肚子, 顾若乖巧一笑, 摇头, 不用了, 承文哥哥, 等你朋友来, 我们一起去吃, 说完, 继续低头刷手机, 心里想着, 要不是因为想着他朋友也是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他哪有着耐心, 看顾若还是跟以前一样温柔乖巧, 唐承文不由感到一阵心疼, 若不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他又怎么会想尽心思的对付自己的姐姐, 他看向窗外, 嗯, 视线一晃, 唐承文双眼眯起, 盯着某个方向, 远处一个肤白貌美的女人, 拖着白色行李箱朝这边走来, 他身材窈窕, 个子高挑, 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唐承文一眼就看见他, 同时也认出他来, 洛学姐, 他竟然也回国了, 承文哥哥, 承文哥哥, 顾若喊了唐承文好几声, 对方都没反应, 抬头一看, 发现他视线一瞬不移地望向窗外, 顺着他不加掩饰的视线看过去, 对方是一个穿扮时尚, 气质非凡的年轻女人, 虽然知道唐承文喜欢自己, 但看到他盯着别的女人看, 而且还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 顾若心里还是感到不舒服, 不过他没表现出来, 而是轻轻地拍了拍他肩膀, 假装大方帝询问, 承文哥哥, 你一直盯着那个漂亮姐姐看, 他是你的朋友吗? 啊, 唐承文回过头, 反应过来他是在问骆星云, 有些惭愧地笑着说, 算不上, 我哪够得上资格跟他做朋友? 资格, 顾若惊讶, 承文哥哥这么优秀, 怎么能说这种话? 唐承文解释道, 他跟我一个学校, 而且还是同专业的, 不过他是我学姐, 因为是互联网领域非常优秀的人才, 所以我们专业的人都知道他, 大一的时候, 他还给我们做过一次专业演讲, 特别让人佩服, 现在还是Aurora公司的CEO, Aurora, 骨若大吃一惊, 不由自主地提高音量, 就是那个Aurora公司吗? 世界排名第六强的大集团的CEO吗? 天呐, 这么年轻, 听着他一连串的惊讶感叹, 唐承文略带骄傲地点了下头, 对啊, 不然怎么会说我的偶像? 他是真厉害, 都说学计算机的女生比不过男生, 但他偏是个例外, Aurora公司的CEO, 顾若细细品着这串关键词, 心下萌生出一点心思, 他这么厉害, 要是能和他打好关系, 那他还愁得罪陆甲, 得罪顾云飞和叶之雪吗? 顾若脸下心神, 对唐承文说道, 既然他是你的偶像, 那我们下去跟他打个招呼吧, 唐承文有些难为情地挠了挠头, 其实, 我跟他不熟, 这样贸然过去, 会不会不太好? 怎么会呢? 顾若急忙说道, 你难得见到自己的偶像, 多幸运啊! 再说了, 我们又不是去纠缠他什么, 就是去打声招呼, 唐承文看了眼朝这边越走越近的骆星云, 由于片刻, 最后还是被顾若的说辞打动, 他开车门下去, 好吧, 那我们就去跟他打声招呼, 顾若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连忙跟着下车, 骆雪姐, 唐承文跑过去对着骆星云叫了一声, 骆星云停下脚步, 疑惑地看了一眼对面的男生, 崇拜的偶像就站在自己面前, 唐承文挠了挠头, 突然变成一个腼腆的小男生, 骆雪姐, 你也回国了, 骆星云表情微愣, 仔细观察了眼前的男生一会儿, 脑子里飘过一串问号, 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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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 根本就想不起来了, 但是为了保持礼貌, 骆星云扬起一张假面笑, 硬道, 是啊, 好巧好巧, 好久不见了, 唐承文惊讶, 骆雪姐, 你竟然记得我, 骆星云汗颜, 当然不记得了, 但这伤人心的回答能说吗, 骆星云发出几声干笑, 开始满嘴跑火车, 优秀的人都能让人过目不忘, 况且像你这么年轻帅气的学弟,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 没想到骆星云会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 唐承文又惊又喜, 一时说不出话, 只知道傻笑, 站在唐承文旁边的顾若, 发现两个人聊起天来, 渐渐忽视了他, 顾若跟唐承文不一样, 他可不是为了单纯地跟人打个招呼, 顾若扯了扯唐承文的衣袖, 摆出一副小迷妹的表情, 看着骆星云, 承文哥哥, 你学姐好漂亮啊, 怪不得是你偶像, 骆星云这才注意到一旁的顾若试问, 哪个女生不喜欢被人夸漂亮, 骆星云刚才是社交式微笑, 现在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愉悦, 妹妹很会夸哟, 都把我夸到天上去了, 他看了眼顾若, 又看一眼唐承文, 眼神有些暧昧, 顾若嗓音轻柔地反驳, 我真的没夸张, 实话实说而言, 学姐本来就长得漂亮, 气质也很好, 我刚刚在人群中, 第一眼就看见你了, 唐承文捕捉到骆星云暧昧的眼神, 低咳一声, 介绍道, 骆学姐, 她是我的一个邻居妹妹, 骆星云收回目光, 笑道, 哦, 小妹妹也很漂亮哦, 她边说, 边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开机, 没一点架子不说, 还这么温柔, 真是难得, 骆星云刚把手机开机, 页面就弹出顾青的夺命连环扣, 骆星云一惊, 我靠, 刚忘记开机了, 没想到错过了这么多个电话, 第107章, 紧张吗? 怕顾青空等, 骆星云拖着行李箱叫走, 那个, 先不聊了, 下次见面, 我请你们吃饭, 顾若见状, 笑着连忙接话, 怎么能让学姐请客呢? 还是我们来吧, 这样, 你给我们留个联系方式, 等有空再约, 现在你有事, 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唐承文一正, 看向顾若的眼神带着感动, 他没想到, 顾若会这么努力地, 为他争取偶像的联系方式, 呃, 骆星云被顾若这番话, 整不会了, 他刚才其实就是随口一说的客套话, 没想到他们会当真, 别人都说到这份上了, 他怎么好意思拒绝, 算了, 等他们打电话来, 再找理由拒绝吧, 好吧, 骆星云给他们报了一串电话号码, 听顾若重复一遍, 确认没问题后, 就离开了, 成功拿到电话号码, 顾若嘴角的笑意压制不住, 作为世界第六强公司的CEO, 是绝对不会随便给别人联系方式的, 相信, 除了唐承文这层关系, 他一定也是愿意跟他交朋友的, 似及此, 顾若突然有了对抗顾青的信心, 如果他能和这么有头有脸的人物搭上关系, 就算他最后, 真到了被爸妈抛弃的地步, 也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不管怎么样, 都不会比他顾青差, 机场外面的马路边上, 停靠着一辆银灰色的女款车, 一个身穿羊毛外套的年轻女人, 长腿交叠, 倚靠着车门, 顾青稍稍低着头, 百般聊赖地拨弄着手机, 骆星云出了机场后, 一眼就看见顾青, 他拖着行李箱, 跑过去给顾青一个粗鲁的熊抱, 想死老娘了, 姐妈, 顾青刚想给骆星云再给了电话, 下一秒就被他本人扑上来, 骆星云一激动就没个正形, 他大半个身子的重量都落在顾青身上, 顾青被迫往后压着腰, 脖子上紧紧缠着的胳膊都快让他呼吸不上来了, 顾青用力将挂在他身上, 跟狗皮膏药一样的骆星云推开, 这才得以喘气, 他撑道, 怎么还是这么茫茫撞撞的, 你就不能拿出你的总裁范来, 正经一点吗? 骆星云反以为容, 才不在意形象问题, 搭着顾青的肩膀, 勾起他下巴, 妥妥的流氓样, 哟, 好久没见, 我们Evelyn越来越漂亮了, 来, 给姐嘴一个, 顾青忍不住笑出声, 抬手往他脑袋上敲了一几, 停, 你打住, 这里可不是国外, 别喊我那名字, 我知道, 骆星云看了眼四周, 捂着嘴小声说, 差点忘了, 这名字会给你带来麻烦, 嗨, 这人怕出明珠怕壮, 你本事大, 找你救命的人多, 要找你麻烦的人也多, 总之, 你现在就是保护动物吗, 明白明白, 你知道就好, 顾青抬了抬下吧, 上车吧, 骆星云将行李箱放好, 坐上副驾驶, 现在要带我去哪, 他问, 你家吗, 对了, 不等顾青回答, 骆星云接着问道, 你爸妈, 还有你那两个弟弟妹妹, 他们人怎么样, 好相处吗, 骆星云跟顾青这么多年的好友, 一直知道他的家庭情况, 顾青单手打着方向盘调转方向, 等到车子行驶到主干到上后, 他才笑了下, 魂不在意地回答, 不怎么样, 现在已经断绝关系了, 啊, 骆星云知道, 顾青跟他父母没什么感情, 但没想到, 关系会发展到这么恶劣的程度, 他不确定地问, 真要这么绝情吗, 顾青双手握着方向盘, 目视前方, 表情淡然, 不是我绝情, 是他们绝情, 在我爸妈眼里, 我不过是他们攀高节贵的工具, 他们只知道利用我, 当然, 我弟弟妹妹也不喜欢我, 还处处针对我, 我是渴望亲情, 但绝不是渴望这样的亲情, 骆星云抓住针对两个字眼, 跟母鸡护仔一般, 杂杂呼呼地叫, 你说什么, 他们竟然还敢针对你, 怎么针对你的, 给我说说, 等老娘有机会, 非得教训他们不可, 说吧, 他撩了撩头发, 做事就要去找人干架, 恰时红灯亮起, 顾青将车停下, 弹弹脑袋, 用不着你出手, 我自己会处理的, 骆星云知道, 他一向是个有主见的, 不喜欢别人干预他的私事, 他别了别嘴, 只好作罢, 绿灯亮起, 车子缓缓驶动, 你跟你爸妈闹掰了,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骆星云问道, 怎么, 不去他们家, 就不能去我家了吗, 顾青轻笑一声, 解释说, 我马上要结婚了, 新娘不是得从自己家出发吗, 我不想住酒店, 也不想回顾家, 所以就自己单独买了栋别墅, 今晚就带你去那卸着, 陆景言在得知顾青打算另买别墅后, 主动提出说, 让他从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子出发就好了, 不必这么麻烦, 但是顾青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婚礼一辈子就那么一次, 他不想简陋, 也不想失去婚礼的意义, 而且, 他已经将奶奶的灵牌摆在了那栋别墅里, 有奶奶在的地方, 就是他的家, 骆星云听后, 择声连连, 他竖起一个大拇指, 故意夸张道, 不愧是那些大佬们求着要见的Avelyn医生, 就是好啊, 随随便便就在北城买栋别墅, 知道好友故意犯贱, 顾青无奈地笑了, 得了, 可别嘴皮, 你一个Aurora公司的CEO难道还会比我穷? 许久未见的老朋友, 一路聊到家门口, 阿姨已经把饭菜热好, 吃完饭洗了澡, 已经将近凌晨, 骆星云这个无赖, 洗完澡之后就一直赖在顾青床上, 非要跟他一起睡, 好友难得相见, 顾青表面上嫌弃, 心底自然是高兴地上床在他身边躺下, 没一会儿, 骆星云戳了戳顾青肩膀, 明天你就要结婚了, 现在紧张吗? 床边亮着台灯, 昏黄的光线落在人身上, 有种柔和的美, 顾青盯着天花板看了半赏, 摇头, 不知道, 他是真的不知道, 按理说是不应该紧张的, 毕竟, 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但是, 一想到明天, 心脏就开始砰砰砰地跳, 跟正常的心跳频率不同, 顾青眨了眨眼, 脑海中忽然浮现陆景年的模样, 嗡嗡, 骆星云还想说什么, 顾青放在床头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顾青拿起手机, 看见屏幕闪着的名字, 唇角不禁往上扬起, 他拿着手机下床, 对骆星云说道, 抱歉, 我去接个电话, 骆星云挥挥手, 看你这小模样, 就知道是你男人打来的, 去吧去吧, 第108章, 有没有感到寂寞难耐啊? 陆景言今早去公司之前, 顾青便跟他说过, 今晚和朋友在别墅住下, 没想到这个点, 他还打来电话, 顾青跑到露天阳台接通电话, 我们真是有心有灵气, 陆景言已经躺在床上挺久, 却一直睡不着, 便拿着床头的书看, 将近半个小时, 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眼前只出现顾青的面容, 思来想去, 还是给顾青打了电话, 但这个点了, 本来没抱希望的, 没想到他竟然接了, 陆景言背靠床头, 略微惊讶, 你也在想我, 顾青不正面回答, 反江义军, 你呢, 在想我什么, 陆景言听着顾青说话, 空着的那只手无意识的江书脚撵成卷, 我在想, 你会紧张吗, 顾青双手撑着栏杆, 笑着说我朋友刚刚也问了这个问题, 陆景言好奇, 你怎么回答的, 顾青又耍赖, 反问他, 那你会紧张吗, 陆景言不追究他的两次耍赖, 唇角擒着笑, 沉默片刻, 他回道, 有一点, 听见与自己心情相符的话, 顾青笑容更甚, 飞亮的眼眸倒映着皎洁月光, 他拿陆景言打去, 没关系, 你明天要是紧张的话, 就躲在我身后, 全场由我来主持大局, 放心, 我不介意女主外男主内, 听筒传来顾青欢快的笑声, 他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笑意, 陆景言也被他的情绪感染, 说了话话, 顾青开始不正经了, 怎么样, 今晚缺少我的陪伴, 老公有没有感到寂寞难耐啊, 一瞬间寂静无声, 顾青以为陆景言不小心误挂了, 看了眼手机, 通着话呢, 怎么会没事呢, 足足有十多秒钟, 听筒才传来陆景言的声音, 明晚就不会了, 明知道他没有那么喜欢他, 还是受不了他玩笑式的情话, 不等顾青反应, 他紧接着说道, 早点睡, 晚安, 直到手机传来嘟嘟嘟的盲音, 顾青才回神, 等等, 他刚刚说什么, 明晚就不会了, 顾青捧着烧得通红的脸, 深深地质疑刚才那句话, 真是出自陆景言之口吗, 不是, 他什么时候这么会了, 另一边, 陆景言挂了电话, 抬手按住心脏的位置, 随着顾青刚才抛出的那个问题, 这里就如同被灌了火, 灼热不已, 最要命的是, 那高频跳动的心脏, 心跳声呼之欲出, 他真害怕, 刚才待着那几秒钟, 被顾青听见, 这可怕的心跳声, 陆景言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在床头, 等待着心跳恢复正常的频率, 室内静谜无声, 梁九, 响起一道低沉沙哑的声音, 不要再跳了, 不然, 一日, 清晨, 顾青跟骆星云吃完早餐, 化妆师七点钟准时到达, 在化妆师的帮助下, 顾青和骆星云换上了婚纱和伴娘服, 骆星云眼神色眯眯地盯着顾青看, 姐妈, 很有料呀, 顾青扬了扬眉, 重肯地回答, 你也不差, 两人分别一个化妆师, 大大提高了效率, 别墅昨天就被庸人们装扮成了喜庆的模样, 门窗上贴着大红喜字, 天花板上飞着红色气球, 道路两边种满了红玫瑰, 没有一处角落不是喜庆的, 化妆途中, 周承允就过来了, 你来这么早吗? 顾青惊讶道, 周承允给他们两个手边的水杯倒满水, 便回道, 那可不, 给你撑场面呢, 让你带的东西, 你带了吗? 骆星云问道, 忘不了, 周承允从西装内衬里, 拿出折叠成一个小方块的纸, 递给他挣化着妆, 不好乱动, 顾青看向镜子里的骆星云, 什么东西? 骆星云朝镜子露出一抹高深莫测的笑,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顾青被他这笑慎住, 两个人神神秘秘的, 一猜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 不到九点钟, 两个人都化好了妆, 婚纱碍事, 骆星云扶着顾青上楼回到卧室里面, 周承允则跟在后面帮忙提婚纱裙摆, 三人坐一起聊了会儿天, 骆星云看了下时间, 新郎差不多应该到了, 承允, 你去门口看看, 好, 周承允点头出了卧室, 片刻, 周承允略显奋地冲进来, 将门砰一声关上, 来了来了, 马上到一楼门口了, 骆星云一听将顾青的头杀盖好, 紧接着, 门外便传来一行人的脚步声, 咚咚咚, 敲了三下, 响起一道高昂的声音, 漂亮的新娘, 我们来接你了, 快跟帅气的新郎走吧, 顾青听出来是行乐的声音, 一行伴郎团跟着行乐喊了起来, 骆星云听了, 对着门口回道, 新娘不是说走就走的, 没什么诚意, 连人眼都不给你们看, 门外的人听懂意思, 行乐为首的五个伴郎, 一一朝门缝塞进一个红包, 骆星云跟周承允连忙结果, 周承允拿到最后一个红包时, 感受到一股外力, 行乐说到林佳年是一个眼神, 捏着红包不放, 朝门里面的人讨价还价, 诚意也给了, 至少让新娘跟新郎说句话吧, 顾青低头笑了起来, 陆景云可真沉得住气, 这个时候都没说话, 骆星云双手还胸, 笑着说道, 我们两个今天是新娘的左右护法, 要想这么轻易, 就让新娘说话, 可得先过了我们这关, 哪里有不守信用的左右护法, 红包也给了, 好歹给我们看一下新娘子吧, 杨斌拍门嚎叫道, 就是啊, 怎么能这样, 陆景云应道, 周承允松了手, 站起身, 单手抵着门, 他半开玩笑地说道, 陆景云, 今儿这门可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你上次打我那几拳, 我都记在账上呢, 好不容易带到机会, 你不让你哥多赔点, 你就别想见到你嫂子, 你哥也别想见到他媳妇了, 顾卿知道周承允是唬人的, 不会真为难他们, 况且外面伴郎团也会想办法补救, 故而也没阻止他, 骆星云掉线, 一脸茫然, 问顾卿, 什么情况, 我错过了什么, 周承允竟然也有被打的一天, 他语气逐渐兴奋, 顾卿笑笑, 回头跟你解释, 他话音刚落, 便听见门外传来陆景言带笑的声音, 赔, 连本带立的赔给你, 紧接着, 从门缝下面塞进来一个东西, 周承允弯下腰, 伸手捏到一张硬且薄的物体, 他拿起一看, 是一张银行卡, 我靠, 这么大方, 周承允傻眼, 我就想吓唬吓陆景言, 他用不着这么紧张吧, 第109章, 陆总真肉麻, 骆星云也瞪大了眼, 回头看向顾卿, 你男人是多害怕, 看不到你啊, 顾卿笑了起来, 所以啊, 你们快放他进来吧, 骆星云一脸酸样, 得得得, 这就开始护毒子了, 周承允拿到诚意, 乖乖把门打开, 门一开, 陆景言滚着车轮快速进屋, 伴郎团紧接着挤进来, 顾卿坐在床边, 洁白的婚纱将他娇好的身形勾勒出来, 配上他精致的妆容, 让人看了, 呼吸一致, 陆景言一脸痴汗的表情, 我靠, 嫂子你真的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新娘, 杨冰捂着胸口, 夸张的装可怜, 后悔了, 我当时应该鼓起勇气, 追一追的, 陆景言看向林嘉年几人, 哥哥们听见没, 给这小子一点教训, 喜庆的日子, 哪怕比陆景言大好几岁的林嘉年一行人, 也没了平时的成熟镜, 跟着他将杨冰的双手反潜在身后, 连梯带传, 笑声嚎叫声交织在一起, 屋子里热闹非凡, 骆星云和周成云一旁看戏, 也笑得乐呵, 陆景言偏头看了眼身后打闹的一群大男生, 又回头看向坐在床上的顾清, 最亲的人就在身后, 最爱的人就在眼前, 哪怕他不爱她, 他也甘之如頤, 他想, 他会努力让他真正地爱上她的, 在哄闹声中, 陆景言滚着车轮朝顾清缓缓靠近, 到床延前停下, 他朝顾清伸出手, 顾清, 跟我走吧, 顾清笑着点头, 刚抬手还没伸出去, 就被突然横出来的一只手握住, 等等, 听见声, 后面一群人停下动作, 顾清和陆景言接抬头看向骆星云, 顾清言里疑惑, 想他恐怕是要为难陆景言了, 陆景言则眉头青簇, 目光停留在骆星云身上, 谋底闪过一丝意外, Aurora公司的CEO骆星云, 之前在某次宴会上遇见过, 对于年轻有为的人, 陆景言一向记忆深刻, 他是顾清的朋友, 伴老娘长得好看, 就一直盯着看, 压下心底的想法, 骆星云撇了撇嘴, 对陆景言说道, 你刚刚过的是伴郎那关, 至于伴娘这关, 我还没让你过呢, 顾清太了解好有恶道的能力, 拉住他的手, 星云, 你别乱来, 骆星云刚张口要说些什么, 就听一道低沉悦耳的声音, 响起, 好, 你说怎么过, 听到回答, 骆星云坏笑, 他拿出不知道藏在哪的一张方块纸, 将折叠的纸张展开, 递给陆景言, 骆星云竖起十指说道, 诺, 把这里面的字, 全都一字不漏地念出来, 我就让你过关, 闻言, 陆景明一行人纷纷围了上来, 看清纸张上的内容, 几人表情难以言语, 陆景明挠头, 我去, 这也太土了吧, 杨斌抿着唇, 救命, 脚趾已经抠出一座城堡了, 霍刚有些担心, 景言他真的开得了口吗, 林嘉年有些损, 无法想象这些话, 从景言嘴里说出来是什么样子, 行悦捂着嘴, 接林嘉年的话, 那他在我心目中的高冷静域形象, 将不复存在, 好友三言两语的议论声, 落进陆景言耳朵里, 他没任何异样情绪, 反而一脸认真的看着纸张上的内容, 顾清跟陆景言相对而做, 看不见纸张上的字, 听到陆景明他们说的话, 有种微妙的不祥预感, 他拉了拉洛星云的裙子, 好奇道, 你到底写了些什么呀? 纸张上收回来, 嘴角擒着淡淡地笑, 这于他而言并不算为难, 顾清, 他嗓音柔和, 顾清看向陆景言,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老婆, 从今往后, 我会谨记三从四的, 顾清眼神疑惑, 陆景言微微轻声, 牵起他的手, 笑容轻松, 语调缓缓, 一, 老婆出门要跟从, 二, 老婆命令要服从, 三, 老婆讲错要盲从, 四, 老婆化妆要等得, 五, 老婆花钱要舍得, 六, 老婆生气要忍得, 七, 老婆生日要记得, 五, 景言真肉麻, 陆景言说完话, 身后的伴郎团炸了, 纷纷激动地嚎着嗓子, 化身猿猴, 顾清元想憋着笑, 结果一秒破功, 他真想不到, 陆景言这么严肃正经的人, 会一脸笑意地说出, 这么肉麻的土味情话, 骆星云脸都笑红了, 挥挥手, 好好, 让你过了, 快接新娘子走吧, 第110章, 孝友, 与毕, 一行人簇拥着顾清和陆景言下楼, 新郎新娘坐上婚车, 一场列车队紧跟在后面驶上道路, 婚宴定在北城酒楼, 有请, 新郎新娘, 随着肆意一声高呼, 适者推开沉重的大门, 顾清推着陆景言, 踩着柔软的红毯, 在梦幻浪漫的奏乐中, 缓步进入, 宽阔的大厅内流光一彩, 放眼望去, 红毯两旁的饭桌上座无虚席, 地上铺满了花瓣, 各处都是新鲜的蔷薇花, 周边站着排排记者, 其浪漫与盛大程度, 与顾清想象中的无差, 走到中途, 陆景言侧头低声询问, 满意吗? 他这样问, 顾清便猜到了, 道, 是你策划的, 怪不得到处都是蔷薇花, 原来你上次打电话来问我, 是不知道我喜欢什么? 陆景言没说是, 也没说不是, 顾清稍稍倾下身, 在他侧耳低语, 我很满意, 狼才女帽的亲近画面, 被旁边的一行举着摄像机的记者定格, 当然, 底下的宾客也看见了, 角落处, 顾若盯着红毯上的两人, 双手紧紧握成拳头, 顾清倒是打得一手好牌, 将他踩进泥底, 受所有人耻笑, 自己却一跃飞上凤凰之头, 享受别人羡慕的眼光, 顾清和陆景言站在四夷台上, 肆意地流程走完, 举着话筒对陆景言说道, 接下来, 有请新郎宣布婚礼试词, 这一环节是陆景言要求的, 陆景言接过话筒, 与顾清面对面说道, 遇见你之前, 我没想过会这么爱着一个人, 遇见你之后, 我没想过会去爱别人, 从此刻开始, 顾清就是我陆景言的妻子, 与我荣辱与共, 我宣布, 将个人名下的一半财产转移到顾清手上, 他的想法, 就是我陆景言的想法, 他的意见, 就是我陆景言的意见, 谁不尊重他, 就是不尊重我陆景言, 顾清没想到, 陆景言会在婚礼上说这些, 陆景言不是一个喜欢把名利放在名面上的人, 他这样做, 无非是想告诉北城所有的名流权贵, 他很珍视他这个妻子, 也希望所有人能够尊重他, 顾清听得眼眶湿润, 蹲下身给他的无名指上套上戒指, 你的心意我听到了, 我会做好你的妻子, 与你一起携手到老, 说完, 两人相识一笑, 陆景言说完试词后, 底下明显骚动起来, 明眼人都明白, 陆景言前半部分说的话, 是说给顾清一个人听的, 后半部分说的话, 则是说给在座所有人, 乃至整个北城的人听的, 听到陆景言说, 要将他个人名下的一半财产, 转交到顾清手上时, 底下各个名流权贵, 皆是一片震惊, 要知道, 除了陆氏以外, 陆景言名下的产业可不少, 这些, 多少家族, 拼几辈子都拼不下来的, 他竟然就这么轻易地拱手让人了, 不是说, 陆景言不满意这场联姻, 还因此出手对付顾氏吗? 这么偌大的家产, 说给就给了, 这是不满意, 是啊, 这消息还传得有模有样吗? 怎么回事啊? 可陆景言要真这么喜欢顾清, 为什么还要出手对付顾云飞呢? 那可是顾清的轻电, 听着身边的议论声, 叶之雪和顾云飞脸上一清一白, 顾成家的倒菜扔进嘴里, 哼哼道, 陆景言疯了吧, 顾若死死捏着筷子, 力度大的都能听见指节响动, 坐在另外一桌的养老爷子, 则一脸欣慰地看着台上的一对逼人, 举行完婚礼仪式, 陆景言跟顾清换上敬酒服, 给宾客敬酒, 顾若站在另一旁, 看着顾清和陆景言被簇拥在人群中, 欢声笑语中, 两人脸上都露出幸福美满的笑容, 他恨恨地抹着后槽牙, 凭什么? 凭什么顾清就能得到陆景言的爱凭什么, 能够得到他的付出, 他不甘心, 想到什么, 顾若冷哼一声, 就让顾清风光一会儿吧, 现在陆景言对他有多好, 等会儿顾清让他在全北城丢脸的时候, 就有多讨厌他的妻子, 那时候, 他倒要看看顾清还笑不笑地出来, 不远处跟好友聊天的杨冰黄眼瞥到了顾若, 看见他面色难看, 想要憋什么坏水的样子, 他跟好友说了声抱歉后, 举着高脚杯走到顾若面前, 他毫不隐晦地嘲讽道, 是不是看到你想方设法算计的清姐姐过得很幸福, 感到嫉妒了, 顾若扫了他一眼, 勾起唇来, 嗯, 就是嫉妒了, 说吧, 他晃着高脚杯里的红酒, 漫不经心地转身离开, 杨冰顿了下, 还以为他会出言反驳, 没想到这么沉得住气, 嘶, 等等, 杨冰眉头紧皱, 这么反常, 不应该啊, 他该不会是真的憋了什么坏主意吧, 这边, 顾若举着高脚杯, 故意走到一群名流圈里, 站在人群中某个不显眼的位置, 他跟顾青已经翻脸了, 知道顾青一定不会跟他敬酒, 但他总不能不给其他宾客敬酒吧, 片刻, 顾青跟陆景颜果然朝这边走来, 给几个人敬完酒后, 唐承文看了眼人群对面的顾若, 突然举起酒杯, 上前一步走到顾青面前, 听说陆夫人也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真是有缘啊, 恭喜校友, 新婚快乐, 顾青看着唐承文, 察觉到对方眼里的敌意, 疑惑道, 校友, 唐承文笑道, 是啊, 不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女生, 又是跟我同意见, 我却从来没见过, 更没听说过, 还真是可惜啊, 他话里有话, 叫旁人不禁觉得别有深意, 像是在内涵什么, 这时, 人群里突然冲出一个年轻女孩, 二话不说, 抓住顾青的手, 激动道, 顾青, 真的是你啊, 真是没想到, 你现在竟然混得这么好, 还嫁入豪门了, 顾青疑惑地看着面前的年轻女孩, 你是,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们是一个职业技术学院的, 是校友啊, 之前我们还一起参加活动来着, 当时我们就说, 你这么漂亮, 一定可以找个有钱的丈夫, 没想到, 你真的找了个这么有钱的老公, 他语气兴奋, 声音很大, 四周的宾客文言, 纷纷朝这边看过来, 天哪, 什么情况, 不是说顾青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吗, 怎么又是大专文凭, 假的吧, 陆锦年怎么会娶一个大专毕业的女人, 可是一会儿耶鲁大学, 一会儿职业技术学院, 谁知道什么是真的, 这有什么疑惑的, 肯定是他嫌自己学历低等, 所以对外谎称学历呗, 听着大小声的议论, 杨老爷子显然不幸, 处着拐杖看向儿子, 究竟是谁在捣鬼, 杨昭夜看了眼前面围成团的人群, 说道我去看看情况, 顾青被那女孩一直抓手, 不同于周围人的震惊, 他表情平淡, 看不见多余的情绪, 陆锦年则眼神冷漠地看着唐承文, 似在沉思, 第111章, 哪一届学生, 大厅里面仍旧一润纷纷, 顾家这招瞒天过海, 真是玩得好啊, 他们恐怕都没想到, 会被这么难看的揭穿吧, 要不说顾青是从乡下长大的野丫头呢, 谎话张口就来, 一真一假, 谁能分得清呢, 则则, 这下顾家可惨了, 玩出这么一手虚假牌, 婚礼现场被揭穿上不得台面的学历, 丢的可不仅是顾青一个人的面子, 还有顾家的面子, 暴发户起家就是不一样, 根子里都是没有文化底蕴和素质的操人, 养出来的还子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这下顾氏的幸运在行业中恐怕要走下行了, 看来真是天良了, 顾家该破产了, 周围断断续续地响起闲言碎语, 叶之雪听到暴发户和破产这类的词面如菜色, 此时此刻他恨透了顾青, 更是恨透了那个将顾青谎言戳破的人, 顾云飞则战红着脸, 嘴唇紧拧, 眼里燃着熊熊怒火, 顾云飞不似叶之雪一般, 只看见了表象, 他知道这件事发生的蹊跷, 想起几天前顾若跑到他面前对他说顾青学历造假这事, 顾云飞顿时明了, 胸膛起伏得更加厉害, 就算顾青真的不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就算他真的在学历上撒了谎, 可这不意味着就要将他拖到众人面前当众打脸, 因为承受这一巴掌的不仅仅是他顾青, 还有整个顾甲, 他分明警告过顾若, 叫他在婚礼上不要乱来, 可他却忤逆他, 将他的话当作耳旁风, 顾云飞现在想杀了顾若的心都有了, 但他不能这么冲动, 他得静观其变, 顾云飞死咬着后槽牙, 强压着怒火, 才没将桌上的酒杯摔在地上, 听见那些人的谈论声, 陆锦铭和杨斌一脸担心, 陆锦铭紧皱着眉, 看向人群中不解道, 这女人是谁找来的, 怎么回事, 怎么什么人都能进婚礼现场, 杨斌也感到疑惑, 想起刚才跟顾若谈话时, 他满怀恨意的表情突然警醒, 我去, 该不会是顾若那个疯婆子吧, 什么, 陆锦铭神色一变, 一把揪住他衣领, 你说顾若什么, 杨斌有些慌, 我也不确定, 过去看看, 顾青被围在人群中间, 越来越多的人过来看戏, 陆锦铭盯着唐承文, 目光森冷, 他张嘴正要说什么, 顾青轻轻拍了拍他肩膀, 陆锦铭抬头看向他, 顾青回了个清浅的笑, 示意自己能解决, 见如此, 陆锦铭点了点头, 顾青目视前方, 透过人群, 看向人群后面的顾若, 对上他嘲讽的笑容, 顾青眼里闪过一丝冷漠片刻, 他转移视线, 冷冷地看着面前的女孩, 缓缓开口, 你说, 我跟你是同一个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 那你告诉我是哪个职业技术学院, 位于哪个城市, 我又是哪一届的学生, 顾青每说一句话, 便往前走一步, 明明语气平静, 却生生给女孩造成咄咄逼人的架势, 女孩接到的任务, 就是说这些话, 对方哪里有交代这么仔细的东西, 他面上闪过心虚, 眼神飘移不定, 集中生智地回到, 是江城职业技术学院, 十四届的学生, 听了女孩的回答, 顾青漫不经心地笑了起来, 哦, 在江城啊, 十四届, 他顿了下, 突然扭头看向唐承文, 这位先生刚刚跟我说是校友, 这要巧, 我今天结婚, 谁都没邀请, 凭空冒出来的两个不知名校友都来了, 顾青唇角含着玩味的笑, 说道, 我还没说我是哪一届的, 你就知道跟我是同一届的, 我倒想问问, 这位先生, 你是哪一届的? 顾青这话, 明摆着是把这个女孩和唐承文联系在一起, 打成一伙, 而且, 顾青确实说的有道理, 他也没说自己是哪一届的学生, 唐承文又怎么知道的, 果然, 听完这话, 周围的人都露出迷茫的表情, 一时摸不着头脑, 唐承文也知道这是骗不了别人, 毕竟他们两个出现得太过巧合, 可那又怎么, 他的目的只是揭穿他, 至于是不是他设计的, 不重要, 所以说了句, 我是十六届的, 计算机专业, 十六届, 顾青嘴里重复着他的回答, 怪不得你不认识我, 也没听说过我, 顾青杨纯笑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道, 既然学弟不认识我, 那学姐, 跟你好好介绍一下, 我, 顾青, 耶鲁大学医学系, 临床专业, 十五届学生, 听他把信息说得这么仔细, 唐承文没来得及震惊, 紧接着就听顾青继续道, 刚好, 我朋友, 跟你是同一个系的, 我打个电话让他过来, 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耶鲁大学有多大, 学生有多少, 你不认识谁, 可不是什么值得拿出来说道的事, 这时, 去后厂补完庄的骆星云过来, 看见围成一堆的人, 他在外面就听见了些碎语, 看见顾青被围在人群中挤进去, 骆星云挤进去, 问顾青, 怎么回事啊, 第112章, 货真价实, 你来了, 正要找你呢, 顾青看着骆星云, 解释道, 刚才这位先生, 说他也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学生, 好笑的是, 他一边说着是我的校友, 一边又不知道耶鲁大学有多大事的, 把没见过我, 没听说过我这件事, 当成一个质疑, 我不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学生的理由,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另一位女士又突然冒出来, 非说我跟她是同一个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 你来帮我证明一下, 我是不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唐成文呆呆地看着骆星云, 一脸的不可置信, 学姐, 他竟然是顾清的朋友, 骆星云的出现惊动了各个名流权贵, 年轻一辈的, 还没执掌家业的权贵子弟不认识他, 那些掌管公司多年, 与外企打过多次交道的老一辈, 却对骆星云这张面孔十分熟悉, 人群中一片哗然, 竟然是骆总, 骆总不是定居国外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等等, 顾清刚才说的那个朋友, 该不会就是指骆总吧, 难道骆总漂洋过海回国, 就是为了出席顾清的婚礼, 嘶, 这个骆总是什么人物, 某些兴起的富商疑惑道, 不会吧, 你连骆总都不知道, 旁边的人像他科普, Aurora公司你总听说过吧, 世界第六强集团, 当然听说过, 骆总全名叫骆星云, 他是耶鲁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现在更是Aurora公司的CEO, 什么, 这么年轻, 旁人摇头, 叹服道, 别看他年轻, 实力可不是你我能及的, 从顾清的话中, 骆星云听出来他们是在刻意针对他, 骆星云抬手搭在顾清肩膀上, 一副互毒的样, 哦, 合着是有人冤枉顾清不是耶鲁大学的, 是吧, 说到这, 他扫了眼唐承文, 虽然吹嘘学校不是什么优秀的行为, 但有些话还真得说清楚, 否则某些人靠着脑补就高高在上的瞧不起我的好姐妹, 此时, 骆星云看向唐承文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不满, 告诉你们, 他, 顾清, 货真价实的耶鲁大学毕业的学生, 他是我的校友, 更是我的姐妹, 谁要是敢瞧不起他, 就是瞧不起我, 谁要是跟他作对, 那就是跟我作对, 一语落, 众人顿时惊呼一声, 这话什么意思很明显, 摆明了骆星云要给顾清做靠山, 而且能跟骆星云成为好朋友, 顾清又怎么可能真的是职业大学毕业的, 真要是那样, 连认识骆总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 顾清真的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既然骆总都亲自开口了, 那肯定是错不了, 那刚才一前一后站出来的两人, 是怎么回事, 照我看, 怕不是谁的阴谋, 听了骆星云说的话后, 名流权贵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不明事情全貌的人, 就是这么容易被别人的一言一行, 干扰自己的看法, 杨斌跟陆景明始终是相信顾清的, 虽然重点没放在学历问题, 而是慢半拍地消化着刚听到的, 对于骆星云的议论, 杨斌眨了眨眼, 闭上微张的嘴, 我靠, 原来刚才跟我们有说有笑的美女伴娘, 竟然是Aurora公司的CEO, 陆景明同样猛逼, 谁能想得到呢, 叶之雪死死捏着衣脚, 听见顾清脱困, 他松了口气, 还好, 还好没事, 不然他们得被这死丫头拖累死, 但听到骆星云后面说的话, 叶之雪眼里闪过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懊悔, 这丫头还真是好命, 要是早知道她这么有本事, 她当初就不会这么对她了, 顾云飞看见骆星云出现那一瞬间, 刷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她眯着眼睛生怕自己看错了, 直到听见身边人的议论, 确定那就是Aurora公司的CEO后, 脸上表情复杂不堪, 顾总, 恭喜你女儿被还了清白, 是啊, 顾总, 你可得好好查查, 究竟是谁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下这种黑手, 伤人的嘴脸是多变的, 刚才还因为顾清的原因对她避如蛇蝎, 此刻便陪笑着, 跟没事人一样朝她举杯, 顾云飞毫无应对的心思, 她扯唇露出一张僵硬的笑脸, 一定, 一定, 说这话时, 她脑海冒出顾若的说过的话, 心里瞬间明白了什么, 顾若的脸苍白无神, 嘴唇白得发紫, 躲在人群中的顾若看见形势不对, 她往后退了两步, 腿脚一阵酸软, 差点没摔倒, 她再往后面退, 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顾清, 为什么? 顾若发问, 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骆星云分明是唐承文的学姐, 她好不容易才加上联系方式, 还没来得及跟她搭上关系, 现在却告诉她, 骆星云是顾清的朋友, 这比让她死了还要难受,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她拼尽全力都得不到的东西, 她顾清却能这么轻易得到? 第113章, 假丑, 顾若虽然气得不行, 想要去质问顾清, 为什么要欺骗她? 为什么要故意装作一事无成的样子, 最后用这种方式来打她的脸? 不是说高中都没毕业吗? 不是说什么都不懂吗? 现在不仅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学生, 还是Aurora公司CEO的好朋友, 哼, 真可笑, 可她知道, 她不仅不能在这个时候上前去质问, 更加没有质问的资格, 而且现在的形势是对她不利的, 趁着混乱, 她转身想从人群中离开, 一边的杨斌早早就留意着顾若, 见她这会儿神色仓皇, 转身想要逃跑, 杨斌长腿一迈, 快速追上去, 一把抓住顾若的胳膊, 讽刺道, 做完亏心事, 就想落荒而逃, 顾若本就心虚, 被她突然抓住手腕, 膝盖一软, 另一只手下意识想抓住旁边的酒桌支撑, 谁知没抓稳, 反而将丝滑的桌布扯下, 顾若也跌坐在地, 桌面上的酒杯餐盘, 尽数摔下来, 撒了顾若一身, 模样狼狈至极, 玻璃摔碎的声音引起众人的注意, 众人的视线纷纷落在顾若身上, 唐承文听见动静, 看到顾若跌坐在地上, 他一时间顾不上什么, 静止跑过去, 将他扶起来, 紧张道, 若若, 你没事吧? 怎么样了? 看见这一幕, 顾青慢悠悠摇曳着高脚杯中的红酒, 似笑非笑地看着两人, 原来这位先生跟我妹妹认识啊, 怪不得这位先生与我无亲无故, 无冤无仇, 会想出这么阴险的招式对付我, 唐承文扶着顾若的手一僵, 定在原地说不出话来, 顾青这番话的指向性太明显, 旁人想要装作听不懂都困难, 众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 打亮着唐承文和顾若二人, 气氛煞事变得胶着紧绷紧绷起来, 看形势不对, 刚刚还理直气壮地说, 顾青是和自己同一个学校的女孩此刻, 也慌张起来, 他往后退了几步, 想趁这些人注意被分散的时候逃跑, 谁知女孩刚往后退了两步, 顾青余光瞥见, 一把抓住她的手, 将她拖到顾若的面前, 顾若三番两次找她麻烦, 事情闹到这样的地步, 顾青可不会再给她任何逃避的机会, 她的语气冰冷地嘲讽道, 说说吧, 是谁指使你来污蔑我的? 说这话时, 顾青冷漠的视线指示顾若, 女孩抬头看了眼顾若, 眼神里闪过挣扎犹豫, 嘴皮哆哆嗦嗦, 却还是不肯吭声, 见此, 顾青握着她手腕的力度变大, 女孩吃痛地叫了声, 顾青看着她说道, 你刚刚也听到了, 我最好的朋友是 Rural公司的CEO, 你认真想想, 是得罪别人的下场严重, 还是得罪我的下场更严重? 听见这话, 陆景言看向顾青, 眉风不易察觉地凝了下, 都说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 都是对于自己最亲近信赖的人, 可为什么他能想到, 给他撑腰的是朋友, 而不是他? 他作为他的丈夫, 难道不是最值得亲近信赖的吗? 陆景言垂下双眸, 眼底闪过刹那的灰暗, 女孩刚刚就是被 Aurora公司的名头 吓住才想逃的, 她虽然没什么文化跟见识, 但看见周围这些有钱人 对顾青那个朋友的反应就知道, 这不是她惹得起的人, 听顾青这样一说, 女孩连忙道, 我说, 我说, 女孩色缩着, 抬头看了眼顾若, 支支吾吾开口, 是, 是顾若小姐, 是她指使, 我在你婚礼仪式结束后, 等你下来敬酒的时候, 让我冲出来, 只认你和我一样, 是个野鸡大学毕业的学生, 她承诺, 这件事过后, 会给我十万块钱, 女孩这话一出, 周围顿时意论纷纷, 搞半天, 原来是顾若搞的鬼, 顾青可是顾若的亲姐姐, 她怎么能这样, 毁了她姐姐的婚礼呢? 哎呀, 你知道的啥, 她们两姐妹, 又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能有多少感情, 顾若巴不得, 她姐姐不如她呢? 是啊, 难道你们忘了杨斌的朋友圈那件事了吗? 之前外界传言的那些什么顾青学历造假, 顾青狂妄自大, 自私自利统统是顾若传出来的谣言, 你们想想, 咱们跟顾青又不熟悉, 家里人要是不说出来, 谁能知道顾青的这些事情? 所以说, 这个顾若对她姐姐压根没什么感情, 她做这些, 为的就是毁掉顾青, 听着四周的谈论, 顾云飞脸色无比僵硬, 血色都快消失殆尽一般, 偏偏距离她近的某些权贵非要朝她废管子插上几刀, 某位权贵甩了甩头, 看了眼顾云飞带着笑讽刺道, 闹了半天, 到底还是家仇, 能把两个姐妹之间交成这样, 可见顾家的家风不一般啊, 顾家什么家风? 另一位笑说, 难道是姐妹之间怎么明争暗斗, 如何培养成一个妒妇? 周围几人被这话斗得仰头大笑, 顾云飞握着双膝的手死死收紧, 这些人嘴里说出来的话如同利剑一般刺向她, 令她猴头酸胀, 肺腑缺氧, 她再也没有颜面, 继续留在这里, 顾云飞站起身, 抬脚朝顾若那边走去, 叶之雪也被周围的议论声说得仗红了脸, 见顾云飞要走, 她连忙跟上去, 你要去哪? 顾云飞斜斜的瞪了她一眼, 冷声道, 收拾烂摊子, 她穿过人群, 静止走到顾卿的身旁才停下, 诸位, 今天小女不懂事, 惹出这一场闹剧, 打扰大家雅兴, 还望见谅, 说完这话, 顾云飞又朝顾卿说道, 轻儿, 爸爸也没想到这事是顾若干的, 她在你的婚礼现场闹出这些笑话, 你放心, 爸爸这就把她带回去教训教训, 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说吧, 顾云飞略显粗暴地抓着顾云的胳膊, 静止往大门走去, 叶之雪跟顾成健壮, 也连忙跟上去, 看见顾若被顾云飞拖着走, 唐承文要追上去, 刚抬脚就被陆景延叫住, 唐先生, 唐承文停住, 回头看向他, 陆景延漆黑的同仁盯着他, 目光带着审视, 尽管他站着, 他坐着, 也不妨碍他给人一种灵力逼人的压迫感, 唐承文没见过他几年, 但听父亲提起过, 陆景延是个形势很利果决的人, 一般人不敢惹, 陆景延抬高下巴, 声音冷漠, 我与老唐先生在生意场上, 井水不犯河水, 况且, 老唐先生向来是个值得尊敬之人, 今天这事, 我不因为你对唐家出手, 但唐先生自己做了错事, 是不是该向我的妻子道个歉? 经过骆星云的见证, 唐承文心里隐隐约约明白了一些, 学姐向来是个极恶如仇的人, 顾卿若品行不端, 他不会跟他交往成这般要好的朋友。 唐承文自知理亏, 朝顾卿俱乐的公报歉, 陆夫人, 是我一时糊涂犯了错, 还请你原谅, 顾卿没有说原谅他的话, 只是看了他一眼, 淡淡开口, 不管唐先生跟顾卢是什么关系, 奉劝你一句交由虚谨慎, 切莫误了他人, 也误了自己, 顿了顿, 他唇角含笑, 我的请柬上面没写过你的名字, 还请唐先生立刻离开。 四周议论声不时响起, 唐承文也没脸再待下去, 再次汗手致歉后, 转身离开了。 第114章, 没有经历想其他, 婚礼彻底结束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过了, 回到明院, 两人都洗了澡, 顾卿坐在梳妆桌前护敷, 陆景妍从浴室出来后, 便被顾卿搀扶着坐在了床上。 他环视一周, 卧室早已被人不知成喜庆的模样, 床单被罩都是惹眼的大红色, 床头贴着大红喜字, 头顶挂着两人拍的婚纱照, 无疑不提醒人, 今晚是洞房花竹叶。 想到什么, 陆景妍薄唇慢慢抿成一条直线, 眼眸变得暗淡。 今晚是洞房花竹叶, 可他却无法行夫妻之事。 他渐渐垂下了脑袋, 目光落在掩盖了双腿的红棉被上。 顾卿把自己收拾好, 一回头就看见陆景妍低着头, 一副委屈难过的模样。 他疑惑地走过去, 双手捧着他的脸, 迫使他抬起头来。 怎么了? 今天大喜的日子, 不要不开心吗? 他护完肤, 身上有种淡淡的香味, 陆景妍轻轻嗅了下, 小声说道, 你, 会不会失落? 顾卿没听懂, 失落什么? 陆景妍抿了抿唇, 终是说了出来, 我们是夫妻, 今晚明明是我们的洞房花竹叶, 但因为我身体的原因, 不能给你想要的。 他话说一半, 顾卿就笑着打断,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谁说洞房花竹叶, 就一定要行周公之礼。 再说了新婚当天, 累都累死了, 抵着她的小声说道, 放心吧, 我不介意的。 陆景妍眉心跳动了下, 垂下眼帘, 盯着顾卿燕红的唇半发呆, 你是不介意, 还是不在意? 如果站在你面前的, 是你爱着的那个初恋, 你也会不介意吗? 两个问题在陆景妍脑海蹦出来, 下一刻, 她喉结一紧, 瞬间回神。 不对, 顾卿是她名正言顺的妻子, 是要与她携手到老的人, 没有谁能从她身边抢走她, 哪怕是她深爱的那个男人。 你现在睡得着吗? 顾卿放开她, 突然问道, 陆景妍眨了眨眼, 保持着面上的平静, 不让她察觉到一丝异样情绪。 她摇头, 不太困, 顾卿看着她的眼睛, 唇角慢慢扬起, 食指沿着她睡衣领口轻轻下滑, 最后勾中莫尾那颗扭扣, 要不, 我们做点其他的事。 陆景妍煞时间哑然, 太阳穴一个劲的突突跳动, 不是说没经历做其他的事吗? 怎么? 陆景妍心里那话还没想完, 就见顾卿跳下床, 兴致勃勃地说道, 算了, 不问你了, 你脑子里胡思乱想那么多, 肯定没法现在就睡, 我去拿针酒带给你针酒。 不给陆景妍反应的时间, 顾卿一溜烟的功夫, 就从书房提着医药箱跑过来。 陆景妍罕见的反应迟钝, 直到银针扎进皮肤, 刺激到神经, 她才反应过来。 原来顾卿口中的其他事, 指的是给她治病。 叶之雪跟顾成都被这阵仗吓到了, 两人相识一看, 前者呵斥偷看那几个庸人。 看什么看, 都滚下去, 后者则快步跟上去看情况。 顾云飞怒气冲冲, 拉着顾卿进到大厅, 就使劲往前一甩。 顾卿重心不稳, 差点摔倒。 啪,啪。 顾卿刚开口, 响亮的巴掌猛地落在她脸上。 眨眼间, 顾卿苍白的脸蛋通红一片, 火辣辣地痛意蔓延全身。 顾云飞气得手指发抖, 指着她狠声骂道。 我警告过你, 别在顾卿的婚礼上动手脚, 你非要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 今天, 我不把你打得心服口服, 我就不信顾。 顾卿知道, 真把顾云飞惹怒了, 转身要往楼上跑, 头发就被人从后面拽住。 顾云飞气急了, 揪着她头发, 将她甩到沙发上。 顾卿根本反应不及, 巴掌接二连三地朝她脸上搁去。 她有一瞬间的失聪, 眼泪忽在轻肿的脸上, 头发一片凌乱。 叶之雪和顾诚赶来, 看见这一幕皆是倒吸一口冷气。 叶之雪冲上前拉住顾云飞的胳膊, 顾诚将贪倒在沙发上的顾卓扶起来。 顾卓抬起脸后, 眼眶乌清, 鼻青脸肿的都快认不清五官, 顾诚心里一惊。 姐姐, 叶之雪看了眼顾卓脸上的伤势, 带着哭腔对顾云飞喊道, 别打了, 别打了, 洛洛都快被你打死了。 顾云飞胸腔起伏的严重, 一把甩开她手, 顺势将她推倒在地。 就是因为你的溺爱, 才让顾若变成这样。 你知不知道, 我们这次是彻底得罪了顾卿, 彻底得罪了陆家。 你要再继续替她求情, 包庇她, 我们顾家迟早会毁在她的手里。 顾云飞的吼声响彻在整个屋子, 回音响荡在叶之雪耳边, 她牙齿咯咯嗦, 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因为她知道顾云飞说的这些都是事实。 陆家, 他们惹不起, 顾卿, 他们也惹不起。 第115章, 你好扎, 顾诚没有叶之雪那么多的顾虑, 她只知道自己的姐姐被打得差点断气。 看见顾云飞握着拳头, 要上前继续, 顾诚将顾若护在身后, 急声道。 爸, 您别冲动, 先冷静下来我知道今天您很生气, 但是这件事查清楚, 也不一定是二姐指使, 说不清是有人故意陷害二姐。 没错, 就是我指使的。 顾若知道顾云飞不会相信,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她也不想再伪装什么。 她捂着红肿的脸, 眼含恨意地盯着顾云飞说, 那又怎样, 要把我打死吗? 你这辈子, 最爱的无非就是你的面子跟荣誉, 没有一个女儿是你真正在意的。 顾若自自尖锐, 戳中顾云飞的要害。 顾云飞脸上的肌肉七扭八歪, 她重重点头。 好啊, 那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不知死活的臭丫头。 她刚放下的手再次扬起, 见状, 叶之雪跟顾成飞快将她拦住。 放手, 给我放手。 顾云飞搓着嗓音朝托着她的两人吼道。 顾若狠狠地看了顾云飞一眼, 然后从沙发上爬起来, 静止冲出大门, 身后传来顾云飞的吼声。 有本事, 永远别回来。 顾若脚下没有丝毫的犹豫, 她快速跑出别墅, 这边荒郊野岭, 根本打不到什么车。 她停下速度, 大口大口地呼吸。 好在身上还有部手机, 顾若找到唐成文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 若若, 听见唐成文的声音, 顾若如同溺水的人抓住救命稻草, 她抽一叶倒。 成文哥哥, 我差点就被我爸爸打死了, 好不容易跑出来, 但是我找不到去的地方, 你能不能过来接我? 我, 唐成文说了一个字后近声了, 她想起今天在婚宴上, 陆景言对她警告的话, 公司一直都由唐成文的爸爸主导着, 她还做不了主, 此次回国, 她爸爸也是在考核, 她能不能够接管公司, 她不敢在这种结果眼上出问题, 更不敢因为自己得罪陆景言而连累了公司。 肩末片刻, 唐成文低声说了句, 抱歉, 若若, 我帮不了你了。 说吧, 便挂断了电话, 听着手机传来嘟嘟的盲音, 顾若双眼失神, 有点怀疑自己刚才听错了。 唐成文向来对她言听计从, 为什么会这样? 顾若不甘心, 再次回播过去, 可对面给她的答复却是,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她死死捏着手机, 指节都泛白了, 嘴唇内壁的软肉被咬烂, 可顾若感受不到一点痛意。 她只是恨, 她痛恨现在的这一切, 而这一切, 都是拜顾亲所赐。 是她, 让原本所有与她亲近的人都远离她。 轰隆, 一声巨雷响彻天空, 顾客间, 瓢泼大雨不要命事地倾斜而下, 不给人任何躲避的时间。 她此刻站在狂风暴雨中, 活像个女鬼。 轰隆隆, 紧凑的雷声接连响起, 顾若这才惊醒般响起躲雨。 但大雨早已模糊视线, 她没跑多远, 就狼狈地摔进一个水坑膝盖 与手掌摔破了皮。 她感受到滚烫的液体 从眼眶一出混着冰凉的雨水。 顾若看着往外伸的血珠, 眼眶通红, 红血丝爬满双眼。 此时此刻, 她忽然发现 所有人都彻底地将她抛弃了。 新婚第二天, 顾青一大早 就看见骆星云发消息说 要来找她玩。 顾青被迫起床洗漱, 下楼的时候 陆景言已经坐在了餐桌上。 早安。 顾青笑道, 陆景言唇脚烧羊。 不多睡会儿。 顾青接过阿姨递来的吐司, 咬了一口, 回答说, 我朋友等会儿, 要来找我玩。 骆星云。 陆景言问道, 顾青嗚了一声。 吃完早餐, 没一会儿, 骆星云就到了。 骆星云对陆景言点头示意, 算是打了招呼, 接着就拉着顾青上楼去了。 进入主卧, 骆星云参观了一番, 叹道, 不错呀, 都是你喜欢的装扮。 看见那张铺着红毯的大床, 骆星云拍了下顾青肩膀, 眼神暧昧。 昨晚愉快吗? 顾青嫌弃地回了她一眼。 你明知道, 陆景言男性功能障碍这一病状, 她只告诉过骆星云, 所以她这样问, 就是心里欠欠的。 骆星云笑, 好了好了, 不到你了。 楼下, 陆景言坐在沙发旁翻看最新一期的财经报纸, 余光瞥见阿姨朝楼梯口的方向走, 她从报纸里抬起头, 去哪。 文言, 阿姨停下脚步, 恭敬道, 我去给夫人和骆小姐送盘水果。 陆景言滚着车轮过去, 给我吧。 她妻子的朋友, 理应由她来招待, 楼上, 好友二人聊得热火朝天。 骆星云突然想到什么, 好奇地追问道, 对了, 你那个初恋, 你就忘掉了吗? 你之前不是多喜欢来着吗? 还说是唯一一个能让你心动的男人呢? 你把他说得那么好, 怎么就跟他分了? 陆景言刚到门口, 抬起手准备敲门, 正好听到这句话。 手还悬在半空, 一颗心却随着骆星云的这句问话起伏不定, 没有一个安全的着落点。 她突然害怕, 听到这个回答, 却控制不住心底的求知欲和期待。 她想听到那万分之一的答案, 是她所期望的。 没望, 一直爱着呢。 骆星云一惹一声, 开玩笑地说, 你好渣。 屋内响起一阵笑声, 陆景言眼睫颤动, 那颗悬浮着的心突然毫无征兆地坠落谷底。 她垂下脑袋, 单手滚着车轮, 无声地离开走廊, 乘电梯下楼。 任由骆星云笑了会儿, 故轻正惊道, 实话告诉你吧, 我的那个初恋就是陆景言, 但是她现在失忆了。 第116章, 你想要什么? 什么? 陆景言, 意识到自己声音过大, 骆星云眼, 住嘴下意识压低音量。 那陆景言知道, 你的初恋就是她吗? 顾轻摇了摇头, 解释道, 因为她压根不知道自己失去过一段记忆。 我要是莫名其妙地告诉了她, 按照她现在的病情, 只怕会更加难以接受。 说到这, 她深呼吸一下, 耸了耸肩。 没事, 我不着急, 反正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会让她慢慢记起我来的。 骆星云想了想, 也是, 反正人就在身边, 有的是时间恢复记忆, 那陆景言的病能治好吗? 她又问道, 不是说我不相信你的能力啊, 你确实是很厉害, 可凡事都有个例外, 万一她的病真的治不好, 那你岂不是要守一辈子的活寡? 顾轻理解好姐妹的顾虑, 她带着安慰的语气, 实话说道, 你放心, 对于陆景言的病情, 我有很高的把握, 现在我是以中医理疗的方式给她治疗, 等差不多能降低手术风险后, 再进行手术, 这样手术的成功率会更高。 提到手术, 骆星云想起顾轻奶奶去世之后, 她打电话来对她说, 她只要一拿起手术刀就会发抖, 骆星云知道, 她那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 她有些担忧地看着顾轻, 既然要做手术, 那你现在能拿手术刀了吗? 提起这事, 顾轻不禁皱了下眉, 但很快扯出一抹笑, 我在努力克服, 虽然没能彻底控制手抖的毛病, 但好在效果一次彼此好, 相信在做手术之前, 我一定能够摆脱心理障碍, 心病还得心药医, 骆星云想帮忙也无能为力, 行吧, 你自己看着办, 我相信你, 她叹了口气, 又道, 我今天来找你呢, 就是通知你一声, 我明天就走了, 这么快? 顾轻有些不舍, 不多晚几天吗? 骆星云笑道, 得了, 本来飞回来就是为了参加你婚礼的, 现在你婚礼也结束了, 我公司那边还有一大堆是等着处理呢, 顾轻知道她忙, 只好无奈地道, 那你回去以后要好好照顾身体, 别一天工作到晚, 也不知道休息, 骆星云受不了煽情, 揽着她肩膀嬉笑, 哟, 这就开始舍不得我了, 要不然我去把你老公敲晕, 然后带着你跟我私奔, 她向来没个正经, 顾轻早就习惯, 故意激她, 你可别之说不做, 骆星云表情愣了下, 回想起陆景年接亲时, 生怕见不着顾轻的那副紧张样, 我要真把你拐跑了, 你老公不得找我拼命, 她择了声, 摇摇头, 算了算了, 还是保命要紧, 顾轻被她这话逗笑了, 过了会儿, 骆星云看着她, 用一副语重心长的语气说道, 我们俩不在同一个领域, 聚少离多是常态, 你呢, 别担心我,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你也是, 千万别让人欺负了, 谁要敢惹你, 就拿出当时在婚礼上的气势出来, 要是出了什么事, 有姐妹我撑腰呢, 如果陆景言敢对你不好, 你打电话给我, 我立刻飞回来, 首先扇她几个大耳疤子, 再把她活活折磨死, 骆星云说得会声晦涩, 最后说到陆景言, 她做了个握拳的动作, 骆星云是顾轻少有的, 能够走心且, 对她是做亲人的朋友, 顾轻心里感激不已, 她笑着认真说道, 谢谢你, 星云, 好姐妹叙旧, 时间过得飞快, 骆星云看了眼手表, 我要先回去了, 顾轻挽留, 吃完午饭吧, 骆星云将手提包拿起, 不了, 等会儿还有个视频会议, 顾轻作罢, 行, 你忙就不打扰你了, 两人下了楼, 骆星云看见大厅内的陆景言, 想起刚才顾轻说, 她就是她的初恋, 只不是失去那段记忆, 骆星云眼里闪过一丝惋惜, 心里对她多了一丝好感, 她礼貌地打了声招呼, 陆先生, 不打扰你们了, 陆景言目光落在与她一同走来的顾轻身上, 又很快挪开视线, 她朝骆星云稍稍汗手, 语气有些淡, 骆小姐慢走, 顾轻对陆景言说道, 我去送送她, 陆景言嗡了声, 却没看她, 骆星云自己开车来的, 两个人出去后, 站在车旁边又说了会儿话, 屋内, 陆景言滚着车轮到车窗边停下, 视线落在远处的顾轻身上, 看见她笑语奄然的模样, 陆景言的脑海回想起她说过的话, 没忘, 一直爱着呢, 陆景言眼眶发烫, 有股苦涩的味道涌上心头, 她以为那只是初恋, 她才是现在和以后, 她以为她至少会否认 对那个所谓初恋的感情, 毕竟那是在他们的婚房当中, 可她没想到她那么坦然, 坦然到叫她胸口发闷, 看着顾轻的笑颜, 陆景言眼洁微颤, 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灼伤一般, 疼得让人窒息, 顾轻, 我该如何带你, 送走骆星云, 顾轻进屋后, 看见陆景言望着窗户外边发呆, 顾轻, 陆景言没反应, 顾轻眼神疑惑, 又喊了一句, 顾轻, 见她还是不动, 她走过去凑近她身边问, 顾轻, 在想什么呢, 怎么叫半天都没听见, 陆景言回过神, 看着她漂亮的脸蛋, 下意识问了句, 你想要什么, 顾轻, 你接近我, 究竟想要什么, 啊, 顾轻轻身靠近她, 不解道, 你问我想要什么, 怎么突然问这种话, 陆景言反应过来, 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她眼底闪过一丝慌乱, 生怕顾轻听出她的话外音后, 要离开她, 她强作镇定, 拉起顾轻的手, 看着她轻轻摇头, 我只是想问你, 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 你知道的, 我不够浪漫, 但是, 我想给你一切我能给的东西, 顾轻看着她漆黑的毛子, 突然笑了起来, 她弯下身子, 贴近她耳廓, 陆景言, 你很鸡贼, 嘴里说着自己不够浪漫, 却做着一切浪漫的事, 第117章, 你在躲我吗? 陆景言稍稍偏着脑袋, 肩默不言, 两人目光相对, 顾轻的视线落在她轮廓分明的侧脸和高挺的鼻梁上, 最后挪着她菲薄的唇, 顾轻眸光微亮, 她是喜欢与陆景言亲近的, 此时此刻, 美妙的氛围恰到好处, 她身子轻轻压在她胸膛, 低头凑近陆景言的唇边, 两人的唇瓣在相距几厘米的时候, 陆景言突兀地别开了头, 顾轻愣了顺, 随即掰正她的脸颇有些委屈地说道, 陆景言, 你在躲我吗? 对上她亲透的眼眸, 陆景言敏直了唇线, 顾轻是她喜爱的人, 她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躲避她的亲近, 也许是心里的嫉妒与不甘在作祟, 担心她明明亲吻着她, 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人, 她又怎么能忍受? 可是面对顾轻, 陆景言却一句质问的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她害怕, 她害怕顾轻会因此离开她, 这样的后果不是她能承受的, 也不是她想看到的, 陆景言突然拽住顾轻的手腕, 用力拉到她身边, 呀, 顾轻失声惊叫, 整个人直接跌坐在她腿上, 她的手下意识勾住她脖梗, 陆景言, 你怎么了? 陆景言没回答, 她双手紧紧圈住顾轻纤细的腰肢, 将脸埋进她的怀里, 她垂着脑袋, 顾轻看见她后颈微微凸起的那块骨头, 伸手轻轻抚摸着, 滚烫的肌肤与微凉的指腹向处, 一阵酥麻沿着后颈往下延伸, 陆景言脊背的肌肉微微跳动, 她深深呼吸着像个瘾君子一般, 贪婪地嗅着她的味道, 她明知道, 明知道她对她没有一丝感情, 心里还牵挂着另一个男人, 尽管如此, 她也舍不得放开她, 更不敢揭开这虚伪的表面, 至少, 有这虚伪的表面维持着, 她还能享受和她像恋人夫妻之间的亲密, 哼, 多么卑恋, 多么可笑, 可那又怎样, 她只求她永远待在她身边, 其余一切, 她都可以不在乎, 顾卿身上蜻蜓的心香钻入陆景言的鼻腔, 压抑在胸膛的情绪在此刻疯狂上冲, 而这些情绪清楚地告诉她, 她迫切地想要得到她, 陆景言灼热的呼吸喷洒在顾卿的胸口, 隔着薄薄的居家服像羽毛扫过一般, 有些痒, 她拍了拍她肩膀, 拖着撒娇的语调喊道, 陆景言, 你快起来, 好痒的, 听见她娇软的声音, 陆景言听话地抬起脑袋, 轻而, 她嗓音略带沙哑, 轻声喊她的名字, 近乎呢喃自语, 陆景言几乎没这样喊过她, 顾卿有一瞬间还以为她恢复了记忆, 对上她那张让人失神的俊脸, 顾卿有些震恋, 她眼睫微微垂下, 黑如点气的双眸, 阴晕着水光, 像是萌了一层薄雾, 硬朗的脸上, 蕴染着飞红的颜色, 薄唇微微张开, 两只眼睛一眨, 不眨地盯着她看, 眼神里, 视藏也藏不住的喜爱与痴迷顾卿下意识咽了下口水, 竟然有点诱人, 顾卿不是个会克制欲望的人, 更何况他们名正言顺, 没有克制的理由, 面对这么大的诱惑, 她俯身, 想要吻上陆景言的唇, 未料, 陆景言先一步拖着她后脑勺往下收拢, 仰头堵住她的唇绊, 嗯, 顾卿闷哼一声, 被她这突如其来的反应吓了一跳, 但很快主动与她配合, 投身到缠绵中, 陆景言的吻多是温柔浅犬的, 可这次不同以往, 她吻得又凶又急, 像是带着某种独有的侵占欲, 暧昧的情愫在四周蔓延, 顾卿被她吻得喘不过气, 一乱情迷中, 她微微睁开眼睛, 看见陆景言睫毛轻眼, 沾上情欲的脸颊一片红韵跟滚烫, 似是感受到她的分心, 陆景言起唇, 不满地闲着她唇瓣咬下, 又松开, 却又离得不远, 暧昧地贴着, 很快, 她的唇瓣充血变得烟红诱人, 顾卿闭上了眼, 双手紧紧抓着她肩膀, 感受到她趁一下灼热的不像化的肌肤温度, 两人紧紧拥在一起, 顾卿坐在陆景言的双腿上, 身体隔着薄薄的衣物紧紧向贴, 缠绵翡策的吻接连不断, 突然, 顾卿身形一僵, 感觉到陆景言身体有了变化, 反应过来后, 她又惊又喜, 身子往后仰, 喘息着说道, 陆景言, 停下, 她急着分开, 陆景言眸中闪过不悦, 追上去稳住, 我不想停, 她的吻密密麻麻地落下, 顾卿被迫养着脑袋, 驳梗拉长, 没成想, 陆景言上瘾一般丝毫没停下的意思, 顾卿嘴唇都痛了, 抓着她肩膀, 用力将她推开, 这才得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陆景言, 快点, 你先放开我, 她嗓音带着缠绵过后甜腻的沙哑, 话里的内容却那么伤人, 被推开这一瞬间, 陆景言心里闪过很多的念头, 为什么要推开, 不是说喜欢她吗, 为什么做不到言行一致, 为什么不把行动贯彻到底, 为什么要抗拒她的亲近, 此时此刻, 差点擦枪走火的亲密, 她抬起顾卿的下巴, 渡火在眼底熊熊燃烧, 不容拒绝地语气说道, 我不要,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会放开你, 说吧, 再次狠狠地吻上她的唇瓣, 这是比先前更为激烈的吻, 顾卿唇瓣又麻又疼, 她只得伸长驳梗, 以此躲避, 拉着抚摸间, 两人的衣服都凌乱不堪, 顾卿的衣服扭扣, 早已松了两颗, 显露出光滑精致的锁骨, 以及起伏不定的胸脯, 陆锦炎眉心一跳, 上前寻她唇瓣的动作僵住, 视线停留在她锁骨下方的那个位置黑色的字母, 这暴露在她眼前, 似乎在提醒着她, 她怀中的女人心里想着的, 根本不是她, 而是另一个人, 陆锦炎眼睛一阵刺痛, 她赤红着眼, 摸住顾卿的肩膀, 发了风似的去亲吻那个纹身, 说是亲吻, 倒不如说是瞬息, 啊, 轻点, 顾卿痴痛, 下意识抱着她脑袋, 此刻的陆锦炎失去理智一般, 她将那枚纹身, 以及纹身周围的肌肤都吻了个变, 很快, 顾卿脖梗处出现一片红腻, 顾卿又羞又恼, 手指有些难耐地插进她浓密的发缝中, 唇齿间溢出几分阴宁, 第118章, 你有反应了, 好在顾卿还是清醒的, 分得亲熟亲熟重, 她咬了咬牙, 狠下心, 卯足竟将陆锦炎推开, 怕她再来快速说道, 陆锦炎, 听话, 我要给你检查身体, 陆锦炎不以为意, 觉得她就是在找借口拒绝她的亲密, 她喘着粗气, 话里夹杂着一丝不怨, 这个时候检查什么身体, 说着她轻声又想继续, 顾卿眼疾手快, 捂住她的嘴, 叹了口气说, 你笨死了, 没发现自己的身体有反应了吗? 陆锦炎愣住, 思绪在这一刻停滞, 眼神茫然地看着她, 趁着她失神的空隙, 顾卿正开她桎梏在腰间的手, 从她腿上下去, 她在陆锦炎身边蹲下, 拉开她的衣服, 露出净瘦的小腹, 用指腹摁了几下穴位, 她便按压, 便仔细观察着陆锦炎的裤头, 很快, 原本凸起一部分的裤头平复下来, 顾卿不仅没失望, 反而惊喜地笑了起来, 虽然持续的时间很短, 但好在有了该有的反应, 她抬头冲陆锦炎笑道, 太好了, 看来我修改过的治疗方案, 还是很管用的, 有作用了, 这是好现象, 你在这里等会儿, 我去拿药, 来给你再敷一次, 说完, 顾卿心冲冲地往楼上跑去, 看着她欢快的背影, 陆锦炎有些失神, 傅又低头看向她腹下, 眼神闪过迷茫和不可置信, 她真的, 有反应了吗? 不是错觉吗? 她, 她有希望恢复健康, 变成一个正常的男人, 自从上次陆锦炎有轻微的反应之后, 顾卿便潜心研究配方, 为了配出更精进的膏药, 陆锦炎在他们住的地方, 给顾卿弄了一个药房, 这天, 她照常把自己关在药房里, 配药翻阅资料, 阿姨跑过来敲门, 说陆董事长来了, 顾卿愣了一下, 陆锦炎的母亲, 他们两人没过多少次面, 且每次都是旁人在的场合, 上次单独见面, 是为了陆锦炎, 她这次单独来, 又会是什么事, 顾卿眉眼闪过一丝疑惑, 跟阿姨说了句, 我知道了, 马上下去, 等阿姨走后, 她去卧室脱下家居服, 换上一套看起来正经典的衣服下楼, 看见顾卿从楼上下来, 陆夫人忙放下手中的咖啡塔, 笑着朝顾卿招招手, 亲儿, 你快来, 顾卿有些意外, 她对她的称呼, 但没表现出来, 她笑着上前, 乖巧地喊了句, 妈, 听见这生妈, 陆夫人笑容更甚, 眼角的细纹都露了出来, 哎, 她拉着顾卿在沙发上坐下, 接着从身后的手提包里, 拿出一个红色丝绒礼盒, 亲儿, 这个东西, 你收着, 陆夫人将盒子打开, 拿出装在里面的翡翠玉镯, 这是, 陆夫人边接话, 边给她戴上, 这是祖上三代传下来的, 也是我这个做婆婆的, 送给你的美好祝愿, 顾卿看着手腕上色泽银润的玉镯, 她不太懂这些, 不过单看翡翠的质地就知道不一般, 知道这是陆夫人认可她的意思, 顾卿也没推托, 笑着收下, 谢谢妈, 想起什么, 顾卿说道, 对了, 妈, 锦言她不在家, 要叫她回来吗, 见她落落大方的模样, 陆夫人不禁感到欣慰, 她摇头, 不自然地笑了笑, 不用,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顾卿仍带着笑, 问道, 妈, 您找我有什么事, 陆夫人低咳一声, 眼含歉意地看着顾卿, 卿二, 当初是我看走眼, 我们两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说, 你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 当时我心里还想着, 你是个谎话连篇的女孩, 要不是出于多重考究, 都不希望锦言娶你, 到现在才知道, 是妈误解了你, 在这里, 妈给你道个歉, 顾卿愣了下, 随即笑道, 妈, 您不必道歉, 我母亲之前那样说, 您会误会很正常, 在真相出现之前, 您也是在为锦言考虑, 作为一个母亲, 您是合格的, 她回答得坦然而大方, 胸怀不是常人能比的, 陆夫人是真心喜欢她, 她治好了杨老爷子双腿这事, 陆夫人知道之后, 惊讶了好久, 再三确认是顾卿后, 她不禁为自己狭隘的猜测感到羞耻, 同时, 也为锦言娶到她而感到开心, 要是她能治好锦言的腿, 那该有多好, 陆夫人抬手附在顾卿的手背, 亲儿, 我知道你治好了杨老爷子的腿脊, 你是一名优秀的医生, 她张了张嘴, 提起这事, 声音变得哽咽, 我没别的求你, 只希望你能治好几年的腿, 你不知道, 她这个孩子可怜得很, 出车祸的时候, 她爸爸就死在她旁边, 她被送进医院后躺了一个月, 一觉醒来, 不仅失去了至亲, 还变成了半身不随的残疾人, 从那之后, 她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变得沉默寡言, 很多时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一待就是一整天, 她变成那样, 我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我自私地把她爸爸的死怪在她头上, 所以才让她有这么大的负担, 自从认识了你之后, 景言才渐渐变得没有那么麻木, 不再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 眼神不再空洞, 变得越来越像以前的那个她, 说到最后, 陆夫人眼底滑下几道泪水, 她说的, 是顾清在陆景言身边缺失的那段时间, 顾清听了, 眼底染上一丝心疼, 她回握陆夫人的手, 认真说道, 妈, 景言是我的丈夫, 就算您不说, 我也会尽全力治好她, 您也别自责了, 每个人都有承受不住伤痛的时候, 心里面有情绪是正常的, 我相信景言会理解你的, 陆夫人哭得鼻头发红, 不相信地问道, 她真的不会怪我吗, 见她情绪有些低落, 顾清岔开话题, 妈,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景言的男性功能障碍已经恢复一点点了, 虽然在婆婆面前谈论这事, 有些让人难为情, 但她还是实话实说, 我第一次给她用药的时候, 后发现她的并不仅仅是病理上, 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障碍, 后续在治疗中, 我添加了几种刺激性的药物, 说到这, 顾清挠了挠脸颊, 昨晚我们有些许亲密, 过程中我发现她是有点反应的, 虽然是短时间的, 但这足以证明, 我的治疗方案是可行并且有效的, 雨婢默然安静了下来, 几秒钟后, 陆夫人疼得握住顾清的双肩, 激动地说道, 真的, 清儿, 你说的是真的吗, 景言真的有好转吗, 陆夫人不断追问, 顾清笑着点头, 肯定道, 千真万确, 我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欺骗您, 陆夫人又惊又喜, 她来找顾清, 原本只是抱着万分之一的期待, 毕竟景言的近况, 是无数名医都摇头说希望不大的, 没想到, 顾清给她带来了这么大的惊喜, 第119章, 姐姐失踪了, 陆夫人激动地看着顾清, 突然想起婚礼上, 故若陷害她那时, 不同当日看热闹的那些人, 顾清姐姐头上, 恐怕平时也没给过姐姐好脸色看, 可想而知, 父母也是不怎么管事的, 这才放任自己的孩子乱来, 而且顾清被冤枉时没一丝慌乱, 把事情处理得紧紧有条, 可见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 她又忽然想起最初决定与顾家联姻的时候, 她只知道顾家有一个女儿固入, 谈及进一步的时候, 叶之雪和顾云飞才说, 有个养在乡下的大女儿, 也是那时才知道, 顾家原来不止一个女儿, 而与顾清首次见面时, 叶之雪那般殷勤的卖女儿形象深深地刻在她脑子里, 当时只是下意识想法, 如今细想起来, 她才明白, 想来是顾家舍不得小女儿嫁给她已经残废的儿子, 又不想放弃联姻的机会, 这才将不受宠的大女儿接回来, 似及此, 陆夫人紧紧握着顾清的手, 半连半窥地说道, 亲儿, 真的很感激能给锦妍治病, 之前是我错怪了你, 你明知道锦妍的身体情况, 还坚持要嫁给她, 不管怎么说, 对你都不公平, 委屈你了, 以后妈一定会好好待你, 要是顾家再找你麻烦, 你只管跟妈说, 妈一定会替你撑腰, 这是陆夫人唯一能想到的弥补顾清的办法, 旁的不说, 光是顾清治好她儿子影集这一条, 就足以让她感恩戴德, 我一点都不委屈, 顾清轻笑着摇了摇头, 柔声说道, 跟陆家联姻是我点不头的, 嫁给锦妍, 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她嗓音轻柔, 与气却格外坚定, 陆夫人愣愣地看着她, 心底深深感到欣慰, 她忽然觉得, 跟顾家联姻, 是她做出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 婆媳俩又聊了几句, 陆夫人看时间差不多了, 便起身要走, 顾清也没挽留, 站在门口送她上车, 她前脚刚走, 陆景延的配车就驶进来, 助理搀扶着她刚坐上轮椅, 陆景延便推着轮椅到顾清面前, 她问, 妈她刚才来过, 刚才她看见, 有辆车从明院方向驶出来, 从她车边驶过时, 她认出是陆家的配车, 而且是陆夫人最爱的那样, 顾清知道, 陆夫人敢在这个时间点走, 就是不想陆景延听见他们, 在谈论她的病情, 她点头, 嗯, 找我聊了几句, 她怕给陆景延心理负担, 便没跟她说陆夫人询问过她病情, 陆景延语气加着一丝紧张, 她有为难你吗? 顾清心想, 陆夫人在她眼里, 是有多恶劣吗? 她推着她进屋, 你想太多, 就是聊了几句家常, 真的, 陆景延怕她因为自己夹在中间为难, 所以没说实话, 顾清有些福气, 无奈地叹了口气, 在她面前蹲下, 陆景延, 你是多希望, 看见我们婆媳关系破裂啊? 她抬起手腕, 将玉镯晾在她眼前, 炫耀道, 诺, 你看, 我婆婆还送给我见面里呢? 陆景延垂眸, 看见她纤细手腕间的那枚翡翠玉镯顿了下, 这枚玉镯是陆夫人万般宝贝的东西, 说是上面三代传下来的物识, 送给每一日儿媳妇的, 代表的是认可与住院, 陆景延看着她漂亮手腕上, 落下着代表陆家儿媳身份的玉镯, 眼里渐渐染上笑意, 顾清的婚礼已经过去一周了, 这意味着, 顾若也消失一周了, 自从她跑出家门之后, 便一直没有回来过, 当晚顾若没回家, 顾云飞正气头上, 自是懒得管她, 顾成和叶之雪则认为, 她多半是去朋友家借宿了, 顾儿也没太放在心上, 直到一周后, 叶之雪从公司回来, 顾成也从学校回来, 客厅里面仍旧没有顾若的身影, 就连房间里面也没有回来过的痕迹, 叶之雪皱眉, 都这么多天了, 她怎么还没回来, 顾成想了想, 会不会是姐姐心情不好, 还住在朋友那, 叶之雪脸色不佳, 不管住多少天, 至少要打个电话通知一声吧, 因为顾若的原因, 本来说好跟顾氏合作的几家公司, 纷纷以贵公司诚信还带考验, 合作贷款的理由拒绝了, 这几天, 她被顾云飞拉去公司帮着处理事务, 顾云飞更是忙到现在, 都还在公司连夜开会, 他们在公司忙得焦头烂额, 顾若倒好, 躲到一边去了, 叶之雪没好气, 对顾成说道, 若若的朋友, 你几乎都认识, 你打电话去问问, 看她在哪家, 然后叫她明天早上就回来, 这段时间, 哪儿也别想去, 哦, 好, 顾成拿着手机到一边去打电话, 喂, 明明姐, 我是顾成, 我姐姐在你家吗? 没有, 我在马带旅游呢, 孙妍姐, 我是顾成, 我姐姐六号那天晚上, 有去找过你吗? 六号? 那晚不是大暴雨吗? 还橙色欲紧呢, 她来找我做什么, 那你知道她, 最近跟谁走的最近吗? 不知道, 好吧, 打扰你了, 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一个准确的消息, 顾若好友的联系方式她基本上都有, 可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些塑料情, 除了宴会跟私人聚会, 其实没多少交情, 顾成有些颓丧, 但她还是没有放弃, 接着将通讯录里顾若好友的电话挨个打去, 一直到最后一个, 孟姐, 我是顾若的弟弟, 我姐姐这几天有去找过你吗? 没有, 顾成刚想说打扰了, 准备挂电话, 就听对面传来带着潮意的语气说道, 诶, 听说顾若在顾青婚礼上面捣乱, 是真的吗? 那可是她的亲姐姐, 她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啊? 顾成顶了顶腮, 不允许别人这样说自己的姐姐, 我叫你一声姐是出于礼貌, 还请你也礼貌点, 对方不但没道歉, 还传来一声轻笑, 别生气啊, 你不是说你姐姐不见了吗? 你仔细想想, 她惹到了谁, 说不定被人绑架了呢? 绑架两个字落进顾成耳朵, 她心猛地沉下去, 她挂断电话, 打扰了, 看她挂了电话, 没有再继续打下去, 叶之雪上前问, 怎么了? 打了这么多个电话, 问到她在哪儿了吗? 顾成抓着手机, 略带慌张的知无道, 姐姐, 姐姐她找不到了, 叶之雪脸变了颜色, 你说什么? 第120章, 你求错人了, 这时, 顾云飞从公司回来, 看见顾成跟叶之雪, 她问你们两个站在这里做什么? 叶之雪焦急道, 云飞, 若若不见了, 都一周了, 她也没有回过家, 刚才我叫澄澄给若若那些朋友打电话过去, 问问她在谁家, 结果都不在, 云飞, 你说, 若若能去哪儿啊? 她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啊? 听完这话, 顾云飞眼底闪过一丝担忧, 这是顾若第一次离家出走, 还是这么久, 但她心里更在意的, 是陆氏的态度, 顾青跟陆景岩的婚礼, 已经过去一周了, 顾若惹下祸端, 却事事没动静, 于乐成没得到解封的命令, 越想, 顾云飞越是没好气, 她眉头紧锁, 挥了挥手, 她爱去哪去呢? 她自己耍脾气跑出去的, 真出了什么意外, 就该由她自己去承担, 说完, 顾云飞就上楼去了, 见她这态度, 叶之雪眼眶湿润, 看向顾成, 怎么办, 看来你爸爸是不想管若若了, 顾成吞了口唾沫, 回想起最后那通电话时, 听见绑架两个字, 脑海中呼得忙出顾青的模样, 她咬了咬腮帮, 拍着她的手背安慰, 妈, 你别担心, 明天我出去找找, 一定把姐姐带回来, 一日, 清晨, 陆景岩已经去了公司, 顾青坐在餐桌享用早餐, 没一会儿, 阿姨过来通报, 夫人, 您弟弟来了, 顾成, 顾青切着牛排的手揉一顿, 让他进来吧, 片刻, 阿姨引着顾成过来, 顾青坐在原处, 看了他一眼, 吃嘛, 面对不怎么熟的大姐, 顾青略显局促, 他摇头, 吃过了, 顾青点点头, 本来也只是客套地问一句, 他朝对面的椅子, 抬了抬下巴, 坐, 顾青坐下, 微低着头, 手捏着衣脚, 半天不说话, 顾青很有耐心, 吃得七分饱, 他抿了口牛奶才问, 说吧, 大清早的, 找我什么事, 顾青心里虽然怀疑他, 但他知道, 凡事要慢慢来, 二姐, 他已经消失一周了, 我们都没有找到, 妈妈他急得整宿睡不着觉, 顾青抿了抿唇, 犹豫地开口, 大姐, 你人脉资源更广, 能不能帮忙找一下, 顾青突然吃笑出声, 没事的时候, 他看都不屑看他一眼, 现在顾若不见了, 有事求他, 就一口一个大姐的叫, 未免荒唐, 闻声, 顾青抬头看向顾青, 他倚着靠背, 双手还胸, 你确定没有求错人, 顾青盛气凌人的态度令顾青有些恼火, 顾若好歹是他的亲妹妹, 现在人不见了, 他却毫不在意, 顾青醋眉, 你什么意思, 顾青耸了耸肩, 漫不经心道, 很明显, 别说是顾若不见了, 就算他要死要活, 与我合肝, 你要是来找我帮忙的, 那我明确地告诉你, 你找错人了, 听了这话, 顾青双手握紧, 眼神埋怨地看着他, 远想着对他好言相求, 他会留一份情, 可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不给情面, 你还真是无情, 就算是旁人, 也不会对别人的生死这么冷漠, 更别说, 那是你的亲妹妹, 顾若对我做的那些事, 要我一一跟你说吗, 顾青直接将他的话打断, 他在圈子里, 说我品行败坏, 把我传得百无一用, 在我的婚礼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搞砸我的婚礼, 企图毁掉我, 如果真相没有被揭穿, 你知道我将面临 什么样的境况吗, 顾青神色一顿, 张嘴又闭上, 顾青继续道, 他这么陷害我, 恨不得我死, 我为什么要去找他, 我跟他一样, 他不想让我好过, 我也不想让他好过, 看他态度坚决, 顾青只好替顾若找不, 二姐, 他那时不小心走错了路, 一时糊涂, 才想为难你, 再说了, 还不是因为你刚来的时候 给他下马威, 是你先招惹他的, 这本来对他就不公平, 光荡, 顾青将手里的刀叉 用力拍在桌上, 顾青下了个机灵, 表情有些呆滞, 是谁先为难谁, 是谁先招惹谁, 顾青冷冷地望着他, 他在你们面前关心我, 在我面前竟说些挑衅我的话, 还在背地里设计陷害我, 在你的眼里, 顾若是好二姐, 我是陌生的大姐, 在我的眼里, 你顾成没有在一开始 想伸脚绊倒我, 让我滚下楼梯之前, 你是我唯一的亲弟弟, 顾若没有挑衅我, 憎恨我之前, 她是我唯一的亲妹妹, 可是现在, 你们在我眼里, 什么都不是, 听见这句话, 顾成喉咙哽了下, 他看见顾青明亮的目光中, 没有一丝温度, 你只想过, 顾若不公平, 那我公平过吗? 顾青扯船一笑, 你们从小享受着良好的教育资源, 过着精尊玉贵的日子, 在父母的疼爱下长大, 我却在只能和奶奶相依为命, 你为了顾若一句话, 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我出手, 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既然你们都没在意过我的感受, 又凭什么要求, 我在意你们的感受? 顾成诗神一般, 也没思考过这些问题, 某些记忆随着他这番话, 跟着浮现出来, 他只想过自己跟顾青不亲, 却没深究过其中的原因, 是啊, 明明是同一个父母, 为什么待遇会这么大? 他和二姐享受着这么好的待遇, 大姐却在乡下生活, 而且爸爸每次提到, 要接奶奶跟大姐来北城的时候, 妈妈都会不高兴, 一闹就是闹好几天, 所以每次都不了了之, 顾成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父母的偏心, 他心底涌上一股愧疚, 眼神空洞地看着顾青, 迟来的歉意并不会将之前的伤痛掩埋, 顾青冷声道, 我不接受, 顾成抿了抿唇,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安静了一会儿, 他最后还是开口问了句, 二姐失踪, 跟你有关吗? 第121章, 不要怀疑, 你怀疑我找人对付他, 顾成红着脸埋下脑袋, 答案显而易见, 顾青觉得好笑, 哼, 你真可笑, 我大好前程, 大好未来, 怎么可能会为了这种下三烂的人, 葬送自己的前途? 违背法律的事, 我一律不干, 闻言, 顾成便知道不是他做的了, 他起身, 微微汗手, 那我就不打扰大姐了, 顾成迈着沉重的步伐出门, 心里有种莫名的不祥预感, 大姐没有找人对付二姐, 那二姐她现在究竟在哪? 北城, 某处私家别墅, 偌大的房间里面, 顾若全着双腿坐在床上, 她的脸色苍白, 毫无血色, 眼睛里面也爬满了红血丝, 看上去有些甚人, 还是不肯吃饭, 一个女人靠近她, 顾若看也没看她一眼, 不要你管, 对于她的无礼, 女人并不在意, 她扬起浓烟的红唇, 轻身凑在顾若耳边, 缓缓开口,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 被人欺负了, 不吃不喝, 只会躲在阴暗处, 孤独地舔尸伤口, 散发着恨意, 这样的人是最没用的, 想要报仇, 唯有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充实大脑, 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计谋, 转换成让人挑不出刺, 找不出毛病, 还能精准打击敌人的大计谋, 这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说吧, 女人端起床头柜上的粥, 递到她面前, 吃吧, 顾若抬眸瞪她一眼, 挥开她的手, 我不要你管,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的什么主意吗? 晾了挺长一段时间的热粥, 只剩些余温, 撒在手背上没那么烫, 就是黏黏腻腻的, 不舒服, 顾若恶劣的态度, 并未让女人生气, 她将粥放下, 抽了张纸巾, 边擦手边, 慢条丝里的问道, 哦, 我在打什么主意, 你倒是说说看, 顾若冷哼道, 你不就是想把我当枪使, 用我来对付顾青, 从而得到陆景言吗? 你把我当傻子呢? 薛雅喜欢陆景言这件事, 在整个北城都是众所周知的, 顾若从小就在北城长大, 自然也是知道的, 女人双手还胸, 站在顾若面前, 目光自上而下地看着她, 嘴里发出一声轻声, 你还是挺聪明的吗?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能听出, 这不是真夸奖的话, 我知道, 你是在嘲讽我做的那些蠢事, 对, 我是不聪明, 顾若撇了撇嘴, 看得出来她很不服气, 但是, 我已经败在顾青手下那么多次, 你以为我还会傻傻地跑去对付她吗? 她现在, 可不仅有陆景言撑腰, 还有Aurora公司的CEO撑腰, 这两个人物, 可不是谁都敢招惹的, 我不敢招惹, 同样, 你也不敢招惹, 否则, 你又怎么会想着利用我去对付她, 而不亲自动手? 被顾若说重心思, 女人脸上没任何慌张的表情, 她摇摇头, 看着她问道, 没错, 你说得对, 我是要利用你对付贵顾青, 但我不是因为怕她, 而是不能让陆景言知道, 我再对付她, 你知道, 你为什么败在顾青手下那么多次吗? 顾若无言, 女人勾唇, 那是因为, 你的谎言和计谋, 都是极其容易被人拆穿的, 但凡你撒那些谎的时候, 都过一过脑子, 仔细思考, 也不至于败得一塌糊涂, 顾若无动于衷, 你说得都对, 但那又怎样, 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也已经不再是顾青的对手, 更不可能扳倒她, 你真的甘心, 就这样败给顾青吗? 如果你听我的安排, 我可以给你所有需要的支持, 也可以帮你出谋划策, 让你在顾青面前, 不再低声下气, 她说得有理有据, 举手投足间还格外自信, 顾若盈盈有些动心, 她虽然败给了顾青, 但她确实是不甘心, 可是, 她现在已经没什么底气, 去跟顾青对抗了, 顾若眼神戒备地看着她, 心底纠结犹豫许久, 最后还是抵不过心动, 你能给我什么支持? 听她这样问, 大概率就是稳了, 女人在顾若身边坐下, 与她拉近一些距离后, 缓缓开口, 你不是Evelyn的忠实粉丝吗? 你也知道, 她可是国内外著名的圣衣鬼手, 提到偶像, 顾若眼神一亮, 跟刚才的死尘完全不同, 见到她的眼神, 徐亚知道顾若已经彻底心动了, 她继续诱惑, 做粉丝哪够? 你还得做她的关门弟子, 成为像她一样最厉害的医生, 在相同领域打压顾青, 夺走她身上所有的光环, 最后, 在设计让她失去陆景岩的支持, 失去Aurora公司CEOD的支持, 女人一字一句, 说出的话像是失了魔咒一般, 让人听了就行, 听她说的那么细致, 好像自己马上就要跟Avelyn见面了似的, 顾若沮丧的心情重燃希望, 心中烧起一阵狂热的念头, 她要做最出名, 最具有权威的医生, 就像Avelyn那样得到所有权贵的巴箭, 让陆家不能在她的面前耀武扬威, 让顾云飞和叶之雪后悔对她的所作所为, 更要让顾青当着所有人的面向她跪地求饶, 顾若彻底的心动了, 她抓着女人的胳膊, 激动地问, 那你能把我引荐给Avelyn吗? 你真的能做到吗? 女人点点头, 唇角挑起一抹弧度, 当然, 我说出来, 就一定会做到, 顾若不至于高兴过头, 导致着一点警惕心, 可是,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说你认识Avelyn, 你就真的认识Avelyn吗? 我告诉你, 我们教授可是真的认识Avelyn的, 你骗不了我, 文言, 女人呕了声, 带着一丝探索, 漫不经心地问, 敢问是哪个教授? 顾若回到, 冯正端教授, 冯正端, 她只需要明白是谁见过Avelyn就行, 以假乱真, 以真乱假, 是她最擅长的, 至于其他的, 一个教授罢了, 难道她还拿不下吗? 收回思绪, 女人肯定道, 我自然不会骗你, 见她没有心虚, 顾若接着追问, 真的, 那你告诉我, Avelyn现在在哪? 女人眯了眯眸子, 看着她笑了会儿, 红唇吐出一句话,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顾若正愣片刻, 反应过来后, 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你的意思是说, 你就是Avelyn, 徐亚, 你开什么玩笑, Avelyn可是男的, 面对她的质疑, 徐亚很是淡定, 笑吻, 我怎么不可能是Avelyn, 谁又告诉你, Avelyn是男的, 有任何消息说过, Avelyn是男生吗? 顾若有些迟疑, 她确实是不知道Avelyn的真实性别, 报道上对她的介绍, 更是少之又少, 只是对Avelyn的崇拜, 让顾若首先把她代入成一个帅气儒雅的男性, 顾若, 不要怀疑, 我就是Avelyn, Avelyn是国内外著名的权威医生, 虽然外界传言说她行踪鬼秘, 但她治疗过的人不少, 认识她的人也不少, 我不可能说这种轻易就被人拆穿的谎言, 徐亚眼神肯定地看着她, 认真说道, 第12章, 舆论效应, 看她言之凿凿, 十分笃定, 顾若觉得她不得不信, 像徐亚这么聪明的人, 确实不可能说出这么轻易就被揭穿的谎言, 因为她如果不是真正的Avelyn, 感冒充Avelyn, 真正的Avelyn一定会站出来反驳, 喜欢多年的偶像, 此刻出现在自己面前, 顾若的崇拜之心如洪水般涌出, 别人能不能打败顾青, 顾若不知道, 但是那个人如果是Avelyn, 那就一定可以超越顾青, 顾若看着徐亚的眼神泛着光, 瞬间化身小迷媚, 紧紧地抓着徐亚的手, 你真的是Avelyn, 没想到真的能见到你, 而且以前还跟你见过好几面, 我实在是太激动了, 在国内还是叫我中文明霸, 徐亚扬唇只是笑意不达眼底, 不用激动, 以后我们有的是相处的时间, 听偶像这样说, 顾若笑容更甚, 连连点头答应, 好好, 我知道你不想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对了, 他继续问, 那我们什么时候对付顾青, 徐亚回到, 暂时还不需要, 你先养好身体, 等我制定好计划, 会来通知你的, 零了那场暴雨, 顾若有些感冒, 他点头, 那好, 想起徐亚对付顾青的目的, 顾若不解, 顾若现在已经残废了, 他就算再有钱有势, 跟正常男人还是不一样, 你这么优秀的人, 为什么还想得到他, 他这种人根本就配不上你, 顾若说这些话, 一半是出于对偶像的崇拜, 一半是因为顾若对顾青的百般维护, 令他不爽, 接着, 他又补充道, 而且, 顾若的腿, 到现在都还没治好, 估计是彻底废了, 徐亚站起身, 自信满满地说道, 有我在, 你觉得能治不好顾若? 顾若身上挪开, 望向窗外, 像在跟人说话, 又像自言自语, 陆景言, 我一定会得到, 至于顾青, 我也一定会亲手将她踩在你底, 不仅是因为帮你, 我也讨厌她, 谁让她抢走陆景言, 占据了陆景言妻子的身份, 说到这, 她红唇勾起, 我要让她知道, 陆家大少奶奶的身份, 只能是我, 两人聊了一会儿, 徐亚便让顾若先好好休息, 接着出了房间, 守在门口的管家看见徐亚出来, 凑在她耳畔轻声说了句, 小姐, 人到了, 在书房等着, 徐亚目视前方点了点头, 想起什么, 叮嘱道, 里面那个女人好好看着, 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 管家毕恭毕竟应了声, 是, 徐亚抬脚, 朝书房方向走去, 推门进入, 徐亚朝坐在沙发上的男人说道, 刘主编, 久等了, 刘主编是北城最具权威的新闻界主编, 文言, 刘主编连忙起身, 没有, 没有, 我也当道, 请坐, 徐亚抬手指了指沙发, 自己在她对面坐下, 两人相对而坐, 徐亚食指交叉搭在腿上, 刘主编, 相信我管家已经跟你说了一些情况, 聪明人都是开门见山的, 你能来, 说明你愿意做这门生意, 在这之前, 徐亚派管家将刘主编约出去, 趁她喝醉, 送了她两个保险箱, 里面装着能让刘主编心动的东西, 第二天, 刘主编醒来, 看着满满当当的红钞, 当时花了眼, 她职位不错, 可眼前这么多钱, 是她不吃不喝, 工作好几年才能拿到的钱, 回想起在饭局上, 徐亚的管家跟她保证过, 这只是事前的, 事成之后, 还会给她另外一笔, 这颇天的富贵, 平时求也求不来, 况且, 徐亚提的要求也不过分, 在新闻上, 尤其是在这种娱乐新闻上, 夸大其词的数不胜数, 刘主编当即便打电话给徐亚的管家, 问什么时候约见, 想起那两题保险箱里的红钞, 刘主编可谓满面春风徐小姐诚意满满, 我又怎么好让你失望呢, 他殷勤道, 要求你尽管提, 我一定满足, 我的要求不多, 你只需要宣扬我在国外治过多少特殊病例的成功案例, 加一些暗示性的词语, 例如身份神秘之类的, 不要明说, 把我往Evelyn的身份上引导, 记住, 不要用确定的词语, 一定要用模棱两可的猜测, 其余的, 就交给你们这些专业人士看着发挥就好, 交代完, 徐亚看了眼手表, 面露微笑, 抱歉刘主编, 我约的健身教练快到了, 刘主编听懂弦外音, 站起身稍稍点头,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些工作没处理完, 先告辞了, 至于徐小姐交代的事情, 我一定会办好, 他说到最后一句话时, 徐亚疑惑地嗡了声, 看向她的眼神藏着隐隐警告之意, 刘主编瞬间了然, 笑呵呵地说, 今天我一直在家处理公事, 谁也没见过, 更没谁跟我说过什么话, 徐亚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刘主编慢走, 拿钱办事就是不一样, 刘主编的动作极快, 仅仅一个晚上的功夫, 徐亚归国的消息占据圈内头条, 并且迅速在豪门圈内发酵, 豪门头条新闻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附加千金徐亚, 高学历人才归国, 身份重重, 令人好奇, 消息一经发布, 根据徐亚的要求, 刘主编特意请来的水军, 快速占领评论区前排, 一楼, 天哪, 徐亚不是一直在美国吗, 竟然回国了, 二楼, 咦, 他是不是学医的哦, 听说平时来无影去无踪, 整个人神神秘秘的, 三楼, 我有个朋友跟他一个学校, 说他在外面, 好像有其他身份来着,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四楼, 之前听说他接触过一个, 就连教授级别的医生, 都难以治疗的病人, 结果那病人到他手上后, 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 水军在其中推波助澜, 带动那些搞不清状况的权贵发言, 此时此刻, 北城名流圈里, 一群人正在热议, 知道他从小学习厉害, 又是医学世家, 照你们说的, 连教授级别的医生都治不好的病, 他却能治好, 他莫不是为了哪个病人才回国的, 另一人搭枪, 估计是哦, 但谁能请得动他呢, 有人圈出三楼, 十分出名的医生, 还救治过许多特殊病例的医生, 我思维发散, 莫名想到了, 那个传闻中最为神秘的, 也是最为厉害的外科医生, Evelyn, 卧槽, 真的假的, 报道上也是这么猜测的, 无风不起浪啊, 余记的人, 要是没抓到一点风向, 就算是模棱两可的猜测, 也不敢往上写啊, 有人围着他回国原因, 以及另一层身份猜测, 也有一批人, 则是想起徐亚学生时代的英勇往事, 不是, 你们还记得, 徐亚在高中的时候, 疯狂追求陆景颜这事不? 记得记得, 就是, 他打破了我脑子里女追, 南格层杀的刻板印象, 他追陆景颜那会儿, 是真疯狂啊, 搞得全校女生见了陆景颜, 都得退避三社, 生怕多看一眼, 就招来徐亚的问候, 徐亚拿着手机, 盯着评论区里面的讨论, 两久, 他红唇扬起, 露出满意的笑容, 舆论效应达到了, 剩下的, 该他本人出面了, 徐亚朝门口一喊, 司机, 被车, 第123章, 为了景颜, 陆家别墅, 陆夫人听到庸人通报, 说徐亚来看望他时, 脸上闪过一丝惊诧, 陆家跟徐家的交情不错, 陆夫人也算是看着徐亚长大的, 徐亚高调追求他儿子的事情, 他是知道的, 只是他有些意外, 徐亚刚从国外回来, 第一时间就是跑来看望他, 可见他心里还打着景颜的注意, 陆夫人点点头, 请他进来吧, 片刻, 徐亚提着精致的礼盒, 笑叶如花地朝他走来, 回国前, 他曾经跟条尾巴似的追在景颜身后跑, 而现在回国, 景颜已然残废, 也娶了妻子, 但他还依然纯真明媚, 恍如昨日, 看见这一幕, 陆夫人不禁感慨, 勿视人非, 心里忍不住想, 若是景颜没出那场车祸, 他们两个会不会终成眷属, 毕竟, 他以前也是看好徐亚的, 只不过他那儿子跟个冰块似的, 怎么也无不话, 伯母, 好几年都没见了, 真想你啊, 徐亚如同跟自家亲人撒娇一般, 上前抱住陆夫人, 几年不见, 他还能这么亲密地对待她, 陆夫人不免欣慰, 轻轻拍了拍她呗, 小雅在国外待了几年, 又变漂亮了, 肯定有不少男孩子追求吧, 徐亚焦焦地捂着脸蛋, 怎么我才刚回来, 伯母就开始取笑我了, 接着, 看见包装盒上的logo, 陆夫人认出是国内难买的名牌包, 她拍了拍徐亚肩膀, 洋装瞠目, 你这孩子, 来就来, 还带什么礼物? 徐亚俏皮地吐了下舌头, 都是我的一点心意吗? 她并不是头一次来陆家, 十分熟忍地朝庸人招招手, 方仪, 快把这些礼物拿楼上去, 方仪功声应了句, 提着礼盒上楼, 陆夫人引着徐亚在沙发上坐下, 倒了杯茶递给她, 小雅, 这次回国准备待多久, 徐亚乖巧地说了声谢谢, 接过茶杯后, 她摇了摇脑袋, 表情为难, 其实, 我也说不准, 陆夫人醋眉, 什么意思? 徐亚抿了抿唇, 将茶杯放回桌上, 正对着她, 认真回道, 伯母, 实不相瞒, 其实我这次回国的目的, 是为了锦言, 陆夫人顿了下, 略惊讶地看着她, 她没想到, 徐亚这么执着, 跟着锦言跑去国外不说, 如今她双腿残废, 竟然还一心念着她, 猜到陆夫人心里的想法, 徐亚玩耳一笑, 伯母, 你可千万别误会, 我说的为了锦言, 是指给锦言治病, 怎么说, 我和锦言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无论如何, 我都不可能不管她, 听见这话, 陆夫人稍稍松了口气, 又问, 你的意思是, 你给锦言治病? 嗯... 徐亚点头, 你也知道我从小接触医学, 大学也是在国外学医, 锦言这样的病例, 也做了不少, 直到确保有足够的把握, 我才非回国, 伯母, 您相信我, 我一定会治好锦言的病, 陆夫人听她这样信誓旦旦的承诺, 又想起今早看到的豪门圈里的新闻头条, 连教授级别的医生都能比过, 想必实力不虚, 她闪过心动的念头, 但很快又想起顾卿, 毕竟前不久, 她才亲自找上门拜托顾卿医治锦言, 况且, 徐亚之前还追求过锦言, 要真让她给锦言治病, 恐怕会让顾卿误会, 陆夫人脸着眉, 徐亚一眼看穿她犹豫不决的原因, 她轻声询问, 伯母是在担心锦言的妻子会介意吗? 陆夫人点点头, 徐亚拉起她的手, 露出一张善解人意的笑脸, 伯母, 您要知道, 锦言的病情才是最重要的, 您放心, 我对锦言的感情早就随着时间变淡了, 而且, 我知道我和她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我也没那心思, 见她眉目松缓, 徐亚继续道, 只是我一直念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变成这副模样, 我没办法不管不顾, 现在, 我也有能力帮助她了, 陆夫人思绪顺着她的话走, 心想也是, 如果徐亚真的有能力之好锦言, 这也是多一个可能性的保障, 她轻微叹了口气, 小雅, 这件事我做不了主, 这样吧, 我回头帮你问锦言, 看她是什么态度, 徐亚冲她甜甜一笑, 有伯母这句话就好, 徐亚走后, 陆夫人便吩咐司机开车去公司, 陆锦言正牵着文件, 听见门口响起敲门声, 她抬眸看了眼, 妈, 您怎么来了, 陆夫人在旁边沙发上坐下, 那场车祸以后, 她极少与陆锦言单独坐在一起,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陆夫人一会儿问她累不累, 不会儿问中午吃些什么, 陆锦言一一答完, 在她问出下一个问题前, 她止住, 妈, 我还有工作要处理, 是这样的, 陆夫人轻咳了声, 小雅她刚从国外回来就找我, 说她对你这种病情很有经验, 我觉得她是值得信赖的, 所以, 看看你愿不愿意让她给你治疗, 她话音刚落, 陆锦言果断拒绝, 不必, 陆夫人不太想放弃, 要不换一下治疗医生, 说不定有另一重转机, 啪, 陆锦言将手里的文件往桌上一放, 她嗓音微了, 亲儿给我治疗得很好, 我也相信她的能力, 在她的医治下, 我的身体也在慢慢恢复, 我没理由换, 也不想换, 更何况, 她不想跟徐雅有任何牵扯的可能性, 也不想让顾卿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她说得足够坚决, 陆夫人也不好再劝说什么, 聊了两句, 她便出了公司, 坐回车里, 陆夫人给徐雅打了个电话, 小雅, 我刚刚跟锦言说了治疗的事, 她不同意, 怕徐雅难过, 她又安慰到, 她这孩子就是倔脾气, 一旦认定什么就很难更改, 你别放在心上, 陆锦言的态度, 在徐雅的意料之中, 她并未多惊讶, 蛮唇笑道, 没关系的, 伯母, 锦言她现在抗拒我, 我能理解, 劳您费心了, 你放心, 我不会放弃的, 我一定会让锦言接受我给她治疗的, 两个孩子都是倔脾气, 陆夫人有些无奈地叹了叹气, 挂了电话, 第124章, 茂名, 通完电话,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徐雅一眼, 询问道, 徐小姐, 现在要回去吗? 刚从陆家出来的时候, 徐雅没让她回家, 而是在一处停车场停下, 徐雅将手机放下, 挑了挑眉, 去陆氏集团, 既然陆锦言不同意让她给她医治的请求, 那她只能亲自去找她了, 司机应了声, 是, 车子渐渐驶出停车场, 没一会儿, 来到陆氏集团, 徐雅下车前对司机说道, 你在车上等着, 不用跟过来, 说吧, 她推开车门下车, 朝前迈步, 进了写字楼大厅, 前台坐着两位工作人员, 其中一位工作人员看见外来人员进入, 起身主动询问, 您好, 这位女士, 请问找谁? 徐雅回到, 我找你们总裁, 陆锦言, 前台脸上维持着礼仪笑容, 请问您有预约吗? 徐雅摇了摇头, 没有, 这, 前台感到抱歉, 不好意思, 没有预约, 您不能进去, 诶, 等等, 旁边的工作人员刚好在手机上刷到关于徐雅的新闻, 他看了看徐雅, 刚好和新闻上的照片一样, 既然都是金圈的, 那跟他们总裁肯定是认识的, 他连忙站起身, 请问您是徐雅小姐吗? 徐雅回以微笑, 是的, 我是你们陆总的朋友, 工作人员解释道, 是这样的, 徐小姐, 没有提前预约, 我们确实不能放您进去, 不过, 我可以先给总裁助理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徐雅点点头, 好的, 麻烦你了, 说吧, 前台给总裁助理拨去办公电话, 总裁办公室, 陆景颜刚去开了一场小型会议, 此刻坐在办公桌前, 双眸清河, 抬手捏着鼻根, 咚咚咚, 听见敲门声, 陆景颜动作没停, 淡淡说了声, 静, 晨起推门进入, 公声说道, 陆总, 前台的人来电话, 说是徐雅小姐想见您, 他人正在楼下, 您看, 听见徐雅的名字, 陆景颜睁开眼, 眉心不禁促起, 不达目的, 他还真是不罢休, 不见, 陆景颜语气中带着些许冷漠, 他翻开一旁需要查看的文件, 又补充道, 以后, 只要是他打来的电话, 都不用接, 晨起点点头, 好的, 陆总, 我记住了, 出了办公室后, 晨起依照陆景颜的原话, 给前台回去电话, 前台收到回复后, 面带歉意地对徐雅说道, 不好意思, 徐小姐, 我们陆总正在忙, 不方便待客, 您请回吧, 徐雅知道, 这不过只是个说辞, 陆景颜不愿意见他, 在他的意料之中, 他点了点头, 杨纯笑道, 没关系, 我在这等着他就好, 说着, 徐雅到一旁休息区的沙发上坐下, 他一走, 最开始站起身的工作人员, 凑到另一人耳边问, 哎, 他究竟是谁啊, 你对他态度这么好, 另一人小声说道, 他就是徐氏集团的千金, 跟我们陆总都是一个圈子里的, 保不齐还是青梅竹马, 你说对他的态度能不好吗, 工作人员纳闷, 那照你说的, 他跟我们总裁关系这么好, 我们总裁为什么不愿意见他, 另一人瞪他一眼, 只管办事就好, 管这么多做什么, 顾清在药房, 正埋头认真配药, 放在一边的手机显示着通话中, 开着免提, 骆星云的声音顺着听筒传出来, 顾清, 我发现, 你现在对我越来越冷淡了, 都不主动打电话给我, 顾清笑了笑, 你不是忙吗, 怕打扰你, 骆星云叹了口气, 前阵子忙, 忙完之后闲得淡疼, 这不, 边跟你打电话发牢骚, 边玩iPad呢, 他又问, 你最近在干嘛呢, 顾清抓药的动作没停, 回道, 再给景延配药, 又再配药, 骆星云好奇, 之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不都说配好药了吗, 怎么又开始配了, 顾清解释, 之前那个是外父的膏药, 最近几年的病情有一定的好转, 我正给他配那副的中药, 呦, 骆星云叫了一声, 夸药道, 看来你老公的病痊愈止日可待啊, 不愧是我们的名医圣手, Evelyn, 顾清笑了起来, 还得慢慢来, 不过, 借你急言, 聊着聊着, 两人安静下来, 各做各的事, 突然, 骆星云嘴里冒出一句脏话, 顾清抓药的手一抖, 药材放多了些, 他将多余的药材抓出来, 问, 怎么了? 骆星云杂杂呼呼地说, 你快去看北城渔记最新发布的那则报道, 我一个在国外的都刷到了, 你可别告诉我, 你还没看到, 顾清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 继续抓药, 语气闲散, 哦, 你说那个呀, 看到了, 今天早上他起床的时候, 打开手机, 界面上就弹出那条报道, 骆星云不解, 看到了, 你还这么淡定, 我看评论区那些人, 他们好像都把这个女人当作Evelyn了, 你这个郑主, 难道不打算准备出来澄清吗? 为什么要澄清? 顾清反问, 写这篇报道的主编我经常关注, 他之前发过的所有文章我都看过, 他这个人从来不写这种模棱两可的猜测语, 这次这样写肯定是人为受益的, 况且, 报道里的那个女人, 除了附加千金的身份, 也不是什么出名人物, 通俗来讲, 就是没什么爆点, 但偏偏要抓住他留学归来的这个时间点, 爆出这些花样, 说明是这人想故意让别人以为他是Evelyn, 但是又不敢直接承认, 顾清把药配完, 用消毒液洗了下手, 轻飘飘说道, 既然他想冒这个名, 那就让他冒吧, 刚好, 可以转移那些想要追杀我的人的注意力, 我也好看看, 到底哪一波想杀我的人究竟是谁的人, 骆星云知道他什么意思, 在电话那头沉音片刻, 开口提醒, 话是这样说没错, 但是, 你可别忘了, 报道上的这个女人也是金圈的, 万一她捂到你面前, 给你带来的麻烦只会多不会少, 相比骆星云的紧张, 顾清显得格外淡然, 甚至还有闲心调侃, 你人在美国, 怎么比我还关注北城的事, 我是个中国人, 肯定得实时关注国内的信息, 再说了, 这人也是我关注的, 平常看的不多, 我这不也是撇到Evelyn的字眼, 才拿来看一下吗, 骆星云择了声, 跟你说认真的呢, 这事你怎么看, 第125章, 那只是你以为, 顾清这才脸了脸笑意, 认真说道, 若是他真要捂到我面前, 那就得看他敢不敢承认了, 他要敢承认自己就是Evelyn, 我肯定揭穿他, 如果他继续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就看他是不是在针对我, 直到好友在为自己担心, 他勾了勾唇脚, 语气轻松, 放心吧, 除了在陆景延身上吃过扁, 还真没能让我顾清害怕过的人, 电话那头的骆星云凝着眉, 并没有因为顾清安慰的话, 而放心他叮嘱道, 不管怎么说, 你万事都得小心, 你的人脉都在美国, 在北城, 没有那么多人护着你, 顾清点了点头, 笑道, 怎么没人护着我, 这不是, 还有陆景延吗? 将至傍晚, 徐雅听见大厅的电梯钉一声响, 他抬头望过去, 双眼顿时异样, 他收起手机, 笑着朝陆景延走去, 景延, 助理推着陆景延从电梯出来, 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 下意识停了下来, 徐雅走到陆景延面前, 笑得温和, 景延,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陆景延目不斜视, 如同没看见他一般, 陈起, 我让你停了吗? 低沉的嗓音响起, 得知会错了意, 助理推着轮椅, 继续往前走, 对于陆景延的无视, 徐雅早就已经习惯, 他并不在意, 等一等, 他追上去, 拦在陆景延面前, 陆景延被他缠得有些不耐, 掀起眼皮看他一眼, 徐小姐有什么事吗? 他声音如同看他的目光一样冷漠, 徐雅扯了下唇角, 陆景延, 你还是这么无情, 接着, 他用释怀的语气笑着说, 这么多年不见, 放心吧,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忙忙壮壮的徐雅了, 我也不会再骚扰你, 虽然我们最终做不成恋人, 但还是发小不是吗? 徐雅试图勾起他与他之间的回忆, 奈何陆景延直接问道, 说完了吗? 他双手握着车轮, 像是随时要走的意思, 徐雅有些无奈, 嗓音轻柔, 景延, 你别抗拒我, 徐雅, 陆景延连名待姓地喊他, 与他对他的称呼形成鲜明的对比, 陆景延冷声道, 我有妻子, 还与你有过那样不愉快的过去, 不抗拒你, 难不成要亲近你? 他话里含着明显的讥讽意味, 徐雅脸上的笑容凝固, 心底某处倾泻出一阵酸液, 从小到大, 他徐雅想要什么都能得到, 独独陆景延是个例外, 偏他从不轻易认输, 他越是这样抗拒, 越是这样避他如蛇蝎, 他越是想要得到, 徐雅脸下心神, 还是选择放低姿态, 将话题拉回正轨, 我想伯母已经告诉你我找你的目的了吧, 景延, 我很关心你的身体状况, 我有这方面的医疗经验, 让我来给你治疗好不好, 他与其稍有些激动, 我保证, 我一定能让你重新站起来的, 你放心, 我只是想治好你的腿, 绝不会因此向你所求什么, 更不会插足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这话是说给陆景延听的, 至于能不能说到做到, 只有徐雅自己知道了, 陆景延眼连都没先动一下, 你托我妈来做说课, 难道他就没告诉你, 我的妻子也是一名医生, 他正在为我治疗吗? 陆景延半迷着毛子, 语气冰冷, 不带一丝温度你说你不所求什么, 你以为你想要, 我就会给, 徐雅以为他好歹会顾及以往的情面, 说得委婉一些, 没想到他会把话说得这么直接难听, 他眼神中充满了不甘, 陆景延张口闭口就是他的妻子, 他宁愿接受那样的女人, 也不愿意接受他, 徐雅陷入沉默, 陆景延只看了他一眼, 便将他眼里的不甘看得清楚, 徐雅, 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正如你了解我, 我也了解你, 陆景延说道, 倘若, 你真的不想从我这里所求什么, 你会这般上赶着, 还特意在这里等了几个小时吗? 一句话戳中徐雅心思, 他眼底闪过一丝心虚, 陆景延逐字逐句, 继续说道, 我和你名人不说暗话, 我爱我的妻子, 我不会给你任何期望, 你更别企图耍手段, 分离我和顾青, 就算他离开了我, 我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你明白了吗? 像是阐述一件事实, 又像是在警告, 徐雅咬了咬牙, 笑容勉强, 你说得这么清楚,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的确, 我是还喜欢你, 所以不想看到你变成这样, 既然你这么坚定自己, 那你为什么不敢接受我给你治疗? 陆景延言简意该地回答, 不是不敢, 是不想, 不想跟他有任何一点交集, 不想让顾青产生误会, 更不想让顾青有任何一丝不安全感, 陈起, 走吧, 听见吩咐, 助理推着陆景延绕过徐雅, 继续往前, 徐雅紧了紧拳头, 转身朝陆景延的背影说道, 陆景延, 难道你要为了跟我置气, 永远坐在轮椅, 上当的废人吗? 助理听见废人两个字, 顿时停了下来, 紧张地想看陆景延什么表情, 奈何他站在身后, 根本看不清, 那两个前台, 也是被徐雅说出的这两个字, 陆董再三叮嘱, 不可提及这类的词, 谁知道徐雅胆子这么大, 看陆景延停下来, 徐雅上前几步, 继续道, 我告诉你, 只有我才能治好你的腿, 你寄希望与你的妻子, 但你有没有想过, 他只是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的医学生, 你之前找过的那些医生, 哪一个不是名校毕业, 哪一个不是比他更优秀的权威医生, 说到这, 他刻意加重语气, 就连他们都治不好, 你以为顾青就能? 徐雅前面说那一场创话, 陆景延置若网闻, 他只针对后半句, 陆景延将轮椅转向他, 反问道, 他不能, 你就能, 徐雅见状, 以为他有所松动, 压制住脸上欣喜的笑容, 连点头肯定, 当然呢, 就凭我比你找的那些权威医生更加权威, 没等来他的点头, 就听他发出一声审笑, 那只是你以为, 说吧, 转动轮椅往前走, 很快, 只留给他一个远远的背影, 第126章, 全部拖完, 顾清下午配完药, 这会儿正坐在房间阳台的吊椅上悠闲地看书, 听见门口传来动静, 他回头一看, 见识陆景延脸上染上一丝笑意, 景延, 你回来了, 说吧, 他将书随手放在旁边桌上, 起身朝陆景延走过去, 陆景延心不在焉地嗡了声, 目光复杂地看着他, 心情有些沉重, 他了解徐雅, 他就跟个疯子一样, 是个特别极端的人, 陆景延有些出神没回应, 顾清察觉出他反常的情绪, 怎么了, 景延, 闻声, 陆景延看着他摇了摇头, 说道, 最近要是有什么人找你, 你不用管, 别理就是, 顾清明白, 陆景延不是会无缘无故说这种话的人, 他敏锐地挑了挑眉, 怎么, 是有谁想找我麻烦吗? 顾清倚靠着墙面, 单手支着下巴, 意味深长地对他笑了笑, 该不会是你的哪朵烂桃花吧? 他面带笑容, 眼角眉梢都染上笑意, 像是嗅到什么有趣的八卦, 见他没丝毫吃醋的意味, 陆景延莫名想看他在意的模样, 点头说道, 嗯, 一个学生时代追了我很久的女生, 顾清压了声, 惊讶道, 原来是学生时代就喜欢你的呀, 那可是很真挚, 很纯粹的感情了, 过了这么久, 咱俩都结婚了, 他还喜欢你, 看来很痴情嘛, 你就一点都不心动嘛, 说到后面, 他稍稍弯下身子盯着陆景延的眼睛看, 人色, 眉从中看到醋意不说, 反倒看出了一丝性慰, 心里莫名升起一阵造诣, 他不禁皱眉, 反问顾清, 别人追我, 你就一点也不在意, 一点也不生气, 顾清感到莫名其妙, 他摇了摇头, 不生气啊, 为什么要生气, 又不是你跟他有什么, 他这回答让陆景延冷静下来, 却没法让他开心起来, 他确实跟徐雅之间没什么, 但他想看到的, 是顾清对他在乎的态度, 而不是像处理公事一样, 时刻都保持着清醒理智, 就像他对他没有一点点喜欢一样, 陆景延定定地看着顾清, 心底冒出疑问, 他究竟是因为他和徐雅不会有什么才不生气, 还是因为不在意, 所以不生气, 陆景延忽然有些恍惚, 好像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抓不住他的心一样, 思极此, 陆景延垂眸, 猴杰上下滚动, 近乎泥南地说道, 倘若是我, 我会生气, 因为吃醋, 因为我在意, 他声音虽小, 伤到了他, 顾清在他面前蹲下, 轻哄着说道, 景延, 我不生气, 是因为我知道, 你的心里只有我, 你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是信任你, 不是不介意, 更不是不在乎你, 他仰着头, 看着他温柔的面孔, 陆景延抬手轻抚着他的脸颊, 很轻地说了句, 是吗? 话落, 他双手捧着顾清的脸颊, 俯身吻上他的唇, 细碎地吻落下, 顾清缓缓闭上双眼, 两只胳膊顺势勾住陆景延的脖梗, 往下收拢, 他下意识地轻逆动作, 让陆景延的心情变得微妙, 他轻轻准着他的唇, 很慢很慢, 慢到两人每一寸的呼吸, 都暧昧地交缠在一块, 无法分离, 接吻让身体的每一个感官都放大, 顾清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很快, 就在这时, 陆景延忽然离开他的唇, 停了下来, 顾清疑惑, 你怎么停? 话没说完, 陆景延拉着他手稍稍用力, 拽着顾清跌坐在他腿上, 顾清来不及反应, 就被他单手扣住后脑勺, 灼热地吻再次落下, 陆景延起开顾清的唇瓣, 在他湿软的舌尖妈撒, 开始攻城掠地, 顾清觉得大脑有些缺氧, 身子往后痒了些, 想呼吸点新鲜空气, 结果刚一动作, 陆景延便顾住他的腰, 不让他动弹, 不是霸道强制地禁锢, 像极度害怕失去最喜爱的东西一般, 小心翼翼又带着点孩子气的宣誓主权, 温柔却不失蛮横, 仿佛在证明什么, 一个缠绵翡翼的吻结束, 顾清的嘴都骂了, 他眼神迷离地看着陆景延, 气息微喘, 还吃饭吗? 陆景延扣着他的腰, 压着他贴在他怀里, 哑声道, 吃, 他的心情因为这个轻腻缠绵的吻, 变得愉悦起来, 至少他不排斥他的亲近, 他是有一点点喜欢他的吗? 晚饭过后, 顾清看一眼时间对陆景延说道, 景延, 跟我去书房, 给你检查身体, 陆景延问, 之前不是才检查过吗? 顾清回道, 从现在开始, 以后每天都要做检查和治疗, 去到书房, 顾清先将陆景延搀扶到床上, 让他倚靠着床头, 已经在他手下治疗这么长一段时间了, 陆景延不再像最开始那般别扭, 十分熟练地将皮带解开, 把裤子往下吞了一点, 再拖, 顾清的声音响起陆景延抬头, 目光正愣地看着他, 怀疑自己听错了, 顾清坐在床檐勾着唇角, 慢条丝里地重复道, 要全部拖完, 顿了下, 他视线落在陆景延那条深蓝色平脚裤上, 包括这条, 陆景延喉咙有些沙哑, 说道, 之前不用, 知道他疑惑什么, 顾清解释道, 那是因为之前的治疗还没到这一步, 今天我要给你用最新研制出的方案治疗, 是最重要, 也是最严谨的一个阶段, 需要时刻观察你的反应和时间, 然后做详细的记录, 所以顾清轻声靠近他, 带着撕坏笑, 你是要自己拖, 还是要我帮你拖, 陆景延身形一僵, 一张脸连带着脖梗飞快战红, 支支吾已经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我, 看着他飞红的脸颊, 顾清起了坏心, 存心要逗弄他, 他伸出线长手指, 从陆景延的眉心, 沿着他高挺的鼻梁滑下, 经过菲薄唇扮时, 不经意地停留刹那, 轻轻妈撒, 只赋予敏感的唇扮妈撒, 记得陆景延侯杰一紧, 脑袋下意识往上抬了点, 想与他的指尖更贴近, 只不过没能如愿, 顾清手指下移, 落在他喉间, 沿着凸起的侯杰滑下, 最终停在他胸旁, 手指带着点力度的打圈, 陆景延已经换上家居服, 隔着薄薄的衣物感受到那点触感, 如同隔靴扫养, 他受不了顾清的刻意撩拨, 喉结滚动两下, 喉间发出极低的一声喘息, 看着他的反应, 顾清凑在他耳畔, 缓缓开口, 陆景延, 你这么容易害羞, 以后可怎么办呀, 顾清手指沿着他胸膛, 往下滑了很长一段距离, 既然你决定不下来, 那就让我来帮你吧, 在他手指出道酷炎时, 陆景延将他手按住, 不, 顾清抬起头, 故作委屈地盯着他看, 你这么不积极地接受治疗, 难道是不想和我快一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夫妻吗?